第一集 夜 月明星书 北宁丞相府内园林聪茂 灯火此刻陷入沉静 唯有大小姐凌若曦的闺房里 灯光闪烁 叫人面红心跳的声音 从紧闭的房门里传出 呼得一声嘀吼过后 一股糜烂的味道 从空气里弥漫开来 云絮耳阔一动 只见四方宅院外 有人影正快速走来 脚步声嘈杂凌乱 他心头一惊 身影似鬼魅般 羞的一声飞入房中 施主 快走 手臂迅速盘住 此刻早已昏厥在床榻上的男人 几个起落之后 两人已从这房内消失 真真是来无影 去无踪 砰的一声 紧闭的房门 被人从外用力地踹开 门框哗啦啦地被撞击到地面上 掀起尘埃飞扬 啊 这 快去叫老爷 屋内散落一地的凌乱衣衫 忽上忽下飘舞的粉色账漫后 女子映入了众人的眼帘 二姨娘跺跺脚 忙道 还不快去请大夫人 来人啊 为大小姐更衣 这 这成何体统啊 第二日 不静而走的传言 传遍了整座皇城 上至王孙公子 下至平民百姓 吴不再议论着 丞相府嫡出大小姐凌若曦 在十四岁生辰当晚 被人侮辱的消息 依我看 那凌若曦若还是有一分自身之名 就该自杀谢罪 反正不过是个文不能武不行的草包 就算第一美人又怎么样 皇上哪会允许一个破解 成为三王妃 有人扼腕叹息 唉 谁说不是呢 不知道这大小姐和三王爷的婚约 此后还做不做数 有人皱眉沉思 哎呀 凌丞相半辈子的名声 恐怕就要毁在这大小姐身上了 有人幸灾乐祸 本该门庭弱势的丞相府 今日闭门谢客 连早朝 丞相林克卿也称病畏惧 丞相夫人雪芹 一袭粉色长裙扑扑在地上 不停磕头 为爱女请命 老爷 若惜早此劫难 请您为她做主啊 额头被青石地 落出淡淡的血痕 丞相夫人早已经哭红了双眼 脸上精美的妆容 此刻也只剩下憔悴与忧心 姐姐 你这话可就说得不对了 如今这外面已经是传得沸沸扬扬的 那贼人能在高手云集的丞相府来去无踪 怕是不简单吧 这说不定啊 早就对府中的情形了如指掌 若曦的院子可是离这前厅最远的 为什么不找二小姐 三小姐 偏偏找上大小姐呢 二姨娘站在林丞相身旁 轻声问道 声音恰好能让听内听外的众人听见 林克卿黑着一张脸坐在软榻上 气得鼻息发出细碎的声响 丞相夫人心头一惊 这是在指若曦行为不检点 她默地抬起头惊呼道 妹妹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若曦她从未踏出过府门半步 怎么会做出这等事 这 这知人知面不知心 就算只是一场意外 相爷啊 府里恐怕也容不下大小姐了 你想想啊 这现在外面都在看着您将如何处理此事 若是一个不小心 可是会影响王爷的仕途啊 毕竟 这大小姐与三王爷有婚约在身 如今她被侮辱了 三王爷定会追查到底 万一迁怒了丞相府 二姨娘音策策地笑着 话并未说完 但却足够让林克卿浮想连篇 她脸色一片复杂 听着大夫人一声声哀嚎般的哭求 终是叹息了一声 罢了 将大小姐驱逐出府 派马车遣送回老家的别院居住 无事 莫要载入皇城半步 这话 分明是要断了大小姐林若曦的前程啊 丞相夫人文言 口中发出一声惊呼 一路跪行到丞相脚边 死死揪住巢伏的衣摆 脸上早已泪流满面 不 不 老爷 那是我们的女儿啊 求求你莫要如此对她 她 此事休要再提 就此做罢 林克卿挥开她的手 起身离去 二夫人捂着嘴 咯咯地笑着 满脸得意 大夫人 您要是争气啊 就再生一个 她是这大小姐 今后可就再没出头之日了 丞相夫人气急攻心 一口心头血 默地喷了出来 眼前一黑 整个人在大悲大痛之下昏厥过去 当夜 一辆马车缓缓地驶离皇城 车轮声滚滚 车帘在晚风中摇曳着 萧条 落寞 一声低不可闻的阴影从昏沉的少女口中发出 好似蝶一般扑闪的睫毛 微微颤抖了几下 这才睁开 而身体似是被石头碾过 让凌若曦痴疼地倒抽了一口冷气 她 这是在哪儿 家丁勒紧缰绳 挑开帘子 大小姐 您可是醒了 我这是在什么地方 凌若曦懦懦地问道 满脸的惊恐与不安 大小姐 老爷吩咐了 让奴才送您回老家的别月 约莫三日后便可抵达 家丁不卑不亢地说着 再无了昔日的谦卑 出了这种事 只怕这位大小姐今后是再难翻身了 什么 凌若曦脸色骤然一白 那娘亲呢 大夫人仍在府里 娘亲不同她一起走吗 一股良意蹭得窜上了心窝 凌若曦拼命地摇晃着脑袋 不 我不回去 我要见娘亲 她挣扎着从马车里跳出 不顾身后家丁的劝阻 提着裙摆 朝着皇城的方向跌跌撞撞地跑去 绣花鞋在奔跑中落了半只 白皙的御族被杀时磨出了几道血痕 身影狼狈 此时 丞相府漫天搞宿 佛堂的和尚正在前院做法 后院的女眷纷纷身披白袍 跪在厅内 一桩棺果摆放在偌大的厅房中 哭声此起彼伏 林克卿血气攻心 已经被老夫人搀扶到房中休息 留下三位姨娘在此主持大举 一个时辰之前 大夫人不甘爱女遭此下场 于房中上吊自尽 匆忙中 丧事只能一切从险 跪在大厅里的众人低声悲气 却只闻哭声不见眼泪 大夫人自幼陪伴丞相 从她还未入朝为官时 就已经嫁她为妻 二十年来得尽宠爱 即便是后来嫁入府中的三位姨娘 也难以撼动她的地位 如今人一死 他们的机会可不就来了吗 二姨娘难掩心头的得意 想到将来圣宠无限的日子 她高兴得几乎快要笑出声来 忽然府外传来一阵吵闹的喧哗声 一名家丁急匆匆地小跑而来 二夫人 大小姐她回来了 什么 那贱人竟敢不遵相爷的命令 私自回府 二姨娘羞地从地上站起 脸上哪有半分的悲气 娘亲 爹爹说过 此生不许她踏入皇城半步 如今大夫人自已临堂中 她却固然喧哗 随等不孝不义的女子 等一乱棍打出 二小姐凌雨寒凑到二姨娘的身边 傅儿低语道 娘亲 万万不可让她见到爹爹 如今大夫人身死 难保爹爹不会顾念旧情 让着凌若曦翻身 二姨娘一想 也觉得是这个道理 大手一挥 将大小姐乱棍打走 不得在府外吵呢 是 十多名家丁手持棍棒 从打开的府门内 鱼管而出 砰砰的杖泽声 若隐若现 二姨娘愿毒地瞧着凌若曦 在棍棒的无情挥落下 惨叫哀嚎的画面 嘴角弯起了一抹得意的笑容 别打我 娘亲 娘亲 凌若曦痛得在地上不停地打滚 衣衫凌乱 发际松散 原本倾国倾城的容颜 此刻满是泥泞与污血 家丁们哪敢留守 正所谓狡兔死 走狗坑 人走茶凉 如今相府内 大夫人身死 大小姐失丑 早已经不是昔日备受尊敬的贵人了 一根棍棒无情地砸在凌若曦的后脑勺上 她吃痛的呼救声戛然而止 四肢抽出了几下之后 竟然没了声息 一股温热的液体 从她的身下弥漫开来 双眼瞪大 连那眼也再没眨过一次 家丁心头咯噔一声 扭头对视一眼 终是发现了此时的不同寻常 这 大小姐 该不会是死了吧 幻音刚落 一股阴风在街道上窜起 悬挂在房梁上的白布 被吹得在空中打了个旋 速速地落下 正巧 遮挡在凌若曦的身上 白布的一脚被鲜血染红 丞相府内 佛堂和尚的诵经声 此刻犹如地狱的招魂帆 让人打从心底的发寒 哎呀 怎么回事 二姨娘挟着凌雨寒 从前院走来 刚走近 一股扑鼻而来的浓郁血腥味 让人作呕 立马有丫鬟送上手绢 她捂住鼻息 闲雾地看着动也不动 躺在血泊中的凌若曦 二夫人 大小姐她 怕是已经死了 一名家丁 胆战心惊地说道 神色惶恐不安 不管怎么样 这位毕竟是 丞相府嫡出的大小姐 万一被老爷知道 二姨娘脸色骤变 弯下腰 手指缓缓蹭到 凌若曦的鼻下 没有一丝气息传出 难道 这贱人真的死了 娘亲 此时不能声张 更不能让爹地知道 凌雨寒第一个回过神来 眼珠微微一转 城外有一出乱葬缸 不如就将大姐姐 扔到那儿去 二姨娘定了定神 点点头 你们 还不快将大小姐抬走 左右不过是个 被赶出府的废人 只要此事就此作罢 谁会猜到 凌若曦已经死了 二姨娘越想 心头越是有了几分底气 家丁抱来草息 刚欲将尸体裹走 谁料 就在她的手臂 结将触碰到尸体的时候 凌若曦蹭的一声 睁开眼睛 漆黑如夜的眼眸 凛冽 森燃 锋芒毕露 家丁发出一声 凄凉的惨叫 身体扑通 跌坐在地上 颤抖的手臂 指着缓缓坐起的死尸 这这这 长尸吗 半坐起身的女子 黑发覆面 一身燃血 风吹起 黏在她脸蛋上的青丝 血迹斑斑的脸庞 犹如地狱罗煞 分外恐怖 凌若曦记得 她应该已经死了 2025年纽约 一声轰然爆炸 点燃了整片天空 无数残肢断骸 从纽约国际大厦 顶端飘落 那是一场极为盛大的葬礼 毁了象征 纽约经济锁链的摩登大厦 毁了国际黑道组织上的 上百精锐 最后连总部 也在爆炸中灰飞烟灭 谁会想到 让FBI束手无策的 国际第一黑帮总部 竟会设立在纽约的中心 傲立在这座繁华都市的 银座之巅 谁又会想到 让特种部队 闻风丧胆的杀手之王 最后不是死在 法律的舞台上 竟只是为了组织清洗 遭到抹杀 凌若曦记得很清楚 身体被巨大的冲击力 炸毁的滋味 可是谁能告诉她 为什么她还活着 大小姐炸湿了 家丁惊恐地指着凌若曦 话音未落 却在对上那双 近乎死寂的毛子时 一股良意 蹭蹭蹭地 从背脊窜上头皮 叫什么叫 二姨娘定了定神 一脚踹在家丁的身上 随后 抬起袖口 满脸怨毒地 盯着凌若曦 虽然不知道 小贱人怎么会死而复生 但是 就算是醒了 如今她也失了仇 根本不用忌惮 既然没死就赶紧滚 别在相府外吵吵闹闹的 二姨娘挥挥手 面色很是不耐 相府 大小姐 凌若曦危险地眯起眼睛 刚欲起身 但是浑身 缺一点力气 也使不出来 眉头微微一蹴 她的身体 是怎么回事 引以为傲的力量呢 她的沉默 落在二姨娘的眼里 莫过于 哀莫大于心死 得意地轻哼一声 挥袖 踏入丞相府 关门 若是大小姐 再敢在府外 虎脚蛮缠 乱棍打死 冰冷至极的命令 让一种家丁 吓得脸色骤变 这丞相府的天 怕是要变了呀 凌若曦 动也不动地 跌坐在血泊中 晚风瑟瑟 染血的青丝 漫天飞舞 旁人眼中 被吓傻的女人 此刻正在 用力消化脑海中 被强行塞入的记忆 她和她的名字一样 也叫凌若曦 是丞相府的 嫡出大小姐 寿臣当夜 被人侵犯 父亲为了面子 将她驱赶 母亲为了她 不被赶走 而自意而死 自意而死 不知道是不是身体里 还有援主的感觉 从来没有体会过 母爱的凌若曦 只觉得心很痛 痛得无处发泄 她低垂下黑眸 拖着痛苦不堪的躯体 缓缓站起身 最后望了眼眼前 宏伟大气的宅院 一抹冷笑 悄然爬上嘴角 第二日 天蒙蒙亮 两则消息 在皇城内炸开了锅 即丞相府大小姐 北宁国第一美人被玷污之后 大夫人当夜自意 尸体竟然在下葬时 不翼而飞 无数人在猜测 这丞相府不知是得罪了哪路神仙 竟遭此巨变 有传言说 石乃大小姐林若曦命中待煞 突然怎么会前脚出事 后脚就发生连番的变故 不管众人怎么猜测 身为当事人的林若曦 却早已经消失在了皇城之中 城外九里山 荒草在山头肆意滋涨 凌乱堆放的石头随处可见 空气里 弥漫着一股浓郁 粘稠的血腥味 泥泞的山道上 掉落着无数猛兽的湿海 土壤被鲜血灌溉 连一旁的野花 仿佛也被染上了几分肃杀 狮山血海之中 一排染血的脚掌印 清晰可见 山巅之上 一座孤坟萧条地立在风中 一身血衣的少女 正吃力地将石碑树在坟头 身影单薄 娇小 却能一人扛起一块 重打百斤的巨石 且下盘沉稳 砰的一声 石碑深陷在泥土里 巨大的声响震耳欲聋 宁若熙扑通一声跪倒 朝着石碑重重叩手 额头被碎时磨出血痕 满是污渍的脸蛋 早已经看不出昔日的美貌 独独只有那双眼睛 似寒潭般冰冷 似黑夜般深邃 凌若熙上前 在石碑上刻下一排字 丞相府大夫人血秦之母 历者 爱女凌若熙 之后 又给面前的石碑 磕了三个响头之后 凌若熙这才傲然站直起身 指天启示 今日欺我之人 他日 我必将百倍奉还 字字朱击 康腔有力 每一个字眼都带着一股 不惜一切的决然与凛冽 他凌若熙 有恩必还 有仇必报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二集 六年后 北宁国边境 洛世城 位于南兆 与北宁之间的这座小城 拥有着商业城镇的称号 承载着两国经济贸易来往的重担 这是龙城大陆 唯一一座没有城主 甚至于 没有官员管理的城镇 北宁国皇帝派遣一万士兵 日夜守卫城镇的安全 除此之外 这里还驻扎着不少游走于生死边缘的佣兵 他们大多是修炼旋力的高手 身体健壮 谋色各不相同 站在普通人里 分外眨眼 没有人胆敢在洛世城里闹事 只除了 我靠 林小白 你压得换账 把笨大爷的夜明珠还来 一声怒吓 从古董殿里传出 下一秒 一抹黑影 羞地砸开窗户 出现在人潮涌动的集市中 嘿嘿 本小爷才不要 有本事 你来追我呀 追上了 本小爷 就考虑把桌子还给你 说话的 是一名可爱倒抱的小奶娃 粉嘟嘟的脸蛋上挂着邪恶的笑容 一双明亮的大眼睛 时不时闪烁着狡诈的微光 头顶上一戳左右摇晃的呆毛 在风中摇摆 本该是让人看着就恨不得亲几下的奶娃娃 但是嘴里说出来的话 却让人气得跳脚 老板握着一把弯刀 从店里冲出来 嗷嗷叫着 就要往林小白的身上砍 但招式却是雷声大 雨点小 克制在奶娃娃能够避开的程度 哎呀 小爷的衣服 林小白一边哇哇叫着 一边惊险地避开 你别躲 老板气得跳脚 你不躲才是傻子 林小白笑嘻嘻地吐了吐舌头 又一次躲开 劈下的刀刃 这一幕 让不少刚来洛日城的人 看得目瞪口呆 不是说城池内不许私自泄斗吗 谁能告诉他们 现在算是什么 若是时常出入洛日城的人 必定会知道 在这儿虽然没有官员作证 却有一个小霸王 从三年前开始 只要是他看上的财宝 过不了多久 就会被洗劫一空 作案之后 凭着一张呆萌可爱的脸 还愣是没人舍得拿他怎么样 其中 尤其是古董店 受灾最为严重 老板砍了半天 连林小白的皮毛都没有伤到 反倒是自己累得顾呛 手臂一松 弯刀蹭地插入地面 他气喘吁吁地指着林小白 你这丫的混账东西 还不快点 把叶明珠还给本大爷 这可是本大爷的镇店之宝 可是 林小白可怜巴巴地 眨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上次叔叔说过 只要是娃娃可是的东西 叔叔都会送给娃娃的 卧槽 他那个时候怎么会知道 这混账小子是只披着羊皮的狼 老板气得面色扭曲 你还敢说 说什么初来乍到 故意灌醉本大爷 护能本大爷 许下这种不着调的承诺 成天在本大爷店里细节财宝 你还敢提 林小白眼眶里的泪珠 眼看着就要落下 可是 承诺就是承诺 叔叔怎么能说话不算话呢 他老早就看上这颗珠子了 好不容易得到手 怎么能轻易地还回去 到了他林小白的兜里 那就是他的了 死都不给 就在老板气到 已经考虑 要不要给这奶娃娃 一个教训的时候 一抹黑色的人影 出现在集市的街头 围观的群众们 纷纷露出了看好戏的眼神 连刚刚还在暴怒不已的老板 也在瞬间笑了 林小白隐隐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尤其是 当那股熟悉的冷意从背后传来 那股预感愈加加重 一滴冷汗悄然从额头上滑落下来 我记得这个时辰 某人应该在学堂里读书才对 带笑的嗓音从头顶上缓缓落下 林小白浑身一抖 咔咔咔咔地转动着脖子 在看见来人的时候 可爱的小脸瞬间忧怨了几分 娘亲 让人整颗心都会软化的声音 林若曦却没有一丝的动容 不少人眨巴着眼睛 看向那突然出现的女人 想要知道究竟是怎样的女子 才能培养出如此嚣张 如此可爱的小鬼 英眉如淡月 玉姬如羊枝 秋水为谋 白玉做骨 容颜绝美 一袭黑衣相伴 一世孤立 世间无双 只一眼 却让不少男子看了了神 连呼吸也会下意识地屏住 昔日北宁国第一美人 也不过如此吧 嗯 危险的尾音微微上扬 凛冽的双眸细细地眯起 乖小白 能不能告诉娘亲 你这是本月第几次逃学了 呀的 究竟是谁去向娘亲通风报信的 林小白在心底不住地抓狂 别让她知道是哪个混蛋干的 不然 一抹阴侧侧的笑容爬上嘴角 学堂内 正在授课的夫子 忽然打了个喷嚏 奇怪地看了眼窗外的天色 这还没入冬 难不成是着凉了 娘亲 其实吧 宝宝只是 讨好的话语还未说完 耳朵就传来一阵剧痛 哎呦 娘亲 快松手 IPE У 专了 胜不得呃臀要被扯掉了 那不断哀嚎的声音 让不少为人母的妇女 都露出了不忍的神色 林小姐呀 这 孩子不懂事 妈妈就好 可别动手啊 老板哪里舍得见灵小白受伤 这下可顾不得什么夜明珠了 急忙求情 哼 跟我回去 许是有老板求情 灵若曦手指一松 改为揪住灵小白的衣领 凌空将人提起 双足在地面上轻轻一蹬 如同鬼魅一般 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几个起落 便返回了位于落日城西边的 独立大宅内 喷 灵小白被狠狠地砸在地上 屁股着地 她疼得眼泪直往下掉 好疼啊娘亲 你这是要谋杀情深骨肉 控诉的目光 悠悠地转向站在不远处 气势逼人的女人身上 只可惜 她那眼神对灵若曦 毫无一点地杀伤力 手掌灵空瘫开 眉梢一窍 理所当然地说道 这儿你撇 拿出来 分赃 她就知道会是这样 灵小白不满地撇了撇嘴 却在下一秒 舔着脸 殷勤地蹭到 灵若曦的身旁 娘亲 打个商量 这次 咱就别分了 行不行 人家 费了很大的力气 才拿到的 红润润的嘴唇 微微撅起 脑袋上那戳呆毛 随风摆动 灵若曦 一个暴力 重重地拍在 她的脑袋上 私自逃雪 最佳一等 说吧 她伸出手 直接探入 灵小白的衣袖 将夜明珠 收为挤用 娘亲 灵小白 跺跺脚 满脸不愤 叫什么脚 这是你将来的老婆本 懂什么 灵若曦 端详着手里的珠子 珠圆玉润 果然是极品 老婆本 灵小白满头黑线 这句话 娘亲说了多少次了 每一次出人出力的 都是自己 可是最后好处 都是被娘亲拿去 这根本是强买强卖 小爷要去向大家 出传娘亲的真面目 灵小白 呲牙咧嘴的说道 做事 要往院子外走 我上次好像看见 某人在床底下 藏了些不该藏的东西 一句轻飘飘的呢喃 成功地让 灵小白的身体 僵硬在了原地 她藏得这么隐秘 娘亲怎么会知道的 灵若曦 秀摆 微微一挥 一股旋力 从体内散出 形成一股巨大的犀利 将厅内的椅子 吸到身旁 慵懒地坐下 小爷绝不是受人威胁的人 灵小白坚定了心头的打算 刚欲继续前进 声音再次响起 厨房的老鼠洞 刷 灵小白立马转身 裂开嘴 傻乎乎地笑了 宝宝 只是和娘亲闹着玩的 您可是宝宝的娘亲 宝宝怎么会举办您呢 您说是不是 魏马 魏马娘亲会知道 她私房钱藏在什么地方 灵小白默默地在心底泪流满面 灵若曦满意地点了点头 嗯 这才乖 下次再接再厉 多弄点好东西回来 娘亲觉得 咱们这家呀 家图四壁空了点 灵小白默默地看了眼前 听的五彩雕花瓷瓶 又看了眼一旁的白玉钻金铜顶 这能算是家图四壁吗 即便心里再不愤 但灵小白却不敢表露分毫 一副我很听话 很乖的表情 重重点头 是 宝宝下次一定继续努力 绝不辜负娘亲的教导 努力让娘亲过上好日子 嗯 明天去告诉古董店的老板 上次替他送货的人情 今后不用还了 颠了颠手里的叶明珠 凌若曦难得大方地开口 半个月前 他助莫老板 护送一批货物 安全回落日城 酬劳嘛 看来已经够了 娘亲 这怎么行 一分钱一分力 咱们不能因为 一颗小小的叶明珠 放弃得应得到的酬劳 凌小白义正言辞地说道 凌若曦眼眸一冷 娘亲是怎么教导你的 做人不能贪财 懂吗 娘亲 说这种话的时候 您能不能 别对着叶明珠 露出垂涎三尺的目光 凌小白嘴角一抽 和她比起来 贪财的究竟是谁呀 怎么 你认为娘亲说得不对 凌小白立马摇头 耐驾驶 只恨不得把脑袋 给晃到地上去 不不不 娘亲说的都是对的 做的也是对的 娘亲是天下 最伟大的女人 娘亲绝不会贪财 娘亲最 行了 做饭去吧 凌若曦听得心里美滋滋的 将叶明珠收入怀中 是 谨遵娘亲口语 凌小白心不甘情不愿地 连蹦带跳地 蹭到了凌若曦的跟前 行了个标准的军礼 扭着屁股跑进屋 没多久 从屋子里便传出了烧火的声响 期间 还夹杂着孩子欢快的歌声 我是一只臭小鸭 闭嘴 闭嘴 换一首 凌若曦揉了揉 被魔音绕耳的耳朵 冷声命令道 这小东西什么都好 就是五音不全 能把一首动听的歌谣 唱得跟鬼哭狼嚎似的 偏声 她还将这看作人生第二大喜好 屡叫不敢 凌小白把自己扒干净 装进城买热水的木桶 兴兴地撇了撇嘴 妹妹你坐转头 哥哥我爱上走 吃的一声 椅子上的人影瞬间消失 下一秒 凌若曦那张妖孽的容颜 就在凌小白跟前无限放大 她邪魅地笑了 眼底邪气肆意 凌小白 你若是再用你那副 天生残缺不全的嗓子 吐毒你娘亲的耳朵 你藏在家里的私房前 就别想要了 娘亲 你这是赤裸裸的威胁 小爷也是有人权的 凌小白气得哇哇直叫 粉嫩的偶臂不停地拍着水面 晶莹的水珠飞溅在空中 洋洋洒洒地从半空中落下 凌若曦眼急手快 身影迅速朝后退开 这才避免了被凌晨落汤鸡的悲惨下场 凌小白 一丝黑气从她的头顶冒出 凌小白脸色皱变 完蛋了 娘亲要发怒了 小小的身体一咕噜地从木桶里跳出来 连滚带爬地逃出房间 双腿刚踏出去 身后便响起了一声轰然巨响 木桶刷啦啦地成为了残渣碎落一地 啊 银子 凌小白肉疼地抱起一块破碎的木板 又得花好几个铜板才能买回这些东西了 凌小白 比起银子 你还是先掂量掂量你自己的小命吧 音物如魔的嗓音 犹如从地狱深渊里飘出来一般 吓得凌小白往地上一滚 这才惊险地避开了凌若曦的雷霆一击 旋力破体而出 砰地撞击上院子里的参天古树 粗大的树桩在一瞬间被击倒 漫天的落叶速速飘落下来 娘亲 优质点 优质点 这些可都是要用银子摆的 一边躲闪 凌小白一边火上浇油 她从小第一爱好是银子 第二爱好是唱歌 第三爱好就是击娘亲变脸 没关系 凌若曦折仙般优雅地从空中降落 站在一地狼藉的院落中 风华无限 她朝着凌小白撇开嘴角 两排闪闪发亮的号尺 看得凌小白心惊肉跳 打碎的东西全部都记在你的账上 一日五分练习 不要不要 那她得还到地老天荒才能还完啊 哼 由不得你 凌若曦轻哼一声 身影再次逼上 大友要好好教训她一顿的驾驶 幽静的宅院内 不断有小娃娃哀嚎声与惊呼声传出 夕阳西下 晚霞飞红 大雁南飞 一辆奢华的马车 缓缓从一望无际的关道尽头驶来 慢悠悠地穿过闹市 朝着宅院的方向 不紧不慢地挺进 杨青 开饭了 凌小白将最后一盘青菜端上桌子 擦了擦额头上的密汗 顶着一张乌青的小脸 朝卧房的方向朗声唤倒 盘西坐在床榻上修炼旋力的凌若曦 默地睁开眼 一道剑芒般锐利的冷光 在她那双深邃幽冷的黑眸里 一闪而过 忘记说了 在这片大路上 除去普通人 还有一类人 天生可以修炼旋力 这旋力分为十多种品阶 最下阶的为赤阶 橙阶 中品为黄阶 绿阶 青阶 上品为蓝阶 紫阶 每一阶犹如一个分水岭 据说 紫阶之上 还有地旋 天旋 神旋 但是百年以来 却少有人能够步入这个境界 至于只在传说中存在的 神阶以上的阶级 更是从未真实出现过 当初灵若曦在阴差阳错之中 得到了旋力 花了整整六年 才进入了青街的巅峰 但自从半年前突破青街之后 她的旋力就不再有突破的迹象 到底是怎么回事 灵若曦 微微拧了拧眉 陷入瓶颈了吗 娘亲 出来吃饭了 灵小白在外砸门的声音 打断了灵若曦的沉思 走出卧房 只见一张金灿灿的餐桌上 摆放着几道家常小菜 灵小白咬了一碗白米饭 乘入了金碗中 递到了灵若曦的面前 金碗 金块 金桌 金盘 饭厅里的摆设 亮得几乎能闪瞎无数人的眼球 这样的吃穿用度 即便是皇帝也不过如此吧 一边吃着佳肴 一边享受被黄金包围的感觉 灵小白觉得 自己此刻就在天堂 娘亲说的真对 钱不是万能的 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娘亲 将来宝宝一定要盖一座金房子 每天睁开眼 看见遍地流金 闭上眼 被金氏安包围 灵小白 惬意地眯起眼睛 嘴角的哈喇子 快要滴落在金碗里了 下次累到睡着的时候 记得把枕头垫高点 灵若曦白了她一眼 冷声说道 想要坐拥金山 做梦或许比较快 灵小白顿时黑下脸来 娘亲 你应该说我知识远大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三集 灵小白顿时黑下脸来 娘亲 你应该说我知识远大 做一个贪财等死的人 也算是知识 灵若曦凉凉地勾了勾嘴角 捧起金碗 抿了口里面的参汤 磨得眉头一簇 盐放多了 火候不够 还要再练 难道这种时候 不是应该明知不好吃 仍旧夸赞她一番吗 娘亲 请随时记得 您的儿子目前只有五岁 您不觉得奴隶同工 是件很不道德的事情吗 不觉得 话答得理所当然 让灵小白顿时欲竭 她就知道 不该认为娘亲身上 还有良知这种东西 将灵小白脸上的忧远 尽收眼底 灵若曦深邃的眸子 迅速闪过一丝笑意 她不会教育儿子 她只知道 只有无数次打击 才会让一个人成长 忽然 院子外有细碎的车轮声传来 灵若曦面色一临 身影犹如闪电 迅速在椅子上消失 只留下一道飓风 划过灵小白的面颊 吹得她头顶的呆毛 使劲地抖了抖 娘亲的品级又提升了吧 灵小白淡定地待在原地 甚至还阵阵有词地发出一声 老成的赞许 配着那张粉雕欲拙的脸蛋 说不出的违和 砰 紧闭的大门被一股巨大的力量哄开 灵若曦飘渺的身影 孤立在大门前 一昧翻飞 青丝悠然 手里握着一个金灿灿的瓷碗 在夕阳的余会下 折射着斑驳的光运 你们 找谁 瑞丽的视线扫过停靠在门口的马车 请问 车夫勒紧缰绳 脸上挂着巨傲的微笑 刚抱拳话还没说完 就被一道软软的声音 接住了话头 看你的穿着 就知道是第一次来做日程 吃到这儿的规矩吗 灵小白穿着一双 出自明示的自制小老虎拖鞋 顶着一戳呆毛 从灵若曦的身后冒出了脑袋 这小孩打扮怎么如此怪异 车夫微微一正 却在下一秒恢复了最初的高傲 那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巨傲 与盛气凌人 让灵若曦眼眸一沉 什么规矩 灵若曦朝儿子使了个眼色 赚钱的机会就在眼前 打劫有钱人什么的 灵若曦表示毫无压力 灵小白倾壳一声 从灵若曦的身后走了出来 落落大方地站在门槛前沿 伸出一根手指头 在落日城 根据行情价 问路一百两黄金 行人五百两黄金 看你们是第一次来的份上 给你们打个五折 你们是行人啊 还是问路啊 家丁被这通叫价吓得目瞪口呆 这哪里是行情 根本是宰人吧 车夫定了定神 他决定不同一个小孩子一般计较 将目光挪到一旁的灵若曦身上 却在看见她的举动时 再也忍不住 嘴角欢快地蹦倒了几下 谁能告诉她 为什么这位神似大夫人的女子 会在这么重要的时刻 捧着今晚 吃得正欢 等等 车夫心头一个机灵 双目圆瞪 那堪比X光的视线 眨也不眨地盯着灵若曦 喂 灵小白一个剑步 护在娘亲的跟前 不许打我娘亲的主意 就你 要长相没长相 要身高没身高 一只脚都快踏进棺材里了 别妄想勾引小爷 貌美如花的娘亲 滚开 灵若曦猛地抬起脚 动作快如闪电 吓得灵小白 利落地往旁边闪开 好不容易避开这一击 一脸心有余悸地拍拍胸口 娘亲最近越来越暴力了 这就是林大夫曾说过的 魁水来临的前兆嘛 灵若曦决定 吴是这个不知道拥有谁的基因的儿子 在家丁呆滞的目光中 优雅地放下左腿 扫了扫一百 脸若寒霜 京城来的 你果然是大小姐 车夫惊喜地指着她 难怪同大夫人长得如此相像 小人猪一头 拜见大小姐 大小姐吉祥 灵小白先是一惊 随后高高竖起拇指 猪一头 的确是人辱其名 故人称不起我 说吧 双手背在身后 附和地点了点头 有事直说 灵若曦似乎并不觉得意外 胡闹归胡闹 但是她在开门的第一眼 几乎就已经看穿了 来人的身份 如此奢华的马车 非一般人能够拥有 驾车的车夫更是身负旋利 下盘急稳 是个绿街的高手 当然 最重要的是 悬挂在车头的两个 红彤彤的灯笼 上面贴着逗大的灵字 若非知晓对方的身份 灵若曦又怎会放任小白 胡言乱语 心头心思百转千回 但脸上 依旧是一副淡漠如穿的模样 气息冷冽 眉梢冷窍 犹如一把锋芒毕露的宝剑 气势逼人 家丁心头一惊 曾经文不能 武不得的大小姐 何时拥有了这等气势 仿佛手持刀刃的杀神 即便是站在她面前 也会不自觉地低下头 心生畏惧 是这样的 大小姐 七日后 乃是老夫人的六十大寿 相爷特地嘱咐奴才 前来请大小姐回府 为老夫人助寿 老夫人 灵若曦危险地眯起双眸 终于 在记忆里 找到了这位丞相母亲的相关讯息 似乎是位慈眉善目的老人 昔日没少对 灵若曦母女千般疼爱 想要请她回去吗 寡情的唇绊 扬扬起了一抹 惊心动魄的浅笑 灵小白浑身一个机灵 下意识地倒退了数步 每每当娘亲 露出这种表情的时候 就代表 她正在算计着什么 这是她的经验之谈 她已经用无数的血与泪 验证了这个结论 回去告诉你那老年痴呆严重的主子 想让本小姐一架 仅凭一个奴才 分量还不够 本小姐可没有忘记六年前 她亲口下达的那道命令 神让本小姐向来重笑 相爷有言在先 本小姐也只能在这落后的城镇中 孤苦无依地等死了 一通明朝暗讽的话语 轻柔地从她红润的嘴唇里吐出 犹如一把软刀子 刺得家丁脸色一阵青 一阵白 好看极了 余晖斑斑 黑线条条 灵小白同情地看了眼 被娘亲打击的几乎实话的车夫 阿弥陀佛 早死早超生 希望她下辈子见到娘亲 千万要记得绕刀走 咋 关门 放小白 灵若曦哪里等她把话说完 广袖一挥 人已经消失在原地 徒留下家丁一人 可怜巴巴地望着人去楼空的院落 还没有来得及回过神来 是 娘亲 灵小白端正地行了个军礼 朝家丁抱歉地吐了吐舌头 用力地将房门合上 夜凉如水 朵朵乌云遮盖住整片苍穹 落日城中万家灯火起起闪烁 好似地上的月光斑斓绚丽 萧条的宅院内 一株梨花树上 灵若曦轻靠着枝鸭 一摆在半空中垂落而下 青丝飞舞 她手里提着一瓶上等的女儿红 正独自一人靠树毒瘾 不远处 手持匕首的灵小白 正在用力地砍着梅花庄 登登登的声音随风传来 依稀能够看见 她脸上落下的汗珠 唇红齿白的小脸 此刻只剩下一片肃杀 她凌若曦的儿子 可以卖蒙无耻 但是却绝对不可能是一个废物 娘亲 一切到回完了 凌小白终于完成了一天的任务 挥洒着汗珠从练舞场跑了出来 脸蛋粉扑扑的极为可爱 刚凑近 便闻到一股扑鼻而来的酒香 眉头磨得一皱 娘亲 你不是说再也不喝酒吗 上个月光是酒钱 就花费得快一百两 再这么下去 就要做吃山空了 凌若曦眼眸一转 不是有你在吗 宝宝不是要钱数 别打宝宝命根子的主意 凌小白下意识地捂住腰间的钱囊 提起钱就不亲惹 一脸的防备 凌若替免得同她废话 身影一闪 自树上飘落而下 片片梨花相伴 小白 想不想通娘亲 去京城里赚点银子 她蹲下身 凑近凌小白的面前 沉声问道 嘴角扬起的弧度 带着丝丝的邪气 刺骨惑人心的腰 让人心神巨大 娘亲 小爷卖巧不卖声 就算你冲小爷笑得花指烧人 小爷也绝不会救犯的 凌小白刷了一下 双手护在胸前 经典的 被公子哥调戏的姿势 啪 一个暴力狠狠 敲在她的脑门上 明若曦眸子一冷 我在和你说正经的 察觉到她难得的严肃 凌小白脸去面上的调笑 故作老成的眨巴了几下 那双灵动的大眼睛 定定地看着眼前 她极爱的母亲 宝宝不知道 今天来的人是谁 但是 这辈子 不论娘亲要去哪 宝宝都会陪着娘亲 即使平日里 她咬牙切齿 恨着娘亲 剥夺她的银子 但是 这个女人是她 林小白这辈子最在乎的人 没有之一 她很小 很多事情她不懂 但是她知道 不论去哪 她都跟定她了 满是坚定的话语 让凌若曦的眸光逐渐放柔 那好 明天我们就启程出发 不过在此之前 小白 你今晚的训练 再翻一杯 飞猫 凌小白双目圆瞪 一副难以接受的模样 压压的 一千刀已经让她四肢无力了 还要再来 恶魔 这个女人绝对是恶魔转世 凌若曦站直起身 风情万肿地笑了笑 手指拨弄着耳边的病发 哼 因为我高兴 小妻 硬得不行 凌小白立马水漫金山 小手可怜兮兮地扯着她的衣袖 那副欲哭无泪的模样 让人忍不住 母爱泛滥 凌若曦无情地将袖子 从她的掌心抽出 抬脚走向卧房 只留下一句话 随风飘来 少一下 一两银子 一句话 让凌小白彻底僵住 双目喷火 瞪着她风姿彻跃的背影 你狠 我狠怎么做你娘 话音刚落 房门砰的一声和尚 阻断了那双忧怨可怜的毛子 这一夜 凌小白孤零零地站在院子里 响彻半夜的挥刀声 犹如催眠曲 凌若曦睡得一夜香甜 此时 位于北宁国与南兆国之间的山脉 白云缭绕 魔兽丛生 绵延万里的深山之中 深不见底的陡峭悬崖之下 乃是龙华大陆第一世家 云族的大本营 云旭紧握住手中的弯刀 单膝跪地 刚正不阿的容颜 此刻布满了凝重 少主 黑风寨昨日劫走此次 送往落日城的标银 分度负责人阿二尚书 请少主降罪 昏暗的书房内 暖炉滋滋地燃烧着 鸟鸟白烟腾生而起 朦胧的烟雾之中 依稀可以看见一抹火红色的人影 正慵懒地依靠在软榻上 香筋的广袖叠在身下 露出一只白皙的手腕 肢骨分明的手指 轻轻摇晃着手中的夜光杯 青丝如云如曝 微微敞开的衣巾内 微微怂起的锁骨 性感 精致 剑硕的胸膛 依稀能够看见 腹部纹理分明的机理纹路 虽然未看清容貌 但是那似折仙般的完美气质 已是世间少有 魅如妖 眼如魔 却不带一丝女气 哦 低沉暗哑的嗓音 在静谧的房中响起 一头扬进手中的美酒 几滴晶莹的水珠 顺着它靴尖如刀锋的下壑落下 极致妖艳 有趣 感接云族的飙车 本尊的确该去会会 究竟是哪路神仙 敢如此大胆 云景臣 俊拔的身姿缓缓站起 屋内一抹轻盈 莫得一闪 一件黑色的青球 被来人恭敬地 披在他的肩头 赤裸的狱卒 随意地踏在地上 铺着的白老虎皮上 犹如一件上等的玉器 美丽 白皙 是 属下这就去准备 云旭恭声应试 握紧腰间的佩刀 迅速离开了房间 微弱的烛光 落在云景臣的脸蛋上 如妖如媚 风华绝代 他身后站着一名 容颜冰冷的妙龄少女 此刻 正以一种近乎炙热的视线 贪婪地望着男子 完美地 犹如鬼斧神功般的侧脸 心潮动荡 不论在少主身边待多久 对这张脸 他依旧是难以自持冷静 一个男人 怎能魅惑到这个地步 一笑清人国 二笑清人城 当真是霍乱天下 云景臣啊 云景臣 我云灵这辈子 一定要得到你 从来只听说过 女人逛街猛如虎 主意头 现在才体会到 陪小孩逛街 不亚于缩短十年的寿命 怀里几乎被塞满了 大包小包的物件 从街头一路逛到街尾 可这混账小子 却丝毫没有疲惫的迹象 甚至一边走 还一边同店铺里的商骨 挥手打着招呼 颇有闲庭信部巡逻的架势 直到正午 火辣辣的烈羊 悬挂在苍穹之上 林小白这才大手一挥 豪气冲天地走入一家 名为天下第一楼的客栈 小公子 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去 尽快启程 竹一头艰难地 将怀里的物品抖了抖 扯扯他的衣袍 急切地问道 额头上冷汗淋漓 不用担心 小爷的娘亲 不会在家里饿死的 等小爷尝过这里的食物 不晦气地给娘亲 打包一份担回去 林小白头也不回地说道 有个一栋钱包跟在身边 不让他出出血 简直对不起白花花的银子 大堂里宾客云集 大多是杀气腾腾的佣兵 嘈杂的气氛 透着江湖儿女的豪气 与不羁 竹一头闲雾地看了一眼 一旁拍着桌子 大呼小叫的拥兵小队 此等荒野村民 根本入不得他的眼 林小白一屁股 坐在长凳上 立马由小二哥挥舞着毛巾 殷勤地迎了上来 哎呦喂 这不是小霸王吗 今儿想吃点什么 给小爷把你们这儿的招牌菜 统统蹲上来 小爷家要的事情 他翘着二郎腿 得意洋洋地挺了挺胸口 娘亲说过 出门在外可以没有本事 但是却不能没有气势 小二眼眸蹭得一亮 好嘞 竹一头挂着满脸的黑剑 凑到林小白的耳边 低声说道 小公子会不会点太多了 哼 这还是小爷不愿让你破费 特地减少了午饭的数量 你该不会 待会儿没钱抵账吧 嗯 林小白脸色一沉 大有 他敢点头 就要他好看的架势 呃不不不不 竹一头急忙摇头 心像是被重重的 捅了一刀子 血淋淋的 不知道回到京城 老爷会不会准许 他将开销上报啊 看着自己以肉眼可见到的速度 迅速变轻的钱囊 竹一头 当真是欲哭无泪 你们听说了吗 云族的标车前两日就在城外千里处被黑风寨的贼子给劫走了 一道响亮的声音默得传入林小白的耳中 他高高竖起双耳 标车等于值钱的货物等于银子 这只早就穿得沸沸扬扬 还用你说 现在外面谁不知道黑风寨得罪云族 我得到那幕消息 云族的少主这次要亲自出山收拾他们 另一个傭兵神秘兮兮的低声说道 真的假的 那黑风寨竟值得云少主亲自出手 说不定向来风流替挡的云少主 看中了黑风寨里的压寨姑娘呢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四集 云族少主 注意他 云族的少主很有钱吗 灵小白眨巴着一双泛着绿光的眼睛 激动万分地问道 小公子 云族乃是龙华大陆第一大世家 岂能用金钱来衡量 竹一头不屑地看了眼大惊小怪的奶娃娃 庸人就是庸人 连大名鼎鼎的云族也未曾听说过 哼 丢人现眼 灵小白哪里会看不出他的鄙夷 眼底一抹狡诈的微光迅速地闪过 极为可爱地撅着嘴 追头 小爷想吃糖葫芦 那 快去给小爷买 他指了指街尾刚闪过的摊贩 语调极为霸道 竹一头咬着牙 狠狠地瞪了他几眼 心不甘情不愿地 将买来的商品放下 慢吞吞地走出了客栈 带到他离开后 灵小白羞地一下跳下长凳 灯灯灯地跑到柜台前 对掌柜吩咐道 把你们这里所有的菜统统做一遍 另外 咱拿石壶上的女儿侯 送到西边林家 小霸王 又要宰人了 掌柜的在这落日城中自幼长大 对灵小白这奶娃娃哪会不了解 脸上露出了狐狸般的笑容 不知道这次 又是谁被这古灵精怪的娃娃给瞧上了 哼 小爷的事不要你管 记得动作快点 小爷先走了 灵小白满脸傲娇 利落地转身 迎着阳光离开了客栈 等到竹一头握着糖葫芦回来时 迎接他的是一份惊人的账单 看着上面的金额 他顿时有种恨不得立马拔腿逃跑的冲动 娘亲 一声清脆悦耳的呼唤 从宅院外传来 灵若曦刚刚打扮好屋子里之前的东西 文言将包袱往床下一塞 这些东西可不能让小财迷看见 娘亲 宝宝有话告诉你 灵小白横冲直撞地冲开了房门 红着一张脸 双腿生风扑到了灵若曦的怀里 灵若曦揪啾灵小白头上那戳左右摇摆的呆毛 灰袖落座 慢吞吞地端起手肘旁的茶杯 眼皮青苔 说吧 没和冤大头在一起 急匆匆地跑回来做什么 娘亲 宝宝刚才想到一件很重要的事 灵小白昂首挺胸 神色难得严肃起来 说 冰冷至极的一个字从她的嘴里蹦出 娘亲 宝宝知道要找谁做爹爹了 灵若曦吓得一口水直直地喷了灵小白一脸 爹 爹 灵小白胡乱擦了擦脸上的水字 点着脚 极为可爱地拍了拍她的肩膀 娘亲 请淡定一点 你没有听错 谁给你灌输的这种想法 蛤 一瞬间的失态之后 灵若曦缓地放下手中的茶杯 一抹邪魅的笑 爬上嘴角 她从来没有主动提起过爹爹这种生物存在 在灵若曦的认知里 灵小白只需要娘亲就够了 那个只贡献过一个精子的男人 根本没有资格当得起一生爹爹 而灵小白呢 自从懂事之后 也从未询问过这方面的事情 仿佛在她的世界里 一直便只有她和娘亲 再无第三人插足 而今天 她主动提起的话题 怎能不让灵若曦惊讶 娘亲 你别把宝宝当白吃好不好 没有爹爹 宝宝是怎么从娘亲肚子里蹦出来的 灵小白摆出一副 你在羞辱我的智商的表情 悠悠地凝视着眼前的女人 灵若曦沈笑一声 伸出胳膊 将她抱到自己的大腿上 几缕青丝自她的肩头垂下 先告诉我 怎么会突然说起这个话题的 脸上的笑 美丽得惊心动魄 却带着丝丝煞气 她的儿子 不需要什么父亲 她会用这双手 给她撑起一片天 宝宝刚才听说 云族的少主 很有钱 很有势力 娘亲 以后见到她 你一定要嫁给她 等她死了以后 太散就是咋不得了 灵小白信誓旦旦地说道 越说 底气越足 听得灵若曦嘴角直抽 这混账东西 究竟继承了谁的基因 这么小 她哪里来的那么多诡异的想法 哼 你就这么想卖了娘亲 去为你赚钱 她笑得花容失色 但是眼底的冷意 却让灵小白头皮一阵发麻 脑袋讨好的 在她怀抱里蹭了蹭 娘亲 宝宝才没那么傻 没了娘亲 宝宝去哪儿再找一个 宝宝是为了你的终身幸福着想 你看 云族的少主 多鸡 又有权势 陪娘亲 处处有余 万一她要是个糟老头呢 灵若曦狠狠地扯动她头顶上的呆毛 咬着牙问道 没关系 灵小白握着拳头 在手掌中一敲 现在流行认干爹 要是 她真的老得快要死掉了 娘亲可以认她做干爹 娘亲不是常说吗 现在是拼爹的年代 只要此际行得通 宝宝今后 就有大把大把的银子 可以消极娘亲了 她现在想一把掐死她行不行 千里之外 黄沙漫天的关道上 一座乡车正缓缓地驶来 一声惊异的轻声呢喃 从飘舞的金色车帘内传出 骑在汗血宝马上的云旭 立马拽住缰绳 回过头去 瞧着车内的动静 少主 可有事要吩咐 暗哑的嗓音 透着丝丝性感与暗哑 缓缓传出 漠视掉背脊上突然窜起的良意 云景臣再次靠在软枕上 姿态闲逝悠闲 家人 云旭忍不住拧起眉头 这春天已经过去了 少主的发情期还在继续吗 第三日 竹一头盼天盼地 终于盼到了某队 将城中大小商铺洗劫一空的母子 灵小白 拖着一个巨大的蓝色包袱 脚步蹒跚地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大小姐 可以启程了吗 竹一头猝没问道 再拖延下去 回到皇城 恐怕就要错过老夫人的大寿了 出发 林若曦看也没看一旁 母鸡护仔一般 抱着装有全部家当包袱的儿子 优雅地在软榻上坐下 摸了摸身下舒适的紧断 吩咐道 奢华的马车顺着轻驶板路 缓慢前进 当马车驶入急市 林小白忽然松开手 整个人趴在窗户上 眺望着四周熟悉的街景 不少得知他们今天要离去的左邻右舍 纷纷走上街头来替他们送行 就连素来与林小白斗嘴的孤董店老板 也握着那把标志性的大刀 站在店门外 小奶包 路上小心哪 记得回来看望我们呀 小宝王 林小姐 一路走好 此起彼伏的声音在街头窜起 六年来 这对母子在落日城 留下了太多深刻的记忆 早已在不知不觉之中 成为了城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林小白吸了吸鼻子 眼眶红了一圈 整个身体几乎探到车窗外 朝着众人用力地挥手 大声叫嚷 大家再见 小爷会想你们的 马车渐行渐远 驶出城门 而林小白也哭红了眼 扑到林若曦的怀里 林若曦低垂下眼眸 瞧着怀里哭到睡过去的宝贝 心头无奈地叹息了一声 刚想换个姿势 让儿子睡得更舒服一点 谁料 林小白那双小腿 竟啪地跳上了她的大腿 双手圈住她的脖梗 如同猫儿一般 腻歪在她的怀中 嘴里还无意识地呢喃 嗯 娘亲 嗯 娘亲 微风轻轻地吹动车帘 忽然 前方有一辆极致奢华的马车 迅速地驶来 咕噜噜地转动的车轮声 传入林若曦的耳中 余光微微一瞥 却只来得及看见 马车从窗外飞速而过的影子 转瞬便将这件事 抛到了脑后 嗯 离去的马车内 红衣男子慵懒地睁开双眼 停车 于 云旭赶紧拽住缰绳 挑开车帘 略显困惑地问道 社主 有什么吩咐 是错觉吗 云景臣 剥光烈焰的眸子低垂着 手指轻轻抚上胸口 方才这里 竟有一瞬间的陌生悸动 邪气的眼眸看向后方 但除了脚下这条 宽敞幽静的官道之外 就只剩下漫天的沙尘 继续赶路 云景臣再度吩咐到 压下了心头的疑惑 云旭嘴角一抽 说到底 少主究竟是为什么忽然让自己停车啊 难道是为了欣赏 这毫无美丽可言的风景吗 混蛋 一声声悠怨惆怅的叹息 从马车内传出 竹一头觉得自己快要疯了 自从离开陆日城 小少爷的魔音就没有中断过 真不明白 他小小年纪哪里来的忧伤可言 听听这销魂的尾音 听听这低沉落寞的唏嘘长叹 真让人胃疼 灵若西盘膝坐在锦段上 头顶冒着一丝白色的蒸汽 疯狂的旋律在他体内游走 冲击着每一条筋脉 但又总在即将突破的时候停下 滞留不前 叶明珠 今晚 白银盘子 灵小白一样一样地 把财物从包袱里拿出来 使劲摸摸 又小心翼翼地放回去 在这么无聊的路途中 他只能用这样的方法 来平复自己已经有好几天 没有银子进账的失望 你今天已经数了第二次了 还没够吗 灵若西莫地睁开眼 寒潭般深幽的黑毛里 隐隐透着一丝被打扰的不悦 灵小白特委屈地撅着嘴 小手就麻利地将手里 架直连成的珠子 塞入包袱里 娘亲 宝宝已经够无聊了 难道你连宝宝 唯一的爱好也要剥夺吗 灵若西刚要开口 忽然面色一寒 灵里的目光 直直刺向 那飘舞的车帘 竹一头迅速拽住缰绳 马儿前蹄仰天踹起 嘶鸣一声 前进的马车在关道上 突兀地停靠下来 灵小白双眼一亮 激动地握紧拳头 难道说 传说中的打劫就要活生生地上演了吗 来人止步 一名穿着短衫 扛着大刀山贼打扮的男人 直挺挺地拦在马车跟前 你想劫财还是劫色 明小白羞地从车内窜出个脑袋出去 堪比雷达的目光 从头到脚 将山贼给扫射了一遍 山贼一瞧 这么可爱的小奶包冒出来 再看看眼前 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马车 立马有种 大买卖要促成的感觉 双眼放着狼光 说出了千古不变的开场白 此路是我开 此树是我在 要从此路过 留下买路才 灵小白赶紧接嘴 立马扭头 看向稳坐如山的娘亲 娘亲 她要打劫咱们 我问你 遇到这种事 应该怎么办 灵若曦不紧不慢地问道 对车外那名山贼 视若无睹 灵小白咕噜噜地 转了转眼珠子 娘亲说过 先下手为强 后下手遭殃 遇到抢钱的 先走一段再说 嗯 很好很好 如此可教也 灵若曦对自己的教育手段 泛外骄傲 两人的谈话声 一字不漏地从车厢里传出 山贼气得哇哇直叫 好啊 好啊 你们居然敢不把本大爷放在眼里 兄弟们 出来干活 让他们见识见识黑风寨的本事 大手一挥 十多名山贼从关道两侧飞窜出来 将马车围堵在中间 一个个凶神恶煞 锋利的武器直对马车 仿佛随时会砍上来 娘亲 有坏人 灵小白窜到他的怀里 懦懦地说道 但是语调 却蕴藏着几分亢奋 大小姐请待在里面 莫要轻举妄动 这些人就交给奴才来处理 竹一头义不容辞地挺身出来 神色巨傲 根本没将这群 毫无旋理的乌合之众看在眼里 好 灵若曦微微汗手 娘亲 爸爸要出去观战 灵小白早已跃跃欲试 一路上的安宁 让她体内的恶魔因子 早已经开始蠢蠢欲动 如今好不容易遇到这么难得的事 她得去凑凑热闹才行 去吧 灵若曦大手一挥 同意了灵小白想要做酱油党的想法 她一溜烟地跑出车厢 坐在甲板上 双手插腰围观着一场单方面的殴打 朱一头加油 快点去左边 右边右边 奉腾你眼镜 她的加油助威 让朱一头心里的优越感再度爆发 甚至连旋力也没有用上 单凭体数 便在请客间将这些山贼给撂倒在地上 一个个疼得惨叫连连 满地打滚 她优雅地拍了拍手掌 巨傲地抬起头 努力想要摆出一个威严大气的造型 小白 去善后 宁若曦神色严肃地吩咐道 宁小白立即行了个军礼 是 娘亲 麻利地跳下甲板 她搓着手黑黑地斜笑两声 小跑着蹭到山贼的身旁 肉嘟嘟的小手在动弹不得的敌人身上摸索了半天 总共收出近五十两银子 这 不然小游一口咬死你吗 山贼不敢吭声 未曾将领小白的妖邪看在眼里 最初篮车的那名山贼捂着被踹断肋骨的胸口 缓缓地从地上站起来 袖中匕首 莫得滑到掌心 机会 破空袭来的利刃 在阳光下 折射着森白的光运 竹一头脸色骤然一变 刚要出手 谁料 在她还没有来得及有所动作的时候 却被眼前的一幕给惊呆了 只见领小白短短的双腿在地上轻轻一扭 身体精准地避开了从头顶劈下来的刀锋 脚默地朝上踹起 正中红心 踹在山贼胸口的伤处 山贼疼得眼冒金星 脚下连连退了好几步 才勉强站稳 凌小白优雅地放下脚 故作自责地说道 呀 你没事吧 小爷不是故意的 山贼疼得哪里说得出话来 看着地上受伤的同伴 他的心正在滴血 原本以为只是哪个官患 伤古人家私自出走的飞扬 却没想到 对方居然拥有这么强悍的战斗力 他吓得双腿微微发抖 看着领小白的目光 犹如在看一个杀神 喂喂喂 小爷在问你话呢 领小白很不满 自己难得的善心被人忽视 郁闷地嘀咕了两句 算了 看在您跟小爷送钱的份上 小爷大度得不可你计较 快说 你们打劫来的银子 都藏在哪儿了 一把揪起山贼的衣领 刺牙咧嘴地问道 双眼泛着绿光 领小白快点把人解决掉 领若曦眉头一簇 朗声吩咐道 他们的行程可不能耽误 可是娘亲 我不想去洗钱银子 他们在这打劫 已经弄到了不少钱 领小白忧愿地说着 送上门的钱 怎么可以不去取呢 她仿佛已经见到了 在那什么黑风寨里 藏着金山银山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五集 呼的一阵飓风 从车厢内传出 一抹白色的倩影 犹如闪电飞升出来 银色的冷光迅速划过 亲吻上山嘴的脖梗 血如泉涌 走了 领若曦收回匕首 看也没看地上 失去生息的贼人一眼 抱起领小白 重新回到马车里 徒留下满地的尸骸 孤零零地躺在血泊中 娘亲 为什么要把他们杀掉 林小白 一边数着手里的银子 一边问道 竹一头听着那 无辜到极点的嗓音 背脊上 蹭地窜起了一股寒流 这大小姐到底 是怎么教导儿子的 一个五岁大的孩子 居然对这种血腥的场面 毫无一丝恐惧 一滴冷汗悄然划过她的额头 心底的巨傲 化作了淡淡的敬畏 六年不见 大小姐真的变了太多 在她的身上 根本找不到 曾经的懦弱与无能 懦弱的人 能不眨眼睛杀掉山贼吗 那狠力的姿态 无情的招式 无一不再诉说着 她残忍冷酷的手段 你脖子上的脑袋 只是用来装饰的吗 自己动脑子想 凌若曦闭上眼睛 没有给出任何解释 她不会说太多的大道理 只会用最直白的手段 来告诉自己的儿子 这个世界的准则 强者为尊 嗯 凌小白面露深思 可爱的小脸 纠结扭成了一团 她才了然地啊了一声 啊 娘亲是不是怕 他们回去后报信 然后带更多的人来报床 嗯 看来这儿子还不傻 不愧是拥有 自己基因的血脉 凌若曦果断地 将所有的功劳 都往自己的身上来 全然忘记了 这基因貌似 不是她一个人 能够解决的 切 根本不用这么麻烦 小爷巴不得 他们多来几次 来一次 小爷打一个 不仅能出不安凉 还能顺便洗劫点银子 或许第二个理由 才是她真正的目的 凌若曦抬手 就是一巴掌 朝着凌小白的脑袋 派了过去 你才多打 小孩子 别给我说 这么血腥暴力的话 血腥暴力 凌小白悠怨地 捂着吃疼的脑袋 嘴角不自然地 抖动了几下 和娘亲 斩草不留根的 做法比起来 她哪里暴力了 你有什么不满吗 凌若曦撇开嘴角 露出了一抹 绚丽的微笑 但是眼底 却是满满的冷光 凌小白的敏锐的第六感 立马接收到了某人身上 散发出来的危险气息 果断地摇头 舔着脸 殷勤地笑道 哪有 宝宝对谁不满 你绝不会对娘亲不满的 卖蒙无耻 你是我的种 在心里付肥我 我难道会不知道吗 哈哈哈哈 凌小白装傻冲愣地笑了两声 绝不承认 自己有在心底编排过娘亲 马车在关道上安静地行驶 半个时辰之后 一抹黑影 羞地从空中飘落下来 看着满地的血泊 眉头狠狠地凝起 全部都是一击必杀 是杀手做的吗 云旭神色凝重地检查过尸体 都是黑风寨的人 难道是冲着那批镖银来的 不管怎么样 这件事必须得马上禀报少主 云旭身影一闪 朝着落日城的方向绝尘而去 一连三天 企图拦截马车的人马 络绎不绝地出现 从最初毫无旋律的普通贼人 到绿街高手 宁若曦凉薄地扯了扯嘴角 透过飘扬的车帘 看着外面打斗的身影 哼 看来有些人 不愿意我安全抵达京城啊 娘亲 有人想要欺负咱们吗 宁小白严肃地问道 粉嫩的拳头紧紧地握住 娘亲不怕 敢欺负娘亲 不论是谁 小爷都会咬死他们 这么有本事 你怎么不出去 躲在椅子下面做什么 凌若曦三冷的目光 扫过在杀手出现时 就藏在椅子下方 只露出一个小脑袋的凌小白 这鸭的 欺软怕硬的性格 到底是跟谁学的 娘亲 小爷这是在思考 怎么能 不费力地打败他们 才不是害怕呢 凌小白被他调侃得脸颊一红 娃娃叫着反驳道 凌若曦会相信 那才叫真的傻了 余光瞥见竹一头 渐渐后继无力 面色一冷 双足在木板上轻轻一点 整个人已在原地消失 冲入战场 哦哦哦 娘亲加油 凌小白双眼放光地 看着进入战圈的女人 挥舞着双手 替她加油助威 杀气深沉 整个关道静谧无声 十多名穿着夜行衣的杀手 将凌若曦与竹一头包围着 手中的武器 在阳光下泛着悠悠的冷光 略接高手 匕首从袖口滑入掌心 她勾唇一笑 下一秒 已朝着最近的敌人逼了过去 体内的旋律 如同火山般正在澎湃地爆发 脖子 心脏 脊椎 人体最脆弱的部位 成为了她的目标 几乎是一招必杀 娘亲真棒 看着接二连三 惨死在凌若曦手下的敌人 凌小白眼里的崇拜 愈发加深 不可是小月的偶像 咻 一颗暴丸在地上轰然爆炸 漫天的白雾 模糊了所有人的视线 几道黑影 迅速地朝着马车逼去 找死 凌若曦怒声大喝 体内清洁旋律 排山倒海 朝着四周压去 那纯粹的杀意 以及可怕至极的威压 让仅剩的几名杀手 胸口一疼 险些站不住脚 扑 鲜血从口中喷出 洋洋洒洒地自空中飘落下来 浓雾散去 凌若曦站在遍地湿海中央 一袭月白色的长裙 沾染上了艳丽的血珠 如同傲梅 正在肆意胜访 竹一头目瞪口呆地瞧着 四周狼藉斑斑的尸体 这些人 真的是刚才让他感觉到 棘手的杀手吗 秒杀 赤裸裸的秒杀呀 这真的还是以前被京城中的人 鄙视不屑的大小姐吗 联想到六年前 她被狼狈赶走的画面 竹一头心里忽然间 有种不祥的预感 老爷让大小姐回去 对相府真的是一件好事吗 凌若曦抬脚走向马车 挑开车帘 凌小白的身影 竟然诡异地消失不见了 她危险地眯起眼睛 念艳杀戮的黑眸 深如墨色 这 小少爷呢 竹一头脸色一白 慌里慌张地问道 凌若曦飞身跃上马车 在木椅下 看见一块亮晶晶的碎银子 如果她没有猜错 小白应该是被人掳走了 大小姐 奴才马上去附近的官府 找人帮忙 哼 不用了 凌若曦呼地一笑 现场没有反抗的痕迹 也就是说 她的儿子要么是被迷晕带走 要么就是自愿跟着帮匪离开的 凌小白 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吗 反手将银子放在怀中 优雅地坐下 去附近的城镇中落脚 不用惊动官府 如果她没有猜错 浑水摸鱼带走小白的 应该是黑风寨的人 那等的烟雾弹 可不是杀手应该有的手段 竹一头一脸的茫然 压根猜不透 这位阔别六年的大小姐 此时此刻到底在想些什么 小少爷被人绑走 可她怎么一点也不着急呢 此时 落日城中 客栈的包厢内 人景臣红衣加身 正用懒地斜靠在雕花窗旧上 如墨的黑发 用银罐微微竖起 柔顺的青丝自然垂落在胸前 遮挡住了松垮衣襟内 乍现的春光 少主 属下已经查到 黑风寨的根据地 在距离此处千里之外的深山中 这黑风寨 多年来在边陲四处 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我族的飙车 也是被他们接走的 不仅如此 路上属下还听闻 数日前 黑风寨曾洗劫一处村庄 将不少民女帮走 请少主下令 讨伐黑风寨 云旭单身跪地 脸上浮现出了些许冷怒 云族的产业遍布整个大陆 多年来 还从未出现过东西 被人劫走的事 如今少主即将接手 组长之位 却闹出这样的意外 南宝族里的长老们 不会趁机问罪 他绝不会任由任何人 损伤少主的威名 黑风寨必须要除 嗯 胆敢打劫本尊的东西 你说 这黑风寨的人 究竟是胆大妄为 还是嫌命长呢 云景臣笑得邪气肆意 马上启程 前往黑风寨 本尊不仅要讨回银子 还得替天下人 除强服弱呀 云旭脸上冷硬的线条 有一瞬间的抽动 少主明明是嫌云族的生活太无趣 找到了乐子 偏偏却打着正义的名头 怎么 你认为本尊说得不对 云景臣妖孽的容颜 透着戏剧的微光 大友 他若是敢点头 就要将他调去沙漠 开天辟地 改造环境的架势 云旭果断地摇头 不 少主所言极是 属下这就去准备 去吧 云景臣大手一挥 放过了他 缓缓从窗旧上站起 明媚的阳光 将他俊拔的身影包裹 光芒四射 本尊去城里 四处转转 说不定还能碰到 一两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呢 晚风阵阵 位于山山之巅的黑风寨 此刻却灯火通明 寨主心惊肉跳地看着 如同二大爷一般 坐在躺椅上 把玩着手中药瓶的小奶包 冷汗蹭蹭地朝下落着 他究竟是走了什么霉运 原本以为鲁来的是个富家公子 不仅可以替兄弟们报仇 还能趁机敲诈一笔 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这小娃居然对他们下毒 无色无味的毒药 却压制住了他们的旋律 让整个山寨中的兄弟们 都四肢无力 如同祖上鱼肉 任由他揉捏 没听到小爷的吩咐吗 好久好才速度上来 还有 把你们多年来 剥削百姓的犯罪证据 从头拿出来 小爷要为民除害 凌小白骄傲地昂着头 大声叫嚷道 娘亲说过 敢伤害他的人 必须得付出血的代价 他这么善良 怎么忍心伤害他们呢 只要拿走点补偿的东西 他就满足了 这位小公子 寨主结结巴巴地开口 却被凌小白一个灵力的眼神 震在原地 小公子 告诉你 这山寨 现在是小爷的 应该叫小爷英雄 或者大当家 明小白大意凛然地说道 丝毫不觉得 趁虚而入 抢占他人的江山天下 是一件很无耻的事 你 寨主气得够呛 明小白做事 要将手里的解药扔到地上 他急忙压制住心头的愤怒 与屈辱 舔着笑道 大当家 乖 明小白满意地笑了两声 既然你叫了小爷大当家 就是承认了小爷的地位 现在 小爷命令你 立马把这些年收刮的明纸明膏 统统拿出来 笑着小爷 小爷或许 会考虑考虑 把解药交给你吗 全部交出来 寨主怎么可能答应如此过分的要求 黑风寨搜刮的银子 没有百万 也有二三十万 统统交出去 让他们这一大帮子人去喝西北风吗 房梁之上 冷清的月光 速速地落下 整个山头 沐浴在银色的光运中 煞是好看 一黑一红两个影子 在茂盛的林间飞行 如入无人之境 街关重重的黑风寨 竟无一人察觉到二人的到来 悄然在瓦片上驻足 耳阔微微移动 将脚下大厅内的动静 尽收耳中 不用出手 本尊倒想看看 这孩子要做什么 云景臣轻描淡写地说道 五指张开 一股犀利自体内蹦出 瓦片被旋律无声地拖起 露出一个窄小的通风口 足以让主仆二人将大厅内的动静看在眼里 当林小白那酷似某个妖孽的容颜映入眼底 云景臣脸上妖妖的笑容 默得僵硬了几分 云旭 你觉不觉得这个小孩有些眼熟 他随口的一句话 却让云旭当场变了脸色 这孩子的五官与少主有七成相似 尤其是那双狭长的黑毛 更是如出一辙 说他们俩没有关系 恐怕没有人会相信 云旭忽然间联想到了一件事 整个人愈发不好了 应该不会那么巧吧 毕竟只有一晚 怎么可能会有孩子 云景臣等了半晌 也没有等到云旭的回答 略带深意的目光转向一旁 你是不是也觉得 他与本尊很像 这 云旭不敢明言 心里愈发着急 看来这一趟黑风寨之行 还有意外收获呀 云景臣意味深长地笑了一声 浑身的妖气似是要冲天 明明他只是随意地站在瓦片上 但却让人不敢小觑 更不敢轻举妄动 灵小白正在张罗着山贼 前去拿房契 银子 财宝过来孝敬自己 大大咧咧地坐在躺椅上 那姿势 要多嚣张就有多嚣张 但偏偏又顶着一张呆萌可爱的脸蛋 让人又气 又想抱在怀里狠狠地蹂躏一番 大 大当家的 黑风寨这些年 所有的家当都在这儿了 寨主愁眉苦脸地指着堆满整个大厅的木箱子 舌头有些不太灵光 一想到 自己累死累活 忙活了大半辈子的积蓄 即将被一个毛都还没长齐的浑胀小子给夺走 他不仅心痛 连肉也开始抽痛起来 不行 绝不能让他这么轻易地 就把东西带走 看似谦卑的表情下 一闪而过的冷光与阴雾 却让人心惊 灵小白蹭地跳下椅子 一溜烟摸索到木箱子的旁边 拒绝了旁人的帮助 亲手将袋子打开 金灿灿的耀眼光芒刺入了他的眼中 几乎要亮瞎他的双眼 哎哟 银子呀 云景晨似笑非笑地捏着下方 整张脸贴在金块上 嘴角留着哈喇子 一副圆满幸福模样的小孩 心间有一瞬间的颤动 仿佛灵魂受到了撞击 产生的悸动 让他微微一正 难道是因为 本尊这几年未曾出山 连一个小娃娃也能让本尊心潮澎湃 产生兴趣了 他细细地眯起双眼 开始考虑 是为了自己的威名 将这危险的感觉扼杀在摇篮之中好呢 还是为了一己私欲 将这小子带回云族 养肥了再享用更好呢 云旭滴垂垂着脑袋 面部的肌肉不自然地抖了抖 他是不是该告诉少主 这孩子有可能是那一晚的遗留产物 让少主趁早歇了 对这疑似他儿子的小孩出手的心思 虽然近几年 大陆的风气开明了不少 也有许多世家大臣公然圈养禁鸾 可是父子什么的 还是没有办法让人坦然接受啊 嗯 林小白忽然眼神一宁 奇怪地看着金块上折射出的影子 顺势抬起头来 张望着头顶上那块镂空的瓦片 你是谁 他可爱地眨巴了几下眼睛 身体迅速地站直 将木箱子合上 是来抢小爷财产的吗 或哪条道上的 报上名来 云景晨呼得一笑 那笑似百花盛开 从未有过一个男子 顾盼一笑 竟让人产生一股惊艳 火红的长袍 从头顶上飘落下来 一昧翻飞 墨发张扬 灯火通明的大堂内 静谧无声 所有人 眼眨也不眨地盯着这位 不请自来的男人 可是越看 愈发觉得 这男人貌似有些眼熟 视线艰难地 向林小白挪去 看看他 再回头看看红衣男子 啊 斋主愕然惊呼 不是吧 一个小奶包就已经够麻烦了 现在 居然连他的爹爹也现身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六集 回想起云景辰 飘逸的身形 完全无法检测出的 高深莫测的旋力品机 债主整个人彻底实化 脑海中 出现了几个逗大的字样 无命休矣 不行 绝不能坐以待毙 债主保持着 贪婪倒地的姿势 但一双泛着精光的眼睛 却在不住地看着四周 思考着 有什么办法 能够脱身反击 当他看见被林小白 放在躺椅旁的 矮机上的解药时 眼睛蹭得亮起 哼哼 果然是玩性大发的孩子呀 居然把这么重要的东西 随便乱放 债主按捺住内心的激动 朝一旁的手下 递了个眼色 手下艰难地 吞咽了一口口水 见两个人 没有把心思 放在自己身上 身体贴着墙 小心翼翼地 朝着解药前进 你是谁 林小白先是一惊 而后 危险地眯起眼睛 粉嫩的食指 指着云景臣的鼻尖 为什么你和小爷 长得这么像 哼 天底下林小白 只有一个就够了 她才不要娘亲 忽然间 多出一个家大版的儿子 云旭没有得到云景臣的命令 不敢现身 只能待在楼顶上 以一种复杂的目光 看着眼前一大一小的人 不论从哪个角度 这两人相似的容颜 都做不得假 越看她心底的猜测 愈发加深 六年前 少主突破拦接 却遭到旋律的反噬 那一夜 匆忙找了为女子 疏散体内暴涨的欲望 这件事 除了自己 也就只有少主 有模糊的记忆 但少主 却未曾找到女子的下落 甚至连对方的身份 也一无所知 如今忽然间冒出一个 与少主如出一辙的孩子 这 云旭心头一沉 不知想到了什么 一张脸黑如墨色 小爷 你这是什么自称 云景臣听到这刺耳的称呼 锋利的眉梢微微促起 身上散发出的微压再次加重 揉砸了旋利的压迫感 笔直地朝领小白扑去 他脸上笑盈盈的表情 出现短暂的僵持 冷汗从额头上落下 却咬着牙 模样倔强地 瞪着眼前的男人 只是个孩子呀 云景臣忽然一笑 对自己方才的淡怒 感到不解 他何时竟与一个孩子 诸多计较了 外放的气势瞬间散去 大堂内沉重的气氛 仿佛也在眨眼间放松下来 老大 快扶下解药 山贼偷偷摸摸地将解药 递给寨主 又给同伴们扶下之后 牵制住的权力 迅速在体内升起 受创的筋脉中 力量正在暴涨 动手 寨主一声令下 大手一挥 绿街高手的气息 占据了整个大厅 他激动地搓着手 嗷嗷叫着 挥舞着大刀 直逼云景臣 俗话说 秦贼先秦王 只要打败这个男人 剩下的角色 不足为惧 森冷的刀刃 近在咫尺 凌小白一翻身 往云景臣的身后躲去 他们交给你 只要打败他们 小爷 就不跟你计较 吹整脸了 根本是他自己 欺软怕硬吧 云景臣的嘴角 微微一抽 纤细白皙的手指 无力地扶住额头 拜托 别用本尊的脸 做出这种表情 啊啊啊 你快注意啊 危险危险 危险 当寨主眼见云景臣 毫不躲闪的模样 心头一喜 长刀迎头披下 锋利的刀芒 夹杂着淡蓝色的旋律 无坚不摧 可是 就在他以为 胜券在握的时候 刀刃竟然诡异地 停在了云景臣的头顶 一团乳白色的光蕴 将他整个人 笼罩在内 逼得寨主 无法再近半分 黑狼 交给你了 暗雅雌性的嗓音 自他性感的脖唇内滑出 袖口一道黑色的残影 羞地窜出 朝着寨主的脖子咬去 惨力之极的痛苦哀嚎 让叙事待发的山贼们 如同雷击一般 震在原地 只见刚才 还气势滔天的寨主 竟然浑身是血地 倒在地上 手中的大刀 咣当一声 落在脚边 鲜血从脖子上 撕裂的伤口中 喷射出来 顶经一看 他们才看清 那咬在寨主脖子上的 黑色物体 竟然是一只仓鼠 有人倒抽了一口冷气 俨然 是被眼前 惨烈的画面 给惊住了 那是 云族的魔兽 还没有化形的 高阶魔宠 见多识广的山贼 很快就认出了 小兽的真实身份 什么 云族 天王 黑风寨啊 云族的人 又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云族 他摸了摸下巴 开始思考 用药放倒云景臣之后 敲诈云族的成功率 有几成 债主死不明目地 瞪着一双冲血的眼眸 失去了声息 贝拉 回来 云景臣手指一动 仓鼠默地松开口 跳到他的肩头 吐着粉嫩的舌头 卷着脸上黑色的松毛 邪气的目光 越过债主 看向四周 眼神所到之处 莫不是阴风阵阵 吓得这帮山贼 一个个无意识地后退 连滚带爬地 想要往大厅外冲去 站住 邪气肆意的嗓音 再度响起 刚跑到门槛的二当家 双腿一软 惨白着一张脸 扑通一声 跪倒在地上 巴掌啪啪地 打在自己的脸颊上 大家饶命 小的有眼无珠 帮走了贵公子 请大侠饶命啊 贵公子 云景臣莫名地觉得 这个称呼似乎还不赖 唇边的笑 又增加了几分胃活 小的上有八十老母 下有三岁大的孩子 请大侠饶小的一命 小的 小的给您磕头了 谁又能想到 在边陲 围虎坐舱多年的 黑风寨的二当家 竟然是个胆小鼠辈 哼 胆小鬼 懦夫 丢脸死了 小爷才不要这样的手下 灵小白满脸鄙夷 对自己接手黑风寨 做他们大当家的决定 后悔的肠子都快要清了 云族的飙车 在哪 云景臣淡漠地问道 在询问过 飙车的下落之后 朝着上方的云旭 使了个眼色 后者身影一闪 准备前去夺回飙银 喂 这黑风寨 现在是小爷的 谁追你洞里面的财物 灵小白双手插腰 裂开一张嘴 露出尖尖的虎牙 大有要和云景臣 拼命地驾驶 小子 本尊救你一命 你居然敢对本尊这么说话 你娘没教过你 要尊敬长辈吗 云景臣细细地眯起眼睛 沉声问道 真不知道 他娘是如何教导她的 眼前这个奶娃娃 活偷偷地是个财颜王 是个混世魔王 娘亲只告诉过我 一切妄想抢钱的人 都是坏人 哼 小爷才没有让你救的 小爷 那是在考验你的身手 灵小白说的 那叫一个冠冕堂皇 脸上丝毫看不出任何的心虚 底气十足 云景臣忽然间很想认识 能把一个孩子 教导成这副德行的人 到底是谁 心底泛起了淡淡的好奇 你娘亲叫什么 方林几何 你想干嘛 小爷告诉你 不许打娘亲的主意 林小白戒备地问道 看你这样子 穿得如此扫包 肯定是传说中 尽虚其外 败虚其中的那类人 小爷才不会把娘亲交给你 云景臣脚下一个亮枪 尖头的黑狼 麻利地跳下 落在地上 粉色的鼻子微微地蠕动了几下 嗅了嗅 而后 凑到了林小白的脚边 亲尼地用自己毛茸茸的身体 蹭着她的虎头鞋 嗯 莫眸明显地一沉 黑狼从未亲近过云族以外的人 这个孩子 云景臣的心底 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他试探性地问道 小子 你青年可是五岁 小爷为什么要告诉你 林小白白了云景臣一眼 但眼睛却泛着狼光 惊奇地看着脚边的小兽 天哪 好可爱啊 真的好可爱啊 好想抱回去啊 这样吧 若是你告诉本尊 你的名字和年纪 带本尊去见你娘 本尊就把黑狼送给你 如何 如果他真的是纳叶的产物 黑狼交给他 也不是不可 无事献殷勤 非奸己到 告诉你 小爷是有底线有原则的 才不会被你的条件迷糊 林小白挺直几倍 铿锵有力地说道 只是一双眼神 却明显动摇起来 一个时辰之后 林小白肩头蜷缩着一只 毛茸茸的仓鼠 后背上 扛着一个巨大的包袱 不乏轻快地离开了黑风寨 冷冷清清的月光 将崎岖泥泞的山路 照耀地斑驳明亮 他撅着嘴 脸上闪烁着 思思地挣扎 那 小黑 你说 娘亲要是知道 小爷把年纪和名字 都告诉刚才的坏蛋 他会不会记得 让小爷跪错一板啊 黑狼默默地朝天翻了个白眼 不明白 怎么可能会有女人 对自己的小主子 如此残忍呢 嗯 没事的 小爷没有偷了娘亲的消息 娘亲应该会网开一面 他不停地在心里 给自己打气加油 顺着来时记忆的方向 跑下山坡 朝着附近的城镇 一路绝尘而去 黑风寨外 栅栏淋漓 晚风萧条 云景晨双手随意地背在身后 火红的衣摆随风摇曳着 云雪 不觉得很有趣吗 一个同本尊 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小孩 你说 会不会是六年前的意外产物 嗯 胡似在灵小白面前 轻松邪气的模样 此时的她 多了一丝灵力与冷冽 仿若尘风的刀刃 露出了锋芒 气势逼人 属下不知 云雪跪在地上 神色有些晦暗不明 少主 镖音已经找到 属下在黑风寨内 还发现了许多被囚禁的少女 是否将她们一并解救出去 嗯 也好 谁让本尊 向来仁义慈悲呢 云景臣狂傲一笑 丝毫不觉得 自夸有什么不对 人放走后 杀了她 本尊不想再看见黑风寨 存在于这片土地上 是 云雪浑身一抖 当即应下 这一夜 火烧深山 整个黑风寨内 亡灵哀嚎 据说 连天空也被这一场大火焚烧得一片通红 寨中近三千弟兄 全数惨死 无一胜还 官府在第二日天蒙蒙亮的时候 才赶到黑风寨 但是迎接他们的 却是被大火烤焦的大地 以及崩溃毁坏的狼窝 城镇内 不少人正在议论着昨夜西边的那场大火 林若曦在靠窗的椅子上 神色悠然 不久后 一个被包袱压弯了几倍的五六岁大的小孩 正亮亮呛呛地从客栈外经过 肚子应景地咕咕一叫 可怜巴巴地走进客栈 在柜台前 扯着掌柜的衣袖 懦懦地问道 老板 你有看见小爷的娘亲吗 他穿着白色的衣服 身边还跟了一头猪 不对 是竹一头 什么一头猪 猪一头的 这孩子怎么说话颠三倒四 没个逻辑 右侧传来一阵尴尬的咳嗽声 明小白干笑两声 摸了摸自己的鼻尖 竹一头 娘亲呢 她在哪 竹一头努力逼迫自己 忽略掉方才明显带着羞辱性的话语 指了指凌若曦的方向 投给某人一个祝你好运的眼神 凌小白屁颠屁颠地跑了过去 将包袱放在桌子上 娘亲 你看 这是宝宝分到的一准碗 用来消极你的东西 凌若曦悠然地捧起茶盏 玩耳一笑 哼 我是不是应该体谅你的一番心意 嗯 嘿嘿 不要 人家只不过是敬了一点笑的 应该的 应该的 凌小白红着一张脸 讨好的笑了两声 只要娘亲别计较她一夜未归的事 她就阿弥陀佛了 虽然她很喜欢银子 但是 如果和自己的小命相比 凌小白果断选择候着 钱没了 还能再找 可要是命没了 她就彻底完蛋了 哼 凌若曦冷冷地撤了撤嘴角 手指默地揪上凌小白的耳朵 啊 娘亲 快松手 宝宝好疼啊 凌小白疼得泪眼婆娑 不少正在用餐的女子 纷纷朝凌若曦 投去鄙怡的目光 真不知道 这女人是如何做娘的 竟对这么可爱的孩子 如此暴力 大小姐 眼看着凌若曦揪着儿子准备上楼 逐一头担忧地唤了一声 我要和小白好好联系一下感情 明日再上路 她头也不回地吩咐道 双足在地上轻轻一点 整个人凌空飞起 身影飘渺利落 房门被碰得一声踹开 没过多久 某人哀嚎痛苦的声音 便从房内传出 绕梁不绝 夜凉如水 凌小白挂着还未干涸的眼泪 趴在床榻上 被退下的蟹裤内 白花花的臀部 好似煮熟的螃蟹 分外飞红 凌若曦心疼地坐在床沿 替她上药 这孩子 如果不给她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 将来还不知道 会无法无天到怎样的地步 居然一个人跟着绑匪走了 这是五岁大的孩子 能做得出来的事情吗 咔嚓 细微的响声从头顶传来 凌若曦面色一冷 慢条丝里地将药膏放下 慢吞吞地站起身 走到窗檐 窗外 月色朦胧 整个城镇陷入了沉睡之中 跟了我们母子俩一天一夜 还没看够吗 话音刚落 身影如同鬼魅般迅速消失在屋内 轻身逼近房顶上的黑衣人 杀意暴涨 云旭心头咯噔一声 察觉到来自后方的灵力攻势 利落地侧身避开 不好 被发现了 这位小姐 她刚要出生 表明身份 谁料 凌若曦丝毫没有给她这个机会 杀招尽险 一招一式 直刺她的要害 云旭直手不攻 没过多久 已经有了气喘的迹象 够了 耳畔一声 形同雷鸣的声音传至 凌若曦的身体微微一僵 脑海中 竟有了一瞬的嗡鸣 传音入密 能够只用旋力便逼得她无法再出手 对方的修为 恐怕高出自己不止一劫 凌若曦脸若寒霜 敏锐的感官 注意着四周的动静 黑夜里 只有飓风呼啸的声音 在不断地徘徊着 在那儿 抓住那个人的方位 凌若曦迅速逼上 身影犹如炮弹 从房顶落下 朝着后院那株大树扑去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七集 青涩的旋气夹杂着沙蚁 在空中暴涨 云景臣眉头一簇 利落的闪身躲开她的雷霆一击 手腕一翻 体内拦截旋力瞬间蹦射出来 将人朝一旁的水池扔去 完了 平静的池面 溅起无数水珠 拨纹斑斑 哎呀 本尊似乎太用力了 这位陌生的小姐 你还好吗 云景臣细谑地蹲在地上 看着水池里的女子 故作抱歉地说道 但那双黑眸 却是深沉无光 你还好吗 听着对方毫无歉意地问话 凌若曦胡乱地在脸上抹了一把 湿湿答答的水池 让她整个人看上去分外狼狈 你们是谁 死水般波澜不惊的黑眸 冰冷地注视着近在咫尺的男人 妖孽般精致的容颜 却难以引起她半分悸动 云景臣还是头一次碰上 对自己这张完美的容颜 无视到底的女子 嘴角邪气的笑容 不禁又加深了几分 臭衣小姐 需要本尊帮你一把吗 你现在可是 不太方便了呢 不还好意的目光 扫过她身上湿漉漉的衣衫 贴服在身上的衣衫 勾勒出她玲珑有致的线条 她眉眼弯弯 好似看到了什么有趣的玩具 寻常女子碰到这种事 难道不该惊声尖叫 或者恼羞成怒吗 你们是谁 语调骤然加重 身上散发的沙蚁 几乎快要实质化 整个后院的空气 一寸寸被冰封 属于清洁的威力 如同巨山般沉重逼人 凌若曦的旋律在清洁巅峰 在洛日成 乃至这片大路上 已是首屈一指的高手 而如今 她却丝毫探知不到 眼前这个笑叶如花的男人 究竟是什么修为 浑身的神经高度紧绷 犹如一只猛兽 续续待发 哦呀 好可怕的杀气 这位美丽的小姐 对一个实力远远超过你的敌人 大放杀气 可不是什么明智的决定呢 云景臣随意地挥挥手 轻描淡写地便挡下了 那股冰冷的杀意 本尊只不过 是来向小姐求证一件事 稍微冷静一点怎么样 本尊对你 暂时没有敌意 的确 如果这个男人 和潜伏在暗中的另一人 想要对自己不利 秒杀他 绝对是分分钟的事 凌若曦勉强收回气势 手掌凸地 在水面上重重一拍 身影犹如出水鲤鱼 凝空跃起 带起漫天的晶莹水花 直戏而下 唉 真美啊 云景臣轻叹一声 拍拍身下火红的衣摆 慵懒地站起身 整个人好似没有骨头 歪歪斜斜地倚靠在 池边的大石上 三千青丝自然垂落下来 与那漫天的水珠 交相辉映 凌若曦勒落下之后 锐利的目光 扫过云絮藏身的角落 手中的匕首 羞地发射出去 寒光乍现 云絮拔刀出鞘 叮当一声脆响 在空中 劫机下了这 突如其来的一击 脸色有些难看 望着凌若曦的目光 愈发冰了 这个女人 当真是六年前 莫名成为少主解药的女人吗 一个身负旋利的女人 当初又怎么会 没有半点反抗呢 小姐 一句话不说就动手 你这是在向本尊挑衅吗 云景晨笑得花容失色 只可惜那笑不达眼底 凌若曦随意地看了眼 地上掉落的匕首 红艳的嘴唇紧迷 那一击 她加上了清洁的旋利 即便不能一招必杀 但至少也会给对方 造成些麻烦 如今看来 这两人的实力 绝非是她一个人 能够抵挡的 一个问题 一百两黄金 她脸去眸中 洞悉一切的丽光 出声说道 云旭愣了 云景晨嘴角的笑 也不自觉地僵硬了一秒 两人愕然地看向 眼前语出惊人的女子 莫名地 仿佛又看见了 昨夜的小奶包 该说 不愧是母子吗 另外 黄金之父 只收现银 盖不赦账 她波澜不惊地两句话 让云景晨心头的好奇与兴趣 不自觉地加重 成为云族少主以来 她还是头一次 遇到如此有趣的女子 风情万种地笑开了 好 但你莫想糊弄本尊 不然 呱唐噪 凌若曦冷冷地瞥了她一眼 嘴角染上了鸡翘的味道 什么 某人彻底震住了 呱噪 想她堂堂云族少主 居然会被一个女子 如此呵斥 如玉般白皙精致的面容 此刻阴沉地 仿佛能拧出水来 幼稚 又是轻飘飘的两个字 好似一记大锤 狠狠地敲在某人的心脏上 她幽怨地看着面前绝艳的女子 无声地控诉着她的恶行 她怎么能这么残忍 这么过分呢 不知道男人的心 是一碎的物品 需要悉心呵护吗 冷清的月光 从头顶洒落下来 凌若曦危险地眯起眼睛 她仿佛看见了一个 长大版的凌小白 在她跟前无耻地卖萌 在她那压迫感 十足的目光下 云景臣卖萌的手段 显然没有起到任何效果 脸上表情顿时一收 又化作了那邪魅肆意的微笑 哼 嗯 果然同本尊所想的一样 很有趣啊 凌若曦无动于衷 即使眼前站着一个 足以让天下女子 春心大动的俊美男人 她依旧心如死水 你是丞相府大小姐 凌若曦 云景臣轻声问道 眼底却闪烁着笃定的光芒 昨夜她用云族的圣兽 换来了凌小白的情报 只不过 眼前这个女人 明显和她所预想的有些不太一样 怎么说呢 好似是一把出鞘的刀刃 锋芒毕露 在既不如人的情况下 依旧没有露出一分害怕与恐惧 有趣 果然有趣 是 在对方明显已经知道自己身份的情况下 林若曦没有选择隐瞒 小白是你的儿子 云景臣道 她的话音刚落 杀气再度暴涨 清洁高手的威压在空气里弥漫 湿润的衣衫仿佛散发着一股透明的淡青色的光泽 躲藏在暗中的云旭 呼吸明显一致 手掌悄然握上腰间的刀柄 这个女人难道还想对少主出手吗 你见过小白 林若曦冷声质问道 昨夜 是你擒走她的 诶 云景臣茫然地眨了眨眼睛 这是哪个哪儿呀 卢走我的儿子 造成我担惊受怕 精神损失费 一万两黄金 两个问题 两百两 一共一万零两百两黄金 现在支付 先先御守 凌空瘫开 语调平平 云景臣 错愕地看着眼前自说自话的女人 嘴角忍不住抽动了几下 喂喂喂 这是打劫吧 什么时候 她变成了掳走她儿子的贼人 本尊可是那小子的救命恩人 你说了就算吗 林若曦讥笑一声 哼 还是说 你妄想用这样的理由 就能够拖欠银子 你这女人 根本是在强词多礼 云族哪里容得 凌若曦把脏水 破到自己最崇敬的少主身上 深阳自暗中走出 大喝一声 她不懈地逆了一眼一旁 惊声怒喝的男人 掏了掏耳朵 吵 你 云族气得整张脸迅速憋红 想也知道 身为云族少主的私人暗卫 多年来 她受到的 莫不是众人的赞许和尊敬 何时沦落到 被一个女人鄙视的地步了 说话记得把舌头捋直了 带个结巴在身边 不嫌侮辱了你吗 前半句话是冲着云族说的 后半句 则是冲着作弊上官的云景臣说的 随便诽谤我 侮辱我的名誉 对我造成了不小的困扰 作为补偿 另外再加一千两银子 云景臣一脸呆滞 二十多年来 所有的认知 似乎在这一刻被颠覆了 这个女人 是在敲诈她吗 这笔银子 难道不是该向她讨要吗 凌若曦白了她一眼 像看傻子般看着她 她是你的东西 犯了错 自然该由你来承担 还是说 穿得衣冠楚楚 其实 你是想赖账 我不是东西 更不是她 云旭气得浑身发抖 恨不得立马将这胡言乱语的女子 斩杀在此 我知道你不是东西 凌若曦云淡风轻的一句话 彻底让云旭恼怒 找死 身影好似闪电 莫得从空中袭来 灵力的攻势 犹如飓风 直逼凌若曦而来 她双足一转 整个人九十度旋转 避开了对方的雷霆一击 右掌凌空挥出 云旭眼见一击不中 一咬牙 拔出长刀 与凌若曦的手掌相撞 清街与拦截的旋力 在空中碰撞 巨大的声响平地升起 凌若曦胸口一疼 脚下堪堪倒退竖步 嘴角几滴血字 悄然落下 云旭凶神恶煞地 瞪着受了内伤的女人 刚毅的面容 清金爆起 犹如一只暴怒的野兽 你不是我的对手 哼 是吗 凌若曦呼地一笑 再度轻身逼上 两道身影在空中交缠着 属于强者的威压 席卷整个后院 冷风阵阵 云景晨饶有兴味地 眯着眼睛 眼底惊芒忽闪 能够以低阶实力 与云旭斗到这个地步 她还是头一个 凌若曦虽然实力 逊色于云旭 但是她胜在经验丰富 每一招几乎都带着 要将对方杀死的决心 出手的目标 全都是人体的要害 五指撑爪 一瞬间 竟破开了云旭胸口的衣机 拼着被重创的危险 不退反击 绝美的容颜 冷若冰霜 迎面袭来的大刀 未曾让她退缩 尖头扑斥一声 被刀尖没入 抓到你了 左手狠狠地握住刀刃 手掌被划开了一条 害人的伤口 她却好似得胜一般 笑得分外炫烂 凝聚了全部力量的手掌 朝着云旭的心脏处刺去 要糟 云旭下意识地想要松开手 但是手臂 却被她染血的手掌 死死地握住 根本动弹不得 在手指几乎划破衣襟 戳入胸膛的时候 眼前一抹红影 默地闪过 凌若曦只感觉到 一股巨大的力量 将自己扇开 无法抵抗 无法反击 甚至连平衡 也无法保持 整个人笔直地 从空中坠落 如同断了线的风筝 狠狠地砸在 后院的石地上 轰的一声 大地被砸出了 一个深坑 巨大的声响 经得客栈里 休息的旅客们 纷纷不满地吵闹起来 灯火聚熄的房间 亮起了一盏盏的油灯 凌若曦狼狈地趴在坑中 不停地咳嗽 五脏六腑在旋立的压迫下 疼得仿佛移了胃 喉咙里不断有血腥的味道涌了上来 因红色的鲜血吐在地上 他随手擦了擦嘴角 一双泛着冷冽光芒的黑毛 冷冷地盯着站在半空中 一昧翻飞的红衣男人 差距 实力的差距 从没有过如此强烈的不甘 与恼怒 这个男人 该死 盯着那双野兽般 森寒的毛子 云景晨心底竟然泛起了一丝疼惜 嘴角邪魅的笑容脸去了几分 六年前 杨青 凌小白趴在窗袖上 脸色惨白地看着下方 狼狈如丝的女人 惊呼一声 罢了 云景晨本想询问一番 但是眼下绝非是说话的时机 手腕一番 一粒药丸出现在掌心 身影好似鬼魅 凌空跃下 凌若曦甚至来不及出手 一股强悍的威压 已经逼得她无法动弹 她倔强地运起浑身的旋律 奋力挣扎 唉 女人 别这么看着本尊 本尊不过是想替你疗伤罢了 云景晨无奈地叹息一声 素手挑起她的下额 屈指一弹 药丸直接落入她的口中 小白的审视 本尊定会查到 若你当真是六年前的女子 本尊 去死 凌若曦拼着历劫的下场 奋力摆脱她的桎梏 揉砸了清街旋律的手掌 对着云景晨的天灵盖 猛地拍下 她面色一冷 凌空飞起 犹如九重天际的折仙 高高在上地站在虚空中 居高临下地俯瞰着地面上 狼狈却又倔强的女人 此时的她 就像是行走在浅薄冰川上的孤狼 实力微小而又无能 却偏生有一根比强者 还要坚硬的傲骨 娘亲 凌小白登登登地 从木梯上跑了下来 水汪汪的眼睛 担忧地看着一身狼藉的女人 头顶的那戳呆毛 仿佛失去了活力 看上去奄奄的 我没事 凌若曦一把将小白护在身后 笔直地站起 但是当她再度抬起头来的时候 半空中已经不见了 那么红艳的人影 眉头墨得一簇 脸色黑得犹如墨汁 娘 娘亲 草 这样的娘亲好可怕呀 凌小白哆哆嗦嗦地 扯着她湿润的衣媚 娘亲 小白 对于欠债不还的人 应该怎么办 凌若曦侧着脸 邪逆着身后的儿子 柔声问道 与之相反的 却是那双 阴雾如魔的眼 欠债不还 千里难容 这主人 绝对应该扼杀掉 活着也是浪费粮食 凌小白 斩钉截铁地说道 眼睛咕噜噜地一转 嗯 刚才的男人 欠了娘亲银子 不错 所以下次见到他 你要记住 绝对不能放过他 知道吗 凌若曦恨声说道 她绝不会允许任何人把儿子抢走 即便 那个人有可能是小白的父亲 也不例外 只有她 哪怕付出一切 她也不会松手 所以说 培养儿子对老子讨厌的情绪什么的 必须要从小抓起 即便是一丁点的苗头 凌若曦也不允许她出现 回到房间时 已经有不少的客人 被方才的声响惊醒 此时正聚集在二楼的回廊上 大声地议论着 大小姐 您没事吧 竹一头站在天字号房外 焦虑地来回踱步 当她看到 一百染血的凌若曦时 瞳孔默的一紧 大小姐这模样 分明是与人交过手的 在见识过某人 堪称彪悍的战斗力之后 她实在是很难想象 能有谁可以让她受伤 没事 天亮之后 立刻启程 凌若曦冷着一张脸 沉声吩咐道 她绝对不要 再继续跟那个男人 有任何的纠缠 抱着凌小白进入客房 深邃幽冷的黑眸 却在看见木板床上 微微凸起的位置时 再度冷了几分 清雅的房间内 好似飘起了一阵寒风 连空气 似也快要凝结了一般 凌小白下意识地 打了个机灵 娘亲 小爷自己能走 快放小爷下来 小白 娘亲有没有告诉过你 小孩子是不能随便撒谎的 嗯 危险的尾音脱长了些许 他挑眉看着怀中不安分的儿子 扯了扯他头顶上的呆毛 你告诉娘亲 偷偷藏在床上的是什么东西 小仓鼠羞地从被褥下冒出头来 冲着凌若曦古怪地叫了几声 你才是东西 你们全家都是东西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八集 凌小白 看着完全无视掉自己的话 出现在自己娘亲面前的小宠物 只觉得五雷轰顶 完蛋了 他究竟要怎么给娘亲解释 这突然多出来的玩意儿 凌若曦松开手 任由儿子落在地上 一步一步凑近床榻 每一步都带来一股雄厚的威压 衣昧无风自白 小仓鼠浑身一抖 下意识地想要后退 哎呀妈 这女人给她的感觉 怎么同少主一样 好可怕 少主救命啊 前短的尾巴 被一双鲜鲜玉手轻轻拽起 黑狼整个倒吊起来 四肢凌空挥舞 口中发出尖锐的吱吱声 好似在抱怨某人太暴力的行为 这东西哪来的 凌若曦再度问道 凉嗖嗖的眼刀 狠狠地刺向一旁 恨不得把自己当作空气的 小奶包的身上 这 小爷大街上买来的 凌小白说得那叫一个坦然 只可惜 眼底一闪而过的心虚 却被凌若曦看在眼里 她的儿子居然学会对自己说谎了 面色愈发阴沉下去 和锅底灰几乎没什么两样 凌小白 碰的一声怒吓之后 小奶包习惯性地跪在地上 双手死命地揪住自己的耳朵 泪眼婆娑地 看着处于圣怒中的娘亲 怎么办 她好像把娘亲给惹毛了 娘亲 婆婆错了 婆婆真的知道错了 她哽咽地说道 唇红齿白的脸蛋布满了泪痕 看上去好不可怜 我警告过你 不要随随便便收旁人的东西 这种来历不明 品种不明的东西 很有可能带来危险 你难道不知道吗 凌若西早在看见这只小仓鼠的时候 就发现了她的不同寻常 探查的旋律碰到她的身体 便石沉大海般被她吸收掉 这只小东西绝对不是繁品 怎么可能是在大街上 随随便便能够买到的 手指在半空中左右摇晃了两下 对上小仓鼠欲哭无泪的黑眼睛 小东西 会说话吗 仓鼠很不满意 她一口一个小东西 她是赫赫有名的黑狼 是云族的圣宠 鸭的 这女人根本就不识货 嗯 接收到小东西悠厌的眼神 凌若西英挺的眉梢 稍稍翘起 随手一扔 凌小白手忙脚乱地将黑狼 在空中接住 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好险 这么小的家伙万一摔到地上 岂不是得没命了 黑狼在她的怀里不停地蹭着 时不时还用一双小眼睛瞪着凌若西 无声地控诉着她的暴行 这女人根本就是个恶魔 要知道 在族里 任何一个女人看见自己 莫不是眼冒红心 把自己当作最心爱的宠物 如今遇到这么一个 不把她堂堂云族圣宠 放在眼里的女人 巨大的差距 让黑狼毫不委屈 这么小的家伙 既不能卖钱 又不能当作备用食材 留着做什么 凌若西冷声问道 昨夜小白彻夜不归 今天一回来 不仅带来了两个爵士高手 还多了一个小家伙 要说这东西 和那个红衣男人没有关系 她怎么可能相信 仓鼠羞地从凌小白的怀中 跳到房间中央的木桌上 裂开嘴 露出两排森白尖利的牙齿 她能杀人 能擦地 绝对是居家旅行 必备的宠物 娘亲 就让她留下来嘛 那真的很有用 好不好 好不好嘛 凌小白撅着嘴 撒娇道 那懦懦的语调 几乎让凌若西的心 快要融化掉了 无奈地揉了揉眉心 小东西 我姑且留下你 若是你胆敢对小白不利 我会让你知道 活着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 明白吗 手指戳了戳仓鼠的脑门 她恶声恶气地警告道 眼底杀气肆虐 谢谢娘亲 凌小白一把疆 还打算向凌若西示威的仓鼠 露在怀里 咧开嘴 笑得格外满足 人静 时候不早了 抱不先回房 您慢慢休息啊 好不容易渡过难关 给凌小白一百个胆子 她也不敢再留下 一咕噜闪出房间 却在踏出房门的刹那 脸色一僵 貌似这间房 就是她的吧 小少爷 您怎么从房间里出来了 竹一头很没有眼色地 在某小孩的伤口上撒盐 小爷精神好 起床准备电弓行不行 凌小白故作淡定地反问道 抬脚走下木梯 对竹一头惊恶的目光 视而不见 她默默地看了眼窗外的天色 这天还没亮呢 小少爷就打算练功了 大小姐平日里 究竟有多么折腾小少爷啊 摇摇头 心底对这位年仅五岁的小少爷 多了几分同情与怜悯 摊上这么一位毫无人性的娘亲 小少爷未来的日子 绝对是多灾多难 可怜啊 目送凌小白离开 凌若曦盘腿坐在床榻上 双目紧闭 细长的睫毛在眼角下方 洒落一圈深沉的暗色 体内的旋律正在疯狂地涌动 书 第一次 她意识到自己的实力有多么卑微 想要变强 强到 可以用这双手保护好她所在乎的一切 强到任何人也不能从她的身边夺走什么 这样的决心前所未有的剧烈 清洁的旋律自体内释放出来 犹如一个金钟罩将她婀娜的身姿照耀在其中 清雨蓝的色泽不停地变换着 热汗顺着脸颊低落 空 巨大的气流 席卷整个房间 桌椅叮当直响 哼 男人 我还得多谢你呢 睁开眼 黑色的眼眸浩瀚如深海 光滑流转 感受着体内源源不断澎湃的力量 她默得握紧拳头 要不是你 我还无法这么快地突破瓶颈 下一次见面时 今夜的赵 她绝对要双倍地讨回来 啊 正在城内客栈落脚的云景晨忽然打了个喷嚏 她揉了揉痒痒的鼻尖 嘻鼓道 难道有家人正在思念本尊 云旭眼观鼻 鼻观心 一副双耳不闻窗外式的模样 好似没有看见她的异样一般 心思早已经飞走 今夜那名女子 的确是丞相府的大小姐 想到临走之时 少爷的举动 她的心中隐隐有种不祥的预感 难道 少爷对那女子上心了 还是说 察觉到了她的身份 云旭 云景晨慵懒地斜靠在木椅上 嘴角弯起了一抹邪气的笑 你说 是不是那女人在念叨本尊 啊 云旭的嘴角猛地一抽 很想告诉自己的少主 就算是挂念 那女人也只会挂念着如何报仇 但是看看少主隐约露出期待的表情 她决定把这个想法藏在心里 怎么会有如此有趣的女人呢 明明弱小到本尊一只手指就能捏死 却偏偏有一双强者的眼睛 云景晨低声呢喃 第一次对一个女人产生了强烈的好奇 本尊要知道所有关于她的事 明白吗 社主 我们此番是为了飙车被劫一事 如今事情已经解决 断不该为了一些不相干的人 拖延回族的时间啊 云旭心头咯噔一声 立即出声 想要阻止云景晨的念想 无妨 好不容易遇到这么一个有趣的东西 本尊可不想轻易错过 至少在本尊的兴趣消失前 本尊不会离去 云景晨打定主意 要赖在凌若曦的身边 她已经拥有了世间的一切 如今 终于有能够让她产生兴趣的东西出现 又怎么能轻易错过呢 云旭见她态度强硬 只能点头 是 书先明白了 走出房间 体贴的江门盒上 她的脸上的恭敬之色 被凝重取代 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 提笔集书 将今夜所发生之事 写在信简上 利用白鸽传回云族 妹妹 大哥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目送那只白鸽消失在夜色中 她惆怅地呢喃 天微亮 整个城镇沐浴在朦胧的白雾中 冷清的街头 早有摊贩 挑着扁淡开始兜售早餐 热腾腾的食物 散发着诱人的香味 凌若曦换下染血的长裙 将墨发用簪子固定好 留下两缕从额头两边分下 垂落到胸前 一席暗黑色的质朴长衫 衬得她那张 冷若冰霜的容颜 愈发地冷翘 犹如一座会移动的冰山 让人不敢随意靠近 一只脚刚踩在木梯上 她立马就看见了 坐在宽敞的大堂内 红衣艳艳的男子 似乎察觉到她的注视 男子饶有兴慰地笑着 朝她遥遥举了举手中的酒杯 大清早地饮酒 这男人绝对是脑子有问题 凌小白 凌若曦眼眸一冷 看向坐在男子对面 冲着一大桌子菜羊 埋头猛吃的小奶包 她难道忘记了 昨天的警告吗 居然还敢亲近 这个来历不明的男人 拿着鸡腿 满手油渍的小奶包 背挤一浆 机械地扭过头去 讨好似的 朝着凌若曦笑笑 娘亲早上好 大清早地见到这么一幕 她心情能好才有鬼了 鹅角的青筋 忍不住蹦她几下 她向来引以为傲的理智 此刻正处于快要剧烈的状态 深吸了口气 抬脚走下楼梯 啪的一掌 拍掉凌小白手里的鸡腿 不明不白的东西 吃了你不怕生病吗 这是在暗指自己的食物有毒 云景臣笑得愈发风情万种 被人当作毒瘤的感觉 她自打生下来 还是头一次体会到 感觉十分新奇 娘亲 你不是说不甘不惊 吃了没病吗 凌小白摸着泛红的手背 忧愿地嘀咕道 她向来把自个儿 娘亲所说的话 当作金玉良言 一直记在心里头的 陌生人的东西 你也敢吃 万一人家把你给卖了 可怎么办 凌若曦挑眉问道 眼底一片森寒 对不请自来的云景臣 是连一个正眼也不曾投去过 只当她不存在 可是 娘亲不是说她欠你银子吗 粉嘟嘟的小手 指向一旁的云景臣 宝宝是为了替娘亲要钱 先降低她的记性 然后才能讨回银子 她说的那叫一个理所当然 只不过在注意到 凌若曦瞬间黑乎乎的脸色时 小脑袋往颈部一缩 立马有了水漫金山的迹象 眼眶都红了一圈 别给我装傻充了 我是怎么教育你的 碰到欠钱不还的人 直接一巴掌呼过去 你耍这些小聪明有什么用 对待这种不要脸的人 就得采取暴力手段 喂喂喂 当着她这个当事人的面 讨论如何对待她 真的好吗 云景臣无力地揉了揉眉心 对眼前这对母子 分外无奈 林小姐 无事 凌若曦仿佛没有听到 她的呼唤一般 继续教育着 明显对自己的指令 扬奉阴违的儿子 林小姐 语调骤然加重 习惯了众星捧月 享受女人拥戴的男人 明显已经有了些许的不悦 林若曦这才缓慢地扭过头去 请问 你哪位 他们昨天才见过面 这女人居然敢忘了她 云景臣脸上的笑容 刹那间僵住 你不认得本尊了 抱歉 对于没有什么特点的人 我一向记不住 她是故意的 那又怎么样 林若曦说得坦然自若 甚至 在看见某人吃瘪的时候 心头甚至生起了一股诡异的笑意 需要让本尊 让你记得再深刻一点吗 云景臣特地咬中了深刻这两个字 暧昧不明的视线 直直地扎根在她的身上 这个女人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睁着眼说瞎话 小白 该启程了 林若曦拍了拍儿子的脑袋 利落地转身 对某人示威采取漠视的手段 打不过她又如何 对于这种厚脸皮的人 就需要采取冷暴力的手段 她绝不会给她任何亲近小白的机会的 眼见她旁若无人地往客栈外走 云景臣整个人都彻底实话了 女人 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摆脱本尊吗 身影默得一闪 当掌柜的回头来时 迎接她的赫然是人去楼空的桌椅 以及满桌子热腾腾的饭菜 快抓住他们 吃把王仓了 声音响彻云霄 只可惜 马车已经驶离城门 一去不复返了 竹一头不停地擦拭着脸上的冷汗 耳朵高高竖起 偷听着里面的动静 小白 来 张嘴 男人低沉暗哑的嗓音 在静谧无声的车厢内响起 修长的手指捏着一颗刚刚剥好的葡萄 地道正垂头 数着一大落银跳的小奶包的嘴边 这位不知名的公子 林若曦忍了又忍 在上车的时候 莫名其妙地发现 里面多了一个人的存在 已经够让她头疼的了 而这个人居然还在她的眼皮子底下 妄想亲近她的宝贝儿子 忍无可忍 请不要随便骚扰我的儿子 话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一身杀气暴涨 林若曦开始考虑 杀了眼前的这个男人的成功率 有几成 云景臣微微一正 林小姐 你不觉得本尊与小白 长相十分相似吗 她指了指自己的脸蛋 相信 只要见过他们俩的人 都能看得出 他们几乎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这世上总会有三两个 长相雷同的人 无需惊讶 这番话说出来 底气十足 林若曦自然知道 若非有相同的基因 两个无关紧要的人 长得一模一样的概率 可以用灵来形容 但是 不论如何 她也不会承认的 林小白还有一个父亲这件事 她绝不会认可 云景臣顿时语节 看来 这女人是死也不会承认 有关于六年前那一夜的事了 是吗 看来本尊是少见多怪了 她玩耳一笑 只是眼底却闪烁着 让林若曦不安的精盲 敢问这位不知名的公子 你究竟打算在这里待到什么时候 她咬着牙 一字一字的狠声问道 逐客的意味 已是不言而语 就是就是 打双风车什么的 是会遭到天打雷劈的 林小白立马点头 无条件附和林若曦的话 双眼泛着狼光 啪 林若曦一个暴力狠狠地敲在 林小白的脑袋上 不许胡说 娘亲 我怕很疼啊 她忧愿地吸了吸鼻子 眼底已经漫上了一层水渍 不知为何 林若曦忽然间有种格外舒畅的感觉 就像是欺负了身旁的红衣男人一般 嘴角朝上弯起 一抹恶趣味的笑 在脸蛋上绽放 娘亲不想听到你诅咒自己 不要再有下次 林小白撅着嘴 吹下头去 模样看上去可怜极了 云景晨眉头一簇 对这么小的孩子下狠手 会不会太严厉了 我如何教导儿子 与你何干 另外 搭车费 外加你昨夜欠的一万三百两银子 一共一万五千两 请马上付清 林若曦摊开手 准备讨要债务 在实力无法与这个男人等同的时候 他选择采取别的办法 来给他添赌 对啊 欠债还钱 天金地义 林小白显然与林若曦统一了战线 在牵扯到银子的问题上 这对母子同调的概率 几乎是一模一样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九集 被两双泛着狼光的眼睛盯着 云景晨忽然间 有些压力山大 握拳在唇边轻轻地咳嗽了一下 本尊既是答应你 便不会拖欠你一两银子 嗯 所以 请付钱 林若曦悠然地点头 态度极其强势 这个 本尊在谁身上 未曾携带如此多的银量 不如 停车 一声冰冷的命令 从车内传出 竹一头下意识地勒紧手中的缰绳 公子 恕不远送 请自觉下车 林若曦冷冷地说道 脸上的笑 也化作了鄙夷 想要搭顺风车 又没银子 抱歉 她暂时没有这么多的同情心 即便云景晨脸皮在后 面对这样的逐客令 也只能选择妥协 火红的身影刚跃出马车 林若曦便马不停蹄地吩咐道 继续启程 质朴的马车 无情地从云景晨的视线里 朝前方行进 黄沙漫天的官道上 她的身影看上去 分外落寞 可怜 少主 是否 要给她一个教训 云旭自暗中现身 促眉问道 在她看来 这林若曦嚣张跋扈 对少主冷漠相待 根本不值得少主 对她多一分精神 不觉得很有趣吗 她越是对本尊必如蛇蝎 看尊 越是想要亲近她 一个能视本尊的魅力 如无物的女人 暧昧不明的浅笑 从薄唇中滑出 云旭脸色微微一暗 已然知晓 少主只怕是对这女子 真的上了心 产生了兴趣 若再这样下去 六年前的事 一旦被少主得知 恐怕 她和这丞相府的大小姐 就真的要纠缠不清了 让你去查的事 可曾查到 云景辰收回目光 转而看向一旁得力的助手 属下已查到 这灵若曦 的确是丞相府 被流放的大小姐 据说 她又是呆傻 懦弱 虽然有着京城 第一美人的称呼 却文武不能 且因为犯了错 在数年前 被流放至落日城 她走时 丞相夫人悬梁自尽 尸体不翼而飞 如今 是丞相府老夫人大寿 作为嫡系血脉 她才被恩准 重返皇城 除却一些敏感的年代 允许将凌若曦的生平 调查得一清二楚 调查她 根本无需动用 云族的力量 釜天之下 只要提起 丞相府的大小姐 即便是三岁小儿 也能如数家珍般 说出她的经历来 文武不能 真不知该说 世人瞎了眼 还是该称她一句 伪装极好 这女人若是废物 天底下的天才 都该自尽了 云景臣不屑地 扯了扯嘴角 一个年纪轻轻 便突破清洁 且出手很辣的女子 怎么可能会与废物挂钩 云旭低垂的头 也不吭声 六年前 虽然只是骤然一瞥 但是她却是清楚 这位大小姐的确没有旋力 乃是一名普通人 只不过短短六年时间 便能突破清洁 而且似乎已经达到拦截的品级 堪称神速 这不是天才是什么 她可是六年前的那名女子 云景臣突如其来的一句话 让云旭的心 几乎提到了嗓子眼 不敢去指示 她那双太过锐利的眼眸 低眉顺眼地回道 属下不知 但六年前 替少主解除祸患的女子 的的确确是普通人 不能说 她绝不能告诉少主 那名女子 正是丞相府的大小姐 想到一直以来 对少主倾心相待的云灵 云旭选择了隐瞒 这也是她多年来 第一次对发誓 要效忠一生的少主撒谎 心头不禁 有些惶惶不安 唯恐被对方 看出什么苗头来 不是她 心底不知为何 竟然浮现出了一丝失落 那这林小白又该如何解释 或许 这林若曦 与小少爷根本不是母子 云旭猜测道 若真是那样 本身的血脉 岂能流落在外面 依媚在微风中飞扬 墨发张狂地飘舞 她斜斜一笑 想办法弄清楚 林若曦 是否与林小白 是真正的母子关系 若是 暂且让小白留在她的身边 若不是 剩下的话她没说 但是脸上的决绝与狠辣 却已经足够说明她的态度 云族的正统血脉 绝不能被一个陌生人来抚养 允许心头一紧 点头答应下来 马车朝着京城的方向 加速行驶 一路上 林若曦诡异地发现 竟无一名杀手前来伏击他们 比起刚刚出发时 络绎不绝地围剿 此时的安静 却让她有些摸不着头脑 难道是府里的人 放弃对她出手了 这种可能性 低到可以直接忽略 还是说有人在暗中相助 双眼危险地眯起 眼底寒光乍现 娘亲 林小白疑惑地眨了眨眼睛 看着忽然间杀意外露的女人 小白 把你的宠物借给娘亲用一下 为了验证心中的想法 林若曦没等她答应 一把揪住趴在儿子脑袋上 睡得正香甜的小仓鼠的尾巴 使劲抖了抖 一阵天旋地晃之后 黑狼的双眼已经成了螺旋状 傻乎乎地盯着眼前这张 放大的绝美面容 力爪猛地伸出 用力一伸 巴唧 凌若曦手臂一扬 直直地将仓鼠给拍在了一旁的马车木板上 林小白彻底傻眼了 好暴力 好直接啊 看着成直线从木板上滑落下来 顶着一双文箱眼 动也不动的仓鼠 她顿时一阵肉疼 年轻 她可不会死了吧 凌若曦的鼻腔里发出一声轻哼 放心 祸还没那么容易死掉 说吧 她的脚尖捅了捅在地上装死的仓鼠 起来 魔女 这女人绝对是魔女 黑狼浑身的鬃毛一根根地竖起来 呲牙咧嘴地从地上站起身 好几次又巴唧一下跌倒下去 看起来摔得不轻 我知道你的主人是谁 现在 告诉我 一路上替我们解决掉麻烦的 是不是她 嗯 手指抓住仓鼠的尾巴 将小东西提到自己跟前 她冷笑着问道 既然这玩意儿是内人的 必然能够探查到她的气息 仓鼠打定主意不肯开口 她是有骨气 有尊严的魔丑 才不会在暴力下屈服呢 啪 手臂再次扬起 凌小白肉疼地看着自己的财产 再一次亲吻上车臂 莫名地想起了曾经 自个儿在家里拍蟑螂的画面 浑身一抖 娘亲 能不能轻点 万一拍死了 宝宝就没伙伴了 她蹭到凌若曦的身旁 用力地扯着她的衣袖 懦懦地请求道 放心 她还死不了 不给点教训 这小东西 不知道服软 凌若曦面容冷俊 眼睁睁地看着仓鼠 一次次地被拍飞 一次次地挣扎着站起 直到最后 整个瘫软在地上 她才满意地点点头 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吗 英英英 这女人是坏蛋 黑狼欲哭无泪地把自己缩成了一团 本就窄小的眼睛都快要看不见了 你还想再体验一把空中飞人的滋味 嗯 凌若曦丝毫不觉得 威胁一只呆萌的宠物 有什么不对 对于不安分的东西 就得打到对方福气才行 她可没有对二货心软的那根筋 一路尾随在马车后方 隐匿着身影的云旭 看着祖里的圣宠被如此对待 心头不禁泛起了一阵疼惜 对凌若曦的印象直线下降 若不是云景晨还想留着她 她早就想给这个女人 一个终身难忘的教训了 哪里还容得了她如此放肆 如此强烈的目光 让凌若曦心头的杀意 开始蠢蠢欲动 她默地挑开帘子 森寒的视线犹如刀刃 直直地刺向云旭藏身的白杨树下 好敏锐的洞察力 云旭下意识屏住呼吸 身影一闪遮挡在树桩后 娘亲 是坏人吗 凌小白激动地问道 一副跃跃欲试的模样 这一路上忽然间的安宁 让她心底的小恶魔眼齐息鼓 恨不得立马就有坏人出现在眼前 好让她打劫一番 只是一只小老鼠而已 凌若曦屈指一弹 揉砸了拦截旋律的指刀 破空袭去 云旭拔刀出鞘 森白的刀刃与指刀相撞 刀身嗡嗡作响 巨大的力量让她都不禁倒退了半步 脸上露出了一抹惊骇 这女人居然在短短数日之内就突破了拦截 怎么可能 要知道 修炼旋力越是往上 突破越是艰难 有多少人终其一生只能在清洁徘徊 若是没有其缘 想要提升实力几乎是不可能的 还有几日能到京城 给了某人一个教训 凌若曦的心情不禁大好 向来冷漠的语调 此时也不禁放柔了几分 竹一头急忙道 按线下的矫程 两日便可抵达 定能赶上老夫人的寿宴的 大小姐可以放心 娘亲 咱们是不是要见到区人了 凌小白眨着一双清澈的大眼睛 低声询问道 不 我们要见的是仇人 凌若曦抱着她软绵绵的身体 低垂下的眼瞼寒光遍布 仇人 凌小白黑黑一笑 妖喜终于有她的用武之地了 娘亲放心 欺负娘亲的人 宝宝都会走到咱们 找不着北的 母子俩谈笑风生 俨然忘记了某只可怜兮兮 躺在地上的魔宠 黑狼忧怨地缩着脑袋 想她堂堂云族圣宠 竟然沦落到无人问津的地步 要不是斗不过这个女人 心思刚刚升起 就撞上凌若曦那双 身碎幽冷的毛子 小心膏颤了颤 她立马吹下头 坐挺失状 深夜 马车在官道旁停下 逐一头忙活着摆弄柴火 准备生火 凌若曦膝坐在马车内修炼 身体被一团乳白色的光芒笼罩着 飘渺出尘 还疼不疼 凌小白蹲在白杨树边 双手捧着装死的小仓鼠 担忧地问道 黑狼叫嚷几声 他疼啊 浑身被拍的骨头都快要断掉了 现在急需要谁来安抚安抚他受伤的身体 哎 你真笨 干嘛和娘亲对着干呢 非要逼娘亲出手 真学不乖 秉着娘亲做什么都是对的想法 凌小白开始给自己的宠物洗脑 要不是小爷替你求情 娘亲一定会把你给宰掉 然后都做完善的 他才不怕那个女人呢 黑狼昂着头 一副底气十足的模样 哪里还有面对凌若曦时的唯唯诺诺 你要乖一点 娘亲问你什么 你要老实说 不过你不会说话呀 要不小爷教你十字 怎么样 凌小白是真的把这只仓鼠当做自己的所有物 想方设法打算开决她的潜能 务必要让她在自己的娘亲面前变得有用起来 若是让云族的长老们知道 他们看作宝贝的圣宠 沦落到需要靠出卖潜能才能伺候人的时候 大概会心痛到哭出来吧 夜凉如水 云旭在清理过几名暗中埋伏的杀手之后 飞身离开暗处 回到了云景臣的身边 社主 属下已经将半路埋伏的人通通处理掉 他们应该能够安全抵达京城 板着脸 他毕恭毕敬地禀报道 实在无法接受 身为云族少主的贴身暗卫 却要去帮一个女人开路这件事 即使没有自己出手 那个女人也断不会被这些杀手打败 少主根本就是在多管闲事 调查清楚 林若曦和林小白的关系了 云景臣沉声问道 火红的长衫包裹住他俊拔的身躯 墨发飞扬 如玉的面颊挂着一抹邪气的浅笑 云续摇摇头 刚要出声 一抹黑影从窗外飞身而入 少主 二少爷在族里有所异动 请少主尽快返回云族 云灵一身贴身的黑色长裙 单膝跪地 向慵懒斜靠在椅子上的男人禀报道 云景臣眉稍微微一巧 看来本尊不在族里 有人便开始不安分了 他这个弟弟 难道真的以为 暗地里做的那些事 就可以撼动自己的地位吗 少主 如今族里内乱不止 不是在外面逗留的时机啊 请少主以大事为重 云旭趁机进言 明小白母子 根本无法和云族相提并论 若是因为他们 而害得少主拖延了回族的时间 从而导致二少爷在族里胡作非为 那可真的是大事不妙了 本尊知道该怎么做 何须你们来叫 云景臣脸上的笑容瞬间冰封 一抹冷怒染上了眉眼 云旭与云灵 立即连撑不敢 顶住那可怕的威压 匍匐在地上 身影僵硬如实 收拾行李 明日启程 在此之前 本尊还有事需要处理 云景臣冷冷地 瞥了一眼面前的两人 沉声吩咐道 而后 身影突得一闪 犹如鬼魅般消失在了原地 既然无法确认 凌若曦与凌小白的关系 那么 她便只能做最坏的打算了 急迟在空中 火红的衣媚烈烈作响 末发张扬地飞扬在身后 一缕一缕地 好似赤媚亡两的爪牙 在冷冷清清的夜空下 显得格外害人 哥 你在信上说 找到六年前的女人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等到云景臣的气息彻底消失在城镇中 云灵才冷声问道 脸色略显急切 六年前 少主在突破拦截时 旋力不受控制 匆忙之下 找到一名女子接火 在昏迷的状态中 被云旭带走 这件事 只有他们三个人知道 这六年来 少主不停地在寻找着那名女子的下落 若非有云旭暗中拦截消息 恐怕对方的身份早已经被少主得知 本以为时间过去 这件事也会被尘封在岁月中 可是云灵万万没有想到 她竟然会接到哥哥的亲笔信 被告知 那女子不仅现身了 而且还带着一个意外留下的产物 导致她立即回来 云旭沉着脸 将这几日发生的事 立武一时地告诉了云灵 末了还道 少主已经起疑 若是再继续查下去 这件事必定会被少主得知 丞相府的大小姐 哼 不过是一个废物 怎么配生下少主的子嗣 云灵鄙夷地说道 眼底却闪烁着近乎疯狂的嫉妒 一想到那个女人 与少主曾经一夜风流 并且生下了孩子 她就恨不得一刀杀了对方 云灵 少主很在意这个孩子 你切记 莫要让少主听得这番话 云旭皱眉说道 少主对灵小白的在乎 她看在眼里 第一次见面 便把族里的圣宠送了出去 此等态度 分明是承认了灵小白的身份 甚至要将她视作下一任继承人来看待 如今我们只能阻止当年的真相曝光 按照族规 少主的血脉绝不能流落在外 至于灵若西 依我看来 少主只是起了一些兴趣 断不会将她带回族里 长老们也不会允许这件事发生 你可以放心 她的安慰对于云灵 丝毫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我早就说过 应该提早解决掉 这个玷污了少主的废物 你当年偏偏要阻止我 现在好了 弄出这么大的事 云灵 她是无辜的 云旭沉声提醒道 当年的一切她一无所知 若非少主神志不清 也不会 不管怎么说 她也是被少主牵连 才会沦落到被赶出丞相府 那又怎么样 云灵不屑地冷笑一声 为了少主付出 是她的荣幸 她居然敢私自产下 少主的子嗣 这种女人留下了 只会成为少主生命中的污点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十集 云旭无奈地叹了口气 任何事 只要牵扯到少主的身上 她这个妹妹就毫无理智可言 你不要胡来 少主不会希望凌若西出事的 哼 云灵气恼地瞪了云旭一眼 总之 我不会看着少主 带那个女人回去的 也不会让她的存在 损成了少主的名誉 若是那个女人 胆敢对少主 有任何寄予的念头 她绝对会将她抹杀掉 永绝后患 你安分地留在这里 替少主收拾行囊 我跟去看看 云旭不愿与云灵发生争执 交代一句后 便飞身离去 这个妹妹 对少主向来是死心塌地 若是由她跟上来 保不定会对凌若西动手 云旭不愿见到这种事情发生 只能极力避免两人见面 凌若西正席地而坐 空旷的官道上 没有行人 体内的旋律疯狂地流转 她并不着急提升修为 反而将旋律集中在丹田 然后控制着他们 冲击着浑身的经脉 稳定根基 旋律的修为类似鼓舞 凌若西深知 凡事不能寂静 没有打好根基 将来怎能成为强者 她的身体之外 很快便有乳白色的光韵渗出 朦胧且梦幻 将她整个人包围着 好似一个保护罩 凌小白蹲在地上 逗弄着黑狼 竹一头正在一旁 检查马车的情况 忽然 风中传来一阵异动 凌若西紧闭的双目 墨地睁开 眼底寒芒乍现 有人来了 而且速度很快 护送小白上车 她冷声吩咐 从地上翻身跃起 抽出马靴中的匕首 浑身戒备 当一抹红影 从她眼前划过时 凌若西瞬间 轻身逼上 准备先来一个下手围墙 云景臣随手一挥 她凌厉的攻击 犹如撞上了一个肉眼 看不见的屏障 滞留不前 凌若西立即飞身后撤 自空中飘落下来 神色略显凝重 又是你 她冷冰冰地开口 丝毫没有撞见熟人 该有的喜悦 反而像是看到了仇人 身犯肃杀 云景臣优雅地站在半空中 火红的衣媚绝空飘扬 犹如一只妖 能霍乱人心的妖 本尊要带她走 哼 痴人说梦 凌若西冷吃一声 却在暗中 朝竹一头使了个眼色 示意 她马上带着凌小白离开 虽然不清楚 这个男人到底是因为什么 妄想夺走她的宝贝 但是她就算是拼着一死 也绝不会允许任何人 觊觎她的儿子 双足在地面上用力一蹬 整个人腾空升起 刀刃在夜幕中凌空一滑 旋力破体而出 直憋云景臣的咽喉 直直地刺去 云景臣不闪也不闭 仿佛未曾看到近在咫尺的攻击 甚至饶有兴味地挑了挑眉 朝她妖娇一笑 你不是笨尊的对手 是吗 凌若西的攻击果不其然 又被那一扇无法触碰到的屏障 阻拦了下来 这是旋力外放自然形成的保护罩 低节的修炼者 根本不可能突破对方的外层防卫 更别说伤及她的身体 凌若西的手腕顿时一翻 刀刃再度朝着罩子刺去 滋滋滋 旋力与旋力的碰撞 卷起无数的火花 云景臣摇了摇头 刚要开口 谁料凌若西竟然抬起左手 赤手空拳朝她打来 白袭的拳头撞击上保护罩 一声轰然巨响 惊得下方的竹翼头 险些从马车的甲板上栽倒下去 凌小白一把挑开车帘 忧心忡忡地看着半空中 正在对峙的两个人 给我破 凌若西怒声大喝 浑身的旋力通通集中在了拳头上 一股逼人的飓风 自她脚下升起 墨发漫天飞舞 好似疯狂滋长的海藻 她的肢骨已经出现了些许裂痕 拼命地咬紧牙关 继续将旋力输送到手部 保护罩在一次又一次 疯狂地碰撞下 出现了细微的晃动 云景臣古景乌波的眼眸里 迅速闪过了一丝差异 广袖下的手指轻轻一勾 原本快要崩溃的保护罩 好似得到了支援般 再度固若金汤 凌若西不死心地 一次次挥拳打上保护罩 全然不顾自己的血肉 模糊的拳头 整个人仿佛发了疯一般 眼底闪烁着的 是毁天灭地的决绝与杀意 云景臣看着这样的她 心头微微一动 一种陌生的情愫 悄然滋生 就是现在 凌若西抓住她晃神的刹那 再度提起全身的旋律 白色的光芒将拳头层层包围 她咬着牙 忍住肌脉受创的危险 一拳击出 啪 咔嚓 保护罩终是应声碎裂开来 呼呼声风的拳头 袭上云景臣的胸口 那一拳 揉砸了凌若西滔天的愤怒 以及近乎不要命的决心 饶是云景臣 也只能在瞬间避开要害 被打中腹部 身影犹如断了线的风筝 狼狈地从空中跌下 找死 云旭匆忙地赶到时 看见的便是自家少主 被这个疯女人打伤的画面 双眼一红 凌空飞起 一掌拍在她的后背上 鲜血自凌若西的嘴里喷溅出来 打碎那保护罩 已经让她体内的旋力 接近干涸 即使发现允许的偷袭 她也无力避开 只能强撑着扛下这一击 吃力地将口腔里的鲜血吞下 忍住背部火辣辣的剧痛 她眉梢冷翘 居高临下地看着 从地上站起的红衣男子 一字一字狠声地说道 若再敢打小白的主意 天涯海角 我必定徒你九足 云旭文言 激动地想要教训 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名门千金 却被云景臣制止 令若西 胆敢威胁恐吓本尊 铺天之下 你是第一人 本尊不会就此放手的 说吧 身影好似鬼魅般 请客间便消失在了原地 直到确定她的气息完全消失 令若西紧绷的神经 才算勉强放松下来 脚下一软 整个人险些从空中跌落 云旭一路护着肝脏受损的云景臣 返回客栈 刚进屋 她便忍不住捂住嘴唇 哇的一声 吐出了一口淤血 少主 云灵头一次见到被誉为天才的少主 富商归来 手中刚收拾好的包袱 咚得掉落在地上 脸色默得一白 是谁 是谁伤了少主 奔证无碍 红袖微微一扬 一瓶治疗内伤的灵药 便凭空出现在她的掌心 云阴族内炼丹师制作的商药 一粒千金难求 合着清水服下之后 云景臣的伤势已然开始恢复 动乱的旋律 逐渐的平息 她随手擦掉唇边的血子 嘴唇红得惊人 这世上怎会有如此决绝的女子 不惜自损根基 也要拼死阻止自己 她若是没有看错 当时的她已是强奴之末 最后那一击 必定会损伤她的经脉 她不可能不知道 但是她却没有从她的眼里 看到一丝的退缩 或者惧怕 有的只是无所畏惧的 宛如强者般坚定的眼神 云旭 派人在暗中保护她 一路抵达京师 本尊要随时随地知晓 她的一举一动 你明白吗 云景臣从来都是想做就做的人 虽说她线下急着要赶回云族 处理家务事 但是这么有趣的女人 她不愿意错过 更何况 这女人似乎与她那位可疑的儿子 关系复杂 再没有弄清楚 他们是否是真正的母子前 云景臣绝不可能放任 灵小白孤身一人在外 云旭微微一正 在心里狠狠地皱起了眉头 总觉得 少主对那灵若曦的关注 似乎太热切了 以往即便是碰上感兴趣的新奇物件 她也从不曾 从少主的身上 看到过这般热烈的眼神 那仿佛是发现了奇珍异宝一般 想要占为己有 又害怕损伤分毫 带着些许小心翼翼的眼神 真的不要紧吗 是 虽然她的心思百转千回 但是明面上却极其恭敬地硬撑下来 云灵却彻底冷了脸 默默地将灵若曦这个名字 在心底画上了一个巨大的叉 灵若曦被云旭偷袭重伤 竹一头虽然有心想要尽快赶路 但是拗不过灵小白的折磨 只能又一次停下 并且通知府内的人 大小姐遭到袭击 恐怕无法赶上寿宴 客房的木板床上 灵若曦 灵若曦虚弱地咳嗽一声 紧闭了一夜的双目 终于睁开 年轻 你吓死宝宝了 灵小白一个猛扑 狠狠地压到灵若曦的怀中 开始水漫金山 宝宝还以为你再也醒不过来了 听听 这是对刚刚苏醒的病人说的话吗 听着 怎么那么像 她巴不得自己早点死去呢 灵若曦苍白的嘴唇 不自觉地抖动了几下 吃力地抬起手臂 狠狠地扯了扯 她脑袋上摇曳的呆毛 灵小白 你是不是想着 若是我死了 就没有人和你抢银子了 对不对 娘亲 你怎么能这么诬险宝宝 宝宝绝对不会这么想的 虽然 她偶尔有这样想过了 灵小白在心底默默地加上了一句 对上灵若曦警告的眼神 蹭得坐直在床檐 一副我很乖 很听话的模样 娘亲 你是伤害疼不疼 要不要宝宝帮忙吹吹 她歪着头 企图想要为自个儿的娘亲做点什么事 竹一头呢 灵若曦没有理会她卖萌刷宝的行为 手肘撑在床榻上 想要起身 灵小白赶紧蹭上去 小手用力 想要帮灵若曦分担些许的力气 竹一头在下面放马车呢 她撑着嘴 愣愣地说道 娘亲 婆婆是不是给你惹来什么麻烦了 为什么这么说 灵若曦微微眯起眼睛 沉声问道 嗓音略带沙哑 每一次说话都能引起五脏六腑的剧痛 尤其是她的后背 几乎像是火烧一般 但是 好在她的意志力十分惊人 这点疼痛 全当是磨练自身的忍耐力了 灵小白低下头 戳着手指 宝宝有听到怀叔叔的话 怀叔叔是来抓宝宝走的 娘亲为了留下宝宝 曾怀叔叔动手 对不对 是宝宝和娘亲受伤 说着说着 她的眼眶又一次红了 这孩子 那双眼睛比水龙头还要斜门 说开就开 说关就关 想什么时候落泪 就能准时准点地掉下眼泪了 受伤 闭嘴 不许哭 灵若曦最见不得她哭得可怜巴巴的样子 这件事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这世上脑子有问题的人太多了 谁知道他们抽的什么疯 说不定是见你可爱 妄想把你带回去 练什么邪功 是这样吗 论腹黑 论撒谎 灵小白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奶包 哪里是酒精沙场的灵若曦的对手 两三句话就把她给糊弄得找不着北了 需要娘亲发誓吗 她特正经地伸出两根手指 刚要发下毒誓 灵小白立马用手堵住她的嘴唇 瞪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娘亲不许发誓 宝宝相信你了 这还差不多 灵若曦满意地笑了笑 拍了拍她的脑袋 下去 告诉主一头 不必因为我的身体耽误时间 我们即刻启程 她还得为了这具身体的原主人 给丞相府的那些人送上一份大礼呢 怎么可以因为这么一点小伤 而拖延形成呢 娘亲不要陈强 你明明已经受伤了 不能再应称 宝宝觉得 咱们该住在这儿 等娘亲生事好了以后 再离开 灵小白有条有理地说道 企图说服灵若曦 打消立刻启程的想法 但她的基因 完全来自于灵若曦的这个母体 脑子里的那些小算盘 她又怎么会不明白 嘴角勾起了一抹充满蛊惑意味的浅笑 小白 你要不要算算 在这儿多留一天 咱们得支付多少银子 哎 林小白呆萌地眶了眶下眼睛 然后果真掰着手指开始数了起来 数完之后 脸蛋立马一垓 活脱脱地一副怨女附身的模样 她可怜爸爸地抽抽鼻子 年轻 好贵 她不贵 林若曦对自家儿子省去重点的话语 分外无奈 所以说 为了节省开支 咱们必须得尽快赶路 对吧 林小白明显有些异动 但当她清澈的眸子 对上林若曦惨白无邪的脸颊 立马摇头 异常坚定地否决掉了她的建议 不行 影子比不上娘亲主要 能够从自家财迷儿子嘴里听到这句话 林若曦表示 她的心里甚是安慰 影子没了还可以再找 娘亲没了 将来使命宝宝打进影子 林小白说的那叫一个义正言辞 完全没有注意到 某人瞬间黑下去的脸色 感情 她这个娘亲 在她的眼里 就和打手没有什么差别呗 竹一头安排好马车 走到客房外时 便听到从里面传出的 某小孩生死力竭的求饶的声音 期间还夹杂着貌似施暴的啪啪声 夜里 林若曦不顾受伤的筋脉 强行想要运用旋力 进入修炼状态 只可惜 筋脉受毒 内伤慎重 旋力就像是受到了阻力般 根本无法流畅的运行 经过筋脉的时候 便会传来一阵 撕心裂肺的刺痛 饶使林若曦忍耐力惊人 也忍不住掉下了冷汗 她咬紧牙关 拼命扛住了身体里的疼痛 任由泪水打湿面颊 逼迫自己一次又一次地挑战极限 不知不觉一夜过去 第二天天蒙蒙亮 她打水在房间里洗去了一身的狼藉 换上了干净的长袍 抱着林小白继续启程 一路上偶尔遇到几个不长眼的山贼 都被黑狼眨眼睛解决掉 以至于 每每打劫的人 总能听到从马车内传出的声音 小黑快去 你做先锋 小爷做后辈 在后方听加油打气 随后 等到战斗过去 林小白就抖着脑袋上的一戳呆毛 跳下马车 开始搜刮歹徒身上的金银珠宝 填充自己的小金库 对于她和黑狼的暴行 明若曦选择放纵 年纪轻轻就学会敛财 这可是个好习惯 将来才有更多的银子 能够给自己养老送终 讨到好媳妇 马车距离京师越来越近 远远的便能看见一座庞然大物 坐立在苍穹之下 灰色的城墙高达数米 站在下方几乎要仰起脖子 吃力地仰望 才能勉强看得到顶端 城墙的内侧 两条石梯通往城头 飘舞的惊奇在风中飞扬 旗帜下方还有一些陌生的标志 那是这个国家正受到世家保护的证明 而京师重地 则是受到拥有天下第二世家美誉的 轩元一族保护 据说 轩元一族的人 拥有能勤祸魔宠 将其契约 并且吸收对方旋力 那为己用的方法 也被称作是魔宠的猎杀者 多年以来 皇族以及众多名门望族 若是想要得到一只高级魔宠 通过轩元世家的关系 往往是最为便捷 也是最为快速的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十一集 进城时已是日落西山 大片的火烧云 似乎要将整个天空焚烧殆尽 不少过往的旅客 商铺的车辆 正在陆陆续续地进入京城 在城门口接受身份检查之后 才被批准放行 停车 车内是何人 两把锋利的大刀 拦阻下了马车的去路 守城的士兵 戒备地看着这辆质朴的马车 哎哟 两位大人 我们是丞相府的家眷 今日是老夫人大寿的日子 特意回来和老夫人生辰的 竹一头搓着手 笑着解释道 丞相府的 士兵一听到这身份 齐齐变了脸色 不知道是旁支还是 车内是府内的大小姐 话音刚落 四周听到这番话的众人 莫不是露出了鄙夷的眼神 仿佛看见了什么脏东西一般 朝着马车指指点点 恨不得离她更远一些 凌若曦对外界的目光视而不见 反正她待在马车里 随便他们怎么看 又不能伤害到她一根毛发 反倒是凌小白 时不时地偷偷挑开车帘 看着外面的动静 偶尔奇怪地皱起眉头 偶尔高高竖起耳朵 想要偷听他们的谈话 黑狼乖巧地趴在她的肩头 懒懒散散地打了个哈欠 士兵在听到大小姐这三个字的时候 嫌恶地后退了数步 娘亲 宝宝不喜欢她们 凌小白握紧拳头 撅着嘴 愤愤不平地说道 娘亲今天教你一句话 你要记住 旁人越是诋毁你 侮辱你就说明你越优秀 越有本事 明白吗 她们只是在嫉妒 这番话 她说得毫无任何心理压力 坦然地仿佛是天经地义的一般 要知道 这具身体的前身 真的是文不能武不行的废物 而且还在拥有婚妻之时 失去了清白 等等 凌洛西像是想到了什么重要的事情般 狠狠地打了个机灵 貌似 如果她没有记错 这个身体的记忆中 是有着娃娃亲的 对吧 对象是谁来着 六年不曾动用过的尘封记忆 开始缓慢地流转 只可惜 她想了半天 实在是没有想起来 索性也就把这件事给抛在了一边 反正 六年前那件事情发生之后 即使是有未婚夫 也绝对会登门退亲的 士兵敷衍的挥挥手 适宜放行 凌若西眼观鼻 鼻观心 靠在车厢的木板上 五感迅速地扩展 开始听取来自外面街道的情报 丞相府大小姐 阔别六年 再度重返京师的消息 好似长了翅膀 飞速地传遍大街小巷 不少百姓在街边 朝着马车指指点点 活像是看见了什么稀罕的物品 娘亲 咱们是猴子吗 为什么 咱们要这么看着咱们 凌小白满脸委屈 但是眼底闪烁的狡诈与恶趣味 却泄露了她的真实品性 这小子大概天生就是少根金 外界的流言蜚语 对她而言通通都不管用 她只关注两件事 一是银子 二是自个儿的亲娘 其他的通通与她无关 可是 听着这些人议论她的宝贝娘亲 凌小白的心情呈直线下降 恨不得把他们的银子 通通洗劫一番 来弥补她受伤的心灵 因为他们呀 没有见过美女和帅哥 凌恶西拍了拍儿子的脑袋 话说得极其无耻 又极其自然 趴在凌小白肩膀上的黑狼 刷得一声睁开眼 特鄙夷地看了她一眼 她发誓 自从她有意识以来 她从来没有见过 有如此无耻的女人 马车在街道上缓慢地行驶 竹一头莫名地也体验了一把 被人围观的滋味 听说那里头坐着的 就是丞相府的大小姐 天哪 她居然还有脸回来 要是我出了这种事 肯定找个无人的地方 赏调自尽喽 无数尖锐的话语 通过感官 清晰无比地传入凌若曦的耳朵 她算是对前身的遭遇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看来 这丫头虽然顶着丞相府正统 敌出血脉的名头 却是所有人眼里的笑话 也难怪 六年前的那件事情发生之后 她就被当作了弃子 立刻丢在了边陲小镇中 任由她自生自灭 眼瞼缓缓地垂下 扑闪的睫毛遮挡住了 她眼里一闪而过的 寒烈冷光 小丫头 你放心吧 既然我接受了你的身体 这些曾经侮辱过你的人 将来 我必定会让他们后悔 你的仇 我会替你报的 马车刚行过街尾 忽然 与迎面冲过来的一匹骏马 险些撞上 衣着滑贵的少年 猛地勒紧将绳 马儿前提凌空抬起 仰天思鸣一声 慌乱中 撞翻了一旁小贩的摊位 蔬菜稀里哗啦地掉落了一地 天哪 那不是三王爷的好友 清明少爷吗 哼 这女人刚回京城就不安分 指不定她是故意的 想要引起三王爷的注意 三王爷 听着马车外八卦的百姓们 窃窃私语的议论声 林若曦应挺了眉梢 微微翘起 话说 应该不会是 她猜测的那个样子吧 你们没长眼睛吗 居然胆敢拦小爷的道 清明在短暂的慌乱之后 立马稳住身体 驾着骏马 横眉怒目地瞪着主意头 那模样 将顽固公子哥的形象 扮演得淋漓尽致 娘亲 她倒用宝宝的自称 林小白的眼底 闪过了一丝厌恶 然后可怜巴巴地 扯着林若曦的衣袖 诉说着自己的委屈 闭嘴 林若曦冷声呵斥 林小白满腹的委屈 只能微微落落地垂下头 一把扯下尖头的黑狼 不停地揉捏着她身胶体弱 一推倒的身体 发泄着心头的忧怨 娘亲就会欺负她 太过分了 原来是清明少爷 奴才是丞相府的小厮 方才无意间打扰到少爷 还请少爷见谅 竹一头殷勤地笑着 学着那些个文人末课 开始咬文嚼字 丞相府的 里面坐的是哪位小姐 莫不是二小姐 清明的双眼一亮 神色略显激动 谁不知道 自从六年前 京城第一美人 失去清白之后 丞相府的二小姐 便成为了众人 屈之若鹜的美人 顶替了原本属于 林若曦的风光 而这清明 正好也是对方的 裙下之臣 竹一头干笑了两声 不是 马车里坐着的是大小姐 什么 是林若曦呢 废物 清明惊呼一声 脸上的激动 通通化作了嫌恶 仿佛连提起她的名字 对于她而言 也是一种羞辱 林小白 气恼地挥舞着拳头 想要冲出去 给她一个教训 看她将来 还敢不敢 诋毁她的娘亲 但是这个想法 被林若曦暴力制止 她紧紧地 搂住不安分的儿子 塞到自己的怀中 然后高高竖起耳朵 听着对方开始奚落前身 神色波光不惊 仿佛她口中的废物 根本不是她一般 林若曦 你红杏出墙 现在居然还有脸回来 清明朗生呵斥道 似乎把她当作了 无比正义的侠客 竹一头神情略显尴尬 在这众目睽睽之下 丞相府的大小姐 被人如此奚落 可不就是辱墨了 相府的威名吗 她指望着林若曦能出来 终止这场闹剧 只可惜马车内愣是一点声响 也没有传出来 林若曦 你该不会是吓傻了吧 就知道你这废物 即便过了六年没见 也不会有任何长进的 她的沉默 让清明的气眼愈发嚣张 几乎是指着林若曦的鼻子开嘛 清明少爷 再怎么说 大小姐也是丞相府的人 请您嘴下留情 知道某人是不会出面了 逐一头只能选择自律更生 搬出了丞相府 企图让清明就此罢手 果然 提到丞相府 这位嚣张的公子哥 倒是有了几分避讳 他猛地一挥袖袍 冷声道 哼 本公子是给二小姐面子 今日不与你们计较 说吧 他猛地扬起手中的马鞭 拍打着骏马 一路绝尘而去 只留下无数看客 对马车内无声无息的女人 投以各种鄙夷的目光 终于解决完这场突发性的事件 竹一头擦了擦脸上的冷汗 重新驾驶马车 朝着丞相府驶去 娘亲 为什么不让宝宝好好教训她 她迷回娘亲的名誉 灵小白对灵恶西方才阻止她的举动 分外不满 或许她还小 不明白那些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但是孩子永远是最单纯的 一个人的善恶 总能轻易地发现 自从进入了这座城池之后 外界的恶意 灵小白通通感觉得到 在她的眼里 灵恶西是天底下最完美的女人 怎么可以被人肆意羞辱 狗咬了你一口 难道你还要咬回去吗 灵恶西眉上一条 慵懒地斜靠在座椅上 似笑非笑地问道 她从来不喜欢与人斗嘴 比起这么费力的争斗 她更愿意将对方 直接送去见阎王 不过现在嘛 她暂时还不想 在没有见到敌人之前 暴露自己的底牌 一时的隐忍 只不过是为了在将来 厚积薄发 她是女人 不巧 正好是心眼极小的女人 所以说 那些羞辱过她的 统统会被她记在心里 是这样吗 灵小白歪着头 仔细想了想 觉得娘亲的话 似乎也有几分道理 如此一来 心里的怨气 倒是平息了很多 从头到尾 将母子俩对话 听在耳朵里的主意头 忍不住落下了 一滴豆腐大的汗珠 若是被清明少爷知道 她被大小姐比喻为 一只乱废的狗 恐怕事情就真的要闹大了 此时 丞相府 整个府邸被喜庆的海洋笼罩着 红筹漫天 无数宾客齐聚一堂 纷纷向老夫人送上鹤礼 丞相脱下朝服 换上一身暗紫色的名贵锦断 忙碌地招呼着宾客 如今 他可以说是全清朝野 一场简单的生辰 连皇室也派出了人来参加 文武百官纷纷到场 连不少世家也有出席 现场可谓是人山人海 且一个个身份尊贵 姨娘们被安排在女眷的位置中 与自己熟知的贵妇窃窃私语 以二小姐为首的府中晚辈 如数登场 不得不说 丞相府的基因似乎真的不错 至少这些年轻人 大多都是容颜顶尖 随便挑一个 也能称得上是一等一的美貌 二小姐道 小丝郑重其事的通传声 立马让院子里正在交谈的宾客 纷纷歇语 不少王孙公子抬头 注视着大门口的方向 希望能一睹这位京城第一美人的风采 早早赶到的清明 双眼放着狼光 像是被饿了许久的饿狼 闻到了肉腥味 随时会扑上去 咬上一口 一席夜地的水色流苏长裙 墨发披肩 只是一抹倩影 便已经让不少年轻儿郎 下意识吞咽了一口唾沫 明眸好齿 秋波暗送 一双妩媚的丹凤眼 尽显妖娆 二小姐凌雨寒 乃是二姨娘所出 一张绝色容颜 美得不可方物 院子里一片寂静 只有她徐徐走来的脚步声 空气里不知何时 有一股清香弥漫开来 也不知是这香太醉人 还是这美人太动人 众多公子哥看得是口干舌燥 只恨不得这二小姐能多看自己一眼 老夫人雍容华贵地坐在上手 身旁是精神百倍的丞相 女眷被安排在院子后方的大厅内 垂落的珠帘遮挡住了外界的窥视 只能隐隐约约看见一个模糊的轮廓 凌雨寒 风姿绰约地走到老夫人跟前 盈盈败下 流水长袖粘到地上 她勾唇一笑 那笑当真是风情万种 雨寒来迟 请奶奶千万别放在心上 知道你这丫头定是在悉心打扮 奶奶又怎么舍得怪罪你呢 快去入座吧 老夫人虽然是头发花白 但是胜在身子骨还算硬朗 拍拍凌雨寒的手 让她进入厅中坐下 凌雨寒悠然起身 抬脚走向正厅 她所走过的方向 莫不适掉落一地的痴心 绣花鞋刚刚踏上十阶 谁料微风轻浮 夜地的裙摆被风吹得飞扬 她手中的眷帕 莫得掉落下来 随风飘走 画面美丽的 让人几乎快要移不开眼睛 不少王孙公子纷纷伸出手 想要捞到那块井帕 却每每在即将触碰的时候 掏了个空 嗯 凌若熹刚走下马车 进入丞相府 迎面便是一抹白色的手绢飘来 她侧身避开 这一朵 劝怕就好似失去了支撑般 悠悠然掉落在了染尘的地板上 顿时 无数双无声指责的眼睛 齐刷刷地定格在她的身上 凌若熹忽然有种 她是不是做了什么 天怒人怨的事情的错觉 不然 为什么这帮人 要用这种眼神看她 凌小白偷偷地躲在她的身后 余光却不安分地 打亮着花园内的一切 将这些人的表情 尽收眼底 你是谁 丞相皱起眉头 面露一丝深思 似乎是在回想 凌若熹的身份 莫不是哪家的千金小姐 若是前身还在 知道她敬仰的父亲 已经连她的容貌 也再也记不得了 恐怕会伤心到死吧 凌若熹站在原地不动 嘴角擒着一抹 意味深长的浅笑 好似在等待着 丞相究竟什么时候 才能够认出她的身份来 不少人的目光 在她身上聚焦 看看她 再看看丞相 越看越觉得糊涂 这女人长得可真漂亮 比起二小姐 不遑多让啊 就是不知道 是哪家的千金呢 会不会是隐世的世家呀 敢问小姐 尊姓大名 可是哪家的千金呢 丞相站起身来 彬彬有礼地问道 全然没有留意到 跟随凌若熹进来的 竹一头 难看至极的脸色 她的老天爷呀 老爷居然忘记了大小姐吗 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询问她的身份 若是公开 老爷的面子怎么下得来呀 凌若熹最喜欢的 便是打脸这种事情 她恰到好处地露出了些许诧异 而后含笑道 我是凌若熹 凌若熹 无数惊恶的声音 从四面八方窜起 几乎没有人会相信 眼前这位美人 竟是六年前 失去清白的废物 二姨娘的脸色 顿时沉了下去 眼底闪过一丝怨毒 而同样站在石阶上 未曾入内的凌若熹 也猛地握紧了拳头 她居然真的回来了 丞相也在瞬间 脸色大变 错愕 惊讶 恼怒 凌若熹静静地站在原地 欣赏着她变幻不停的表情 很意外对吧 昔日被你亲自赶出 丞相府的女儿 今天终于回来了 她甚至感觉得到 这具身体残留下来的 那丝丝敬仰与崇拜之情 你是若熹 丞相脸上的表情 最终定格为喜悦 好似许久不见爱女的慈祥父亲 一路想跑着 冲到凌若熹的跟前 想要伸手去牵住她的手腕 却被她下意识地躲闪开去 凌若熹笑叶奄然 好似方才的动作 只是她的无心之举 除了凌小白 谁也不曾注意到 她脸上一傻而过的戒备 与厌恶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十二集 这男人的表情三分真 七分假 演技可谓是烂俗 一路上辛苦了 为父还以为你赶不回来了呢 丞相只字不提刚才的尴尬 直接打起了温情牌 希望没有让周围久等 凌若熹落落大方地冲众人笑着 在她身上 哪里还找得到昔日的懦弱 犹如一株傲梅独自盛放 快些入座吧 首宴就要开始了 丞相对她的改变显然十分满意 正想要指引她就坐 谁料 凌小白 却蹭得从凌若熹的身后 冒出一个脑袋来 那戳呆毛在风中摇曳 想让人不注意都难 大小姐 敢问你身后的 可是六年前的私生子 清明第一个站起身 脸上挂着嘲讽奚落的笑容 特地咬中私生子这三个字 她可没有忘记 方才凌若熹不愿意 接下凌语寒的手帕 任由其掉落在地上的事 如今 不过是想要帮对方出出气 私生子 凌若熹的眼眸一冷 浑身的气势 一瞬间变得锋利起来 好似一把尘封的宝刀 豁然出窍 对上她含力的眼神 清明不知为何 心底竟然升起了一股巨异 仿佛被死神盯上一般 浑身的寒毛 一根根的倒数 你盯着本少爷看做什么 难道是看上本少爷的俊美 妄想对本少爷无礼吗 她气急败坏地呵斥道 暗示凌若熹是个水性洋花的花痴女 她多年来在京师内 被人当作废物 众人对她的印象 仍旧停留在往日 此时 眼神更是多了几分鄙夷和不屑 那些碍眼的目光 直勾勾地盯着他们母子 像是在看什么脏东西似的 哎呀 清明公子这么一说 我才想起来 六年前 可不是阵林若熙不守妇导 与人在闺房中偷情 然后被捉了个现行吗 一些顽固公子哥急忙出声附和 尖锐的话语朝着林若熙扑去 有时候你什么都不做 偏偏会沦为所有人的眼中钉 肉中刺 昔日的林若熙 懦弱 卑微 无能 却偏偏拥有丞相府 狄亲血脉的名头 怎能不让人嫉妒 当初她出事 被人玷污了清白 又被丞相府所遗弃 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暗地里幸灾乐祸 线下的遭遇 与昔日的林若熙比起来 只不过是九牛一毛 大家别这么说 一声柔柔弱弱的声音 打断了众人的冷嘲热讽 林若寒挂着圣母般友善的微笑 阴若黄英出谷 分外美妙悦耳 姐姐她才回到京师 还请各位 卖雨含一个薄面 放过姐姐吧 莫要同她胡闹了 简简单单的胡闹二字 便将所有的嘲讽掩盖过去 林若熙的眉梢一窍 忽然间记起 貌似在她穿越的第一眼 在二姨娘身边出谋划策 企图杀了她的少女 应该就是眼前的这个白莲花一般的女子 端着这么一副柔弱可怜的样子 她真的不嫌累吗 杨青 我不讨厌她 她笑得好假 林小白指着林雨寒 低声说道 趴在她肩头的黑狼 吱吱吱地叫了几声 似乎也十分认同她的这番话 在场的修行者不少 林小白又没有特地降低分贝 话自然传入了他们的耳中 清明第一个坐不住 她自语是林雨寒身边的护花使者 哪里容得一个小小的孽种 讽刺自己心中完美的女神 当即道 你这个孽种 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见到长辈不值得叫人 简直毫无教养 丞相神色复杂地站在一旁 看着孤苦无依的凌若西母子 再看看盛气凌人的王孙公子 张了张嘴最终终是没有说出什么求情的话来 在座的每一人都是朝中权贵 世家公子 为了一个早已经为她遗弃的女儿 得罪他们 对丞相而言得不偿失 好在凌若西也没有指望她能替自己撑腰 将凌小白护在自己的身后 邪气地笑着 手指默得一弹 旋力化作指刀 破空而至 擦过清明的脸蛋 瞬间留下一道血痕 你 清明目光骇然 手指指指凌若西 那模样活像青天白日见到厉鬼一般 极为惊悚 她不是废物吗 怎么可能会有旋力 凌羽寒的心头一紧 看向凌若西的目光 多了几分审视与戒备 这个废物似乎变了不少 现场瞬间安静下来 所有人的目光 都在凌若西与清明之间来回打转 她方才的那一手 被不少人看在眼里 一些聪明人 已经有了几分计较 与一个幼灵的孩子计较 这便是你的教养吗 凌若西不屑地扯了扯嘴角 哼 若是这样 那我无话可说 另外 容我提醒你一句 一根手指指着别人的时候 另外四根手指 指的可是你自己 凌小白有了娘亲撑腰 立马朝清明做了个鬼脸 清明气得浑身发抖 绿街旋力顿时爆发 眼看着就要出手 今日是老身的寿臣 老身希望能和和气气地 过个生日 不知道诸位能否卖老身 一个薄面呢 老夫人冷不防的一句话 将原本剑拔弩张的气氛 诡异地化解掉 皱纹横生的面容 浮现出了一抹慈爱的浅笑 那笑容与灵若曦记忆中相差无几 若是丞相府内 除去娘亲外 对她最好的便是这位老夫人了 既然老夫人开口 清明自当领命 清明公子顺着台阶走了下来 坐下之后 还不忘抄灵若曦 投去一个威胁警告的眼神 灵若曦只当未曾看见 牵着小奶包的手 顶着来自四周的复杂眼神 准备前往正厅入座 有公子哥企图伸出脚扳倒她 让她丢脸于人前 但灵若曦启示六年前 任人欺负的主 全力覆盖在脚掌上 直勾勾地踩上对方的脚踝 只听见一声清脆的咔嚓声 那位公子哥 立马发出了悲痛欲绝的哀嚎 我的脚 明若曦冷冷地看了她一眼 抱歉 对于来路时 我向来不会留情 有了这样的前车之剑 还有谁敢轻易地对她使绊子 母子两人悠哉悠哉地走入正厅 挑开株连 迎接她们的是涂满了各色香味的女眷 一个个打扮得花之招展 好似被圈养在栅栏中的百花 正在争齐斗艳地开放 二姨娘 黏着一方手帕 遮盖住她那张楚楚动人的面容 调笑道 哎哟 若曦啊 你可回来了 快过来给我瞧瞧 这么多年没见 出落的倒是愈发水灵了 这话怎么听都似乎透着一股尖酸刻薄的意味 灵若曦依旧沉着着一张脸 周身冷气暴涨 她的沉默让二姨娘脸上亲切的笑容 难免变得有些僵硬 正当她气恼的时候 灵小白小跑着蹭到她面前 懦懦地说道 这位婆婆 你认识小爷的娘亲吗 婆婆 二姨娘整个人愈发不好 难道说 她这几年保养得不好 在小孩子的眼里 已经容身为婆婆辈的人了吗 她也不想想 按照辈分 灵小白这一声婆婆 似乎叫得并没有错 只不过是她自己想得太复杂了而已 宝宝真可爱 你叫什么名字啊 二姨娘努力洋装一副 友善热情的模样 弯下腰 想要抱灵小白 但这鬼灵精 却侧身一躲 让她扑了个空 姿势略显狼狈 三姨娘等人脸上 闪过一丝幸灾乐祸 嘴上却说 哎呀 姐姐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难道是这胶病又犯了 竟然两个孩子也抱不起来 要不 改日让老爷请大夫来瞧瞧 这分明是在讽刺二姨娘 年纪老迈 身子骨退化 林若曦在暗中 朝领小白 投去一个赞赏的眼神 对她成功挑起后宅内的争斗 格外满意 记忆里 这些女人以往没少在大夫人 也就是这具身体的娘亲面前 冷嘲热讽 前身的吃傻 如今看着她们窝里头 林若曦表示 她看戏看得挺开心的 悠然地在一旁的椅子上落座 自顾自地拿起筷子 准备冲击 呀 姐姐 这长辈还没动快 你怎么就心形吃上了 林若曦刚进屋 就看见林若曦的举动 急忙惊呼一声 因为我饿了 林若曦眼都没抬 理所当然的一句话 让林若曦顿时雨节 她还能说什么 这理由充分到了极致 她根本无从反驳 是吗 尴尬地笑了两声 她湿湿然 坐在二姨娘身边的空位上 一桌子的女眷 却是针尖对脉盲 气氛显得格外诡异 林小白半蹲在地上 趴在林若曦的膝盖上头 眨巴着眼睛 看着一桌子人明争暗斗 要么是二姨娘讽刺三姨娘 要么就是几个晚辈 说话含枪带棒 这对母子看戏看得津津有味 还时不时地在信里头点评几句 姐姐 今天是奶奶大寿 待会我们都得欣赏贺礼 不知道 你准备了什么 林雨寒的余光 瞥见一旁只顾着埋头吃饭的某女人 将炮口对准她 妄想祸水东引 给林若曦拉仇恨直 林若曦继续慢吞吞地咀嚼着嘴里的食物 丝毫没有要搭理她的意思 林雨寒的脸上笑容善善的 细长的睫毛轻轻扑闪 好似受到了什么天大的委屈 若曦 再怎么说 雨寒也是你妹妹 她关心你 你怎么可以对她的话 漠视到底呢 二姨娘哪里舍得自己的心甘宝贝 受尽委屈 赶紧拍着她的肩膀 无声地安慰着她的情绪 同时 也不忘斥责 林若曦几句 林小白最容不得 谁对她的娘亲不敬 立马可怜巴巴地开口 可是娘亲说过 食不言寝不语 食饭食不能说话的 这道理小爷都明白 大姐姐怎么不明白呢 三小姐林雨菲 顿时笑得花容失色 越看着林若曦母子俩 越发顺眼 正所谓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她向来和林雨寒不对盘 如今又多了一个大姐 若是能把她拉拢到自己这边 一起对付二姨娘她们 说不定是一桩好事 林若曦的转变 众人有目共睹 尤其是她方才对上清明时 露出的那一手 不可谓不让人惊讶 她已然不是昔日的废物 自然有人想要拉拢她 宝宝说得真棒 这有些人呢 自以为驾养得很好 却连这么一个浅显的道理也不明白 这话是在说谁 听者心知肚明 林若曦继续吃这碗里的食物 表示 对餐桌上的战争一无所知 一副双耳不闻窗外式的模样 三妹妹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而言呢 林雨寒抬起衣袖 噎了噎眼角 似是在擦着眼泪 林雨飞看着她这副柔弱无骨的样子 便来气 脸色自然也阴沉下来 诡异的气氛 一直持续到外面的宴会结束 重头戏正式开始 由众晚辈逐一向老夫人送上 他们精心准备的礼物 这可是出彩的绝好时机 林若曦将一屋子人的表情都看在眼里 什么话也没说 母亲 今天雨寒他们 可是特意为你准备了受礼 您要看看吗 丞相低声询问道 老夫人笑得合不拢嘴 哟 好好好 他们有心了 呈上来吧 顿时 无数双眼睛看向珠莲的方向 不知道 这第一个县里的人会是谁 林雨飞整理一下身上的衣衫 落落大方地站起身 从三爷娘的手里接过了一个锦盒 慢悠悠地走出正厅 奶奶 这是雨飞 花了不少心血 自己练制的养生丹 每日吃一颗 可以延年益寿 雨飞希望奶奶 长命百岁 年年有惊日 碎碎有惊张 她郑重其事地将手里的锦盒 递到老夫人跟前 檀香的盒子带着淡淡的香气 沁人心脾 老夫人将盒盖打开 看着里面晶莹剔透的白色药丸 脸上浮现出了一丝满意 嗯 不错 听你爹说 你的炼丹技术又有提升了 加油努力呀 奶奶我呀 可是很期待 这府里能够出一位顶级的炼丹师的 所谓的炼丹师与炼药师 虽然只有一字之差 但是两者却是完全不同的职业 身负旋力的修炼者 有些旋力卑微 但是却在其他方面颇有天赋 这也导致 除了战斗能力出众的一部分修行者 不少人开始朝着辅助职业发展 炼丹师是专程替世家 皇族 王孙贵族等身份超凡脱俗的贵人 炼制炎炎益寿 朱炎有术丹药的人 这些药丸的炼制极其复杂 每一味药剂都必须得用得恰到好处 不然根本无法研制出权贵们需要的丹药 而顶级的炼丹师 是无数权贵希望独占的 为了能够延长寿命 他们会特地将一些有天分的潜能的炼丹师 在年轻的时候买下来 只为一家炼制丹药 而炼药师 则是炼制修行者所需要的疗伤圣药 又或者是一些千奇百怪的灵药 一瓶顶级灵药 有势无价 千金难求 灵与飞得了赞赏 笑得格外得意 灵小白撇了撇嘴 嘀咕道 嗯 娘亲 你快看 她的尾巴要撬到天上去了 灵若曦夹起一块鸡肉 塞入她的嘴里 好好看着 别随便说话 灵小白特委屈地鼓起腮帮子 可偏偏这副让人心软的表情 灵若曦早就免疫了 将注意力重新投放到外面的花园中 看着丞相府的晚辈们 一个个奉上自己亲手准备的寿礼 越看她欲发双眼放光 这些东西 无一不是价值连城 或者是实用性颇高的 若是能弄过来 她的小金库又得添上一大笔银子 接下来 是雨晗的丫头 向娘亲贺收 我可是早就听说了 为了这份受礼 她最近 一直是不眠不休啊 丞相坐在高手 笑容满面地说道 提起灵若曼的时候 难掩心头的自豪 这个女儿是她的心头宝 不仅容貌绝艳 性子又好 而且极其讨人喜欢 不仅如此 她的修为也是女子中拔尖的 十六岁时 就已经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 提起她 丞相脸上也觉得分外有光 凌雨晗迈着莲花小布 从全厅走出 当她的身影出现在众人眼前时 抽气声 此起彼伏 娘亲 你觉不觉得 这些人 好像是沙漠里 磕了许久的野兽 忽然看见水源 表情这么猥琐 凌小白 扯扯凌若曦的衣袖 蹭到她的耳畔嘀咕 凌若曦只想问 猥琐这个词 她究竟是跟谁学会的 别乱说话 手掌趴的一下 拍在凌小白的后脑勺上 示意她闭嘴 乖乖地看着 奶奶 雨晗没什么特别的礼物 总觉得 奶奶什么也不缺 雨晗又非练诞诞诗 练钥诗 所以 只能秀一幅刺秀 来表达对奶奶的心意 灵雨晗 娇滴滴地说道 嗓音柔软动听 听得人心 都快要酥了 灵若曦微微打了个机灵 有些不太适应 这种弱不禁风的语调 灵小白 同样打了个寒颤 母子俩人的表情 出奇地同步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十三集 当那幅长约一米的刺绣 被展开时 人群内传出了好几声惊呼 那哪里是什么简单的刺绣 分明是一个女子的生平 从年轻时的如花似玉 到嫁给夫君后相夫教子 再到如今儿孙满堂 刺绣内的女主人翁是谁 已不用鸣言 老夫人看着看着 眼眶莫得红了一截 拍着灵雨晗的手 不停地点头 好 好啊 这是老身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了 辛苦你了孩子 二小姐真是晖之蓝心 仅能想到这样的合理 果真是聪慧啊 不仅人貌美 且有孝心 还如此聪慧 若谁能娶二小姐为妻 必定是一生的打心 无数赞美从王孙公子口中 络绎不绝地喷出 几乎快要将灵雨晗捧上神坛 站在一旁的灵雨飞 极度地双眼泛红 她怎么也没有想到 灵雨晗偷偷准备的 竟是这样的一份受礼 与之相比 她的丹药 岂不是落入了俗套吗 在无数的美誉中 灵雨晗依旧笑得矜持且美好 脸袋上露出恰到好处的红韵 整个人犹如徐徐盛开的莲花 分外娇艳 母亲 快别哭了 今天可是你的好日子 怎么能掉眼泪呢 丞相见老夫人眼眶湿润 赶紧劝慧道 轻轻替她拍背 安抚她的情绪 这人老了呀 难免有些怀念过去的日子 雨晗这丫头 是个好的 老夫人不停地称赞着 令雨晗的好 俨然忘记了 在她之前送上 贺礼的众多孙子孙女 对了 不知道千里迢迢赶回来的 大小姐 是否有准备贺礼 送给老夫人呢 正当场面 其乐融融的时候 清明冷不防的一句话 让所有人的注意力 统统转移到了厅内 唯一一个没有送上贺礼的孙女身上 林若西的眼眸微微闪了闪 对着屡次三番挑衅的清明 心里已经有了一丝薄怒 但是脸上却一丝不露 她悠悠然站起身 牵着林小白的手 挑脸走出 美艳绝伦的面容 引得不少的王孙公子 露出痴迷的目光 但是 看见她身旁的私生子的时候 又闪过一丝鄙夷 男人喜欢美丽的事物 已是司空见惯的事 只可惜 这位空有一副美貌 却作风低烈 又不是清白之身 哪里能入得了 这些自负尊贵的少年的眼 清明巨傲地笑着 依附坐等林若西出丑的架势 她就不信 这女人能送出什么 让人刮目相看的寿礼来 老夫人朝着林若西招招手 笑得尤为慈祥 老神知道 你这几年受了不少的苦 你能赶来啊 老神已经很开心了 送不送礼 老神不在乎 她可以不在乎 但是 这满满的宾客 却无法不在乎 身为丞相府 狄青的血脉 硕士连一件像样的礼物 也拿不出来 岂不是荒天下之大谬吗 硕士您不嫌弃 我的确 我的确准备了一份受礼 林若西缓和了一下脸上的冷意 勾唇一笑 那笑好似冰山在瞬间消融 算不上明艳动人 却又别有一番风情 老夫人连连点头 好 不嫌弃 老神啊 定不嫌弃 小白 来 向奶奶问啊 林若西扯了扯 林小白头顶上的呆毛 朝她挪动了一下下巴 示意她快点 拿出自己的拿手绝火 林小白嘴角一撇 心里虽然不太甘愿 但是 娘亲的命令 必须得服从 这个认知 早已经深入她的骨髓 故而 一双大眼睛 咕噜噜的一转 露出了足以秒杀 所有女子的可爱笑容 有模有样地 朝着老夫人拱手拜下 林小白 公主老奶奶 数比单身 身体一天比一天霸 笑容一天比一天多 授词算不上多华丽 却胜在质朴 配上那张甜甜的笑脸 让老夫人的心彻底融化 她弯下腰 一把将林小白揽入怀中 哎哟 这可是老生的祖孙儿啊 叫林小白是吗 真是可爱 老生很喜欢宝宝 林小白轻移地用脑袋 蹭了蹭她的胸口 一副求安慰 求温柔的模样 即便是对 林若曦分外厌恶的 林雨晗 也禁不住 被她的猛宠样子 给杀住 更别说 这满堂的宾客了 但是 偏偏总是有人不识趣 非要挑起一些波澜来 大小姐 这是你儿子的手里 可不是你的吧 清明似乎是要和林若曦 对干到底 再一次挑衅道 林若曦眼底一冷 眼底一抹心寒的杀意 迅速掠过 不知道没有赏金杀人 会不会太有失她的格调 不过 若是猎物是她的话 林若曦倒是不怎么介意 做一次亏本的买卖 洋洋得意的清明尚且不知 在某个女人的眼里 她已经与死亡挂上了钩 怎么 说不出话了 该不会堂堂大小姐 就想用一个孩子 来掩盖 拿不出寿里的囧态吧 清明猖狂地笑着 因为当今三王爷的缘故 她在权贵中得尽了推崇 难免会有些眼高于顶 若是林若曦还是六年前的 懦弱的少女 只怕早已经被她给吓坏了 只可惜 她今天撞上的是一尊杀神 她仰天长笑的声音 分外刺耳 林若曦的身影一闪 如同鬼魅般出现 她的眼前 手指在她的丹田处 用力一拍 清明吃痛地弯下腰 抱着自己的腹部 脸蛋迅速涨红成一片 似要杀人的目光 直勾勾地盯着 没事人似的女人 你 呱噪 云淡风轻的两个字 让整个花园内的空气 瞬间冰封 所有人都感觉到了一股 刺骨的冷意 林雨晗细细地眯起双眼 心头掀起惊涛骇浪 方才她的身法 速度快得 竟连自己也只能勉强看到一抹残影 六年不见 这废物的修为到底成长到了什么地步 拍拍手 林若曦不顾满堂木凳口袋的目光 望向上手的老夫人 我替您写一幅字当作贺礼 好吗 好 老夫人急忙点头 在暗中阻止了准备赫赤林若曦 莽撞行为的成像 府内的小司迅速搬来桌椅 摆上文房四宝 白色的宣纸在桌上铺开 用宴台压住边角 林若曦缓缓走向书桌 月牙白的衣妹 微微摇曳 墨发飞扬 林小白乖巧地窝在老夫人的怀中 偷偷地观望 有哪些人对他的娘亲 即将亲自提笔的行为不屑 然后默默地将对方的容貌记下 准备等到将来有机会 给他们一个终生难忘的教训 手指轻轻压住袖口 林若曦弯下腰 从笔筒中挑选出一支毛笔 站上笔墨提笔集书 洋洋洒洒地写下了一首诗词 落笔苍境有力 笔风更是洒脱中 透着些许灵力 不失锋芒 林家门四代同堂 儿孙齐家享伦长 年年今朝多人盼 数时华诞惹人望 大把光阴纯酒香 破字一幅当笑赏 待到墨自宁节 林若曦捧着宣旨 走到老夫人的面前 将鹤里递到她的手中 希望您喜欢 这是你做的 老夫人这下子可是真的惊讶了 若说修为可以提升 但是她在府中这么多年 从未研读过任何诗经 古轮 怎会有如此才学 这六年中在她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林若曦微微汗手 我没有准备别的 只有一份宝礼 还妄笑呢 老夫人怎会嫌弃 此时做得工整 押韵 且寓意吉祥 她欢喜得爱不释手 立马差人找出最好的工匠 制造框架 要挂在卧室内 日日夜夜看着 盯着 娘亲真棒 林小白笑嘻嘻地朝着林若曦竖起拇指 她就知道 自己的娘亲是无所不能的 此事一出 原本还想挑刺的王孙公子 莫不适垂下头去 他们现在只想知道 世人口中所说的废物 当真是眼前满腹才华 伸手出众的大小姐吗 若是此女是废物 天底下可还有天才 还有才女 清明捂住吃痛的腹部 俊朗非凡的面容 此刻已经彻底扭曲成一片 林若曦的出彩 让她的李子面子 通通掉到了地上 察觉到来自四面八方的 奚落的目光 她面容一红 恶狠狠地瞪了 那大出风透的女子一眼 狼狈地离去 寿宴之后 老夫人特地将林若曦叫到身边 苦口婆心地说道 孩子 六年前的事都已经过去了 如今老神希望你能回来 到底是一家人呢 哪有隔夜的仇啊 你还是丞相府的大小姐 还是老神狄青的血脉 她这是在替林若曦证明 有了丞相府大小姐的名头 即便有人重伤她 也得掂量掂量她的后台 林若曦却对着天大的好事 无动于衷 她从不相信 世上有无缘无故的好 以前这老夫人 虽说也很照顾前身 但是对待晚辈 一直以来都是一碗水端平的 可是今天 她表现出的偏爱 却是有目共睹 为什么 老夫人似是看出她的心思 无奈地叹息道 唉 六年前 是你爹做错了 若非她冲动之下 做出那样的决定 你娘也不会 唉 至今仍旧没有找回她的尸体啊 老神一想到这件事 这颗心啊 就难受得紧 如今你回来了 老神只希望能弥补你 当然了 宝宝也可以回到丞相府 做丞相府的第一个小孙少爷 林小白咧嘴一笑 只是傻乎乎地冲着她卖萌 没有说好 也没有说不好 我今日得罪了不少人 林若曦语气平平 话里根本听不出 她的心情究竟如何 老夫人顿时失笑 这有什么呀 丞相府是你永远的后盾 不怕我玷污了相府的威名吗 她再度问道 心底已经浮现出了一丝戒备 怕什么呀 你身上留着相府血脉 这是事实 更何况 老神相信 你不会这么做的 这里也是你的家呀 老夫人说得极其笃定 似料准林若曦 不会让丞相府的名声 遭到破坏 好 我愿意回来 短暂的深思熟虑之后 林若曦终是点头 愿意回到成相府 恢复狄亲大小姐的身份 因回来得太过匆忙 她原本居住的院罗 长时间无人打扫 早已经荒废掉 根本不能住人 二姨娘掌管后院的 各项大小事物 听说林若曦要回府 强撑着笑 在老夫人面前 冲着林若曦连声贺喜 而后 特地指了后院一处较为僻静的院子 作为她歇息的地方 那里位于成相府的北面角落 距离正厅 距离甚远 像是被孤立在一旁一般 但是院子里 却是景色极美 避水清池 繁花景簇 一棵长青的垂柳树 静静地助力在池边 林小白欢呼一声 扭着林若曦 要她答应下定下这个院子 林若曦根本不在意远离人群 在落日城的时候 她挑选的宅院 不也是位于繁华集市很远的地方吗 不过 她心里很清楚 二姨娘的做法 只是害怕自己争宠 抢走了属于她女儿的疼爱 冷脸送走了二姨娘 林若曦这才慵懒地 坐在房间的软榻上 活动活动筋骨 林小白羞地脱掉脚上的虎头鞋 跳上八仙架子床 在上面翻来覆去地滚了好几圈 啊 好软 好舒服 别发出如此淫荡的叫声 林若曦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大友 她再不听话 就要采取暴力手段的架势 吓得林小白急忙捂住了自己的嘴 不敢再发出任何的声响 林若曦的手指敲击着肘边的暗机 眉心紧锁 老夫人如此殷勤地想要她留下 究竟是为了什么 她不否认 对这位记忆中还算友善的老夫人有些许好感 但是 这并不代表 她因此失去了引以为傲的戒备心 一个人无缘无故大放善心 必定有所图谋 就是不知道 这位老夫人是在图什么了 娘亲 你在想什么 告诉我好不好 林小白安静了一会儿 实在是无法按捺住内心的躁动 不说话 她真的会死的 在想 怎么把你的嘴给缝上 林若曦美好气地说道 娘亲 你太暴力了 孝心将来嫁不出去 林小白被她吓得脸色一白 指着她叫嚷道 没关系 不是还有你吗 我嫁不出去 你总能娶一个媳妇进门 将来多一个女儿 我也不需要孤独中老 论口才 十个林小白加起来 也不是一个林若曦的对手 她只能艳艳地垂下脑袋 为自己扎一般的战斗力默哀 在床榻上打坐了一夜 林若曦的精神极好 内伤已经开始逐渐复原 她发现 原本窄小的筋脉 经过这一次重创之后 似乎有了扩大的迹象 旋律流动的速度 比起以前更是快了不少 这样下去 用不了多久 她的实力 必将再上一层楼 娘亲娘去 外面有人送银子来了 林小白 登登登地 从屋外小跑着进来 双眼放光 拖着林若曦 就往外走 送银子这种好事 她绝对不会错过 哎哟 没想到 跟着娘亲 不仅包吃包住 还包送银子 这样一想 她就忍不住 发出了极其猥琐的笑声 最后 这笑声 彻底消失在 林若曦的拳头之下 捂着痴疼的脑袋 林小白乖巧地 跟在她身边 走出了院落 三姨娘正指挥着下人 将一箱箱 装满瓷具摆设的木箱子 往林若曦暂住的院子里 抬了进去 哎呀 若曦 你怎么起得这么早 她笑得花枝招展 与林若曦寒暄着 你起得也不晚 林若曦敷衍道 余光却一直尾随 在那些木箱子身上 大清早地给自己送礼 脑子被门夹了 这些东西 是老夫人特地给你添置的 我呢 就讨了个好差事 帮忙送了过来 你看看还缺什么 尽管说 虽然这后院 是姐姐当家做主 但说说话 我这个做三娘的 还是能够做到 三姨娘不着痕迹地 给二姨娘上眼药 企图挑起林若曦 对二姨娘的不满 只可惜 她这句话说了 和没说 几乎没有什么了样 林若曦还是那副 温吞微笑的表情 似是没有听懂 算了 你待会儿啊 记得到前厅来 同大家用午膳 我就先走了 有事儿 你只管差人来 我院子里找我便是 三姨娘讨了个没趣 自个儿给自个儿 找了个台阶 顺势走了下去 等到箱子 全部抬入了房间 她便带着一大帮下人 浩浩荡荡地离开了 杨青 这人是来做什么呢 林小白一脸茫然 扯了扯林若曦的衣袖 低声问道 找虐的 林若曦随口说道 大清早就来挑拨离间 不是找虐是什么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十四集 母子俩并肩走入房中 林小白立马蹭到了箱子前 将木箱子全部打开 看着里面装载的 众多精美摆设 哈喇子险些 从嘴角低落下来 杨青 要不咱们篡位吧 把他们统统给赶走 独占这里 然后就可以死存 所有的财产了 林小白被这些值钱的东西 拖低了智商 口不择言地说道 林若曦白了她一眼 你可以算算 掌管这么大的府邸 每月需要开支多少工钱 嗯 这么算起来 似乎挺不划算的 还是算了吧 林小白掰了掰手指 果断地摇头 打消了刚才的想法 娘亲 这些东西要怎么掰 拿出来摆上吗 粉嘟嘟的手指指着箱子里的物品 她双眼放着狼光 童童收起来 将来或许还可以拿去当铺 换成银子 林若曦直接了当地说道 丝毫不认为这样的想法 有什么不对 送给她了 不就是她的所有物吗 如何支配 如何使用 都是她一个人的事 再说了 这些东西再美 能美得过白花花的银子吗 好 娘亲正聪明 林小白蹭到她的怀中 朝着她的脸蛋 羞地亲吻了下去 湿大大的唾液 让林若曦深恶痛绝 忍不住又是一个暴力 重重地敲在她的脑门上 我说过很多次了 别在我的身上留下唾沫 你是要我采用暴力手段 才能记得住吗 林小白立马捂住自己的屁股 小腿不住地朝后退去 不是 娘亲 宝宝知道错了 就知道卖萌 林若曦使劲揉了揉她的脑袋 而后 开始监督林小白进行身体锻炼 母子俩在这幽静的小天地内 过得有声有色 丝毫没有任何的不适应 另一头 以启程赶回云族的云景臣一行人 慢悠悠地在山路上前进 云陵与云旭坐在马车的甲板上 挥动着手里的鞭子 一只信鸽从苍穹上飞下 窜入车厢 停靠在云景臣的膝盖上 小家伙 终于来了 他邪魅地一笑 伸手摘掉信鸽脚上的信件 上面是他派去的人 暗中传来的消息 余悠的笑声 从他的红唇中吐出 云景臣的心情瞬间大好 没想到这女人竟还是个财貌双全的财女 倒是本尊低看了她 云灵偷偷竖起耳朵 听着马车内的动静 当听见这番话时 她的面容顿时意冷 少主嘴里的女人 难不成是灵若曦 云景臣丝毫不知道 车外正有一名女子 因为她的一句话 大吃飞醋 仔仔细细地将信件上面的内容 来回看了好几遍 又仔细品读了一番 出自某个女人笔下的诗词 她精致妖孽的脸庞 染上了几分真实的笑意 轻轻地将信件上的褶皱处 用手指附纸屏 然后小心翼翼地折叠好 收入怀中 闭上眼睛 慵懒地靠着车厢 嘴里轻轻哼着欢快的曲子 云旭在听到那熟悉的曲调 忍不住嘴角一抽 如果她没有记错的话 这似乎是上次少主去青楼的时候 花魁姑娘用琵琶弹奏奏的曲子吧 正午时分 猎羊高挂在枝头 灵小白气喘吁吁地趴在院子的青池边上 整个人湿漉漉的 一身热汗 黑狼早就跳到一边 紧防自己被她的汗水给打湿 轻轻地吐着舌头 舔湿着身上的黑色棕毛 灵若西换上干净的暗紫色长衫 从房间里走出 却在靠近壁池的时候 眼眸默地一冷 猛地转过头去 看向院子一旁的灰墙 神色晦暗不明 如果她刚才没有感觉错 那里应该有人在偷窥 娘亲 宝宝好累 明明说好今天只做五千次会到的 结果你好残忍地给宝宝多加了一千次 宝宝现在需要安慰 灵小白贪软地平躺在地上 头顶的那戳呆毛 似乎也失去了活力 艳艳地耸了下来 灵若西嘴角微微一抽 安慰 只不过是挥刀六千次 你就累成这样 还说什么保护娘亲 嗯 尾音危险地上扬 熟悉的语调 让灵小白下意识地打了个机灵 赶紧从地上爬起来 舔着脸讨好的笑道 人家只是随口说说 人家说过 长大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娘亲 绝不会食言的 这是她从小就定下的伟大愿望 将来总有一天 她会保护好自己的娘亲 再也不要让娘亲因为她受伤 灵若西冷冽的眼眸 不自觉地放揉了几分 手掌用力地揉了揉她的脑袋 我期待着 不过在此之前 你还是老老实实地被我操练到死吧 抱着必死的觉悟 将来才能有所作为 是 灵小白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声 进去换衣服 我们准备上战场了 灵若西收回手掌 沉声吩咐的 灵小白双眼一亮 抓起地上正在晒太阳的黑狼 冲入房间 用最快的速度更换好衣物 粉嘟嘟的小脸 还残留着剧烈运动后的潮红 看上去好似浮娃 甚是可爱 走吧 灵若西牵起她的小手 朝着正厅的方向缓慢地步行而去 一路上不断遇到府内的下人 有些是熟悉的面孔 有些是陌生的面孔 她就是大小姐啊 看上去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啊 你别看她现在这么风光 她以前呀 可是彻头彻底的废物 她身边的孩子 好可爱啊 那可是私生子 源源不断从暗处传来的议论声 让灵若西浑身的冷意 再次下降 尤其是听到 那一声声私生子的称呼 她恨不得将这些八卦的下人 通通抹杀掉 但好在蠢蠢欲动的杀意 被理智克制着 没有失控 灵小白反手紧握住她的手指 裂开嘴 笑得分外灿烂 娘亲别生气 宝宝不在乎啊 即使只有五岁大 但是 这并不代表灵小白 不明白私生子是什么意思 可是 她却从不觉得 有什么不好 她有天底下最好的娘亲 她已经很满足了 看着儿子脸上 干净清澈的笑页 凌若西心头暴涨的杀意 略微缓和了几分 只是在暗中记下了那几个 嚼舌根的下人的容貌 准备给她们一点教训 让她们知道 有些人 不是她们该议论的 母子俩慢吞吞地抵达前厅时 宽敞的大厅内 已经是众人齐聚 四房姨娘带着自己的儿女 坐在两侧 丞相坐在上手 正悠然地品尝着手里的茶水 听到脚步声 众人纷纷抬起头来 看向她们母子俩 来了 丞相略显严肃地开口 嗯 凌若西淡默地应了一声 丝毫没有面对父亲 该有的欺倪和熟络 凌小白低垂着脑袋 数着地上的蚂蚁 没有得到娘亲的命令 她绝不会开口 努力装着哑巴 这些人 兴许你不太认识 二姨娘 你给若西介绍介绍 莫要连家里有几口人 也不记得 丞相沉声吩咐道 二姨娘娇笑着点头应下 顺着她下手的位置 挨个给若西介绍 除去三房姨娘 若西还有六名兄弟姐妹 她是其中年纪最长的大姐 而后是二小姐凌与寒 三小姐凌与妃 四弟凌末 五弟凌然 六弟不足三个月大的奶娃娃 看到还在强宝中的六弟 凌若西诡异地将丞相 从头到脚地打量了一通 实在很难想象 她居然还能老当义壮 让四姨娘诞下儿子 丞相丝毫没有弄明白 凌若西那一眼究竟是什么意思 只是被她那双夜空般深邃的毛子盯着 有些不太自在 她握拳在唇边轻壳一声 随后吩咐开席 席间 三位姨娘恨不得把整个人 粘在她的身上 又是夹菜 又是亲手成汤 看得凌若西嘴角直抽 若是换作年轻的小情侣 她还能自然接受 但是眼前的四个人 可是到了儿立之年啊 画面实在是缺少美感 你的儿子是叫凌小白 丞相吃过午膳 突然瞥见坐在凌若西身旁 乖巧可爱的小奶包 难得地放软了脸上的神色 低声问道 瞬间 众人的注意力 统统集中在了凌小白的身上 似乎在评估 她是否会成为 丞相的新头宝 在这宅院之中 争夺丞相的宠爱 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习惯 以至于 凌若西这个外来者 便被当作头号敌人 嗯 她淡默地点了点头 并没有因为丞相的询问 产生任何激动的情绪 那一夜后有的 丞相再度问道 原本对凌小白的第一印象还不错 但是 一想到六年前的事 她心里头便有些个应了 那件事 让她成为大臣们 闲谈时的笑柄 整整一年 才勉强摆脱 走到哪里都被指指点点的处境 凌若西眉头一簇 冷声道 当年的事 我忘了 她不愿意在小白面前说太多 有关于那一夜的事 更何况 或许是前身 对那段记忆太过抗拒 以至于 根本没有留下什么东西给她 所幸 凌若西也没有要找那个男人负责的想法 自己带着个球 一样活到了现在 想到那一夜 凌若西的脑子里 不经意地闪过一抹火红的人影 神色微微一僵 立马将她的身影 从脑海里拍飞 纵然她与小白有着什么密切的关系 也不关她的事 丞相被她这不冷不热的一句话 给赌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她膝下的儿女 哪一个不是乖巧听话的 谁敢公然挑衅反抗她 若西啊 对你爹说话必须得有礼貌 别把外面不三不四的东西 带到府里来 或许是见丞相的脸色有些难看 二姨娘便沉声提点道 凌小白狠狠地磨了磨牙 开始琢磨 要不要在晚上 偷偷给这女人下药 让她欺负她娘亲 对啊 才怎么说 你将来也是要嫁给三王爷的人 要做当今的三王妃 可别到时候丢了咱们相府的脸啊 四姨娘娇滴滴地说道 一双狐狸眼闪烁着怨毒和仇恨 她是在大夫人雪芹死后才被抬进府的 听说是因为她的嘴唇像极了曾经的大夫人 以至于飞上枝头 仅仅仅是冲着这一点 她便对凌若曦这个大夫人的亲生女儿颇为怨恨 自然是抓住这个机会就开始冷嘲热讽 凌若曦手臂微微一顿 放下筷子 浅薄的眼皮缓缓抬起 三王爷 传说中的未婚夫 难道你不记得了吗 三王爷 与你自幼定下了娃娃亲 你娘还在世时 这段姻缘就定下了 丞相一板一眼地解释道 在提起大夫人的时候 她的眼底闪过了一丝沉痛 凌若曦的眼眸微微闪了闪 倒是没有多说什么 只要知道了对方的身份 其他的情报 她多的是手段弄到手 晚膳结束之后 凌若曦没有多呆 牵着小奶包的手 朝着自己的院落里走去 娘亲 那个叫三王爷的人 有钱吗 凌小白眨巴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懦懦地问道 你是想说 若是她有钱 就让我嫁给她 对不对 凌若曦用力地吸了口气 对自己拥有这么一个成天想方设法 希望把自己嫁给一个有钱人的儿子 默默地在心底落下泪来 心思被自己的娘亲猜中 凌小白有些难为情地揉了揉自己的鼻尖 人家只不过是在替娘亲的未来着想 你想想看 若是娘亲要嫁人 对方肯定得要有钱 最好相貌不错 陪得上娘亲 然后呢 没有孩子 宝宝才不希望有人来和宝宝抢娘亲呢 最重要的是 对方一定要短命 这样才能有助于你得到银子 对吧 凌若曦几乎连猜都不用猜 就知道她接下来的话 这番话 这小子又不是头一回说了 上次是云族的什么少主 这次是三王爷 林小白 你能不能想点别的有意义的事啊 嗯 凌若曦伸出手 用力地揪住 她软绵绵的耳朵 往卧房里拽起 凌小白疼得直跳脚 娘亲快松手啊 小爷的耳朵要掉了 哼 掉了更好 省得你成天听些不该听的 记些不该记的 话虽如此 但是她到底还是放轻了手上的力度 害怕不小心 真的弄伤了自己儿子 黑狼老早在凌若曦打算动手的时候 及时跳开 站在花园里 朝着凌小白泪流满面的背影 默默地挥了挥爪子 希望她一路走好 很快 房间里便传出某儿子痛苦哀嚎的声音 黑狼见怪不怪地用爪子按住自己的耳朵 避免魔音的骚扰 自打被少主打发来跟着这么一个奶娃娃之后 黑狼或许别的没有什么长进 但是 唯独这颗心脏 被锻炼得出奇强大 入夜 灵小白的眼角还挂着几滴泪珠 嘴里不停地吐着小泡泡 睡得香甜 灵若曦从打坐中醒来 双眸锐利如刀 越过大开的窗户 看着窗外漆黑的夜色 薄唇划过了一抹森冷的笑 下一秒 房间内狂风大作 他的身影已然消失在了屋内 蜷缩在小奶包怀中的黑狼 警觉地睁开眼睛 看着融入夜色的人影 默默地替自己的保姆命哀悼 小心翼翼地钻出奶娃娃的怀抱 羞的一声追赶上去 黑色的残影在空中划过 似一道幻影 飞出丞相府的高墙 几个起落之后 在一家花楼的瓦片上停下 没过多久 被两名青楼女子簇拥着的公子哥 面带微醺醺 亮亮腔腔地从楼里走出 身上名贵的锦断裹身 临走时 还不忘向女子索要相吻 而后 跌跌撞撞地爬上马背 挥舞着手里的鞭子 一路绝尘而去 凌若曦凉凉地冷笑一声 飞身跟上 当马儿歪歪斜斜地 钻入一条暗像的时候 她手中的匕首 豁然出窍 寒光乍现 一瞬间 便割破了对方的喉咙 血如泉涌 清明恶然地瞪大双眼 左手吃力地捂住正在喷血的脖梗 哼 下辈子投胎 记得把这张嘴缝上 抛下这么一句冰冷肃杀的话语 凌若曦静静地站在巷子的阴影处 冷眼看着她彻底断了气 这才满意地笑开了 她说过的 任何一个胆敢侮辱她宝贝儿子的人 她通通不会放过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十五集 看西看了这么久 你是自己出来 还是让我请你出来 忽然 她的眼眸一冷 沉声说道 揉砸了旋律的嗓音 犹如一道惊雷 乍响在暗中人的耳边 呼吸明显加重 显然 没有料到自己的行踪 竟被对方掌握在手里 一路从关道跟踪到京师 又埋伏在我的院子外面 意欲何为 嗯 手腕轻轻摇晃着 泛着森白光芒的匕首 在幽暗的暗像里 看上去格外害人 知道自己的行踪已经暴露 潜伏在黑暗中的男人 慢吞吞地现出了真身 你是谁 凌若曦找遍了记忆中的每一个人 依旧没有找到眼前这人相关的讯息 她绝对不认识她 抱歉 无可奋告 我对你并无恶意 男子穿着一身黑漆漆的夜行衣 相貌平凡并不出众 属于丢到人群里 立马就会被淹没的类型 但是凌若曦却在她的身上嗅到了 与她同样的浓郁深沉的血腥味 那是只有双手沾染了无数鲜血的人 才会特有的气息 哼 我大概知道是谁派你来的了 凌若曦心思一转 便已经有了猜测 除了那个无聊到极点的红衣男子 还会有谁 暗中派人一路尾随自己 她让你来监视我的吗 还是让你寻找机会 带走我的儿子 话音刚落 她身上散发的杀意瞬间暴涨 整个人犹如一只野兽 而眼前的男人 则是她盯上的猎物 蓄势待发 男人微微一愣 摇头道 主子只让属下保护您和小少爷的安全 保护 凌若曦不屑地扯了扯嘴角 哼 回去告诉她 我不需要她的保护 我的儿子也同样不需要 她的宝贝 她自然会亲手保护好 何须外人来插手 这 男人有些犹豫 按照少主的个性 若是得知自己不仅暴露了行踪 还貌似得罪了未来的少主夫人 恐怕回去之后 她不会有好果子吃的 要么死 要么滚 二选一 凌若曦可没有那么多的耐心 给出了两个选择 按照内疯狂肆虐的杀意 浓郁地让男人心头发凉 她深知这个女人是多么的认真 一咬牙终是飞身离去 选择了滚蛋 哼 托管贤婿的男人 想到这一路来 暗中被对方秘密解决掉的杀手 明若曦别扭地重骂一句 随后便消失在了巷子中 第二天 白雾笼罩了整个京师 大清早 挑着扁担准备摆摊的小贩 在巷子口发现了清明的尸体 朝廷重臣之子 三王爷的好友 竟在深夜被人暗杀 这个消息 引起了皇城内的轰动 人人自危 是谁 究竟是谁 居然残忍地杀害了老夫的儿子 兵部尚书哭得不能自已 看着被抬回府的尸体 心痛如刀脚 他老来得子 一生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如今 却遭到歹人的毒手 白发人送黑发人 他的心里的愤怒 怎能用言语来形容 歹徒必定是高手 皆平级不低 而且擅长暗杀术 武座在仔细验尸之后 给出了结论 少爷是被一击必杀 没有做任何的反抗 显然 对方不是临时起义 而是有所欲谋 老夫不想管这些 老夫只要抓住凶手 用他的头颅 血迹我而在天之灵 兵部尚书哀嚎 在宅院上方久久不散 惊得栖息在灰墙上的鸟 纷纷展翅 而此时 引起这一连串骚动 动荡的罪魁祸首 正在院子里 和自己的儿子斗嘴 过着悠哉悠哉的小日子 云族山脚 奢华的马车 刚要进山之际 车厢内忽然传出一声 邪似的声音 且停下 有人来了 云旭和云灵当即戒备 云族的入口 是龙华大陆的绝密 除了本族人 几乎无人得知 若是有人尾随他们 发现了进入云族的入口 他们万死难辞其咎 少主 来人几乎是不眠不休 日夜兼程 才终于追上了云景臣三人 身上依旧穿戴那夜的夜行衣 额头上隐隐有热汗落下 他单膝跪地 惶惶不安地禀报道 云十一 有夫少主所托 被他发现了 这个他指的是谁 连云旭与云灵都能猜到 不怪你 云景臣似乎并不意外 以他的警觉 发现你只是时间的问题 少主 所以您是故意的吗 您知不知道 属下差点死在那个女人的手里 云十一不停地在心里编排 满腹委屈 他可又说什么 云景臣慵懒地靠在车厢里 火红的衣衫裹身 胸口的衣襟微微敞开 露出春色盎然的胸口 白皙的肌肤犹如羊汁 柔嫩润滑 让人恨不得扑上去狠狠地咬上一口 云十一吞吞吐吐地说道 他说不需要属下的保护 让属下滚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云景臣笑得死死地抱住肚子 彻底破功 即使是跟随他多年的云旭兄妹 也未曾见到过 他如此开怀的模样 不愧是他 这种话 也只有他胆敢说出口 真不知道该说这女人胆大 还是说他狂妄 世人巴不得有云族的死士在旁守护 独独只有他 将这天大的好事当作麻烦 避之不及 可是他越是这么抗拒 云景臣就越想要捉弄他 想要接近他的念头 就愈发地加深 既然他已经说了 你就回祖里 自行领罚 云景臣倒也没有为难云十一 爽快地说道 是 云十一长长地松了口气 他原本以为 这次不会轻易过关的 没想到 只是回到祖里领罚 比起肉体的责罚 他更惧怕少主层出不穷的整人手段 对了 既然他不喜欢你跟随 那就派云十二去 云十一离去的背影猛的一顿 忽然间 有些同情云十二这个木头疙瘩 摊上这种任务 他大概会崩溃的吧 回了 云景臣解决完暗卫的事 低声吩咐的 很快 等他解决完祖里的钥匙 他便去经理寻她 这么一个让他富有强烈兴趣的女人 他可舍不得轻易放过 正在房间里修炼的林若曦 莫名其妙地打了个喷嚏 他睁开眼睛 神色略显古怪 自从修炼旋力之后 他生病的次数屈指可数 怎么会好端端地 在这炎热的初夏 无缘无故地打喷嚏呢 娘亲 干了没有 我不好累 林小白悠怨的祈求声 从院子里传来 他正以荆棘独立的姿势 站在壁池中央的一颗石头上 享受着日光暴晒的销魂感觉 双手伸平 身体有些摇摇晃晃 看上去 随时有掉到池子里的可能 但每每在危机关头 他又总会惊险地逃开 真让人替他捏一把冷汗 你的平衡力还不够 还要继续加强 训练起儿子来 林恶西的脸上 再不见了平时的眉心眉肺 换上了一种 足以称之为冷酷的表情 看着灵小白的时候 眼里再没有任何 为人母者该有的温情 只剩下浓浓的眼力 就像是在教导自己学生的教官 可是 宝宝已经足足占了快两个时辰了 灵小白越说越委屈 嘴巴一扁 快要落下泪来 一滴眼泪多加一个时辰 你若是想哭 大可哭个够 灵若西毫不留情地说道 灵小白以她的亲身经验保证 娘亲从不拿这种事开玩笑 即使双腿麻木地 仿佛不再是她自己的 但是 从头到尾 灵小白也没有叫过一声痛 一声苦 顶多只是发发牢骚 灵若西看在眼里 心里说不自豪那是不可能的 只是这话 绝不能告诉灵小白 不然她的尾巴 必定会翘上天去 等到灵小白终于从壁池内 结束坎坷的锻炼时 整个人近乎虚脱地 倒在一旁的地上 连动一根手指的力量也没有 姐姐 院子外 忽然传来灵雨寒 柔弱清脆的声音 灵若西浑身的气息瞬间收回 仿佛 方才那个可怕冷酷的女人 从来都没有出现过 她用脚尖戳戳了戳地上装死的儿子 指了指房间 示意 她立马圆润地滚进去 灵小白慢吞吞地从地上爬起来 又慢吞吞地挪步到房间中 只是短短数步的路程 却仿佛耗尽了她的心力 有事 灵若西直接堵在通往院落的 拱行院门前 挑眉问道 神色波澜不惊 丝毫察觉不到 她的真实情绪 灵雨寒略显难为情地开口 是这样的 今天下午 在护国寺的后花园 你们小姐将去参加一次赏花会 姐姐你第一次回到京师 自然不能错过了 我是特地想来 邀请你一起去的 第一次回京师 灵若西莫名地觉得 这几个字有些意味深长 好似在暗示着她 只是一个从偏远地方来的小人物 这种贬低旁人 抬高自己的手段 灵若西十岁的时候 就不会再使用了 抱歉 我还有事 她毫不犹豫地 果断回绝了灵雨寒的邀请 正所谓 厌无好厌 她怎么可能牺牲掉自己 却成全别人的优越感呢 灵雨寒很少被人当面拒绝 而且还是一点也没有考虑余地的那一种 她的自尊心让她根本无法接受 绝艳俏丽的脸蛋 有一瞬间的扭曲 而后又恢复了那一张楚楚可怜的表情 好似被人给欺负了似的 看够了没有 灵若西返回房间 一把揪主正趴在窗台上 随时关心事情进展的儿子 看够了看够了 戏都已经散场了 宝宝也看得差不多了 灵小白一副 我很乖 很听话的表情 下次不要再这么做 很危险 懂吗 若是陌生人 察觉到有人跟踪 又恰巧是心狠手辣之人 灵小白的举动 很容易造成可怕的后果 见灵若西说得十分严重 灵小白重重点头 将这句话记录在脑子里 将来准备放入娘亲的语录中 娘亲 她到底和你说了什么 你怎么把人家弄哭了呢 灵小白歪着脑袋 奇怪地问道 她的内线比较发达 就和你的一样 说哭就能哭 灵若西伸出食指 戳了戳灵小白的脑门 用最简单 最直白的方式向她解释 灵语寒柔肉面具下的虚伪 灵小白仔细一想 断食双眼一亮 啊 原来她也是想用掉筋豆子的方法 拨起娘亲的注意力 灵若西嘴里的茶水全数喷出 见鬼似的 看着自己语出惊人的儿子 感情 她每次哭泣 都是为了吸引自己的注意力 要不要这么可爱啊 灵若西一把将儿子抱入怀中 使劲地揉捏了几下 直到揉得灵小白连连呼通 才肯罢手 下午时分 灵语寒带着两名丫鬟 以及身负玄力的当职侍卫 城上停在府外的马车 准备前往护国寺 参加赏花会 灵语飞也随后跟上 京师里 时常有这样的聚会 大多邀请的 都是名门望族的子嗣 不少王孙公子都会参加 据说 今天的赏花会 三王爷也会前来 灵语寒想到那俊美非凡的王爷 忍不住脸红心跳 他始终不明白 为什么最优秀的自己 不是三王爷的未婚妻 反而是处处不如他的灵若西 自打小时候第一次在皇宫里 见到三王爷 他便情根深重 一心一意地爱慕着他 关注着他 六年前事情发生后 他曾一度欢喜 那个废物终于不再纠缠王爷了 可是谁会想到 六年后的今天 他居然再度现身京师 而且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变得光芒万丈 这让灵语寒有种恐慌感 他害怕 惶恐 自己倾慕的男子 会对这个未婚妻心动 只有这件事 他绝不能妥协 俏丽的脸蛋因为嫉妒 生生扭曲着 好似地狱里的罗刹 分外恐怖 北宁国三王爷 奉一谈 生来容颜俊美 且身份高贵 是不少规格女子心目中 想要嫁的完美夫婿 他文韬武略 样样精通 不仅如此 据说连旋力修为 也已经是出神入化 跨入拦接 乃是年轻一辈中的领军人物 抵达护国寺 潭香鸟鸟 庄严的寺庙安静地坐落在 皇城外的深山之中 百步拂云梯 从山脚一路铺展着大殿 巍峨的石狮子 在大殿外的两侧 整齐地排列着 好似一尊尊守护神 守护着这清零 雄伟的大殿 不少女眷已经抵达寺庙 正在里面虔诚地叩拜 祈福 明雨寒的到来 让不少王孙公子双眼一亮 恨不得立即贴到她的身边去 与她多交谈几句 护国寺的后花园 种着大片大片的紫罗兰 阳光下 花儿茂盛 且繁花如锦 让人赏心悦目 灵雨寒与灵雨飞 扬装出姐妹和睦的模样 游走在人群之中 直到一顶软轿 从石梯上缓缓而来 众人纷纷歇语 匍匐叩拜 参见丧王爷 轿帘被一只白皙的手臂 轻轻挑起 一身金贵的华服 宽秀斩腰 墨发高竖的男子 从轿子上走下来 剑眉心目的容颜 完美的好似上帝 最得意的杰作 紧断加身 他身上自然流露出的高贵与霸气 让在场无数女子心醉 明雨寒痴痴地看着前方的男子 心跳快如雷鼓 几乎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都起来吧 凤一潭随意地挥挥手 暗雅磁性的嗓音 透着一股冷硬 众人这才起身 围绕在他身旁 与他时不时地攀谈几句 不知何时 话题竟转变到了他的未婚妻 刚回到京师的林若曦身上 不少曾去参加老夫人大寿的王孙公子 纷纷向凤一潭诉说着当时的情况 有人对凌若曦的才智分外推崇 有人却对他未婚先孕的行径格外不屑 凌与霏满脸鄙夷地说道 就算她是才女又能怎么样 还不是带着一个偷油瓶 这种女人哪里配得上王爷啊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十六集 凤一潭狭长的黑眸危险地眯起 听着他们逐字逐句地诉说着他所谓的未婚妻 深邃的黑眸里闪过一丝不屑 此等败坏门风的女子 本王可要不起 未婚先孕 她究竟有何颜面狗回事上 哼 本王可没有喜当爹的念头 凌与霏咯咯咯地无嘴笑出声来 纵然她与凌若曦没有什么瓜葛 更没有夙愿 但是她却不想亲眼见到她嫁给三王爷 那个女人根本配不上她 三妹 三妹 不管怎么样 她毕竟是我们的姐姐 凌与霞低声斥责一句 对凌与霏落井下石的举动有些不满 约翰 你别替她说话 若是没有你们告诉本王 本王尚且不知 她竟是如此货色 凤与霞不屑地开口 甚至连提起凌若曦的名字 也觉得厌恶 可是 王爷 凌与霞欲言又止 将为姐姐担忧的姿态 表演得淋漓尽致 在场不少人被她的善良与单纯俘获 只有凌与霏作弊上官 像是看侯戏似的 看着凌与霞笼落人心 你啊 就是太心善了 这样的女子 别说是嫁给本王为妃 就算是给本王提携 她也不配 凤与霞越想 心里越觉得窝火 这门亲事 本是她娘与丞相府大夫人 私自定下的 两人曾是至江好友 又同时怀有身孕 便许诺 若是此胎为同性 便结拜为兄弟 若是一男一女 便定下娃娃妻 但是谁会想到 大夫人生下的女婴 是个文不能 武不行的废物 凤一坛自幼光芒万丈 旋力天赋高的世间少有 却因为这样一个未婚妻 没少被皇室的兄弟耻笑 即使未曾见过凌若曦 但对她的印象却始终不好 如今 在听到这么多人 说她如何张扬跋扈 败坏门风 凤一坛更是在心里 对她厌恶几分 匆匆结束赏花会 她立即成交 赶赴皇宫 凌若曦根本不知 自己的妹妹在外面 如何败坏她的名声 不过即便她知道 或许也不会放在心上 深夜 相府北面僻静的角落 大院灯火通明 凌若曦正在院中 以长袋为武器 赤手其武 舞姿优美 婀娜 却又带着一股灵力的杀意 挥舞而出的白色长筹 在她的手上 仿佛被赋予了生命 每一次凌空飞起 便会卷起地上的落叶翻飞 凌小白坐在屋外的门槛上 双手支撑着脑袋 痴迷地看着正在翩翩起舞的亲娘 好棒 娘亲跳得好棒 一舞结束 凌小白急忙鼓掌叫好 既然很棒 不觉得该意思意思吗 凌若曦收回长筹 拇指并食指朝着凌小白搓了搓 小奶包的嘴角一撇 眼看着快要哭了 娘亲 爸爸没钱 你以为不说我就不知道 你藏在包袱里的家当 我知道了一清二楚 你是想让我自己找呢 还是老老实实地交出来 嗯 威胁 这是赤裸裸的威胁 可偏偏 凌小白还真的拿她没有办法 肉疼地从衣袖里 掏出一点点碎银子 放在掌心 挣扎了许久之后 这才慢吞吞地伸出 却在半路猛地收了回去 只不过是五两银子 却好像是要了她的命 凌若曦的眉梢微微一挑 只觉得这样的儿子 可爱到让她想要狠狠地揉力 快点 是爷们就大大方方地拿出来 我可没教过你 抠门这种事 凌若曦冷声低吼一声 吓得凌小白身体一抖 羞地将银子扔到她的怀中 眼眶迅速红了一圈 好似受了天大的委屈 就知道欺负我 你就会欺负我 粉嘟嘟的小手直指着凌若曦的鼻尖 一想到自己被讹走的银子 凌小白的心就揪腾成了一团 你啊 要不打个商量 若是你愿意每天多加一炷香的时间锻炼 我每天给你一两银子 如何 凌若曦丝毫不觉得 这个提议有些不太公正 她给予凌小白的任务量 完全是按照曾经杀手组织 用来训练儿童的训练表 多加一炷香的时间 绝对会累死人的 凌小白纠结着小脸 囧在了一起 但是最终 想要银子的执念 占据了上风 她一咬牙 答应了下来 那就从今晚开始吧 蹲马步两个小时 领一炷香 这么快 难道娘亲不给宝宝一个 适应的时间吗 会死人的 一定会死人的 这样的任务量 绝对会死人的 凌小白忽然间很后悔 没有坚守住自己的底线 为了一两银子 出卖了自己的身体 凌若曦白了她一眼 刚才你考虑的时间 不是已经适应过了吗 还有这种说法 凌小白算是 彻头彻尾的明白了 自己的亲娘 那就是一只挖坑给人跳的狼 腹黑 无情 第二天 天刚蒙蒙亮 凌若曦刚想将自己的儿子 从温暖的被窝里拽出来 但是 谁会想到 她居然死死的不松手 愣是要扯着她的衣袖 黑狼已经习惯了小奶包 每天把她当作宠物 抱在怀里熟睡的样子 暖和的被窝被人用力地抓开 凌小白猛地蹭上去 张开嘴 用力一咬 凌若曦盯着铜镜里 人下额上明显的齿印 脑袋上挂满了一条条的黑线 这孩子是属狗的吗 她轻轻地揉了揉受伤的部位 用伤药擦拭了几下 直到确定 痕迹淡化到几乎看不清之后 这才满意地站起身来 正打算出去走走 谁料 二姨娘身边的贴身丫鬟 急匆匆地从院子外进来 她见到凌若曦 扑通一声跪道 二姨娘让奴婢前来通知大小姐 您的未婚夫来了 请大小姐到前天一续 哦 凌若曦有始至终 都在摩擦着脸部的伤口 而她的儿子 则是安安静静地趴在地上 和黑狼玩干瞪眼的游戏 大小姐 丫鬟一脸地茫然 不明白 未婚夫已经登门拜访 为什么大小姐还能这么镇定 难道说 是傻病没有治好 所以需要她详细解释吗 其实 大小姐 未婚夫妻的关系 是没有成亲的一男一女定下关系 将来将会在一起 所以呢 凌若曦放下手 终于回应了丫鬟的话 但这话说和不说有啥分别 所以 什么所以 丫鬟被她问得晕头转向 无论她如何劝说 似乎凌若曦 都没有要去见凤一谈的想法 始终沉默一对 自从知道所谓的未婚夫的名字之后 凌若曦便在府内悄悄收集 所有有关于她的讯息 无论是在现代 还是在古代 永远不缺嘴碎八卦的奴才 通过仆人的嘴 她几乎也在心里勾勒出了凤一谈的模样 或许长得一观楚楚 但是脱掉衣服 立马变成禽兽 虽然身份尊贵 乃是北宁国的三王爷 却极度喜欢流年轻楼 与不少女子有过暧昧往来 最重要的是 对方和她都对这桩婚事不满意 完全就是从小被绑在一起的节奏 这种种马 她凌若曦要来做什么 洗干净送给她 她还嫌脏 更何况她根本不适合做小白的继父 她来了 与我何干 凌若曦微微地抬起眼皮 眸光好似一红死水 波澜不惊 丫鬟说不出话来 也找不到任何的理由反驳 只能兴兴地攻身离去 抵达丞相府已有半个时辰 凤一谈却连凌若曦的面也没有见到 除了不停在她对面 宠她暗送秋波的灵雨飞之外 就只剩下端庄贤淑 又如同兔子般可爱柔弱的灵雨寒 丞相稳坐在椅子上 时不时神色焦虑地看向厅外 可等了这么久 凌若曦连挑影子也不曾出现 凤一谈的个性 绝不是富有耐心的 她脸上的黑沉之气逐渐扩散 显然已经到了快要爆发的边缘 前去请凌若曦的丫鬟 匆忙地从外面跑了进来 长长地喘了几口气 老爷 大小姐 大小姐都不肯来 你没告诉她 三王爷在此吗 丞相皱眉问道 原本以为 凌若曦是个听话的 但是 她万万没有想到 平日里不出事 不耍个性的凌若曦 竟然开始耍个性 连堂堂王爷大家光临 也不露面 丫鬟浑身一抖 感觉到从老爷身上 散发出来的压迫感 小心翼翼地咽了一口唾沫 奴婢说了 大小姐 还是不肯来 她怀疑 大小姐还是以前的大小姐 不然 为什么会听不懂她的话 甚至 连未婚夫的面 也不肯见上一面呢 要知道 这位王爷 可是无数女子 心中完美的附近啊 放肆 她以为这里是什么地方 岂容她耍性子 丞相动了肝火 整张脸气得通红 凌若曦的不露面 根本是把她的颜面 往地上扔 这让她的老脸没处放 凤义坛冷冷地勾起嘴角 也罢 既然大小姐不肯见本王 本王也不必强求 真以为她是个什么货色吗 居然闭门不见 丞相张了张嘴 想要解释 却被凤义坛一个立眼 给震在原地 本王此番前来 只是想向丞相大人提出退婚 这是修书 从今往后 本王与贵府大小姐 男婚女嫁 各不相干 凤义坛从怀中 掏出了一封 早已经写好的修书 扔到丞相的脚下 随后 挥动秀柏 阴沉着一张脸 扬长而去 她从未吃过闭门羹 如今却在一个废物面前 体验了一把被人拒绝的滋味 心中自然窝着一团火 不顾身后丞相大声地挽留 头也不回地走出大宅 该死 她究竟在搞什么鬼 得罪了三王爷 这下如何是好 丞相气急败坏地 拍着椅子的扶手 恨不得 立马把林若曦揪出来 揍上一顿 林雨晗柔柔弱弱地开口 爹爹 依女儿已见 恐怕三王爷早就打算好了 请来送上修书 不论姐姐她见或不见 情况都不会有任何改变的 丞相如何不明白这个道理 他面色颓败地跌坐在椅子上 长叹了一口气 哎 这个逆女 六年前 给本相惹出祸事 如今六年后 本相以为她怪巧了 懂事了 没想到 还是劣性不改啊 林雨晗与林雨菲 纷纷垂下头 也不接话 但是心里 却暗自偷笑 一个未婚先孕的女子 如何配得上 身份尊贵的三王爷 退婚 本就是在情理之中 三王爷奉一潭 亲自赶赴城相府 奉上修书 不愿娶林若曦 为妻的消息 当天便在皇城内 传得沸沸扬扬 无数百姓拍手叫好 在他们眼中看来 这文不能武不行的林若曦 怎么配得上 文武双全的三王爷 更何况 她还有一个私生子 丞相白日上朝 被几个朝臣联手奚落 回府之后 脸色难看至极 她气势汹汹地前往北院 准备找林若曦算账 说到底 这件事与她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她有始至终 甚至连面都不曾露一面 全是凤一潭自发的行为 但是 丞相得罪不起对方 只能将怒火 撒在林若曦的头上 碰的一声 将房门踹开 看着正抱着小奶包 坐在书桌上 教她提笔写字的女儿 她勉强按捺住心头的怒火 沉声道 把孩子放下 随我出来 她这是来找自己秋后算账的 凌若曦心头顿时了然 拍了拍凌小白的脑袋 起身走出房间 明媚的阳光从头顶洒落下来 整个院子沐浴在这金灿灿的光韵之中 丞相双手背在身后 一脸怒柔 凌若曦眼观鼻 鼻观心 愣是没有看她一眼 沉默地站在后方 你可知道 现在外面都在传什么 丞相终是没有忍住气 怒声质问道 她不敢回头去看她这个女儿 因为她害怕 会失控地教训她 凌若曦冷冷地扯了扯嘴角 不知 你昨日闭门不见 三王爷地上修书 他修了你 你懂吗 丞相默然转身 手指颤抖地指指着她的鼻尖 咆哮道 她本是一介文官 如今竟被气得浑身发抖 可想而知 凤一潭的退婚之事 对她而言有多么难以接受 若是能与皇室联姻 丞相府必定会成为皇亲国戚 可是线下 这婚约竟作了废 她又一次沦为无数人眼中的笑柄 这口恶气 丞相怎么可能忍得下去 懂 凌若曦依旧是那副雷打不动的弹幕模样 一身平稳的气息 没有一丝混乱 放一潭退婚 在她的预料之中 即便她不这么做 她也会写出修书 不过是先后的问题 至于名声 那种毫无实质作用的东西 凌若曦从未放在眼里过 她此生在乎的 只有凌小白一个 至于其他人根本入不了她的眼 你就这么不在乎是不是 丞相气得双眼发红 你可知道 被人退婚 对你的名声 对丞相府的名声 有多大的影响 你想让我如何做 凌若曦淡默地反问道 将皮球踢给了丞相 很想听听看 他认为他应当怎么去做 哭哭啼啼地到三王爷的府上请求 还是一头撞死 丞相顿时雨节 事已至此 他还能要求他怎么做 罢了 罢了 丞相终时任命 三王爷说得对 你配不上他 即使勉强嫁过去 也使会让王爷跟着蒙羞 凌若曦的眼眸一冷 这番话 若是被前身听见 不知道该有多么心痛 他的父亲 在这种情况下 关心的不是身为女儿的心情 而是在替内人说话 他表示完全无法理解 丞相的言行举止 若是有人胆敢如此欺辱他的小白 即便是灭其满门 他也要替小白出了这口恶气 道不同 不相为谋 这几日 你给我在府里安分守己 莫要再闹出任何事情来 懂吗 丞相冷声警告道 随后迈开脚步 离开了北院 凌若曦悠悠地叹了口气 貌似他从不曾主动招惹过谁 是那些人自己欠仇 非要往他的跟前窜 他能怎么办 娘亲 刚才他说 那什么王爷不要你了 对不对 明小白一直在旁侧偷听 略显不安地从原住后窜了出来 扯扯凌若曦的衣摆 低声问道 对啊 娘亲现在只有小白了 明若曦弯下腰 将儿子从地上抱起 即便被抛弃 在他的身上 也难以找出任何一丝 低迷与失落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十七集 明小白哇哇大叫两声 挥舞着拳头 愤愤不平地开口 哼 男人没眼光 没牺牲水平 无法了解娘亲的美 错过娘亲 他一定会悔恨终身的 此时 没人知道 凌小白一语成衬 看着替自己打抱不平的儿子 凌若曦的心软得一叹糊涂 对 这世上一条腿的蛤蟆 或许难找 但是两条腿的男人 遍地都是 娘亲没有必要为了一棵树 放弃整片森林 没错 等小爷以后长大 一定要给娘亲找一个 有钱有势 有巨美的相公 凌小白咯咯地笑着 他毕生的愿望 便是寻找一个靠山后爹爹 凌若曦嘴角猛地一抽 你别拿这种事当梦想 娘亲嫁不嫁人 无所谓 重要的东西 他已经得到 以别无他求 才不要呢 宝宝就是要娘亲嫁人 做天底下最幸福的新娘 凌小白大声叫嚷道 一双小鹿般水汪汪的大眼睛 闪烁着近乎笃定的坚决 与其思考娘亲的人生大事 我们是不是应该来谈谈 今天的修行 凌若曦将话题转开 不愿再围绕自己嫁人 这件事情上 闻言 凌小白脸色顿时一按 苦着一张脸 娘亲 宝宝不要 看在宝宝这么听话的分上 今天的锻炼就别要了吧 他真的不想连做梦 也在昼夜不停地修行啊 凌若曦丝毫没有理会她的叫嚣 无比残忍地摇头 从嘴唇里缓缓地吐出两个字 不行 入夜 二姨娘的房间内灯火通明 凌宇涵正向自己的娘亲 说着外面的流言 说到兴起处 她笑得花枝招展 好不得已 如今 凌若曦的名声 比起六年前 更是臭不可闻 所有人都在传 她是三王爷不要的破鞋 是未嫁先孕 又被修的可怜女人 是扫把星 无数人等着看她的笑话 哼 她以为得到了老夫人的疼爱 就能在府里立足 重新在京师站稳脚跟 她行吗 二姨娘阴侧侧地笑了两声 语调里 竟是对凌若曦的不屑与鄙视 以为在外面磨练了六年 就可以回府 拿回属于她的一切 做她的相府大小姐 那也得问问我同不同意 凌宇涵勾成一笑 哼 娘 现在三王爷 已经和这废物退婚了 那我是不是就能 不急 二姨娘摇摇头 现下她对那废物颇多怨言 你只需要慢慢接近 与王爷 在暗中培养感情 还怕她不娶你吗 现在最重要的 是让你爹 将这废物重新赶出相府 绝不能让她有翻身的机会 凌若曦毕竟有着相府正统的血统 出生正房 若是一招得宠 恐怕将再也没有他们这些二房三房的地位 凌宇涵暗暗点头 对二姨娘的话奉为圣旨 对了 她和那野种 在北院过得怎样 二姨娘一边玩弄着细长的豆蔻手指 一边低声问道 凌宇涵眉头一簇 此时的她 哪里还有平日的柔弱 哼 他们母子俩过得 倒是舒服 哼 不用理会他们 这外面的流言 足以让这对母子 在精深没有立足之地 过几日我带你入宫 你到时候好好打扮一番 务必要比其他几房庶女更加出彩 你可是为娘最应以为傲的女儿 知道吗 二姨娘轻轻拍了拍 凌宇涵的肩头 柔声说道 谁也没有看见 屋外一只小仓鼠 默默地顺着墙角 消失了行踪 京师的传言 愈演愈烈 云十二刚奉命在暗中 保护凌若西母子的安全 就撞上这种事情 脑袋拧成了一滩浆糊 完全不明白应该怎么办 只能飞鸽传书 将京师内的情况 一五一十地告知云景晨 砰 静密无声的书房内 突然传出了一声 惊天巨响 云旭仓皇之间冲入房间 只见某人身下的椅子 竟然化作了一粒粒尘埃 他心头一惊 恶然地看着一身煞气的少主 多少年了 少主这副雷霆震怒的模样 又多少年不曾出现了 少主 云旭心惊肉跳地唤了一声 好 很好 北宁国三王爷 真真是好硬的 云景晨阴沉着一张脸 话几乎是从牙齿缝里硬生生地挤出来的 冷硬 速杀 北宁国三王爷 云旭心头 本尊竟然不知 这女人居然遭遇到这种事 此等流言 对于一个女子而言 是何等的厉害 何等的凶猛 未婚先孕 未嫁先休 她那般决绝的个性 可能容忍下来 一想到那个让她分外在意的女子 云景晨便无法对手中的情报视而不见 泛白的手指紧紧地捏住手中的信件 牙关紧咬 吩咐下去 本尊今晚便要出谷 什么 云旭此刻是真的愣住了 少主要出谷 他不是才刚回来一日吗 那二少爷那边 云旭欲言又止 虽然不清楚发生了何事 但是天底下能够牵动少爷情绪的人并不多 尤其是此人 还是云族外的存在 对方的身份已是呼之欲出 亦是半可 他还翻不起什么风浪 云旭 你留在族里 密切留意他的一举一动 本尊去去就会 说吧 身影跃出窗户 化作一抹残影 迅速消失在了乌银的夜幕之中 徒留云旭一人 看着这满屋子的狼藉 除了苦笑 竟不知道还能摆出怎样的表情 云景臣将体内的旋律运转到了极致 速度快的 肉眼几乎只能看见他的衣摆 夜凉如水 丞相府内此刻灯火巨熄 一抹人影如同闪电 自支押之上飞速掠过 少主 那儿便是林小姐的房间 云十二躲藏在暗中 指了指北院的方向 沉生说道 连他自己也颇为意外 这书信才传回去多久 少主居然从云族出来 出现在他眼前 难道说 少主当真这么在意这位林小姐吗 想到林若曦的身边 与少主如出一辙的孩子 云十二瞬间挠不出 自家少爷与丞相府大小姐 不得不说的两三事 早在某人踏入院子时 本该熟睡的林若曦 就已经睁开了那双 寒潭般冷冽的眼眸 翻身从床榻上坐起 手掌一伸 凌空将外袍吸走 披在肩头 少主 灯溪了 云十二愕然地瞧着 烛光熄灭的房间 低声提醒道 云景臣吻耳一笑 这女人只怕已经发现了她的行踪吧 该说不愧是她吗 这世上 能够察觉到她的踪影的 除了神级以上的高手 再无几人 区区一个拦截的修行者 怎能不让她刮目相看 手臂轻轻一挥 视意云十二退下 整了整长山的衣领 身影轻如飞燕 一瞬间便已经落入了院中 冷清的月光 从苍穹之上垂落下来 只影婆娑 满地清灰 窝在灵小白怀里的黑狼 睁开了小眼睛 轻轻地眨了眨 这股味道 是少主来了 哼 不请自来 视为贼 没想到你的主子 竟也有做良上君子的癖好 灵若曦不屑地白了黑狼一眼 狠烈的眼神 让黑狼下意识缩了缩身体 闭上眼睛 继续挺湿 她真的不明白 世上女子千千万 为何少主就偏偏看上了这么一个 毫无女性特征可言的女人呢 这么可爱的自己 成天被她威胁 警告 这女人不仅心狠手辣 还一点爱心都没有 与少主根本就不相配 灵若曦虽然猜不到 黑狼心里在想些什么 但是 她那副眼不见心不烦的模样 却是显而易见的 她没有和这小家伙计较 屏住呼吸 将周身的气息全部敛去 引入黑暗中 一个大活人 仿佛在瞬间 从房间里消失了一样 根本无法察觉到她的位置 袁景晨抬起脚步 一步一步 极其缓慢地朝着卧室逼近 绅士地停在屋外 抬起手 刚要敲门 手指却在碰到房门的时候 忽然顿住 眉梢轻轻一挑 一抹邪气 染上了眉梢 如果她没有估算错 以这个女人的个性 早就知道她的到来 却没有先下手为强 该不会是在里面 设置了什么陷阱 等着她上钩吧 虽说只是短暂的几次交手 但是 云景晨已经把 林若曦的个性 摸清了几成 练艳光滑的黑眸 微微转了转 也好 让她看看 这女人到底打算 如何对付她 紫杰的玄气 悄然运转 速手推开大门 咻 左侧一道静风传来 左脚围轴 身体九十度旋转 优雅的侧身 避开了黑暗中的雷霆一击 夹杂着淡蓝色玄气的刀刃 几乎是贴着她的面颊划过的 云景晨摇摇头 嘴里嘖嘖两声 不行啊 对待千里迢迢赶来看望你的人 怎么可以如此粗鲁呢 夜机不中 林若曦再度隐匿于黑暗之中 仿佛与空气融为了一体 视野兽祖 根本无法察觉到 她究竟身在何处 这是暗杀 云景晨微微眯起眼睛来 到时对林若曦又高看了几分 听说丞相府大小姐 从小闻不能 武不行 但在本尊眼里 传说中的废物 不过是蒙了晨的珍珠 糊弄了诗人 林若曦丝毫没有因为她的赞许 而感到荣幸 甚至连面色也不曾变化一下 视线犹如雷达 从上到下将她整个人扫拭一圈 想要寻找到她的破绽 她仅仅只是随意地站在门口 周身尽是空隙 却又仿佛让人无从下手 本尊当真是好心好意 前来探望你 何苦如此对待本尊 本尊可是会伤心的 云景臣故作悲痛地捧住自己的胸口 甚至挤弄着眼睛 像是要弄出几滴眼泪出来 凌若曦的嘴角微微一抽 在她弯腰的瞬间再度逼上 那凌厉的风声 以及犹如食指的杀意 让云景臣在第一时间 找到了她袭来的方位 左手凌空抬起 食指在空中轻轻一滑 一个透明的保护罩 将她整个人包围在其中 这种情形 凌若曦是第二次碰见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 这次她索性丢掉匕首 一拳狠狠地砸在罩子上 嗡的一声 罩子发出了细微的震动 一瞬间的漏洞被她抓住 左脚在地面上一蹬 右脚凌空踹出 直逼云景臣的胸口 唉 这样可不行啊 温热的手掌将她的脚踝紧紧地握住 看似轻巧 但是力量却大的凌若曦 无法摆脱 更无法挣扎 吵死 一咬牙 抱着脚踝折断的危险 身体在空中180度地旋转 左脚离地而起 云景臣不愿让她受伤 当即松开手 谁料 凌若曦的左脚已然击出 狠狠地撞在她的肩头 呼的一声 整个人因为惯性朝后飞去 从门外的灰廊落入院中 落地时 竟然退了三四步 才勉强站稳 少主 云十二心头一惊 急忙失下了一个结界 立马现身 站在了云景臣的身旁 一双夹杂着怒火 与杀意的毛子 狠狠地瞪着漆黑屋子里的凌若曦 若是眼神可以杀人 大概她早就死了无数次了 本尊无碍 云景臣随意地活动活动 瘦窗的肩膀 除去最初时的疼痛之后 现在已与平常无异 满足了吗 伤到本尊 你高兴吗 大半夜的 有何指教 凌若曦 凌若曦丝毫没有要回答她问题的想法 抬脚走出房间 一袭白色的卸衣 尖头披着一件黑色的青球外袍 长发用银色发带高高竖起 面上不失粉黛 却别有一番天然的美丽与冷窍 别这么戒备 本尊不过是听说了一些事 所以特意来看看你 好在 你没有因为外面的流言 一个人躲在屋子里哭鼻子 早知道 本尊又何苦跑这一趟呢 袁景臣故作无奈地叹了口气 似乎很遗憾 凌若曦没有第一时间 扑到自己的怀中 寻求安慰这件事 寻常女子遇到这种事情 难道不都是会扑上来 在她身上寻找安全感吗 哪有人刀剑想想的 凌若曦无动于衷 站在门槛后 从头到脚 又从脚到头 仔仔细细地 将这位红衣男子审视了数遍 而后才道 看起来 我下手似乎太轻了些 大胆 袁十二岂容他如此低看自己的少主 当即呵斥道 袁景臣反而害怕地 搓了搓自己的胳膊 哎哟 本尊真的好怕呀 万一你下次下了重手 本尊不幸惨死了 你要怎么办 越说越无耻 凌若曦已经领教到了 人之剑 则无敌这句话 深吸了口气 平复下内心的躁动 与郁闷 冷冷地下了逐客令 既然没事 我还要休息 恕不远送 不论他是为何而来 如今 他和他根本没有一战之力 再说他身边还有一个人 两人联手 怎么看都是自己吃亏 凌若曦用最快的速度 分析了眼前的情况 又选择出了最佳的可能 打消了与云景臣 疏死搏斗的想法 手掌一踪 匕首滑入袖口 以此来表示他的放弃 但是 云景臣分明看见 他眼里澎湃的战意 那是想要打败强者的眼神 那般无畏 那般决绝 心头不禁微微一动 好似有什么东西 正在心窝里滋掌 发芽 你先退下 他逆了一眼一旁 对凌若曦怒目相视的 云十二一眼 哑声吩咐道 云十二不太情愿 唯恐凌若曦对他不利 安心 十个他加起来 也不是本尊的对手 这话说得云淡风轻 他仅仅只是在陈述事实 可是 落在凌若曦的耳中 却和挑衅没有什么差别 英挺的眉头猛地皱紧 他开始盘算 没有任何利益的驱使 是否要杀了他 虽然几率低到 可以直接忽视 但是 他也有冲动 想要试一试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十八集 喂喂喂 别对着本尊放杀气 好吗 本尊不习惯有人在背后算计 一抹红色的虚影 莫得一闪 下一秒 他整个人已经出现在 凌若曦的身旁 温热的呼吸 喷溅在他的耳垂上 酥酥麻麻的 像是有一条细微的电流 袭击过他的每一寸血液 每一寸肌肤 惹得他的背脊一僵 本能地抬起手肘 朝后挥去 啪的一声 手掌在空中 牢牢地握住他的手臂 云景臣邪魅地笑着摇头 你还真是无时无刻不在防范呢 松手 凌若曦身上冷意横生 杀气不要命地朝外放 整个院子里狂风大作 本尊真的很想知道 一个足不出户的千金小姐 究竟经历了什么 竟拥有这么可怕的杀气 云景臣哪里会被这点阵势给吓唬到 反而得寸进尺地贴近他的耳畔 下颚几乎放轻靠在他的肩头 狭长的眼眸 妩媚如妖 却又不带一丝女气 妖孽 林若曦冷声咒骂道 好在他的意志里坚定非常 不然绝对会被他这一瞬间的风情给吸引住 细微的睫毛微微扑闪 遮挡住了那双流光溢彩的黑眸中滑过的微光 云景臣笑得愈发妖娆 一只手臂从他的身后伸出 轻轻地搂住他迎迎一握的腰肢 这男人是在找死 林若曦的眼底冷光暴涨 身体被他紧紧地固定住 动弹不得 脖子朝后一扬 冲着他的脑门狠狠地撞去 云景臣口中发出一声惊讶的呼声 立即松开手 手掌挡住他的脑勺 借力在空中旋转一周 安然飘落下来 本尊算是看明白了 你这女人根本就是战斗的疯子 擒住他的四肢居然还能反击 不得不说 林若曦的反应 彻底勾起了他的兴趣 你究竟想要做什么 自知不是他的对手 林若曦冷冷地逼问道 毫不掩饰对他的不欢迎 云十二隐匿在暗中 虽然身影用肉眼无法窥视道 但是 林若曦却能轻易地分辨出他的位置 那是身为杀手 早已经嵌入骨子里的本能 来看看你啊 云景臣说得极其理所当然 甚至还无辜地冲着林若曦眨把眼睛 些许魅惑的气息 从他的身上散发出来 林若曦一个字也不相信 沉默地站在原地 如同一尊门神 挡住了通往卧室的唯一去路 唉 难得本尊说一次实话 你居然这么不捧场 这让本尊伤心呢 云景臣失落地垂下头 冷清的月光下 他精致完美的脸蛋 透着些许的暗色 林若曦朝天翻了个白眼 而后才道 不管你是为何而来 小白我是绝对不会放手 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吧 听说近几日 京城内流言四起 云景臣随口将话题转开 说到了正事上 深邃如浩海的眼眸 紧紧地凝视着他 只可惜 从他的脸上 他丝毫看不出任何情绪 只有一派冷漠 那又如何 与你何干 凌若曦击笑着反问道 你是来看我笑话的 本尊像是那么没有人性的人吗 云景臣貌似纯良地问了一句 本尊可是特地来安慰你的 就算不灵情 至少也对本尊稍微好一点 我不需要 安慰 那是属于弱者的东西 对他没有任何作用 不论是上辈子 还是这辈子 凌若曦只知道 人流血不流泪 只有弱者 才会有眼泪这种廉价 而又无用的东西 他的固执与倔强 以及那一身的傲然 让云景臣哑然失笑 摇摇头 千里迢迢从村里赶过来 他怎么就忘记了 这个女人从来不需要 任何人的同情与帮助 即使实力微小 却有着一颗属于强者的心 那些流言又怎么会伤到他呢 看来 这次似乎是本尊多事了 心底隐隐划过一丝失落 他嘴角淡化的笑容 分外刺眼 犹如一只得不到主人夸奖的小兽 浑身散发着落寞 悲凉的气息 林若曦无动于衷 她从不相信 来自旁人的嗜好与关怀 即便是记忆中 对前身还不错的老夫人 她也不曾全身心地信任 更何况是她 六年前 你为家仙玉 生下了林小白 独自抚养她到如今 她是你和我的儿子 是吗 云景臣冷不防地吐出这一句话 让林若曦的心头一紧 脸色瞬间阴沉下去 黄承的流言 被云十二一五一十地写在了密信上 如此巧合的时间 云景臣怎么可能不去多想 原本以为 小白并非是她的亲生骨肉 但是现在想来 恐怕是她想得太复杂 丞相府的事闹得沸沸扬扬 她早该知道的 脑海里闪过云絮闪躲的眼神 想到她每每提起这件事的时候 下意识地回避 支支吾吾的态度 云景臣的心底 默地生起了一丝冷怒 林若曦并没有回答 只是浑身的神经高度紧绷 唯恐云景臣和她抢儿子 她什么都可以没有 却独独只有林小白 是死也要保护的存在 是这个世界上 她唯一在乎的 和她有着一样血液的亲人 别紧张 本尊只是随口问问 不过你的反应 倒是证实了本尊的猜测 云景臣脸去眸中的深思 挑眉轻笑 一平一笑之间 属于男人的妖娆与邪魅 浑然天成 这个男人 绝对有让世上任何女人 为她痴狂 为她疯魔的能力 只可惜 其中并不包括林若曦 我不想听你说废话 要么滚 要么死 二选一 虽然明知道杀她的几率有多低 但是 林若曦还是想要试试 她大半夜前来 除了抢走林小白 还有别的理由吗 本尊从不和女人动手 尤其是美貌的女人 云景臣突如其来的一句话 让躲藏在暗中的云十二 彻底呆了 如果她没有忘记 曾经一名不长眼的世家千金 在少主离开云族入世时 公然想要将她掳走 强占她为夫君 却被少主打成重伤 废掉周身经脉 这就是少主所说的 不打女人 若是云十二问出心底的疑惑 云景臣定然会说 这不一样 一个是不相干的女子 一个是她儿子的母亲 怎么能相提并论呢 而且 她对林若曦 还有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感觉 似兴趣又似好奇 别说是云十二不信 就连林若曦也对她这话嗤之以鼻 需要我提醒你 就在不久之前 我们曾经交过手 打伤过对方吗 云景臣也不觉得尴尬 若是被一句话打败 她也不会成为云族的少主了 啊 是吗 有过这件事吗 貌似无辜地眨了眨眼睛 她歪着脑袋 邪腻着林若曦 打算死不认证 面对着与儿子拥有着一样容颜的男人 林若曦心头的怒火瞬间消失 她柔了柔眉心 冷声道 门在那边 慢走不送 再继续和她交谈下去 她很难不保证自己会克制不住对她出手 杨青 紧闭的房门无声地开启一条小缝 穿着白色卸衣的林小白 从屋子里凑出一个脑袋来 肩头 黑狼正趴着继续补眠 回去接着睡 没你的事 林若曦美好气地说道 不愿意给他们父子见面的机会 她只知道 林小白是她的儿子 至于父亲 那是什么玩意儿 呀 是你 几娘亲钱的家伙 林小白乍一看到云景晨 便指着她控诉道 双眼放着狼光 活像是看见了一座金光闪闪的金山 恨不得立马扑上去咬几口 啪 林若曦反手就是一个暴力 狠狠地敲打在小白的脑袋瓜子上 躲藏在暗中的云十二浑身一抖 莫名的有一种少主正在被欺负的感觉 谁让他们的长相太过相似呢 好疼 林小白双眼泛红 吸了吸鼻子 眼底浑染上了淡淡的水光 云景晨莫名地有一种心疼的感觉 她毕竟是孩子 需要下这么重的手吗 我如何教育儿子 不需要外人来插嘴 林若曦凌厉地扫她一眼 斩钉截铁地说道 而后 看也不看她一眼 推着林小白进了屋 将院子里的某人 无视地彻底 云景晨还是头一次 在同一个女人手里 吃闭门歌 心头的滋味极为复杂 似怒又似好笑 这女人是吃准了她不会动手吗 年轻 宝宝 想和金山叔叔谈一谈 好不好 刚进屋 林小白就扯着林若曦的衣袖 可怜巴巴地请求道 你和她有什么话好说的 三岁一个代沟 你们能聊到一起去 林若曦不屑地问道 面对着卖忙的儿子 态度丝毫没有软化的迹象 这招 对付别的女人或许管用 但是对付她 抱歉 一点用处也没有 从小到大 她哪次有事求自己 不是这副德性的 娘亲 拜托了 难道 你不想把银子给要回来吗 林小白的态度十分坚决 双手合十 朝凌若曦拜拜 希望她能网开一面 答应自己 林若曦眉头一簇 定睛看了她许久 久到林小白心头发虚 额头上渗出了一层冷汗 她猜到 给你一刻钟 闻言 林小白羞地蹭到她的怀中 小脑袋在她的怀里 用力地蹭了好几下 好 林若曦拍拍她的脑袋 目送人出去之后 便闭上眼睛将旋力外放 穿过屋子留意着屋外的动静 只要稍有部队 她立马就可以出手 庞大的精神力覆盖整个院落 云景臣眸光一暗 飞速瞥了一眼屋内 嘴角那么笑 愈发动人 喂 屋子看哪儿呢 林小白双手插腰 凶神恶煞地站在屋外的石阶上 矮小的身体即使助力在台阶上方 比云景臣低了一大截 不仅气势全无 反而显得滑稽可笑 云十二迅速捂住嘴巴 将脑袋撇到了一旁 双肩不停地上下抖动 天哪 看着一大一脚两个少主对峙 这场面真的是很好玩有没有 你是想代替你娘亲 同本尊谈判 云景臣玩耳一笑 细血地看着眼前的小布丁 心里暖暖的 有些满足 有些发笑 更多的 却是一种全然陌生的感觉 林小白高高地扬起脑袋 用下巴对着她 哼 对付你 哪用得着小爷的娘清楚吗 你想说什么 云景臣极有耐心地问道 在这对母子身上 她的耐心似乎用之不竭 告诉你 赶紧还钱 手掌在空中摊开 林小白怒声开口 看你穿得还像个大富大贵的人 怎么 想要钱钱不还吗 云景臣嘴角忍不住 微微一抽 她真的很想问问林若曦 到底是怎么教导儿子的 怎么教育出了一个小财迷 拿去 见识过 林小白对银子的疯狂程度 云景臣毫不迟疑地 从怀中掏出了一叠银票 随手扔了过去 夹杂着柔和旋利的银票 毫无杀伤力 笔直精准地送到 林小白的怀中 她赶紧接过 拇指在舌尖上轻轻地舔了舔 当着云景臣的面 轻点起来 云景臣瞬间失语 只能目瞪口呆地看着 蹲在地上的她 开始仔细地数钱 嗯 多了一千两 小爷是不会还给你的 就当作是今晚下了娘亲的补偿 她将银票牢牢地收藏在怀中 昂首挺凶地说道 理由还坦然笃定到 让人无法反驳的地步 云景臣常常地呼出一口气 本尊反而觉得 被她打伤的本人 似乎更需要补偿 谁说的 谁看见娘亲打伤你了 古董店的叔叔说过 看女人钱的男人 都是吃软饭的坏蛋 你也是吗 这些话 他都是打哪儿学来的 这么小的年纪 就能说出吃软饭这个词 云景臣不知道 是该怒他人小鬼大 还是该气他不学好 尽学些不学无数的话 你别这么盯着小爷 小爷是不会把钱还给你的 灵小白被他深邃的目光 盯得头皮发麻 双手立刻护在胸前 戒备地瞪着他 像是在看着一个 正打算同他抢钱的歹徒 区区几万两银子 于本尊而言 微不足道 你不必担心本尊会抢走银票 云景臣给出了保证 傻子才会信你呢 真以为小爷年纪小 叫好护闹 娘亲说了 通常要挖坑让人跳的人 都会用尽手段说好话 灵小白理所当然地说道 可这番话 却叫云景臣瞬间失去了 语言的能力 对了 你大半夜来勾搭小爷的娘亲 是不是打算图猫不管 话锋一转 灵小白沉下脸 故作老程地质问道 是又如何 不是又如何 云景臣意味深长地询问了一句 很想听听他有什么想法 灵小白不屑地撇了撇嘴 哼 你想要追求小爷的娘亲 看在你还算有钱的方式啊 你给小爷点 小爷 或许还能帮你说出话 不然 他可不做白宫 追求 云景臣的脸上 出现了一排黑色的线条 你对每个男人 都这么说吗 小爷像是那么没眼光的人吗 小爷给娘亲看上的男人 得帅气 伸手高强 而且 还要有钱 灵小白数着自己定下的规矩 还时不时地点点头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十九集 那本尊 那本尊岂不是每一条的吻合 你要不要先叫声爹爹 让本尊听听看 云景臣蛊惑道 一想到眼前的小人 懦懦地换着自己爹爹 他这心里就说不出的高兴 别把小爷说了这么没戒仓 没有纯情之前 小爷是不会叫的 灵小白可没有傻到 把自己给卖了 反应敏捷地反驳道 怕了 本尊也只是随口问问 时间不早了 早点歇息吧 云景臣哑然失笑 摇摇头 准备告辞 离去时 他暗哑低沉的嗓音 夹杂着旋力 在灵若曦的耳畔响起 我爱记得流言 本尊知晓伤不了你半分 但凡事小心为重 若无法解决 本尊不介意替你摆平 凌若曦默地睁开眼 眼底寒光涌动 替他摆平 好大的口气啊 他迅速地从椅子上站起 拉开门 冷冷地注视着云景臣 离去的方向 直到再也察觉不到 他的气息之后 这才收回目光 转而看向一旁 暗中潜伏的云十二 你的主子走了 你还留下来做什么 守夜吗 云十二早已经察觉 自己的行踪暴露 想想同样被发现的云十一 他内心倒也平衡了不少 所以说 有比较才会有高低 稀稀苏苏地从暗中现身 拱手道 未来夫人 小少爷 十二奉命行事 仅当十二不存在 你觉得可能吗 灵若西像是看傻子似的 看着他 房子外莫名其妙地 多出一个人来 他怎么可能睡得着 灵小白白了一眼 面露为难的云十二 低声道 嗯 你若是愿意每天五百两银子 跟着小爷和娘亲 小爷就带娘亲做主 让你留下了 五百两 云十二眼前一黑 险些栽倒在地上 黑 果然够黑 不愧是少主的血脉 灵小白 你是吃饱了撑的是吗 我什么时候给过你这种权利了 灵若西掰了掰手指头 横眉怒目地瞪着一脸无辜的儿子 很想揍上一拳 这鸭的 为了钱居然屡次出卖自己 娘亲 免费得一个侍卫 不是很好吗 将来有人挑衅 找茬 咱们就把侍卫叫出来 让他去教训人去 打出了事 他自己扛着受着 跟咱们没关系 您说是不是 灵小白开始细数 留下云十二的各种好处 你是想捡便宜吧 灵若西无语地抽了抽嘴角 却又不得不承认 灵小白的建议有好处 云十二默默地抬起头 望着漆黑的苍穹 这种事 当着他这个当事人讨乱 真的好吗 快点说了 你到底要不要给钱 要么给钱 要么滚蛋 灵小白是把灵若西的强悍 学得十足 下起命令来 更是毫不拖泥带水 十二愿意 左右将来可以向少主要回来 这么一想 云十二倒是也想通了 正所谓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灵若西一见她这副表情 哪里还有不明白的 当即冷笑一声 按照她的直觉 那男人绝对是 因起人来不择手段的主 恐怕这人的愿望 是要落空了 待到母子俩入睡之后 云十二挥手解开了院子里的结界 整个丞相府竟无一人发现 云景臣来过的事 静悄悄地 一直维持到了第二天天明 云景臣在日出前返回云族 风尘扑扑地归来 他冷冷地逆了一眼 书房外等候的云旭 梁博的唇角 缓缓翘起些许 讥讽的弧度 云旭 胆子够大呀 什么时候在本尊面前 你也学会撒谎呢 为什么对六年前的事 引而不报 为什么不告诉本尊 林若西是小白的娘亲 是六年前的那个女人 闻言 云旭脸色微微一变 慌乱地跪在地上 请受主恕罪 允许 允许 怎么 没有理由 云景臣双手还在胸前 微微上滑的衣袖内 露出白皙的手腕 修长的手指上 布满了不少的剪子 他虽是随意地站在原地 但是身上散发出来的压迫感 却让屋子里的空气 寸寸冰冻 分外压抑 允许不敢说出实情 但再次隐瞒云景臣 他又做不到 一时间徘徊两难 千万 没话说了吗 允许冲邪魅地笑着 只是笑容里 却带着说不尽的冷意 浅薄地眼皮轻轻抬起 云淡风轻地看了地上的允许一眼 允许 你跟随在本尊身边多久了 允许背脊一将 一股寒流 顺着他的背脊窜上了头皮 按捺住内心的恐惧 他颤声道 允许 自有跟随少主 若即 已有近十五年 你可知道本尊胸贫 最讨厌什么吗 允景臣再度问道 语调尤为轻柔 像是在和情人低语 透着一股子 柔软绵绵的感觉 落在允许的耳中 却好似恶魔的泥男 分外可怕 他用力闭上眼 深吸口气 平复着 骇然动荡的心潮 少数凭上 罪严恶被人欺骗 很好 允景臣满意地轻笑一声 身体从门框上执起 缓缓地走向允许 看似沉稳缓慢的步伐 却带着一股可怕的压迫感 让允许的脸色再瞬间惨白 冷汗不止 告诉本尊 为什么要隐瞒 你可知 本尊这几年 一直在寻找那一夜的女子 允景臣居高临下地 看着面前的允许 低声问道 自从六年前旋律反噬 导致他走火入魔之后 他再也没有出过允足 只能让最信赖的尹魏 前去打听消息 足足六年 他竟然隐而不报 这对允景臣而言 绝非是一件小事 若不是金城中流言太过距离 你打算隐瞒本尊到几时 允景臣再度逼问道 咄咄逼人的态度 让允许有些吃不消 属下之罪 他紧敏唇半 始终未曾将真实的理由说出来 少主这些年 虽然在外放浪行骸 玩世不恭 时常流连烟花之地 但是他却是知道的 少主向来洁身自好 唯一一次对女子破例 占据了对方的身体 就只有六年前那一次 以至于清醒之后 少主便惦记着要找到她 给她名分 云祖怎么可能有一个 名声不好的少夫人 她又怎么忍心 见到妹妹云玲 以泪洗面 所以只能选择隐瞒 只是没想到 所谓的废物大小姐 竟根本不是传言中的 那般无能 她更是没想到 六年后 竟会多出一个小少爷来 只终究是抱不住火 云旭的心沉入了谷底 她朝着云景臣 重重地叩手 请受主责罚 自己去刑堂领伐 一个月内 本尊不想见到你 云景臣冷声说道 云旭立即起身 恭敬地弯腰行礼 准备离去 刚迈出一个脚步 却被身后的人给叫住 只此一次 下一次 本尊绝不留情 即使是你 是 云旭不敢犹豫 大概这是她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欺骗少主 蒙混少主了 抵达云族行堂 她自觉地脱掉长衫 卸下武器 站在刑具前 铁环自动将她的四肢 满腰固定住 让她无法动弹 封住全身所有的筋脉 闭上眼睛 等待着酷刑的到来 这是云族历年来 惩罚不听话的 奴仆下属的地方 常见的刑具 审讯的残酷工具 应有尽有 没过多久 刑堂里就传出一声声 痛苦的闷哼声 还有皮鞭鞭榻的声音 等云灵得到消息 赶到刑堂的时候 一千边刑罚已经完毕 整个刑堂之内 只有被挂在墙壁上 浑身是血的云旭一人 漆黑的大堂 镌刻着凶神恶煞的飞禽走兽 还有各种鬼面 看上去犹如阎王殿般 森冷恐怖 云灵快步走到云旭跟前 解掉他身上的铁环 一把将人扶住 哥 你有没有怎么样 少主他为什么会烦你 云旭喘了几口气 每一下都能牵扯到 身上伤口的疼痛 但是 他脸上却连一丝痛苦 都没有露出 若不是这一身的斑斑的血子 很难想象 他经历过怎样可怕的酷刑 我没事 云灵 别怪少主 少主 已经法外开恩了 云旭断断续续地说道 若是有旋力护体 区区边行 根本无法伤害到他 但自动封住旋力 他的身体与正常人 没有什么两样 一千边行下来 不死也残 但是好在 行堂的人都是属手 每一边虽然很疼 却不会造成内伤 只是有些皮外伤罢了 云灵急抿着唇绊 心里很不是滋味 哥 到底怎么了 少主他 少主他 已经知道了 六年前的事 云旭有气无力地说道 眼眸半壁 云灵脸色骤变 仿佛听到了什么可怕的事 少主怎么会知道 十二告诉了少主 京师里的流言蜚语 少主今夜 去探望过灵若曦 就因为这样 少主就忍心惩罚你吗 云灵紧握住拳头 语调里充满了不满与愤慨 并非冲云景尘 而是冲着灵若曦 在他眼中 若不是这个女人 闹出这些事 六年前的丑闻 又怎么会曝光 怎么会牵连到 他的哥哥受过 云灵 听哥一句劝 别再迷恋少主了 少主他这次 对灵若曦 真的是不同的 云旭太了解云景尘 若非感兴趣 感到好奇 少主怎么会在一个女人身上 付出这么大的精力 忍耐他一次次的挑衅 与不敬 哥 我扶你去上药 云灵尴尬地将话题转开 放下 谈何容易 若是能放下 这么多年 他何苦越陷越深呢 他只知道 当他跟随在少主身边 这辈子就是少主的人了 他是少主手中的一把利剑 也是可以为他去死 爱慕着他的可怜虫 但是如今 连这样的资格 也要被另外一个女人剥夺了吗 这 大清早 正在院子里练习拳击的 凌若曦 莫名地打了个喷嚏 抱住用不搏做的简易纱包 揉了揉鼻尖 是谁在惦记他 诅咒他吗 娘亲 宝宝伸起休息 以金鸡独立的姿势 站在石凳上方 一块小木板上的凌小白 满脸热汗地说道 不行 继续 还有一个时辰 凌若曦连犹豫也没有 直接驳回了她的请求 可是娘亲 宝宝真的很累 真的累吗 凌小白每一次进行身体训练 几乎都要说上这么一番话 然后 再加上一个忧怨的表情 几乎能秒杀所有女人 刺中她们心底 身处最柔软的地方 凌若曦横了她一眼 你是想现在练基本功 还是想着将来 我十二个时辰 日日夜夜地保护你 嗯 宝宝继续 凌小白咬着牙 小小的身体在木板上 摇摇晃晃 仿佛随时都有掉落的可能 但是美美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 她脑子里就会浮现出 娘亲努力的神情 而后便会有滔天的勇气 坚持下去 登登登 院子外忽然有脚步悠远极近 明若西趴的一声将沙包拍开 没有让凌小白停止 自顾自地走到门口 看着正渐行渐进的一名嬷嬷 略显花白的头发扎成老人计 穿着灰色的长衫 身材略显臃肿 后方还跟着四名婢女 阵仗不可谓不大 见过大小姐 嬷嬷静止走到凌若曦面前 屈膝问安 随后视线越过她 落在了凌小白的身上 她照旧行李 见过小少爷 正所谓无事不登三宝殿 明若西静静地站在一旁 一副波澜不惊的模样 着实让人想不出 她在想什么 两帮人谁也没有吭声 像是在无声地鄙视着耐力 想当年为了执行任务 就地击杀 凌若西可以趴在草丛里一天一夜 比耐心 她从不输给谁 一刻钟之后 嬷嬷便有些熬不住了 她长叹一声 摇摇头 姥姥 果然是英雄出少年 没想到短短六年 大小姐的变化 居然会这么大 听到她还算熟络的口气 凌若西仔细在脑子里想了想 只可惜 还是没有找到 见过对方的记忆 什么事 凌若西轻声问道 眼波平淡无奇 像是一红死水 压根就别想看出什么来 默默顶着她淡漠的目光 心头不自觉 升起了一股敬畏 大小姐 老夫人有请 有说什么事吗 凌若西心思一转 有几分猜测 大小姐去了 也就知道了 嬷嬷侧过身 让出一条路来 希望她尽快赶去 凌若西瞧了瞧 自己汗水淋漓的长山 摇头道 我去换件干净的衣服 再随你过去 好 默默倒也会做人 等到凌若西和凌小白 统统换好干净的衣物之后 才带着他们前往 老夫人的住所 一路上 碰到不少的婢女 侍卫 下人 冲着凌若西指指点点 即使不去听 也能猜到 他们势必在说 凌若西被奉一谈退婚的事 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 八卦都是女人骨子里 必不可少的 威严庄重的宅院外 默默恭敬地引领两人进去 大唐空无一人 她束手挑开通往内室的珠帘 开口道 大小姐请 老夫人正在里头礼服啊 凌若西淡默地点头 牵着凌小白进入佛堂 漆黑的房间 除却通往外屋的小门之外 几乎不见丝毫光亮 正前方 放着一顶玉观音 老夫人跪在下方的铺团上 双手和石在胸前 默默地诵经 嘴唇迅速地蠕动 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只有手指尖的佛珠 波动的速度 一下比一下快 默默没有跟着进来 而是站在外屋 充当门身 凌若西眼观鼻 别关心 直挺挺地站在 老夫人的后方 挑动其体内的旋律 开始不动声色地修炼 她算是看出来了 这老夫人 分明是想要告诫她 警告她一番 是要她罚站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二十集 凌小白安分不下来 但是 她看得出 两人之间有些僵持 硝烟的气氛 立马闭上嘴 也不吭声 只是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四处乱转 打亮着周围的情形 半个时辰之后 凌小白几乎是趴在 凌若西的怀里 像只树带熊 双手抱住她的腰枝 双目紧闭 尖头的仓鼠一脸的舒坦 本就窄小的眼睛 此刻更是达到了 快要看不见的地步 睡得正香 宋经生戛然而止 凌若西默地睁开眼睛 黑尘的眸子里 一闪而过一丝锐利 转瞬便被黑色吞噬掉 收回体内旋转流动的旋力 她挑眉看向老夫人 很想知道 老人这么一大把年纪 一跪还跪这么久 身体真的吃得消吗 窄小的福堂内 檀香鸟鸟 老夫人慢悠悠地 从蒲团上站起来 一袭华贵的暗色服饰裹身 满是皱纹的容颜 挂着一抹慈爱 温和的微笑 只是双眼透着淡淡的雾色 有些看不真切 来了许久了 老夫人淡淡地问道 凌若曦耸耸肩 也不说话 她来了多久 对方真的一无所知吗 即便是没有旋理 那连房间里多了两个人 也感觉不到吗 分明是想要给她 来一个下马威 看来 她来之前的猜想 或许是对的 老夫人定是为了 外面的流言 想要收拾收拾自己 小白也来了 既然凌若曦不肯开口 老夫人便把注意力 集中在了凌小白的身上 拍了拍她的脑袋 那戳呆毛顺着凌小白的脑袋 左右晃荡了一下 她傻乎乎地眨了眨眼睛 裂开嘴角 露出了一抹呆傻 憨憨的微笑 用过早膳了吗 老夫人伸出手 递给凌若曦 似是想要让她 搀扶着回去 只不过 凌若曦这辈子 还真没有照顾过老人 而且 与陌生人近距离接触 她潜意识地排斥 只能朝凌小白使了个眼色 示意她快点来救场 凌小白眼眸一转 黑黑地笑着 动了动嘴唇 无声地吐出一句话 一百六云子 这次我儿子的 居然敲诈到母亲的身上来了 凌若曦眉梢一翘 眼底划过了一丝寒光 她是不是该找个时间 和小白进行思想交流 让她知道 什么叫做尊老爱幼 是传统美德 兴许是凌若曦的表情 太过可怕 凌小白浑身一抖 急忙上前 搀扶住了老夫人的手臂 讨好的冲着她笑笑 凌若曦这才满意地点点头 打消了和她深入交流的念头 宝宝还没吃呢 凌小白舔着笑 乖巧地说道 老夫人乐呵呵地拍拍她的手背 呵呵呵 那好 正巧啊 陪我这个老婆子一起吃 走出佛堂 嬷嬷急忙吩咐下人准备早膳 丞相已经入宫上朝 后院的女眷待在各自庭院中歇息 只有府内的侍卫 下人正忙里忙外地张罗着 早膳是极其普通的家常小吃 三人围坐在圆桌旁 凌小白时不时地逗老夫人几句 哄得她眉开眼笑得 好不开心 唉 这人老了 总是想着家庭美满 不想操太多的心思 老夫人冷不忘的一句话 让凌若曦眉心一挑 知道 今天的重头戏要到了 她吞下口中的包子 捧起茶杯 浅浅地抿了一口 若曦啊 你和三王爷的事 我已经听说了 老夫人并不算凌厉的目光 直勾勾地落在了凌若曦的身上 带着一股莫名的压力 凌若曦稳坐如山 像是没有感觉到似的 依旧坐在原地 没有任何动静 你和三王爷的婚约 是你死去的娘亲亲自定下的 这一旦毁约 她在九泉之下 怎能明目啊 说着 老夫人眼眶一红 好似回想起了 昔日大夫人还在的时候 全家和和睦睦的日子 她呀 还怀着你的时候 就一直在念当 希望能和王府 亲上加亲 这才和太妃定下约定 这如今 怎么偏偏弄成这样啊 林小白撇了撇嘴 戳了戳面前的包子 懦懦地问 奶奶 娘亲需要给宝宝找后爹爹了吗 后爹爹 老夫人微微一正 口中悠然叹息道 多一个人疼爱宝宝 不好吗 可是 夫子说过的故事里 那些后爹爹 会欺负小孩子的 林小白貌似单纯地问道 夫子究竟教导了他些什么东西 怎么给这么小的孩子 灌输这种思想 老夫人的脸色有些难看 却碍于小孩子心直口快 不好发作 只能将炮口转向了林若曦 六年前的事 是一场意外 谁也不想发生的 但到底这么多年来 三王爷从未登门退清 给你留了些薄面呢 这次你闭门不见 惹恼了王爷 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即便要退清 也得亲自谈谈 我相信啊 若曦这么出色的个性 王爷一定会喜欢的 这是要让他去挽留 京城里出了名的种马 林若曦心头一沉 老夫人把他留在丞相府里 该不会就是为了这门亲是吧 老夫人 这亲是三王爷亲自退的 您想让我怎么做 死缠烂打吗 那岂不是让外人看低了咱们 丞相府 林若曦轻描淡写地说道 更者 当日三王爷是带着修书前来的 即便若曦出现 事情也不可能发生任何转变 您说呢 话虽如此 但这事 不好办呢 老夫人面露挣扎 听说 当日王爷是气急败坏地离开的 若曦 你待会儿打扮打扮 随我进宫 去见太妃 就算要退清 也得给太妃一个交代 若有太妃出面 兴许这件事 还有挽回的余地 林若曦何尝不知道 老夫人的打算 眼眸缓缓地垂下 没有吭声 见她如此固执 老夫人不禁缓和了一下口气 寻寻善诱地劝接道 若曦啊 事情闹成这样 你以为 这对你的名声当真好吗 若是这件事不能好好处理 将来谁还敢娶你过门呢 即便你不为了自己着想 也得为了小白想想吧 林小白歪着脖子 不明白这件事和她有什么关系 林若曦只是微微汗手 一切听从老夫人的吩咐 只要凤一潭打定主意要退婚 就不信这事还能挽回 即便她必于无奈同意 大不了她还一封修书回去便是 老夫人误以为 林若曦想明白了这各种缘由 顿时放心了不少 拍拍她的手道 我知道 这件事啊 你受了委屈了 没关系 有我在 会替你撑腰的 林若曦只把这句话 左耳朵进 右耳朵出 完全没有放在心上 领着林小白返回院子 换下便装 换上华丽的长裙 准备进宫 去见传说中的太妃 娘亲 那什么王爷又没多少钱 咱们干嘛要去求她 林小白歪着脑袋 不解地问道 因为 人心永远是贪婪的 懂吗 说到底 他们之所以不愿意 放弃这桩婚事 不就是想要攀上高枝 成为皇族外妻 坐在马车上 林若曦闭上眼睛 开始在记忆中 寻找着这所谓的太妃的记忆 似乎在小的时候 曾经远远地见过一次 印象并不深刻 想了半天 她也没有想出什么名堂来 索性也就放弃了 马车在宫门前停下 车帘被车夫恭敬地挑开 老夫人已先从前方的马车走了下来 正站在威严的红旗宫墙外 静静地等待着他们母子俩 刚下车 林若曦浑身的神经不禁微微一震 明显地感觉到 在这宫门外守卫的禁卫军身上所散发出的强者气息 粗略算了算 清阶高手至少有十人 拦截有两人 仅仅是守门的士兵便已有这般修为 可见这皇宫大院高手有多少 一直以来 林若曦在落日城中 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高手 但是线下 她却深深地感觉到了一股 从未有过的战意 感受着四面八方 涌来的属于强者的气息 她浑身的血液 仿佛都在沸腾 在燃烧 想要变强 强大到 没有任何人可以为难 可以打压 强大到 足以为她的儿子 撑起一片自由的天空 放任她为所欲为 她体内的旋律 开始出现不受控制的波动 似是要提升 要破体而出 却又被她的理智 死死地按捺住 一瞬间外泻的旋律 已经引得不少侍卫扭头看来 走吧 老夫人拿出一块 犹太妃亲自赐下的进攻令牌 领着两人 徒步走入皇宫 她在宽敞的爱青石路上 三人缓慢地前进着 时不时有太监向他们攻身行礼 高低错落的电雨 在蓝天下 剑刺相连 琉璃瓦折射着 和煦的阳光的微光 繁花如锦的花园 偶尔有衣着亮丽的女眷经过 看似奢华的深宫大院内 凌若替华却能随时随地地感觉到 从暗中扑来的属于强者的气息 一路上 她的神经绷成了一条线 暗暗地盘算着 若是她独自一人闯入深宫 是否有逃脱的可能 但是任凭她想尽了各种办法 能够毫发无损逃脱的可能性 几乎为零 年轻 凌小白看了眼被握得发红的手指 不安地唤了一声 清澈见底的大眼睛里 泛上了淡淡的忧色 凌若曦深吸了一口气 平复下内心动荡的战意与亢奋 垂下头拍了拍她的脑袋 我没事 小白觉得这里漂亮吗 嗯 太大了 凌小白实话实说 不过 这些大楼看上去好值钱 皇帝一定是天下最富有的人 要是能够让娘亲嫁给皇帝 将来他们就可以得到一大笔银子了 啪 凌若曦反手就是一巴掌 对准凌小白的脑袋 狠狠地拍了下去 她委屈地抱着头 泪眼婆娑地看着自个儿的亲娘 无声地控诉着她暴力的行为 越往深宫内走 四周的风景愈发地变幻莫测 小谢凉亭 花朴簇簇 高阁电雨 一派繁盛 红韵的气息 太妃居住的安宁宫就在前方 极其复古的四角两层电雨 静静注立在阳光之下 威武的石狮子坐落在百步石阶下方 一条鹅兰小道 从月门扑过前院的花园 通向石阶 偶尔可以看到高高竖起的灰墙上方 驻足着几只扑闪翅膀的鸟儿 发出叽叽喳喳清脆的声响 悬挂在房梁上的牌匾 刻着安宁宫三个大字 字笔走龙蛇 苍静有力 写下这字的人 必定修为高深 只因那字乃是徒手写下 而非是后来雕刻而成 两名穿着宫装的宫女 静静地站在大殿外的长廊上 见三人顺着时间上来 立即屈膝行礼 林小白时不时地看着四周相经的柱子 看看一些从未见过的花种 偶尔嘴里还会发出几声惊讶的呼声 还未进入大殿 灵若曦便嗅到了 从里面溢出来的淡淡香气 沁人心脾 她眉梢一条 紧了紧灵小白的手 阻止了她准备奔向一旁 相经援助的念头 要是真让她这么做了 他们今天就别想活着从这走出去了 虽然银子很值钱 但是若是没了性命 再多的钱也都没用了 待会儿见到太妃 记得莫要失礼了 进殿前 老夫人特地在林若曦的耳畔低声提醒 若不是见她似乎不如往日的吃傻 她又怎会特地带她入宫呢 林若曦点点头 又警告地瞥了林小白一眼 示意她老实一点 林小白撅着嘴 恋恋不舍地看着一旁香精的柱子 心里很痒痒 老想着把她给弄走 有这么大的金柱放在面前 却拿不走 这对于一个财迷而言 是何等的痛苦 太妃今年年岁不过四十多岁 与林若曦的娘相差无几 肌肤保养得极好 脸上画着淡淡的妆容 穿着暗色的巢服 胸口挂着一串白色的珍珠链 整个人透着一股浑然天成的贵气 以及雍容端庄 但能够在无数的妃嫔之中脱颖而出 且与太后共同管理后宫的女人 能简单到哪里去 三人在大殿中央停下 朝着上手的太妃悠悠行礼 起来吧 这就是若曦 戴着纸套的手指 直指灵若曦 外放的旋律 默地探测到太妃手上 易于寻常的波动 灵若曦眼眸一闪 如果她没有感觉错 太妃也是旋律高手 品级应当突破了清洁 已是拦截的巅峰 可以算得上是龙华大陆的一等高手 果然是女大十八变呐 本宫都快不敢相信 她是以前那一项的小若曦了 太妃慈善地笑着 朝凌若曦招招手 眼底泛着淡淡的关爱与怀念 太妃 灵若曦礼貌地唤了一声 腻了还在看着一旁 青铜大鼎的灵小白一眼 嘴角微微一抽 对这个总是在重要场合 关注不重要事物的儿子 莫名地感觉到一股纠结 儿子 咱能别这么丢人不 冲着大鼎露出垂涎三尺的目光 真心很难看有没有 这就是你的儿子吧 怎么 看上本宫这儿的宝贝了 太妃笑了两声 看着淡小白的目光并不顺利 甚至还带着几分亲近 云景晨的那张脸 上到八十岁的老嫂 下到五六岁的奶娃娃 全部通杀 太妃自然也不例外 灵小白重重点头 嘴角裂开了一抹绚丽的微笑 明若曦见她露出这种表情 就知道 这小子又要进入敛财模式了 于是呼 看天看地 对接下来的事情表示无能为力了 喜欢什么 本宫送你 当做第一次见面的见面礼 好不好 太妃大方地问道 对于她而言 要什么有什么 送些小东西根本不值一提 灵小白双眼一亮 捂着嘴 吞下慢上舌尖的笑意 摆摆手 哎呀 人家会不好意思的 灵若曦闭上眼睛 心脏忍不住地抖了抖 这货不是她儿子 绝对不是 没关系 本宫喜欢你 自己去挑吧 看看你看上了什么 太妃随意地挥挥手 准备打发灵小白 但是 她绝对低估了一个财迷 看到之前的东西时的本能反应 更是低估了 灵小白对于银子的钟爱程度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21集 只见她先是娇羞地笑了两声 粉嘟嘟的脸带上染上了淡淡的粉色 而后 怯怯地抬起头来 用一种既渴望又忐忑 既想要又不安的眼神 看着太妃 那目光 只让太妃的心都快要融化掉了 想说什么 尽管说 本宫都以你 老夫人坐在一旁的椅子上 老怀安慰地笑了 人家都想要吗 要不 您就全部送给人家 哦 对了 还有外面柱子上的金票 太妃和老夫人彻底愣了 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会顺杆子往上爬的人 这根本是得寸进尺吧 凌若曦一脸 我就知道是这样的表情 正所谓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 凌小白肚子里的那些弯弯绕绕 她还能不知道吗 只不过想到这些东西 到最后都得落到她的口袋里 凌若曦不禁在心底 为儿子竖起了大拇指 虽然说她并不缺钱 但是没有人会嫌钱多呀 再说了 别人的东西既然要送 那就不要白不要了 好了小白 这屋里的呀 你随便挑一件 太妃打发她去四周看看 究竟想要什么 而后才靠在上手的软榻上 将目光转向了今天的主角 凌若曦 你和一谈的事 本宫都听说了 最近啊 这外面闹得是沸沸扬扬的 本宫知道 你受了不少委屈 这本宫心里头啊 也过不去 太妃神色黯然地开口 本宫和你娘亲 是多年的好姐妹 如今她去了 留下一个你 本以为你嫁给我儿 还能叫本宫一生母妃 可如今 到底是你们福伯呀 凌若曦就知道 这太妃的礼物不是白拿的 这不 在这儿等着她呢 老夫人的脸色 微微变了变 似乎没有想到 太妃竟是赞成退婚的 她急忙朝着凌若曦 使了个眼色 希望她说几句好话 挽回这桩婚事 凌若曦却愣是像没看见 依旧坐在椅子上 不动如山 任由老夫人都快要把眼睛 给计算了 也没得到她一个正眼 娘娘 娘娘 就在太妃长须短叹时 店外忽然传来一阵喧哗声 她脸色微微一沉 怒声道 没看见本宫正在会客吗 什么是慌慌张张的 娘娘请恕罪 是三毛一的家丁进宫来求见娘娘了 宫女胖的一声跪倒在地上 巨大的声响 让正在摸着碧玉珠帘的凌小白 浑身一抖 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膝盖 一阵肉疼 这时候她派家丁来做什么 让人进来 太妃眼眸一冷 沉声吩咐 随后转过头来 朝着老夫人和凌若曦笑笑 抱歉 让你们受惊了 不不不 这没什么 兴许啊 是三王爷有急事找您呢 老夫人顺势说道 丝毫没有谈话 被打扰的愤怒 凌若曦更是把自己当作看客 左右她进宫来 也只不过是想看看 这手握黄泉的太妃 对于这桩婚事 究竟是个什么意思 如今看来 这婚或许是退定了 她也就放心了 家丁跌跌撞撞地从殿外走了进来 跪倒在大殿中央 奴才参见太妃 起来说话 太妃随手一挥 一股巨大的力量 拖着家丁从地上站起 凌若曦的眼眸轻轻闪了闪 这也就是拦截巅峰的实力吗 她也可以做到将人从地上拖起 但是要做得如此轻松 现在的她还有些吃力 不过想想太妃的年岁 再看看她自个儿 凌若曦的心里又平衡了些许 至少在她步入中年的时候 她的成就绝对不会比太妃低多少 谢太妃 家丁急忙站好 硬着头皮开口 太妃 王爷听说 这丞相府大小姐进宫来了 所以特地让奴才兰问问 这婚事退后 大小姐可需要什么补偿 王爷说了 三王爷别的没有 但银子特别多 拖累了大小姐这么多年 王爷愿意补偿大小姐 凌若曦脸色一沉 这根本就是在羞辱她 太妃也在瞬间沉下脸来 胡闹 什么补偿不补偿的 这是她该说的话吗 老夫人面色铁青 想来也是没有料到 凤一潭竟会说出这种话 凌若曦一想 大概明白了凤一潭此举的意义 不过是退婚时 吃了自己的闭门羹 所以现在用这种方法 想要找回场子 嘴角滑开了一抹讥讽的微笑 她慵懒地靠在木椅上 眼眸缓缓地抬起 看向眼前的家丁 一次一次轻声问道 这当真是三王爷的原话 家丁不屑地看了她一眼 勉为其难地点点头 嗯 三王爷如此厚待 若是若曦推辞 岂不是让旁人说若曦不懂事了 凌若曦玩耳一笑 只是那笑意 却不达眼底 既然如此 就按照一年五万两银子的价格 请王爷用银子赎回她的自由吧 我且算算 从出生至今 共二十年 刚好是一百万 为了王爷的钱袋着想 我也就不要黄金了 就白银吧 听听 这是什么话 用银子买回她的自由 明明退婚的人是凤一潭 但这番话说出来 却偏偏给人一种 她也不是非她不嫁的 堂堂一国王爷 竟还需要靠银子才能买回自由 传扬出去 凤一潭的名誉 恐怕也要扫地了 家丁瞠目结舌地看着凌若曦 根本想不到 她居然真的敢伸手 向自己的主子讨要银子 而且还是这等天价 一百万两白银 足够普通人家祖孙三代 过富裕的生活了 太妃和老夫人也彻底愣住了 两人双目圆瞪 像是头一次认识凌若曦一般 大概只有一旁的凌小白 对这番话举双手赞同 凌若曦微微抬起下巴 一副笑叶奄然的模样 怎么 不合理吗 我只是按照王爷的要求说的 若是王爷付不起 我也不强求 这婚同样会退 请王爷不必担心 家丁似乎已经预见到 恢复之后 听闻这番话的王爷 会暴怒到怎样的地步 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若曦 不要胡闹 老夫人赶紧开口 不愿令若曦在屋里取闹下去 我只是顺着王爷的意思说而已 既然王爷宅心仁厚 想要弥补我 若是我不要 岂不是折损了王爷的威名吗 凌若曦打定主意 即使是要退婚 也得让凤一潭出血 退婚也就罢了 居然还用这种方法来羞辱她 真的以为她还是以前傻乎乎的凌若曦吗 这 家丁求助似的看向上手的太妃 希望她能拿个主意 一百万两 那可不是个小数目 但这要求是凤一潭主动说出来的 凌若曦又已经开口要嫁 太妃还能怎么办 只能按捺住内心的怒火 挥挥手道 行了 这个逆子 你先回去吧 别在这碍了本宫的眼睛 家丁急忙攻身退了出去 临走时 还不忘狠狠地瞪了凌若曦几眼 不过 她依旧笑着坐在椅子上 任由那扎人的目光一路尾随 也不曾有片刻的不适 带到家丁离去之后 店内的气氛比起刚才 更多了几分古怪 太妃精明的眼眸 时不时地划过凌若曦的身上 像是要把她给看穿 凌若曦眼观鼻 别关心 把自己当作店里的一幅壁画 没有扭头去看太妃一眼 被凤一潭派来的家丁这么一闹 太妃哪里还有心情 留凌若曦和老夫人下来吃饭 随后寒暄了两三句 再也没有提起婚事 便吩咐下人 带领他们出宫去了 眼看着两人的身影 在安宁宫外消失 太妃这才道 这凌若曦究竟是真傻还是假傻 那番话分明是把我三儿说成是陈师妹 要败坏她的名声啊 摸摸摸站在她的身后 替她揉捏着肩膀 低声劝慰 依奴婢所见 这样也好 三王爷对这凌若曦没有任何感情 勉强未必是一种幸福 还会伤害到主子和三王爷之间的母子情分 太妃想了想 倒是也想通了不少 或许这凌若曦并没有她以为的 那般在意她的三儿 不然又怎会如此轻易地松口 解除婚约 不管怎么样 这则婚事在六年前 凌若曦失真之时 就已经注定了要解除 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罢了 离开皇宫 老夫人横眉怒目地瞪了凌若曦好几眼 好似在懊恼她的不长眼 又好似在气她的任性 冲动 凌若曦牵着凌小白翻身上了马车 对她的视线视而不见 车轮滚滚在繁华的街道上 缓慢地进行 她拖着腮帮 邪腻着正在不停擦拭着子坛顶的儿子 眼角直抽 你拿什么东西不好 这玩意儿值钱吗 这是古董 以后一定值钱的 凌小白说得信誓旦旦 娘亲不是说过吗 要放眼未来 宝宝回去后 就找个地儿把它埋起来 等到几十年过去 它就会变得价值连传 凌若曦嘞嘴角一抽 你就不怕被人挖走吗 这都是个问题 凌小白瞬间垮下脸来 面露些许哀怨 求助似的盯着凌若曦 希望她无所不能的娘亲 能赶紧想个法子 所以我才问你 究竟为什么拿它 不选择金银珠宝 凌若曦摇摇头 实在是弄不明白 凌小白的脑子 究竟是怎么长的 金银珠宝多俗气啊 咱们是有格调 有档次的人 怎么可以拿那些东西 凌小白撅着嘴 理所当然地说道 格调 档次 这两个词从她的嘴里吐出来 怎么听着那么别扭呢 嗯 既然是这样 为了提升你的格调 拉高你的档次 你藏着的黄金白银 银票 就通通交给娘亲 你就继续发扬你的骨玩去 想怎么玩 就怎么玩 不要 凌小白立马尖声叫嚷道 娘亲 你不能这么残忍 那可是宝宝将来的老婆板 没事啊 讨不到老婆 不还有骨丸陪着你吗 凌若曦索性就用她的话去赌她 轻描淡写 就让凌小白丢盔弃甲 她把自己抱成一团 缩在马车的角落里 企图用忧怨的眼神 让她松口 收回成命 这世上 绝对不会有比她更可怜的人了 好不容易攒点钱 却被自个儿亲娘 用各种各样的理由给拿走 凌小白越想 心里头越不是滋味 眼眶迅速地红了一圈 刚张开嘴 准备来一声河东湿吼 谁料 车夫忽然勒紧缰绳 她整个人朝前扑去 直直掉入凌若曦的怀中 被她紧紧地露在怀里 马车突兀地停下 双蹄凌空飞起 口中发出了一声震耳欲聋的嘶鸣声 两侧的摊贩被吓傻了眼 回过神来 一个个赶紧将摊子一收 躲到了更远的地方 车夫愣愣地看着前方 忽然从巷子里出来的男人 眉头紧皱 黑色的汗血宝马上 穿着名贵暗紫色紧端的男子 威风凛凛地坐着 一双镶金的马靴勾着马鞍 一手握住缰绳 一手捏着一条银色的长边 墨发高高竖起 头戴羽冠 剑眉星目 浑身散发着一股冷峻的气息 三 三王爷 车夫凭着记忆 终于认出了男子的身份 这下可是吓得胆战心惊 动的一下 跳下甲板 跪倒在地上 不停地磕头求饶 谁不知道 这位三王爷不尽人情 稍微让他不舒坦 他手里的鞭子 就要取人性命 车夫后悔得 恨不得给自己挤巴掌 脸上的眼泪和鼻涕 混杂在一起 看上去好不可怜 放一谈 却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 一双溢满了冷怒的毛子 正死死地瞪着正前方 轻轻摇曳的车帘 像是要穿透他 看见里面那可恶的女人 凌若曦轻轻拍了拍 受了惊吓的凌小白 而后优雅地坐在椅子上 动也不动 他知道外面拦路的人是谁 那么大声的三王爷 就算是笼子也能听得到 更何况是他 但是呢 他对这个男人是真心 没有任何好感 甚至于 对他还有几分厌恶 如今这人当街拦路 他何须给他好脸色看 贱人 本王知道你在里面 马上下车 凤一潭紧握着马鞭 朗声说道 一声贱人 道尽了他对凌若曦的贤物 与鄙 四周围堵着不少的平民百姓 这样的场面 平日里可不多见 一个是身份尊贵的当今王爷 一个则是刚刚回国的 丞相府大小姐 而且他们还是曾经的未婚夫妻 这关系可复杂着呢 老夫人的马车先行一步离去 自然是没有发现后方的动静 整条街几乎被百姓们围得水泄不通 无数攒动的人头随处可见 甚至有的为了看得更清楚些 甚至不惜爬上了房顶 可见八卦的力量不仅仅是现代才有 这古代也不妨多让 娘亲 上宝宝出去教训他 灵小白羞的一下 如同泥鳅一般 从灵若曦的怀里划了出去 搂着袖子就要往外冲 可爱到抱的脸蛋 此刻已经布满了愤怒与狠力 杀气腾腾的 似是要出去打仗 他最讨厌有人对娘亲不敬 绝对 绝对要给对方一个终身难忘的教训 灵若曦心头的伯怒 在看见自家儿子这么可爱的反应之时 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手一伸 直接把人给抱在了怀里 脑袋在她的镜窝间蹭了蹭 嗅着儿子身上淡淡的奶香味 心里头说不出的幸福 小白 这种事情交给娘亲就好 娘亲可舍不得 让这种人的血葬了你的手 他柔声说道 素来古井无波的眼眸 此刻终于染上了淡淡的暖意 像是冰山在瞬间消融 流光溢彩 明小白揪着嘴 脸上的愤怒并没有散去 可是 抱不想替娘亲教训她吗 哼 这种小角色 不需要我儿子出场 灵若曦拍拍她的脑袋 看着她有气无力地垂下头 心头既感动 又觉得好笑 她知道 在灵小白的心里 她这个做母亲的分量有多重 六年来的相依为命 她只有她 她也只有她 所以 凤一谈的那句话 让灵小白有多愤怒 她能够想得到 好说歹说 总算是把灵小白的怒气给抹灭掉 灵若曦这才松开手 整理了一下衣巾 从马车内飞山而出 身影轻如飞燕 美如玄月 百姓们纷纷无嘴惊呼 好似看到了九天玄女一般 名谋好齿 秋水为谋 白玉为谷 一席素色华衣 更是增添了几分 缥缈神秘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二十二集 灵若曦站在汗血宝马前 微微昂起头 看着眼前这位曾经的未婚夫 长相倒是俊美 只可惜 眼底的阴凉与恶毒 偏偏让她掉了几分价 你是灵若曦 凤一谈的眼底 迅速滑过了一抹惊艳 不过转眼一想 到底是曾经 被誉为惊师的第一美人的女子 样貌自是不俗 也就不觉得奇怪了 半路冲出来拦马车 你不是早就知道 娘亲坐在里面吗 灵小白还是没忍住 一把撩开车帘 探出个小脑袋出来 愤愤不平地嘀咕 该不会是娘亲的爱慕者吧 求爱不成 所以应爱是恨 于是想到有这种方法 引起娘亲的注意力 她越说越觉得有几分道理 时不时地点头 灵恶熙听得嘴角直冲 扭过头去 狠狠地瞪了灵小白一眼 这孩子都是跟谁学的 才多大 就懂得什么情情爱爱的 将来该不会成为一个情痴吧 哼 胡言乱语 本王怎么可能看上这种败坏门风的女人 放一谈恼羞恕成怒的咒骂道 手指指指灵若曦的鼻尖 你这个女人婚前十针红杏出墙 居然还妄想婚后敲诈本王 也不看看你是个什么德性 哇 敲诈 不是吧 居然做得出这种事 这还真是不要脸啊 不少百姓纷纷交头接耳的议论 恨不得将人若曦踩在脚下 朝她吐上几口唾沫 在这个朝代 女子的贞洁极为重要 除非你的修为强大到可以藐视天下 不然便无法逃脱天下人的悠悠众口 你们别诬蔑小爷的娘亲 小心 小爷告你们诽谤 凌小白怒红了脸蛋 恨不得逮着这帮人 一人送上一记拳头 让他们胡说八道 凌若曦掏了掏自己的耳朵 被这些乌言晦语吵得头疼 余光瞥见凤一谈 得意洋洋的表情 顿时嘴角一弯 如果我没有记错 说要补偿我多年青春的 似乎是王爷吧 我不过是顺着王爷的意思而已 何来的敲诈 还是说 王爷支付不让我的青春费 想要用这样的方式抹黑我的名誉 凌若曦虽然平日里冷若冰霜 但是绝不是少言寡语的人 她的口才远胜于她的修为 不然又怎能叫道出古灵精怪的凌小白呢 一番一扬顿挫的话语 说得凤一谈脸色一阵清一阵白 俊美的容颜生生地蒸凝成一片 身上清洁品级的威压四散开来 以她为中心 朝着四周刮着飓风 姨妹在风中被吹得烈烈作响 不少百姓找着遮蔽物 想要从她可怕的实力中逃出去 免得误伤无辜 凌小白紧紧地拽住胸口的衣巾 扯了扯头顶上左摇右摆的呆毛 撇撇嘴道 什么嘛 君子动口不动手 还王爷呢 分明是个小人 对女人动手的男人最恶劣了 找死 凤一谈彻底被她激怒 整个人凌空跃起 眼看着就要将凌小白避于掌下 凌厉的掌风呼啸而来 凌小白缩着脑袋 想要朝马车内躲 黑狼在她的肩头拱起身体 滋至牙齿 蓄势待发 凌若曦的脸色骤然大变 轻身而上 蓝街的旋律彻底爆发出来 凌空接下了凤一谈的一掌 蓝与青的旋律 在空中形成巨大的球体 随后轰然向四周散去 犹如核弹爆发般 整条街道的地面被震得军裂 许多百姓狼狈地跌坐在地上 抱头哀嚎 凌若曦飞身而下 直逼凤一谈身前 感动她的儿子 她要了她的命 骇人的杀气 犹如食指一般朝着凤一谈 排山倒海的压去 她本就被方才的力量 震到地上后退束步 才勉强站稳 还没来得及灰神 下一机已到 那么白色的残影如同鬼魅 眼看着就要拍上她的胸口 王爷 躲开 皇族的死侍从暗中现身 一把推开了仍在愣神的凤一谈 用血肉之躯 硬生生地扛下了凌若曦的一掌 鲜血从她的嘴里吐出 身体踉跄了几下 怦然倒地 彻底失去了声息 啊 下来啦 有女人在一旁发出了可怕的惨叫声 被吓坏了的百姓们 蜂拥着朝着四周逃窜 片刻间 整条街道只剩下他们两人 凤一潭精致地眨了眨眼睛 双目空洞地 看着倒地不起的死士 显然是还没有回过神来 她不敢相信 自己的贴身护卫 竟会惨死在眼前 而且还是被一个自幼被称作废物的女人 一掌拍死 这种事情怎么可能 要不是死士的忽然出现 那一掌便该直接拍在她的胸口 凤一潭隐隐感觉到一丝后怕 霍地抬起头来 目光骇然地 盯着眼前突兀站在马车旁 如同杀神般的女子 你 脸上的血色在瞬间消失得一干二净 她蹬蹬地后退了两三步 以为这样就能够逃出升天 这样的实力 怎么可能是废物 该死的 是人全都眼瞎了吗 娘亲好棒 灵小白咯咯地笑着 坐在甲板上 不停地鼓掌 丝毫没有见到 死人的恐惧与害怕 蓄势待发的黑狼 眼见危机解除 这才放松下来 又恢复了她宠物的样子 安安静静地趴在 灵小白的肩头 只是看着灵若曦的时候 眼底隐隐闪过一丝敬畏 你居然敢杀害本王的人 凤一潭也不知道 打哪里来的勇气 怒声咆哮 俊美非凡的面容 因恐惧与怒火扭曲 广袖下的双手黯然祸起 灵若曦冷冷地扯了扯唇半 哼 杀了又如何 一个胆敢伤害她儿子的人 都是她的敌人 为了最宝贝的存在 她不介意让这双手 重新沾染上鲜血 即便与世界为敌 她也要护儿子周全 在灵若曦的世界里 没有善恶 有的只是自己人 与敌人 以及陌生人 若是凤一潭 安安稳稳地退婚 她绝不会有二话 但是 她千不该万不该 妄想羞辱她 而且 对她的宝贝下毒手 精致美丽的脸部线条 分外硬朗 她的眼眸里 仿佛结了一层兵 浑身杀气肆虐 贱人 你知不知道对方王出手 是要诸九族的 凤一潭怒吼道 却被空气里 弥漫的杀意 吓得双腿发软 她觉得眼前的这一切 就像是一场噩梦 这个废物 怎么可能会如此强悍 怎么敢对她出手 她难道不怕死吗 我不喜欢你的说辞 在强者面前 弱者永远没有叫嚣的资格 说吧 林若曦运起旋力 想要将凤一潭朱砂在此地 她行事 向来不喜欢给自己留下后患 而且还是一个麻烦到极点的隐患 住手 就在她伺机而动时 一声怒吓在空中乍响 属于拦截巅峰的威压 如同一座大山 笔直地朝着林若西扑来 她竭尽全力地抵挡 但那巨大的力量 震得她头晕目眩 连五脏六腑也被震伤 喉咙里生起了一股腥味 她紧咬着牙关 猛地回过头去 由继位军统领 北宁国二品武将 拦截巅峰的武者 率领五百侍卫 从街头浩浩荡荡地走来 庞大的人潮 将空荡的街道占满 密密麻麻的一片 如同浪潮般 声势浩大 五百名侍卫 实力最低的 也是绿阶巅峰 突破拦截的 有足足五十余人 林若西仅仅只是 抵抗那可怕的威压 就已经拼尽了全力 能够稳稳地站在原地 毅力不倒 已经是她的极限 黑狼 带小白走 自知不敌 林若西咬着牙 拼着最后一丝力气 冷声命令到 黑狼拱着身体 全身的鬃毛 纷纷竖起 拦下她 快 那是魔兽 统领一眼就认出 黑狼的不同寻常 当即下令到 只可惜 她的话音刚落 众人只来得及 看见一抹黑色的残影 从眼前划过 下一秒 本该在甲板上的小奶包 已然不见了踪影 众人面面相觑 还没有弄明白 这人是怎么消失不见的 林若西感觉到 儿子的气息彻底消失 心头的大石 总算是放下 双眼危险地眯起 袖中匕首 袖得滑入掌心 准备放手一搏 没有了后顾之忧 这区区五百人 拼着重伤 她有把握能够逃出去 林小姐 工人伤害本朝王爷 本官 要将你押解入牢 统领派遣了十人 前去搜捕 林小白的去向 随后 将凤一潭护在身后 侍卫形成了 一个偌大的包围圈 将她团团护在中央 灵派遣不懈地 讥笑一声 哼 有种就来试试啊 这么多人 应该够喂我的刀了 雨碧 她整个人 以一种肉眼 无法看到的速度 直逼统领身前 仗着出类拔萃的近身战 虽然修为 比对方低了 不止一点半点 但是局面上看起来 倒是势均力敌 林恶西并不恋战 在窄小的街道上 打起了伏击战 数百人的目标人物 让她杀得兴起 手起刀落 一条条人命 在她的手下被收割掉 那小小的一把匕首 像是阎王爷的勾魂帆 她一路闯过人群 所到之处 莫不是一片湿山血海 硬生生地从人潮中 撕扯开一条血路来 奋力杀出重围 不少侍卫被她 不要命的战士 吓得双腿发软 疯子 她简直是个疯子 不要怕 不过是个拦截 初期的女人 大家一起上 身受重伤的统领 咬着牙 朗声说道 从后方朝着林恶西扑去 同时 六名侍卫一拥而上 几乎封堵住了 林恶西所有的退路 她避无可避 林恶西根本就没有闪躲 双足在地上一蹬 避开要害 背部被侍卫一掌击中 鲜血漫上喉咙 她死死地忍耐住 五脏六腑的剧痛 林空与统领队长 属于拦截的旋力 瞬间爆炸开来 拼着重伤的危险 旋力反噬后 她不退反击 身体在空中 九十度悬空反转 左手擒住统领的臂膀 右手猛地一滑 瞬间割破了她的咽喉 血如泉涌 自空中洋洋洒洒地飘落下来 宛如一场血雨 剑洒在下方众人的身上 虽然摆平了实力最高的统领 但是 灵若曦体内的旋力 也激进枯竭 她刚想运气 谁料 筋脉传来一阵 撕扯般的剧痛 疼得她浑身冒起了冷汗 呼的一声 后方一阵破空之声袭来 灵若曦下意识地想要躲闪 但是身体早已经力竭 已不受她的控制 凤一潭从后偷袭 在空中一掌 击中她的胸口 白色的人影 如同断了线的风筝 轰然坠落倒地 砰的一声 在地上砸出了一个深坑 灵若曦挣扎几下 艰难地想要站起 双腿颤抖地伸直 还未站稳 八名侍卫 立马扑了过来 叠罗汉般将她狠狠地压倒在地 滚开 她奋力挣扎 匕首掉落在远处 只能赤手空拳 用蛮力 袭击着上方 侍卫身体的要害 咽喉 眼睛 脊椎 咔嚓几声碎响 两名侍卫折损在她手里 凤一潭眼眸一冷 撩了袍子 一步一步 缓慢地朝着 林若曦的方向走去 围居的侍卫 纷纷散开 给她让出一条道路来 她犹如被人 顶礼膜拜般 走到了林若曦的跟前 轻轻蹲下 贱人 你不是很能打吗 手掌握住林若曦的手腕 用力一折 骨头硬声断裂 整个手掌无力地朝着内侧落下 林若曦却连吭声也没有吭过一声 打断她的四肢 封住她浑身筋脉 把人压入天牢 凤一潭无情地命令道 亲眼看着林若曦被侍卫折磨 心中说不出的畅快 这个方才还在她面前耍横 逞能的女人 如今不也一样 要对她服软低头吗 如此一想 她便忍不住要仰天长笑 近乎张狂的笑声 在混杂了血腥味的空气里 弥漫开来 分外害人 林若曦怒得双眼一片星红 旋律被封 四肢被折断 她如同尸体般被侍卫扛着带走 下巴也被人用力卸掉 只能用眼睛 狠狠地瞪着站在满地的尸山血海中 气焰嚣张的男人 别让她有机会活着离开 不然 她必要手刃此人 将她千刀万挂 被押入天牢 为免她逃走 凤一潭亲自下令 不许找大夫给她抑制伤口 任由她如同死尸般 躺在肮脏的牢笼里 自己则风度翩翩地站在笼外 嘴里时不时嘖嘖两声 欣赏着林若曦此时的落寞模样 三王爷 这地儿太脏了 不如您在外面坐坐 如何 玉头阴晴地站在她身旁 点头哈腰地问道 一副小人的样子 凤一潭敏唇一笑 笑容中带着说不出的得意 嗯 本王这就走 这地方也只有下坐的人 才能待得下去 林若曦 要快就怪你与本王为敌 胆敢伤害皇亲国戚 这一次就算你有九条命 也逃不掉 林若曦索性闭上眼睛 连瞪她也觉得费力 她不愿意再做无用功 既然无法逃脱 还不如省点力气 休养生息 这里的环境虽然肮脏 但比起她上辈子 做俘虏时的待遇 已经好了不少 她太过坦然的样子 让凤一潭心中极为不舒坦 眉头一触 眼底划过了一丝 阴凉的冷光 记得好好招待她 只要别把人弄死了 其他的随你们处理 玉头搓着手 阴凑凑的笑了 是 王爷请放心 奴才一定好好招待这位大美人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二十三集 银荡的笑声在忧森的天牢里徘徊着 犹如恶魔 凤一潭在皇城街道上 与丞相府大小姐发生争执 其残忍杀害侍卫八十余人 重伤近百人 近乎彪悍的伤亡数字 让凌若曦的大名 再次遇满皇城 只不过这一次 再也没有人敢称她为废物 而是议论着 她被捕之后将会得到怎样的处决 北宁国国君大怒 当即下旨 要将凌若曦斩首示众 丞相当天进宫 赴京请罪 让丞相一脉 免受这次灾祸的牵连 二姨娘和凌语涵等女眷 在后院里咒骂着凌若曦的愚蠢 以及不自量力 幸灾乐祸她现在的下场 巴不得她立刻被斩首 永绝后患 凌语涵穿着一袭流苏长裙 带着一名丫鬟 造访三王爷府邸 上门替自己的姐姐请罪 凤义谈一改往日的温言细语 声称 必将杀了凌若曦 出心头这口恶气 凌语涵的行为 得到了不少人的称赞 在王孙公子的眼里 她分明是为了姐姐劳累奔波 重情重义的女子 冥望也随着水涨船高 皇城背面 深山下方的地窖 乃是天牢的所在之地 山脚有身负旋力的重兵把守 层层警戒 方圆切迷 很难见到百姓的行踪 据说这里时不时会传出惨绝人寰的叫声 傍晚时分听入耳中雨利鬼的嘶吼 没有什么两样 凌若曦低垂着头 不停地喘着粗气 身上的华贵长衫 早已经被皮鞭鞭挞得破破烂烂 除了一张脸 她浑身上下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是完好无损的 这女人骨头还真硬 不管用什么办法愣是没听她叫过一声 一名芋头提着灯笼在牢笼外巡逻 途经她所在的牢笼时 忍不住冲地上催了一口 也不知道这话是讽刺还是佩服 三千青丝已被鲜血沾满 一缕缕凝固成团 待到芋头离开之后 唯一的光亮也随着消失 这座牢笼连一个通风口也没有 根本无法分清外面究竟是白天还是黑夜 不断有断断续续的抽烟声 求饶声 哭诉声从四周传来 这里关押着的 大多数都是违法乱纪的百姓 或者是一些官员 工人 凌若西抬起手臂 看着被折断的四肢 眉头忍不住皱成了一团 她身体的旋力被彻底地封锁住 即便有法子将骨头尖好 但是她也没有把握 能够拖着这具身体平安地逃出去 但若是任由伤势继续恶化 恐怕不需要多久 再想街上就真的难如登天了 一咬牙 她吃力地将左手手掌搭在右手手臂上 用力一掰 咔嚓 错位的骨头利落的街上 一阵剧痛从手腕处传来 凌若西却连眉头也不曾皱一下 迅速地将四肢接上 她靠着冰冷的灰墙 坐在稻草堆上 闭上眼睛 想要凝聚体内的旋力 冲破被风堵住的筋脉 每一次冲撞 鸡脉就会传来撕扯般的巨头 一缕缕极其微小的旋力 在鸡脉中游走 那滋味活像是千刀万剐 饶是凌若西早已经习惯了疼痛 但是还是忍不住地掉下了冷汗 她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 全身的力气仿佛都在这一刻被掏空 短暂地歇息之后 凌若西开始观察 玉头的换班情况 随时准备着逃走 她从不会轻易地放弃自己的生命 只要还有可能活下去 哪怕是再小的机会 她也要把握住 若是没有机会 那就用这双手去创造机会 只是不知道 这时候小白怎么样了 想到儿子 凌若西满是泥泞的面颊上 却浮现出了一丝温柔 凌小白 那是她这两辈子最为柔软的存在 夜凉如水 整个皇城陷入了沉睡之中 一道小小的身影 从暗巷里偷偷地溜出来 被泥巴糊弄得几乎看不清容貌的奶娃娃 抱着一只宠物 靠墙穿梭 时不时有巡逻的士兵 从街头巷尾经过 小黑 你说 凭着小爷和你 能把娘亲救出来吗 凌小白躲过一波又一波的巡视 有些气馁地蹲在地上 戳着黑狼的身体 懦懦地问道 在她的心目中 凌若曦向来是无所不能的 被抓住这种事 她连想都不曾想过 却偏偏发生了 短暂的惊慌之后 她迅速地冷静下来 乔装打扮 把自己扮作肩上的乞丐 这才躲藏过了士兵们的搜捕 吱吱吱 黑狼朝她叫了几声 想要安慰她 别这么快就放弃 就算小主人救不了那女魔头 不是还有少主吗 尖利的爪子拍了拍 凌小白的胸口 细微的触感 却让凌小白整个人 充满了勇气 小黑 你也觉得小爷能醒呢 对不对 亮晶晶的眸子 溢满了欣喜与激动 她捧着黑狼 对上她那双 几乎快要看不见的小眼睛 一字一字地低声问道 黑狼真的很想知道 那么英明的少主 怎么会有这么笨的儿子 但是看着这样的凌小白 她实在不忍心打击她 只能点头 好 咱们这就去营救娘亲 凌小白握紧拳头 一只脚刚从巷子里踏出去 眼前一道黑影快速闪过 她整个人已经被抱在对方的怀中 凌空飞起 啊 你是谁啊 快不想一下去 不然小爷就咬死你 凌小白 她堂堂云族神兽都快要受不了了 在黄城外一座独立的院落内落下 来人轻轻松开手 凌小白立即后退了一大截 满脸戒备地抬起头来 借着月光 总算是看清了 掳走自己的人到底是谁 啊 是你 欠钱不还的坏蛋 粉嘟嘟的手指指着云景臣那张 妖孽般精美邪气的脸蛋 他失声尖叫 黑狼朝天翻了个白眼 绝不承认 这小家伙 是他承认的下一代云族继承人 真是丢脸死了 惊讶够了吗 云景臣挑眉问道 梁博的唇角 划开了一抹分外妖娆的笑 定睛看着自己的儿子 凌小白急忙伸出爪子 一掌捂住自己的嘴巴 用力地点头 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眨巴眨巴几下 看上去可爱极了 你娘亲的事 本尊已经知道 小家伙 想要本尊救他出来吗 云景臣斜笑着轻声问道 嗓子里带着一股 蛊惑的意味 像是引诱猎人的猎物 正在静静地等待着猎物 一步步地走入陷阱 灵小白放下手 从上到下将他打量了一遍 挑眉反问道 小爷凭什么相信你 娘亲说过 这人不是好人 他怎么可以接受他的帮助呢 云景臣玩耳一笑 除了本尊 你还能找到谁 去营救你娘亲 这小家伙的戒备心还不小 看来他把他教育得很好 除了一些小孩 通常不会有的癖好之外 这个儿子 还是让他很是喜欢的 就算没有你 小爷 自己也能救出娘亲 灵小白握着拳头 斩钉截铁地说道 他虽然小 但是他知道 靠天靠地 不如靠自己 这是娘亲告诉他的话 他一直记在心里的 娘亲说过 胡适信阴晴 非奸己到 你究竟有什么目的 比如 做你的爹爹 云景臣笑眯了双眼 看似完事不恭的语调里 却暗藏着一丝认真与期待 灵小白一副 果然如此的模样 口中哼哼两声 哼 原来你也对娘亲心怀不轨 哼 男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云景臣很想提醒他 似乎他也是男人中的一个 虽然还没有发育完全 你是不是也和那个什么王爷一样 想欺负娘亲 灵小白卷起袖口 一副 只要他敢点头 就要和他拼命的架势 逗得云景臣顿时失笑 他蹲在地上 凑近灵小白的跟前 手指戳了戳他粉嘟嘟的腮帮 触感和他想象中的一样 十分柔软 让人爱不释手 啊 恋头屁啊 变态啊 救命 灵小白急得在原地挖挖直叫 他曾经听娘亲说过 这世上有一类人 专门绑架小孩子 并且对小孩子有特殊的癖好 难道今天 他就是遇到了传说中的 BT 云景臣被他吵得耳膜发麻 反手将灵小白的嘴捂住 抱在自己的怀中 嗅着他身上淡淡的奶香味 心情分外平静 他微微地眯起眼睛 一字一字地轻声说道 我会把你娘亲救出来的 相信我 嗯 不是本尊 而是我 这是一个父亲对自己的儿子 许下的承诺 虔诚且庄重 灵小白微微昂起头 看着近在咫尺的男人 被尺紧紧地咬住唇绊 犹豫再三之后 才勉强地点了点头 那 老公 果然是小孩子 话虽如此 但他依旧 伸出为止 和灵小白勾在了一起 拉勾上吊 一百年 不许变 黑狼用力地捂住自己的眼睛 难道傻病会传染吗 不然为什么他最英明的少主 现在也开始陪着孩子犯傻了 乖乖在这里等本尊 本尊去去就回 云景晨使劲揉了揉 灵小白的头发 又扯了扯他头顶上的那戳呆毛 而后 翻身跃起 一瞬间 整个人就已经消失在了大宅内 不见了踪影 此处是云族在北宁国皇城的产业之一 灵小白待在这儿 绝对安全 目送着云景晨的身影离开之后 灵小白这才奇怪地喃喃道 他怎么会突然出现了 黑狼郁闷地趴在灵小白的肩头 废话 若不是他用了云族神兽 与契约主人之间的灵魂传音 把这件事告诉少主 少主怎么可能会这么快赶到 只是碍于物种的问题 即使黑狼吱吱吱地叫了半天 灵小白也没有弄明白 他到底在说什么 京山叔叔去救娘亲 小爷也在做点什么 替娘亲出出恶劫 灵小白挥了挥拳头 眼珠子咕噜噜的一转 小黑 咱们去找找那个什么王爷算账 你说好不好 黑狼很想拒绝 要是被少主知道 他会被刮掉一层皮的 但是看着灵小白 跃跃欲试的模样 总是有再多的怨言 此时此刻 他也说不出口了 只能点头 反正有他在 谁也别想伤害到这奶娃娃 谁也没有注意到 被一只仓鼠拽住衣襟的小奶娃娃 居然趁着夜黑风高 偷偷潜入了三王爷的府邸 那么多的死士在府内把守 愣是没有察觉到他们的行踪 一路畅通无阻地进入王府 灵小白偷偷摸摸地 从下人那里听到凤一潭的下落 咧开嘴 黑黑地笑了两声 抱着黑狼 朝着书房的方向直奔而去 此时 天牢 又是一轮的酷刑之后 灵若曦被接上的骨头终是被发现 玉头阴狠地笑着 再次将还未愈合的骨头折断 随手把人抛入牢中 转身准备去歇息 铁门响当一声和尚 灵若曦艰难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苦笑着盯着又一次宣告阵王的四肢 摇摇头 刚准备把骨头在街上 谁料 耳边传来一声细碎的声响 他立即警觉 猛地转过头去 只见在黑漆漆的牢笼之外 一抹红色的人影张狂地站立着 是他 燕眸微微颤了颤 他靠着墙 眸光森冷地凝视着牢笼外 不请自来的男人 他来做什么 看他这个阶下球吗 云景臣打晕了芋头 夺走了他们手里的钥匙 打开牢门 肮脏的环境 他一吸华服紧断站在其中 明显显得格格不数 浑然天成的贵气 从他的身上散发出来 犹如暗夜中的君王 邪魅傲然 不过短短数日没见 你就把自己给弄成这副德行了 嘴唇轻轻地蠕动了几下 轻柔的话语被玄力 送入了灵若曦的耳中 除了他之外 并无一人听到 这人是特地来羞辱他的吗 凌若曦面色冰冷 即使身为阶下球 在他的身上 也丝毫找不到任何一丝气馁与妥协 有的只是死水般的古井无波 想出去吗 本尊可以带你走 云景臣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当他看见凌若曦被折断的四肢 以及身上淋漓的伤口时 脸上的笑 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与他相见数次 这个女人骄傲不逊 又心狠手辣 何时有过如此狼狈的时候 那些人 他们竟然敢 怒火来得毫无缘由 他只想亲手杀了这帮伤害他的人 用他们的鲜血 浇灭他心底 勃勃爆发的滔天圣怒 凌若曦微微一正 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他为什么要救自己走 你这副表情 是在对本尊心存怀疑吗 云景臣提着衣摆 凑近凌若曦的跟前 不顾他瞬间绷紧了身体 微凉的手指轻轻抚过他的手腕 眉头猛的一簇 多次骨折 其他的应该是皮外伤 你的旋力被封了 凌若曦点了点头 若非如此 他怎么可能会被困在这种地方 难以逃出生天 本尊先救你出去 这里毕竟不是治疗的好地方 云景臣刚伸出手 想要将凌若曦抱起 谁料 牢笼外忽然间灯火通明 火把的刺目光亮 从前方传来 还有凌乱的脚步声 以及那可怕的 属于高手的威压 凌若曦的脸色骤然一变 狠狠地瞪了云景臣一眼 示意他快走 现在出去 他们俩只会成为瓮中之鳖 更何况 他和他无亲无故 他不愿意拖他下水 得罪皇室的罪名 并非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 到了 关钗被打晕 有人给予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二十四集 快封锁所有出路 进去搜 脚步声游远极近 云景臣却站在原地 没有一丝动静 只是拧起眉头 看着不肯离开的凌若曦 脖唇紧矣 眼见脚步声愈发靠近 凌若曦心头 也不禁泛起了一丝急切 他狠狠地瞪了云景臣几眼 发烫的喉咙里 挤出了一个沙哑的字 走 本尊定会救你一句 云景臣身影一闪 匆忙涌入天牢的侍卫 只看清一道红影 在眼前闪过 甚至有些人还以为 是自己眼花了 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是敌人 快去看看 犯人是否被劫走了 从宫中派来的禁卫军 将整个天牢塞得满满的 当他们看见笼子里 依然存在的凌若曦时 提高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 你们快看 锁被人打开了 一名禁卫军指着被云景臣打开的铁锁 惊呼道 刚才真的有人接约 快去便帮皇上封锁全城 那人一定和伤害王爷的人是一伙的 领头的禁卫军咬着牙 冷声命令 他们刚接到指令 三王爷在府中遇到袭击 手臂被伤 而且伤口然有剧毒 如今太医正在王府替他会诊 皇上不放心天牢的情况 让他们前来看看 果不其然 发现有人打算截囚 凌若曦冷冷地看着这帮禁卫军 手忙脚乱的指挥 忙碌 嘴角扬起了一抹击笑 凭着云景臣的能力 一个人想要脱身 轻而易举 他们没有看清他的容貌 就算是想要抓人也抓不到 截囚的消息第一时间传入了皇宫 北宁国皇帝立即下令 勒令封锁整座皇城 全程搜捕敌人的行踪 务必要将那人生寝 拿到解药 解了三王爷身上的剧毒 凌若曦再次被提审 各种酷刑连番上阵 但是 她却咬着牙关 没有吐出一个字来 这么落后的刑罚 与她在组织里的疼痛训练比起来 根本就是小儿科 没有从她嘴里掏出有用的情报 玉头只能兴兴地罢手 凤一潭的情况危在旦夕 十多名顶尖的太医 练药师 练丹师 齐聚一堂 却只能以毒攻毒 暂时压制住 不让毒素向心脉蔓延 朕 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 付出多大的代价 必须要把三王爷治好 朕 要看到一个完好无损的王爷 懂了吗 北宁国国君深夜出宫 乘坐龙年抵达王府 看着满屋子束手无策的太医 他气得想要杀人 床上躺着的是他的弟弟 是北宁国的三王爷 不过是受了点小伤 集聚了这么多人 却没有办法 那他养着这帮人做什么 皇上赎罪 去皇上赎罪啊 太医哭得老泪纵横 不停地在地上磕头 砰砰声此起彼伏 从内室的账漫内传出 让人心痛的哀嚎声 更是叫得皇帝的心犹如刀脚 来人哪 把今夜王府所有巡逻的侍卫 统统拉出去 砍了 连一个秘密潜入的贼子也抓不住 留着他们 还有什么用 皇帝一声令下 三王府的前院血流成河 五十多名巡逻的侍卫 全数惨死 导致王府内人人自危 发作了一通之后 皇帝心头的杀意 总算是勉强平复下来 他穿着一身龙袍 神色疲惫地跌坐在墓椅上 冷冷地盯着满地的太医 沉声问道 你们老实告诉朕 皇帝他究竟中了什么毒 你们可都是北宁国最好的大夫 最好的炼药师 连你们也无能为力吗 回禀皇上 此图甚是剧烈 微臣等看过王爷的伤口 应当是被魔兽所伤 一些魔兽爪子牙齿 天生带有剧毒 若不弄清是哪种魔兽 微臣真的无法下手啊 如今只能靠以毒攻毒的法子 再由高手替王爷输送旋律 勉强保住心脉 但若在毒性再度爆发时 仍旧找不到解药 王爷他 他 太医说着说着 再也说不下去了 只因为从皇帝身上 散发出来的可怕压力 太过害人 让他心头不禁一颤 唯恐成为了君王怒火下的牺牲品 你们呢 皇帝锐利的眼眸 转向一旁的炼丹师 逼问道 皇上 我等与太医的意见相同 必须要对症 才能下药啊 炼丹师哆哆嗦嗦地说着 脸上冷汗不止 虽说他们已是 北宁国内顶尖的炼丹师 炼药师 但是他们却是依赖皇权 才能得到至高无上的荣誉 自然也不敢去触怒 这一国之君 哼 一帮饭童 皇帝一掌狠狠地拍在 身下木椅的扶手上 怒气横生 朕养你们 就是为了听你们说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的吗 请皇上息怒 众人再次叩首 整个卧房的空气 仿佛凝结了一般 让人几乎快要窒息 内室里传出痛苦惨叫 仍在继续 皇帝听着一颗心 几乎都揪在了一起 北宁国 先帝子嗣稀少 如今仅存的只有他们二人 若是失去这个弟弟 他便真的要成为孤家寡人了 北宁国皇帝神色颓唐 清秀的面容浮现出了一丝暗色 但是很快 他便平静下来 所有外露的情绪 统统被敛去 只剩下一片平静 这才是一位帝王 该有的姿态 知道 今夜闯入王府的 究竟是什么人吗 应当是 闲力修行者 而且 还拥有一头魔宠 能够悄无声息 潜入王府 修为必定极高 王府的管家站在一旁 冷静地分析 若不是王爷 受伤后发出声响 奴才党 恐怕至今也难发现 等到奴才们闯进去 贼人已经破创而出了 当时书房内一片狼藉 没有掌灯 无人看清贼人的样貌 他们到死也难想到 今夜动手的人 只是一个五岁大的小奶包 皇上 天牢传来消息 今夜有人劫狱 妄想劫走林若曦 恐怕那些贼人 与这丞相府大小姐 脱不了干系 毕竟是声东击西 兵分两路 一边前往天牢结球 一边潜入王府商人 得到天牢传来的消息 管家再度猜测 哼 林若曦 吩咬下宫 他的死刑提前了 五日后问斩 朕就不信 用林若曦 还引不出这帮人 不论如何 五日内 定要将这则消息 传遍天下 届时 朕在刑场 布下天罗地网 让这帮藐视黄泉 众商镇皇帝的贼子 伏法 皇帝这次是动了真怒 第二日 三王爷奉一潭 身中剧毒的消息 不禁而走 与此同时 还有林若曦五日后 菜市场斩首的旨意 不少人纷纷议论 自从这大小姐 回到京师之后 皇城内 就没有过上一天的安宁 不少人将她 视作扫把星 视作灾星 恨不得立即将她处死 这些流言 没少有二姨娘 在背后推波助澜 另外几房的姨太太 纷纷作弊上官 蝶女一死 她们这些偏房的 子嗣的身份 自然会水涨穿高 一时间 整个丞相府 暗潮涌动 云景晨 悠然坐在 大宅正厅的墓椅上 修长的手指 轻轻地把玩 这手里的茶盏 白色的雾气 遮盖住了 她脸上的神色 林小白 乐呵呵地抱着黑狼 从厅外走了进来 在见到她的时候 双眼蹭得一亮 盲不迭地迎了上去 娘亲呢 本尊应当问你 三王府的事 是不是你带着黑狼做的 云景晨放下茶盏 浅薄地眼皮 缓缓抬起 锐利如刀的视线 直直地落在了 林小白的身上 这个天不怕地不怕 向来只怕娘亲的小奶包 竟然有些心虚 慌乱地将目光移开 不敢与她对视 她这诡异的举动 已让云景晨了然 嘴角邪魅的浅笑 加深了几分 抬手揉了揉她的脑袋 干得漂亮 替你娘 好好出了一口恶气 即便林小白不做 救出灵若曦之后 她也会亲手替她报仇 且不说这种情绪 究竟是因何而来 但是既然她想 云景晨自然不会压抑 她向来我行我素 从不在意其他 呃 林小白原以为会挨骂 可是没想到 竟然还得到了一阵夸奖 机械地眨了眨眼睛 出发点固然好 但是 因为这件事 天牢的守卫再度加强 并且经过昨晚这么一闹 那里肯定成为了龙潭虎穴 云景晨含笑说道 虽说是龙潭虎穴 但是在她的脸上 却丝毫看不出任何一丝畏惧 反而有些跃跃欲试 那怎么办 你是不是怕了 如果你怕了 小爷自己去救娘亲 林小白举着嘴 低声嘀咕 怕 本尊的人生里 还从未有过这个字 不过 本尊觉得 你的娘亲 必然不想带着你四处奔波 四处逃难 昨夜的行动始终太鲁莽了 不仅是灵小白 还有她 即使昨夜将人救出来 天大地大 处处是黄泉遍布的城镇 一旦被发现 将是永无止境地追杀 与搜捕 此乃下策 你是不是 昨天见到娘亲了 林小白轻扯着云景臣的衣袖 低声问道 眼里闪烁着淡淡的忐忑与不安 即使再怎么成熟 她也只是一个五岁大的孩子 头一次离开娘亲这么久 心里的思念与牵挂 与日俱赃 她害怕听到任何不好的消息 嗯 袁景臣微微汗手 火红的衣衫从椅子上扑散开来 绣着金色图纹的华服 衣巾微微敞开 露出健硕性感的胸口 精湛的锁骨朝外凸起 让人只想扑上去啃食一番 这个男人 即便是什么都不做 也有着将人迷得神魂颠倒的魅力 娘亲她过得好不好 她又没有想念小爷 灵小白连连问道 眼眶微微红了一圈 自从凌若曦被捕之后 她没有掉过一滴眼泪 但是现在 她却强撑着 强忍着 想哭了 云景臣眼眸一暗 故作戏谑地勾起贼脚 手指抹去灵小白眼角上滑落的泪珠 男子汉大丈夫 流血不流泪 小爷没过 灵小白挺着胸膛 大声反驳 但是金豆子 却源源不断地从她的眼眶里滑落下来 怎么擦都擦不完 她会没事的 不论有什么事 本尊都会替你们摆平 云景臣伸出手 将小奶包紧紧地抱在怀中 沉生许诺道 好不容易将灵小白不安的情绪安抚下来 天已经渐渐地沉了 整个皇城依旧处于戒严中 百姓们足不出户 丝毫没有了往日的热闹 繁华的景象 丞相府 明丞相面露纠结地坐在书房的椅子上 面前的花梨长桌 摆放着厚厚的一叠宣纸 每一章都写着苍镜有力的镜子 热光闪耀 映照着她的面容 也有些晦暗不明 老爷 二姨娘捧着宵夜推门进来 见着她一副落寞的样子 心头咯噔一下 老爷该不会再为凌若曦那件提子烦恼吧 啊 你来了 怎么还没歇息啊 丞相脸去眸中外露的情绪 招招手将二姨娘搂入怀中 关心地问道 我这不是心里惦记着若曦的事吗 这次闹得这么大 要不是皇上开安 保不定咱们全家都得跟着受罚呢 唉 如果姐姐还在 一定会心疼吧 二姨娘抬起手 失去眼角的泪珠 唏嘘常叹 一副替凌若曦牵肠挂肚的样子 倒是让丞相也跟着惆怅起来 以前他虽然愚笨 到底还是听我这个做爹的话的 可是现在呢 他才回庆多久 竟然胆子大到 工人在大街上 与三王爷动手 还杀了那么多的侍卫 你说 六年不见 这孩子 怎么变得如此陌生呢 以前别说是杀人 即使 是厨房里宰之机 他也得晕上好几个时辰啊 丞相连连摇头 曾经凌若曦文不能 武不行 他嫌她是累赘 是废物 如今她有能耐了 有本事了 她又有些怀念 以前安安分分的女儿 二姨娘眼眸一沉 她就知道 大夫人虽然死了 但是 在她的心里头 还是惦记着的 即使这凌若曦犯下滔天重罪 她还是有几分舍不得 心里的嫉妒 如同毒草般疯狂滋掌 被烛光模糊的俏丽容颜 有一瞬的扭曲 下一秒 又恢复了那副 小鸟依人的模样 老爷若是当真放心不下 要不我明儿个 进宫去求求太后太妃 套个恩典 去天牢看看她 丞相想了想 终是点头同意了她的建议 唉 你见到她后 要好好给她说 争取赢得三王爷的原谅 让这件事 大事化小 消事化了 等她出来 我安排个幽静的院子 让她去住上几年 待到风波故去 大家淡忘了这件事 再回京吧 这是想要将凌若曦驱赶出京师重地 流放在外 二姨娘心头一喜 哪里能不答应 当初 她能将这嫡女赶走六年 如今自然也能再一次将她撵走 只不过这一走 哼 恐怕她就永远也别再想回来了 第二日清晨 二姨娘带着凌若曼进宫面见太妃 在宫中哭了许久 才求来恩典 可以尽天牢见凌若曦一面 两人一身盛装 彩色缤纷的华衣加身 远远看去 如同一只即将展翅欲飞的蝴蝶 马车缓慢地驶出皇城 远离繁华的城镇 抵达北面深山山脚 一列劈窥带甲的侍卫 立即将车辆拦截下来 什么人 我们是丞相府的家眷 德蒙太妃恩典 特地前来看看 日前被捕的大小姐凌若曦 请官爷通融一下 二姨娘做足了姿态 将一个为嫡女操心的 寂慕形象 表演得淋漓尽致 凌语寒更是在一旁 暗暗捶泪 白色的面纱之后 那轻盈的泪珠滚滚落下 让这帮侍卫也看得心生怜惜 凌若曦左腿搭着右腿 姿态悠然地靠在墙壁 随意地坐着 虽然披着一身破烂的衣衫 浑身血迹斑斑 但是 她悠然自得的姿态 却也仿佛在自家庭院 而不是人人畏惧的大牢 二姨娘原本以为 会看到一个落魄的阶下囚 却万万也没有想到 即便身处这样的环境 她居然也能过得有滋有味 心里说不出的个影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二十五集 姐姐 凌语寒柔弱地唤了一声 双手紧紧握住牢笼的铁栏 痴痴地朝礼望着 瞧着 不知情地 还以为他们姐妹俩的感情有多好呢 但是只有凌若西自己知道 那隐藏在朦胧泪眼之后的 是胜利者的得意与鄙夷 还有深深的嘲弄 眉心微微一跳 寒潭般的黑眸直勾勾地对上了 凌语寒梨花带雨的眼睛 那仿若枯颈般波澜不惊的眸子 让哭哭啼啼的凌语寒 下意识地止住呼吸 被她这么盯着 像是被无情的死神盯上一般 一股寒气 蹭地从背脊爬上了脖梗 姐姐 她喃喃低语道 两位贵人请便 奴才就在外面候着 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芋头笑盈盈地将铁锁打开 搓着手 拱腰退了下去 直到外人离开之后 二姨娘脸上慈善地笑 瞬间淡化 她鄙夷地瞅了瞅这间牢房 嘴里发出嘖嘖的鄙气声 哎呦 这哪里是人住的地方啊 瞧瞧 这都什么味儿啊 就算是阿猫阿狗 也不会住在这种地儿吧 稀落的言语尖锐且刺耳 林若西眼眸一冷 依旧悠闲地坐在地上 呀 若西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浑身是血呀 二姨娘捂着嘴 故作惊讶地发出一声惊呼 但是眼底染上的笑意 却泄露了她此刻幸灾乐祸的心情 看着这样的林若西 她心里头只觉得畅快 若是大夫人还在呀 知不定现在心多疼呢 她是最疼你的 哪舍得你受这份罪哦 二姨娘说着摇摇头 不过呀 这也是你自找的 谁让你这么没有眼色 得罪了三王爷呢 还真以为六年不见长本事了 哼 还不是和以前一样 只知道给相府添乱 给我们抹黑 哼 不装了吗 梁伯的嘴角缓缓翘起 眼瞼一概的四个字 却带着说不出的讽刺与嘲弄 你这是什么态度 还以为你是相府的嫡出大小姐吗 你现在就是一个阶下囚 二姨娘怒声低喝道 娘 凌语寒不赞同地摇摇脑袋 在一旁轻轻替二姨娘拍着胸顺口气 而后才悠悠地道 姐姐 娘她只是意识气急了 你必把她的话放在心上 不管怎么样 你始终是我的姐姐 凌语寒对她的事好不置可否 会叫得狗不咬人 这个道理她比谁都明白 想要在她面前演戏 凌语寒根本不够资格 姐姐 其实爹爹也不愿意见到你落难的 要不 您就去给三王爷认个错 或许她会原谅你呢 凌语寒提着裙摆 蹲在凌语寒的身旁 柔声说道 哼 认错 像是听到了什么可笑的话语一般 凌语寒冷冷地笑了 我为什么要去 对她的儿子出手 这种人死一百次也不足惜 没有人 没有任何人可以伤害小白 这是凌语寒心底 唯一坚持的 也是她此生仅有的信念 你 你是想让丞相府因为你 被三王爷嵌怒吗 二姨娘没有想到到了这个地步 凌语寒仍没有认错的念头 坚声质问道 你伤了三王爷 这是要诸九族的 你究竟是害怕 丞相府被我牵连 还是害怕 因为我 而让你的女儿 从此再也入不了凤一坛的眼 哼 凌若曦凉凉凉地问道 血迹斑斑的脸蛋上 挂着一抹冰冷的浅笑 直勾勾地盯着二姨娘 那目光锐利地 似是能将所有的假面 统统刺穿 二姨娘心头咯噔一下 满脸惊恐 你 你 这个贱人怎么可能会知道这件事 凌语寒同样也是一副目瞪口呆的样子 她内心深处最大的秘密被人看穿 这让她怎能不惊讶 凌若曦 原本只是猜测 现在看来还真的被她给猜中了 如此一来 一切就都说得通了 难怪从小他们便不遗余力地 想要抹黑前身的名誉 难怪六年前的意外发生之后 他们俩会在暗地里推波助澜 将前身赶出丞相府 甚至于险些杀了自己 妹妹看上了三王爷 我曾经的未婚夫 这可怎么办呢 凌若曦貌似唇良地歪着头 如果这件事被爹爹知道 被太妃知道 在婚约还没有解除之前 妹妹就对三王爷情有独钟 甚至到了现在 仍旧打着为我的名义 却盘算着如何让三王爷高看一眼 不知道太妃会不会允许 这样的妹妹进入王府呢 一个还在规格之中 便心如蛇蝎算计 嫡出大小姐的亲姐妹 怎么可能会成为三王妃 怎么可能进入皇宫 凌语涵的脸色顿时一白 惊骇地看着凌若曦 一时间竟被吓得六神无主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你怎么可以这么污蔑你的妹妹 二姨娘率先回过神来 这件事她绝不能承认 否则女儿的名誉将会一落千丈 她用了半辈子的时间 好不容易成为了 丞相府的二夫人 好不容易才让自己的女儿 成为王孙贵族眼里的宝贝 将来前途不可限量 绝不能就这样被人破坏掉 精致地妆容后的容颜 浮现出了一丝决然的杀意 要想适时被掩盖 最有效的办法便是让凌若曦成为一个死人 察觉到牢房里突然暴涨的杀意 凌若曦眼眸一冷 红肿的手腕微微用力 手指以一种近乎扭曲的姿势弯曲着 只要她们有任何异动 她便能先一步地让她们变成死人 娘亲 凌羽涵轻轻扯了扯二姨娘的衣袖 冲着她摇摇脑袋 现在不是对凌若曦下死守的最好时机 如果她死在这儿 他们母子俩就成为了嫌疑最大的药犯 二姨娘勉强冷静下来 自然也是想通了这一点 她阴狠地瞪了凌若曦一眼 口中道 我和雨晗好心好意来看望你 没想到你却不领情 既然这样 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你就在这儿等着 数日后执行死刑吧 哼 说吧 她猛地挥动衣袖 领着凌羽涵扬长而去 直到两人的气息 完全消失在这肮脏污秽的天牢中 凌若曦紧绷的神经 这才放松下来 脸上浮现出了一丝疲惫 丞相府内的暗潮 比她想象的还要复杂 闭上眼睛 在脑海中自动过滤着 有关于过往的记忆 不得不说 二姨娘的演技 的确是拔尖的 在前身残留下的记忆里 她在人前人后 一直都是温柔闲凉的模样 直到六年前的事情发生时 一直是这样 而这位妹妹 更是从小便一口一个姐姐 叫得格外亲尼 而现在 是因为认定了她逃不掉这次的死结 所以连伪装也不屑了吗 迫不及待地跑到天牢中来 想要看看自己落魄的下场 宁若曦冷冷地勾起嘴角 她会活着的 会活得好好的 成为这些试图看她笑话的人 永远的噩梦 入夜 云景晨总算是把自己的儿子哄睡着 离开卧房 转身步入前厅 随手提起桌子上的茶壶 替自己蒸了一杯温茶 如今凌若曦深陷大牢 不日便将会被处转 救她不难 难的是 若贸然将她救走 恐怕她这辈子 将会成为北宁国君追杀的对象 突破点 是风一谈吗 低垂下的眼前闪烁着淡淡的冷意 云景晨闷唇一笑 心里头已经有了一个未成形的主意 紫夜时分 天牢内安静地只能听到 灰墙上焚烧的火把声 滋滋作响 细碎却又阴森 原本闭目小气的凌若曦忽然睁开眼睛 目光精准地看向牢门 不是让你走吗 本尊要去哪儿 是本尊的自由 这天牢可有写明 不许本尊出入 明明暗暗的光线下 云景晨一袭红衣凛凛 傲然站在外面 修长的手指尖 赫然把玩着一串钥匙 狭长的眼眸 正饶有兴味地盯着她 却在看见她身上多出的伤痕时 嘴角邪气的笑容淡化了几分 她又被用刑了 该死 你就这么任由他们动手 突如其来的怒火 让凌若曦有些茫然 这男人大半夜地 跑来对她发什么脾气 说话 云景晨忽然间 有些想要不管不顾 直接把这个女人 打包带走的冲动 管她什么未来 管她什么北宁国 身为第一世家少主的她 难道还不能护她周全吗 凌若曦懒得搭理她 莫名地怒气 双眼缓缓闭上 来了个眼不见心不烦 皇帝已经下旨 要将你处斩 回应她的 依旧是一片沉默 即使是在听闻 死亡将至的消息 她的身上 依旧找不到一丝的惧怕 林小白为了你 偷偷潜入了三王府 重上了风一潭 云景晨有些期待 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她还会不会乌动于衷 眉梢微微一挑 凌若曦再次睁开眼 她安全吗 没有责备儿子的莽撞冲动 没有斥责她的不自量力 她第一句话问的 是凌小白的安危 在凌若曦看来 凤一潭是生是死 对她根本无关紧要 她的命 甚至还比不得 凌小白的一根头发来的重要 好歹她也是你曾经的未婚夫啊 女人 你当真 一点也不关心她的死活 云景晨默地想到 云十二传回的消息里 可是清清楚楚地写着 这女人曾经对凤一潭的痴迷 可是现在看来 她这哪里是对凤一潭 有半点情意的表现 她死了吗 凌若曦淡默地问道 不曾 只是重声 黑暗中 云景晨慵懒的声音 清晰无比地传来 甚至 还透着几分笑意 既然没死 我担心什么 凌若曦理所当然地说道 你能够出现在这里 看来小白 也应该没什么大的问题 她的问题不大 可你 就难说了 云景晨低声提醒道 她很不明白 这个女人明明微塞旦夕 为什么还能够这般冷静 是她真的不怕死 还是因为自信在握 凌若曦白了她一眼 难说 有多难说 凤一潭重伤 若是只是为了出口气 皇帝必然会毫不犹豫地 即刻将她处死 而不是应该 宽限多日 这其中 必然有不能将她立即处死的理由 凤一潭体内有黑狼的剧毒 若是没有解药 最多半个月 她必死无疑 云景晨好似知晓 她心里在想什么事的 解释道 手腕一翻 马里地将铁锁打开 抬脚走了进来 嬉戏苏苏的碎小 并没有引来天牢的芋头 想也知道 她在进来之前 必定是做了一番准备 哦 要有多眼瞎 才能把她当作废物 云景晨很是怀疑 这些年来 京师里的众人 是不是眼睛被使糊了 竟把一颗明珠当作鱼木 带小白走 凌苏苏没有去猜 她心里的想法 沉生命令道 嗯 云景晨略感意外 妖孽的容颜 浮现出了一丝错愕 随即又笑道 本尊凭什么答应你 你会的 凌苏苏说得极为笃定 她三番四次地 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难道不是为了凌小白吗 他们俩如出一辙的容颜 只要是明眼人 一眼就能看穿 他们之间的关系 根本无需自己多说什么 只要小白安全离开 她就没有了后顾之忧 能够尽快离开这里 说到底 凌苏西之所以能够 忍受残酷的刑罚 不过是因为凌小白还在外面 她担心 自己一旦逃离之后 会牵连到儿子的身上 如果凌小白安然无恙 想要离开 对她来说简直一如反掌 就凭你现在的身体 你以为你逃得掉吗 云景辰深深地望着她 不明白她的自信 究竟从何而来 你体内玄力被封 即使能够离开牢笼 但皇城内外无数高手 你能逃得过他们的围追堵截吗 为何不能 即使没有玄力 只要她想逃 必然能够逃出去 这一点凌苏西深信不疑 不是空口无凭的自信 而是源于对自身实力的笃定 星辰般的眼眸璀璨发亮 一时间竟让云景辰 整个人彻底正住 她很想笑话她的自负 很想告诉她 她的话有多无知 有多可笑 但是偏偏 在她这般坦然自若的表情下 所有质疑的话语 通通只化作了两个字 相信 她从来没有碰见过这样的女子 一次次地让她意外 一次次地让她好奇 好 本尊答应我 保儿子平安 是我儿子 凌若曦眼眸一沉 对她那句淒泥的称呼 有些不满 那是她的儿子 不是她的 云景辰玩耳一笑 身影默的一闪 竟诡异地出现在了凌若曦的跟前 你愿不愿承认 小白她都是本尊的儿子 凌若曦 事到如今 你还妄想能够隐瞒本尊吗 心头微微一沉 但是她的脸上 却依旧是一副平静的模样 证据呢 这个世上 还有比她更会演戏的人吗 凌小白的模样 和她根本是一模一样的 这是铁一般的证据 可她偏偏却 袁景辰的心底 泛起了一丝冷怒 六年前的一夜春宵 她就这么想要忘记 这么想要和自己撇清关系吗 凌若曦平静地靠在墙角 对上某人几乎快要喷火的视线 心里有些紧张 但是更多的 却是无谓 这个时代还没有DNA的技术 仅凭着相似的容貌 就想认儿子 可能吗 等你出来 本尊要与小白低血认清 袁景辰一字一句狠声说道 原本以为这番话会让她慌乱 但是看着眼前这张平静的容颜 她心底却犯起了困惑 她为何还能如此镇定 好 没问题 但是在这之前 我要小白平安 她若是掉了一根头发 我会亲手杀了你 眼底漠然生起了杀意 浓郁地让人毛骨悚然 她是认真的 云景辰心里有些不适滋味 恶狠狠地瞪了她几眼 立马转身离去 她怕再留下来 她会忍不住亲手掐死这个女人 第二十六集 待到她的身影消失之后 凌若西这才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滴血认亲 嘴角弯起了一抹古怪的微笑 这种方法有太多 可以让她作弊的机会了 到时候只要血不能相容 她就绝不可能再纠缠他们母子身边 云景辰带着一身的冷怒 离开了天牢 刚回到皇城 她便注意到云旭留下的暗号 当即改变路线 朝着南面的深山飞了过去 少主 云旭风尘扑扑地从族里赶来 刚毅的容颜带着淡淡的疲惫 见到云景辰出现 跪在地上恭敬地请安 不是让你和云林留在族里 注意二少爷的动静吗 为何会擅自离开云族 云景辰危险地眯起眼睛 沉声问道 晚风中 她身上的火红衣媚 被风吹得烈烈作响 墨发张扬地翻飞 云旭当即道 少主 二少爷近日来与几位长老 暗中有所往来 属下恳请少主 尽快起床回去 不然 若是让二少爷 拉拢了几位长老 对少主的地位 必将有所影响啊 云族二少爷 云景涵 云族族长 二房所生的 庶出子嗣 也是云景辰的 同父异母的亲弟弟 但是因为 其庶出的身份 且修为手段 弱于云景辰 以至于无法成为 云族继承人 但是这些年 他始终不曾 臣服过 在暗地里 想要打压 云景辰的势力 将其取而代之 本尊在京师 还有誓要本 你想回去 等到事情办完后 本尊 自会回到族里 云景辰 并没有当即启程 如今 凌若曦仍旧被困在天牢 一日确定不了 他的安全 他怎能私自离去 可是 云旭还想再劝 毕竟少主不在云族 这可是给云景辰 动手的机会啊 不必再说 我意一决 云景辰决然的态度 让云旭只能妥协 是 他不甘心地 看了云景辰几眼 最后终是 满脸失望地离去 云景辰 本尊的亲弟弟啊 云景辰 孤身站在 深山丛林之中 借着朦胧的月色 遥望着云族的方向 略显惆怅的泥南 从他嘴里吐出 三日的时间转瞬即逝 凤一潭的病情 并没有得到缓解 每日从三王府里 都会传出 他惨绝人寰的爱好声 不少百姓 对这座府邸选择 绕道而行 那惨叫声 光是听听 就让人心底发凉 三天了 你们还没找到 医治三王爷的方法吗 皇帝气急败坏地 坐在 御书房内的龙椅上 看着下方 面如死灰的太医 心头的怒火 蹭蹭蹭地燃烧着 皇下 找不到魔术的品种 魏晨等真的无能为力啊 太医们这几日 甚至连眼都不敢闭上 他们甚至拜访了 轩辕世家的人 希望能够找出 毒药的来源 研究出究竟是何种魔兽 但是始终无一所获 这样他们根本就无从下手 又要怎么炼制出解药呢 饭桶 飞 皇帝气得随手 抓起龙岸上的奏折 狠狠地朝着下方扔去 一想到王府内 被毒药折磨的亲弟弟 他的心就犹如刀割 疼得快要窒息 百嫁 朕要去天狼 皇上万万不可 太监总管 背着突如其来的命令 吓了一跳 急忙匍匐 希望能让皇帝打消 去见凌若曦的想法 皇上乃千金之体 万一有所损伤 除此之外 你们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凌若曦的同伴 到现在还没有任何踪影 万一出战时 他们没有出现 你们 要阵眼睁睁看着皇帝他痛苦到死吗 皇帝怒声质问道 如今 他只能希望能够从凌若曦的嘴里 套出有关毒药的消息 就奉一谈一命 众人见劝输无望 只能选择妥协 上百名清洁实力组成的护卫队 一路上护送着皇帝前往天牢 两名拦接修为的武将 高坐在骏马上 在前方开路 皇帝脸色难看地坐在龙眼中 不停用手指揉着眉心 凌若曦 如果可以 他真恨不得立马宰了 这个墓中无王法的女人 但是偏偏 他弟弟的性命 就握在对方的手中 这才让他两难啊 奴才拜见皇上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留守在天牢外山脚边的侍卫 向着龙眼屈膝行礼 都齐吧 皇帝微微抬手 不下龙眼 看着眼前伸手不见五指的通道 眉头不自觉地皱起 你们都在外候着 可是 士兵们有些不太放心 毕竟这里关押的 可都是心狠手辣的罪犯 万一皇上要是发生意外 他们的小命 可都得跟着丢了 皇帝头也没回得白白手 无碍 朕不会有事的 凌若曦正躺在稻草堆上 奇怪地想着 今儿怎么没人来给他上行 忽然 牢门外传来沉稳的脚步声 他默得睁开眼 整个人谈地而起 如同野兽般戒备的目光 直勾勾地盯着牢笼外漆黑的通道 眸光锐利 金灿灿的身影 有远极近 用金线绣成的九爪金龙 清晰地布满了整个衣袍 整个皇城能够穿戴金色衣衫的人 必然是皇室中人 而九爪金龙 则是帝王身份的象征 来人的身份 已经不言而喻 凌若曦的眼眸微微闪了闪 依旧躺在地上纹丝不动 丝毫没有见到帝王 该有的尊敬与谦卑 你就是凌若曦 皇帝站在牢笼外 隔着黑色的铁柱 冷冷地看着里面的女人 她就是传说中的京师第一美人 与想象中的模样截然相反 眼前这个血迹斑斑 落魄潦倒的人 哪里看得出一分美丽 她甚至很难想象 就是这个女人 打伤了旋力高强的凤一坛 是 凌若曦淡默地汗手 见到真 你居然不行礼吗 皇帝怒声斥责道 心底对她 更是多了几分杀心 只觉得这个女人 分外目中无人 凌若曦微微抬起眼皮 无畏无惧地凝视着这个手握生杀大权的男人 都快要死到临头了 难道我向你服软 你就会饶我一命吗 打从第一眼见到皇帝 他就能够感觉到 这个人想要杀了自己的心 是有多么坚定 皇帝明显一正 大概是从来没有遇见过 这般胆大的女子 均敢公然挑衅他的威严 天子脚下 公然杀人 暗中派人 暗伤当朝王爷 凌若曦 你觉得朕 会放过你吗 当然不会 凌若曦怂怂肩 却丝毫没有死到临头的恐惧与慌乱 平静地让人心底发毛 你不怕死 皇帝冷下脸来 沉声质问道 世人都怕死 明若曦说的是天大的实话 他怎么可能会不怕死 但怕这种情绪对他来说 是无用的 与其担心受怕 还不如坦然面对 皇帝眼底飞快地 引过一丝激赏 若不是眼前这个女人 犯下了重罪 他还真的会很欣赏对方 尤其是这份心性 告诉朕 三王爷体内的毒 究竟要如何医治 只要你说出来 朕会考虑给你一个全尸 皇帝自认这样的条件 已经是法外开恩 只可惜 明若曦并不领情 人都已经快要死了 是否留下全尸有意义吗 皇上 我不知道 死到临头 还不肯服软吗 皇帝勃然大怒 瞪着他的视线 似是要喷火 你在如此冥顽不领 朕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哦 明若曦应了一声 浩斯根本不在意 他的怒火与暴涨的杀意 他的确有恃无恐 凤一潭的伤势 比他预期的还要严重 不然 皇帝也不会亲自来天牢 逼问他解药的消息 由此可见 在凤一潭的性命 没有得到保障之前 他似乎并不需要 替自己的小命担忧 即使是上了刑场 大概这皇帝 也不会真的要了他的命 想通了这一点 灵若曦自然放下了心 没有将皇帝的威胁 放在眼中 你 你真的以为 朕不敢杀了你吗 皇帝气得浑身发抖 若不是顾忌凤一潭的性命 他恨不得亲手杀了他 以泄心头之恨 登基多年 他还是第一次 在一个女人身上 品尝到挫败的滋味 可是偏偏 他暂时又拿这个女人 毫无办法 我可没有这么说 皇上 想要三王爷活下来 您答应赦免我 或许我会考虑 交给你解药 做门 朕 根本就无需与你交易 皇帝冷笑道 一个阶下球 竟敢和他谈条件 他眼里还有他这个皇帝吗 灵若曦也知道 想要他立即点头 几乎是不可能的 眉梢轻轻一挑 也不强求 虽然他手里没有解药 但是 他并不知道这一点 只要他在乎凤一潭的命 他手里就握有足够的砝码 和对方谈判 看着他悠哉悠哉的模样 皇帝气得脸红脖子粗 磨牙声在这静谧的牢房内 显得格外刺耳 皇上 您可以回去慢慢考虑 是我的小命重要 还是三王爷的性命更重要 在行刑之前 您还有很多时间 可以慢慢掂量 灵若曦火上浇油 一番话 说得皇帝险些气到吐血 听听 这是一个阶下球应该说的话吗 嚣张 张狂 甚至是有恃无恐 皇帝忽然间有些后悔 不该来牢房里见这个女人 他恼怒地冷哼一声 一挥一袖 转身离去 只留下一道急促的背影 脚步略显凌乱 丝毫没有了来时的平稳 与自信 离开天牢后 皇帝再也忍不住 将看管凌若曦的几名芋头 好好地发作了一通 看着跪倒在地上磕头求饶的众人 心里的怒火 这才勉强地平复了些许 可是 他刚回到宫 就听到三王爷病情加重的消息 当即怒急攻心 再一想到灵若曦 有恃无恐的嚣张态度 两眼一番 直直昏迷过去 你说什么 大宅内 云景臣略显惊讶地 看着刚打听到消息回来的云十二 皇帝昏迷不醒 是的少主 好像是在看望过凌若曦后 刚回宫 就怒急攻心 昏迷了 云十二一本正经地说道 心里却生起了一丝佩服 能够把一国之君气到昏迷 这能耐 不可谓不大 哼 这女人 倒是让本尊又一次刮目相看了 云景臣赞许地表扬了一句 深不可测的黑眸 溢着零碎的笑意 云十二低垂下头去 心里头忍不住付匪 果然不愧是少主看中的女人 就论这足以将皇帝说晕迷的功力 就绝非正常人能够达到的 少主 忽然 屋外传来了一道 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声音 云景臣面色一沉 抬眸看去 只见云灵 以席黑色锦袍 站在厅外的院子里 脸上带着几分欣喜 你怎么出山了 云景臣冷声问道 并不如云灵那般高兴 甚至语调里带着几分质问与不悦 她接到凌若西入狱的消息 一个人也没带 匆忙赶来惊失 留下云旭和云灵 在云族里继续监视云景函 但是现在 人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云灵脸上欣喜的神色微微一浆 眼眸更是暗淡下去 本以为她的忽然出现 会让少主开心 没想到 第一句话便是质问 心里头有些不是滋味 云十二不停地朝着云灵 挤眉弄眼 希望她快点回答少主的问题 别一个劲地走神 云景臣的脸色愈发难看 身上的冷意 更是不要命地朝外散着 连着厅内的空气 仿佛也被寒流占据 寒风瑟瑟 这个云灵难道没有发现少主的脸色有多么难看吗 云十二在心底不由自主地替云灵捏了一把冷汗 本尊若是没有记错 离去前 吩咐过尔等牛在族中 云景臣漆黑如墨的眸子 再度沉了几分 带着一股风雨欲来的危险 他最是不满的 便是手下人不遵自己命令的行为 显然 前日的云旭 与今日的云灵 偏偏撞到了他的枪口上 云灵身体一正 砰的一声跪倒在地 少主 祖里发生异动 谁在这才匆忙赶来 请少主息怒 他不愿面对云景臣的怒火 即便是一丝的不满 他也不想看见 一想到自己的私自离开 让少主动怒 云灵的心里便泛起了 私私的紧张与忐忑 何事 语调淡漠地听不出任何情绪 回禀少主 昨日夜里 云族密保 临根丸 被人秘密偷走 如今族长正在严令调查 大长老察觉少主已不在族中 如今 正要论您私自离开云族之罪 请少主尽快赶回 云灵按捺住内心的不安 严谨意该地将这起突发事件 汇报给云景臣 临根丸 这可是云族 顶级炼药师 多年前炼制的 可以让修行者 突破瓶颈 在一瞬间 踏入上层境界的 高级灵药 普天之下 只有云族拥有一枚 且云族大本营 所在的位置 从未公开过 怎会突然 遭到贼子入侵 此事已在云族 闹得不可开交 尤其是几位长老发现 灵药失踪之后 又察觉到云景臣的离开 更是怒不可遏 声称 灵药失踪 身为少主的他 要负上全责 以至于云灵急忙入室 只为了将云景臣 尽快带回去 分言 云景臣身遂如夜空般的毛子 微微地闪了闪 嘴角扬起了一抹 邪气肆意的笑 云族守卫森严 若是没有内鬼 怎会被人入侵 更甚偷走灵妖 属下也怀疑定是有内鬼 少主 你还是快些回去 将此事调查清楚 若真是外人入侵 恐怕如今 云族的方位已经被暴露了 云灵急急开口 恨不得立马将云景臣打包带走 在他看来 天大地大 都抵不过任何有可能 损伤到少主的事情的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27集 云景臣面露一分深思 如今灵若曦身陷天牢 她怎可轻易离开 但是灵妖被盗的事 又太过突然 而且牵扯不小 还有一个虎视眈眈 随时想要抓住她痛脚的云景函 不对 呼得她眼底惊芒暴闪 本尊前脚刚离开族里 后脚就连番出事 哼 她终究是忍不住想要动手了吗 云十二与云灵迅速地对视一眼 都在彼此的眼中 看见了一丝凝重与深思 少主 少主此话的意思 难不成是在暗示 此次灵妖被盗 与二少爷有关吗 少主 倘若真的是这样 您就更不能留在北宁国内 不然 谁知道二少爷会不会还有护照 这些年 他处心积虑地想要对付您 千万不能让他抓住您任何的缝隙啊 云灵苦口婆心地说道 少主 云灵所言甚是 您应当以大事为重 至于灵小姐这边 不如就有属下带少主注意 您看怎样 云十二提议道 虽然少主能有一个真正在乎的女人这件事 让她分外欣慰 也分外高兴 但若这名女子让少主神魂颠倒 甚至抛下一切 只求她一人 那么 作为隐蔚 作为死士 即便是冒着被抹杀的可能 她也要势必将这红颜祸水除去 别动不该有的心思 不然 别怪本尊翻脸无情 云景臣敏锐地察觉到 云十二身上突然出现的杀意 立即警告道 妖娆的容颜 此刻布满了寒霜 仿若结了兵般 冷得甚人 眸光锐利非常 只看得云十二心头发出 没想到 自己才刚有的心思 就被少主洞穿 心底是又惊又畏 还有一丝崇拜 这就是少主 云族年轻一辈中 最杰出的人才 也是他们所憧憬的 仰望的神志 灵小姐 云灵乍一听到 这个让他心生不安的称呼 立即联想到数日前 曾经从云旭的嘴里 听说过的人名 灵若曦 难道少主是为了他 才私自离开祖里 甚至为了他 如今仍打算滞留不回 这个认知 让云灵极度地快要抓狂 即使从未见过灵若曦 但是这却并不影响 云灵对他的反感与嫉恨 少主 难道您真的要因为一个女子 而该二少爷可乘之机吗 见云警辰迟迟没有 下达回去的命令 云灵握紧拳头 一字一字沉声问道 他嗓音带着几分尖锐 几分咄咄逼人 他毫不掩饰 对灵若曦的不屑与愤怒 在云灵的眼里 凌若曦不过是一个人尽可夫 婚前失真的卑贱女人 如何配得上堂堂龙华大陆 第一世家的少主 放肆 一声冰冷至极的怒吓 从云警辰的嘴里蹦出 嗓音掺杂着庞大 而又强悍的旋律 排山倒海一般 直直朝着云灵清洗而去 那宛如大山般雄厚沉重的气流 压在云灵的身上 跪在院子里的娇小身躯 好似被石化 仔细一看 还能看见一丝颤抖 云灵几乎咬碎了牙 才勉强扛住这一击 体内的旋律 源源不断地外放开来 堪堪抵挡住这股力量 他脸上的血色 在一瞬间消失 脸蛋惨白如雪 云十二显然也没有料到 云警辰竟会忽然出手 看着艰难支撑的云灵 眼底闪过了一丝不忍 少主 请息怒 云灵他只是关心则乱 少主就看在他 多年忠心恳恳的份上 饶他一次吧 云十二赶紧替云灵求情 再这样下去 云灵绝对会因为 旋律反噬而重伤的 他不过是清阶中短 还未步入巅峰 怎能抵挡少主紫阶的 庞大力量 云灵浑身的神经高度紧绷 背齿死死地咬住唇瓣 从五脏六腑升起的血腥味 漫上他的喉咙 一丝烟红的液体从口腔里滑出 无声地落了下来 云景臣冷傲一笑 火红色的衣袖凌空一白 那股沉重的微压 也在这一瞬间散去 云灵浑身贪软地倒在地上 不停地喘着粗气 身上的黑色衣衫 早已经被冷汗打湿 即使狼狈至此 他心底依旧没有一丝怨恨 艰难地从地上爬起重新跪好 属下谢少主不杀之恩 明眼人一看便知 他此刻的身体情况有多么糟糕 他体内的旋律混乱不堪 五脏六腑各有损伤 一张小脸白得好似 铺了一层厚厚的粉底 有些害人 本尊不喜欢听到任何人说他的不是 懂吗 云景臣敏唇笑开 只是那风情万种的笑容里 却带着说不出的冷漠与冰凉 哪怕是自幼跟随在他身边的云灵 一时头脑发热 唾弃 鄙视了林若曦 也难逃他的责法 这样的怒火来得太过突然 云景臣分不清 到底是因为什么 按理说 一个是他多年来的手下 一个是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女人 除了六年前的一夜春宵 除了一个儿子 他们二人再无其他瓜葛 他为何要生气 心头的怒火来得快 去得也快 此时 云景臣冷静下来 不禁为方才自己动了杀意的举动 感到心惊 他低垂着眼瞼 细长的睫毛微微扑闪 妩媚如妖的面容 沐浴在昏暗的烛光下 显得有些昏暗不明 他不开口 云十二与云灵更是不敢随便出声 整个厅内外的气氛 凝重地叫人有些喘不过气来 云灵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跪在地上调整内息 时不时用余光偷偷瞄着屋内 肩默不语的红衣男子 却猜不透他此刻正在思考什么 许久之后 云景臣的脸色默得一沉 似是想到了什么不可置信的事 俊拔的身影霍地站起 少主 云十二惊讶地唤了一声 眼前一抹红影快如疾风 瞬间闪过 下一秒 宽敞的大厅内 竟只剩下他一个人 孤零零地站在一旁 他奇怪地眨眨眼睛 少主呢 整片黄城早已经陷入了 安静的夜幕之中 背面深山 树压葱绿 月光下 只影婆娑 凌若西自打建造北宁帝之后 就一直好吃好喝地被伺候着 距离他的刑期还有两只 但是 他却丝毫没有面对死亡的恐惧 盘膝坐在稻草堆上 晕着旋力 冲击着被封的筋脉 折断的四肢早已经被接上 只是伤口依旧红肿 淤青 以丝丝微弱的气流 在体内艰难地运转 每流动一下 都能带起身体的抽痛 宛如一根根细针 不停地扎着筋脉 那滋味 饶是凌若西自认意志坚定 也不免渗出了一身的冷汗 呼得 牢笼外石墙上腾腾燃烧的火把 微微摇曳了几下 紧闭的双目默地睁开 寒潭般深邃冰冷的毛子 直直看向了左侧 叮当 铁锁落下的细碎声响 在他耳畔响起 一股淡淡的香气 弥漫在这血腥味浓重的牢笼之中 林若西的眉心一跳 冷声道 你还来做什么 她是把这儿当作旅游景点 每日都要来游玩一番吗 云景臣只是静静地站在铁门后方的阴暗处 一袭红衣在明明暗暗的微光之下 艳艳如皱 俊美妖娇的容颜 此刻略显暗沉 那双邪气肆意的黑毛 此刻正闪烁着灰暗不明的暗光 这个男人到底在搞什么 明若西忍不住促起眉头 直勾勾地盯着一言不发的某人 锐利的目光由若刀子 狠狠地对上他的视线 一声意味不明的暗雅笑声 在静谧的牢笼里窜起 似了然似顿悟 云景臣迈开步子 一步一步走出暗处 持平的嘴角缓缓扬起一抹 惊心动魄地笑 她终于明白了 为何这个女人总是能引起 她心潮的不平静 为何她对她而言是特别的 第一次见面时的争锋相对 而后一次次地斗嘴 打骂 在听到外界舆论时的勃然大怒 在听闻她入狱之后的惊慌失措 这些陌生而又突然的情愫 只是因为她在意她 在意这个与她曾经有过一夜交融的女子 在意这个实力弱小 却又璀璨的让她移不开眼的女人 云景臣的眼底泛着炙热的光韵 凌若熙被她盯得有些不自在 眉心紧皱 身上的冷意更是加大了几分 你 本尊即将离开这里了 云景臣打断了她的话 轻声说道 却有些期待她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会有怎样的反应 不知是否会有哪怕一丝的不舍 凌若熙只是微微一愣而厚道 一路好走 就这样 唇边的像好似僵硬了一般 云景臣一副意外惊讶的模样 喂 再怎么说他们也认识了不短的时日 而且还有一个儿子 他就一点离别的不舍也没有吗 看着眼前这个淡漠如水的女人 她的心里竟然泛起了一丝自嘲 甚至对自己的眼光感到无奈 天底下爱慕她的女子千千万 她怎么就偏偏看上了这么一个 不把她放在眼里的人呢 若是凌若熙此刻知道她此时此刻的想法 定会告诉她 这就叫做犯贱 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 这是男人的劣根性 只可惜她没有读心术 只是莫名地觉得 云景臣此刻的表情让她有些别扭 有些纳闷 她仿佛看见了她背后翘起的一条尾巴 无力地搭了下去的画面 嘴角忍不住微微抽动两下 不然你还想怎样 她冷然问道 本尊就不该对你抱有任何的期望 云景臣低声喃喃一句 还没等凌若熙弄明白这番话是什么意思 她手腕一翻 袖中一块通透翠绿的玉佩滑入掌心 拿着 随手将玉佩递到她的面前 云景臣故作风清云淡地说道 但是眼底却引过淡淡的紧张 这是她第一次送一个女人礼物 凌若熙眨巴了几下眼睛 看着她掌心安静躺着的玉佩 而后视线慢慢地上移 如同雷达从上到下将她扫视了一遍 那宛如在看什么新奇东西的目光 让云景臣面颊发烫 很尴尬地咳嗽了一声 一把直起凌若熙的手腕 将玉佩塞到她的掌心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本尊送出去的东西 还从未有人敢拒绝 邪气的笑容下 带着的是近乎霸道的强势 还有思思不易察觉的羞恼 想她堂堂云族少主 竟然沦落到 要靠这种手段 才能逼迫她收下礼物的地步 若是让族里的人知晓 只怕会吓得眼珠子通通脱窗 蜈蚣不受落 你有什么目的 凌若熙自知 这个世界上 从来没有白吃的午餐 她总觉得 这个男人恐怕正在盘算些什么 将来你便知道了 云景臣的答案模糊不清 随手拍了拍 身下摇曳在地的衣板 她缓缓直起身体 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那目光专注地 让凌若熙有一瞬 竟不敢与之直视 本尊很快便会解决完一切 在此之前 你定会安然 凌若熙微微眯起眼睛 她究竟哪里来的自信 相信她能够度过这次的难关 虽然她有无数次 可以脱身的机会 但似乎都不是她应该知道的吧 下次再见时 别让本尊知晓 你弄丢了本尊的玉佩 袁景臣忽然间想起 这女人爱财的癖好 忍不住警告道 她可不想自己赠送的东西 出现在当铺里 别说 凌若熙还真有可能 做得出这种事 送出去的礼物 泼出去的水 如何处置她 是我的事情 凌若熙何时被人要挟过 当即冷笑出声 哼 要么你拿走 要么任我处置 你这女人 袁景臣气得咬牙切齿 她就没见过 这么不可爱的女子 倔强 固执 冷漠 像是一只刺猬 更似是一座冰山 可偏偏 她就是眼瞎 看上了她 胸口微微起伏 她深吸了口气 才勉强忍住 心头的恼怒 只要拿着她 你可以在云族 名下任何场所 随意出入 云族 凌若熙彻底惊住 这男人是云族的人 且听这话的意思 她的身份还不低 云族 凌驾在龙华大陆 顶端的第一世家 甚至连皇室 也要避其锋芒 不错 本尊是云族少主 袁景臣傲然一笑 原本以为 会让凌若熙 对她产生一丝好奇 一丝兴趣 谁料 短暂的惊讶之后 她随手将玉佩 放入了怀中 然后便靠在墙壁上 一副冷冷淡淡的模样 难道你没有什么想问的吗 云景臣脸色一黑 再度问道 我们很熟吗 你来不过是送我东西 我现在已经收下 你是什么人 什么身份 与我何干 一番话 冷漠的近乎无情 云景臣原本认为 在她公布自己的身份之后 她的态度 至少也会改变些许 但是她压根就没有料到 凌若熙竟会这样的反应 顿时 哭笑不得地摇摇头 又觉得 似乎是预料之中的事 若是这个女人 也同世间的女子一样 在听到她的身份之后 便如恶狼扑上来 她又怎会对她另眼相待呢 小白被本尊安置在 今世的宅院中 十分安全 你大可放心 待到你出狱后 可将她接走 有黑狼在她身边 她必然不会有事 云景臣将话题转开 含笑着说道 凌若熙微微汗手 这份人情 她记下了 多谢 你对谁都是这样的吗 拒人鱼千里之外 云景臣很想知道 她的性格究竟是如何养成的 不是说丞相府的大小姐 生来懦弱 胆小吗 可是眼前的这个人 却胆大包天 无畏无惧 连当朝王爷也能出杀手 还有什么事情 是她不敢做的 若不是调查过她的身份 来历 云景臣真的很难将她 与传说中的废物大小姐 联系在一起 她正准备与凌若熙 在交流交流 促进一下感情 谁料 天牢中忽然出现了一股 不应该出现的气息 林若熙眉梢冷翘 余光撇过牢门外的黑暗通道 即使旋力被封 但是 她依旧能够敏锐地感觉到 这儿多出了一个人 身手皎洁 实力应当是清洁 且不乏轻盈 应当是一个女子 几乎在一瞬间 便分析出来人的身份 修为 她看了云景臣一眼 似乎在说 接你的人来了 少主 云灵悄无声息地走到云景臣的身后 若不是云十二告诉过她 少主有可能来了天牢 她不论如何也想不到 素来有洁癖 不喜旁人近身的少主 竟会出现在如此肮脏的地方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二十八集 云景臣脸上的笑容收敛了几分 眉梢微微一挑 你来做什么 雨调中带着几分被打扰的不悦 云灵心头一咯噔 这是她第二次直面云景臣的不满 顿时 心头泛起了思思委屈 余光瞥见看戏般的灵恶西时 一股怨毒的嫉妒 腾然升起 这个女人就是大哥口中 替少主生下一个儿子的 丞相府大小姐吗 鄙夷地看着灵恶西身上 破破烂烂的衣衫 在看见她那张沾染着凝固血渍的容颜时 眼底的击窍与鄙视 更是加深了几分 就这样的女人 连给少主提鞋都不配 凌若西身上的寒气愈发加重 眼底一抹精芒末地闪过 她如何会看不出 这个忽然出现的女人 对她的敌意 少主 我们该上路了 云灵低声提醒道 他们必须得趁早返回族里 不然 云景还不知道会利用这次的机会 在暗地里做出些什么来 云景臣的眸光一暗 深深凝视了一言不发的凌若西几言 第一次体会到了 什么叫做不舍 别这么深情地盯着我 门在那儿 记得走的时候 别忘了把门锁重新拴上 凌若西直接下达了逐客令 道胆 你知不知道你在对谁守护 云灵勃然大怒 若非云景臣再进来时 就布下了隔音结界 他们的到来 早就已经被暴露了 凌若西冷笑一声 哼 拜托你 拴好你的狗 别让他到处乱咬 云景臣警告地看了云灵一眼 那冰冷如穿的视线 让云灵立即垂下头 按捺住心头的火气 再不敢吭声 即使他心里有再多的不甘 再多的不愤 也不敢再当着云景臣的面表露出来 你自己万事小心 本尊不想再看到 你身上多出一道伤口 套下这么一句揉杂了关心的话语 他身影一闪 与云灵双双飞离天牢 请客间便消失得不见了踪影 凌若曦随意地靠在冰凉的石墙上 掌心轻轻地把玩着那块玉佩 晶莹透亮的玉石 即使是在这不见天日的牢笼中 依旧散发着辱白色的淡光 仔细一看 在这流光溢彩的玉佩中央 镌刻着一个霸气十足的云子 能够不伤玉石半分 将字刻入其中 足以见得 欺人的修为有多么的高 云族吗 凌若曦本想将玉佩扔掉 但是转念一想 只怕这玉佩价值不低 而且还能在云族名下 任意场所使用 还是留着有备无患 他绝技想不到 这块玉佩的真实作用 断不是如此简单的 后来 当他得知了它的作用之后 只觉得自己被云景臣给坑了 后悔不已 离开天牢 云景臣身清如燕地在空中飞行 返回了大宅 云梁一直尾随在他身后 拼尽全力 依旧是无法追上他的速度 被远远地抛下了一大截 上主 留守大宅的云十二见到他回来 立即抱拳行礼 立即通知云旭 让他马上过来 本尊有钥匙 让他去办 云景臣沉声命令道 精致妖娇的容颜 邪魅如妖 云十二当即领命 连夜将指令传回云族 让云旭尽快启程 云景臣看也没看 尾随而来的云灵一眼 抬脚步入卧房 看着躺在大床上 睡得甘甜的儿子 轮廓放柔了不少 眼底闪烁着 零零碎碎的笑意 灵小白睡得昏天黑地 整个人在床榻上 摆成大字形 一只粗短的小腿 从被褥内蹭了出来 脚丫子在空气里裸露 时不时还弯曲两下 粉嘟嘟的脸带上 挂着一串哈喇子 看上去可爱极了 黑狼早在云景臣进屋的时候 就已经察觉到他的气息 连眼睛都没睁 缩在零小白的怀中 翻了个身 继续睡了过去 左右少主不会对零小白 做什么歹事 他也不用担心 云景臣悄无声息地凑近床檐 居高临下地看着儿子的睡眼 眼底划过一丝无奈 一丝宠溺 伸出手指替他掖了掖背脚 温热的手掌轻轻揉着 零小白的脑袋 嗯 娘亲 零小白砸巴着嘴巴 模糊地唤了一声 黑狼直接翻了个白眼 明明站在这儿的是少主 这小子唤什么娘亲 他会没事的 有我在 必会把他平安 云景臣轻声说道 并非以云族少主的身份 许下承诺 而是以一个儿子父亲的身份 向自己的孩子许下誓言 零小白压根就没有听到 头顶上的呆毛被云景臣揉得 快要弯折下去 他撅着嘴吐了个泡 云景臣在房间里守了他一夜 直到第二天 天蒙蒙亮 云旭骑着魔兽狮鹰 在皇城外停下 他才领着手下离开了宅院 沉寂的皇城正在慢慢地复苏 百姓起得太早 街头巷尾又是一片繁华喧闹的景象 今日该是零若曦最后的期限 明日午时 他便会被斩首示众 不少百姓在暗中议论着他的死刑 有人拍手称快 有人暗暗摇头 三王府内 一道黑影墨地飞身而入 所有暗卫在一瞬间被打晕 悄无声息地倒下去 你是什么人 伺候凤一潭的士币 被突然闯入卧房的黑衣人吓了一跳 手中的银盆 咣当一声砸落在地上 水花似箭 尽失了他的裙摆 回应士币的 是来人毫不留情的手刀 看也没看地上晕倒的女人一眼 来人静止走向内室 宽敞的房间 窗户紧闭 竟没有一丝光亮 连窗户外明媚的日光 也被人用木板阻挡住 放下账漫的八仙架子床上 断断续续地哀嚎不停地传荡出来 风一潭痛苦地在床榻上打滚 浑身骚痒难难 仿佛有无数的蚂蚁 正在骨头里爬行似的 尤其是受伤的手臂 但是太医嘱咐过 不能用手挠 纵然痒得让他机遇抓狂 但是 凤一潭也只能忍着 受着 黑衣人一把挑开垂落的账漫 冷冷地注视着他的惨状 原本英俊非凡的面容 布满了水痘般的红点 看上去尤为害人 你要做什么 凤一潭惊声尖叫 满脸惊恐 来人面赴黑纱 整个人被黑色的布滑笼罩着 根本看不清五官 只能勉强看出是一个男性 我是来和你交易的 沙哑的嗓音 好似被细碎的石子磨过 凤一潭 诚惶诚恐地瞪大双眼 交易 什么交易 没有人知道 白日在三王府内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待到有人察觉 王府内被打晕了众多侍卫的时候 已经是一个时辰之后的事情了 九门士兵纷纷出动 将整个王府包围的密不透风 统领亲自赶来府邸 向凤一潭请罪 天子脚下 堂堂王府竟被贼人入侵 且数十名高手 被全部打晕 这可是闻所未闻的事 北宁帝第一时间得到消息 立即抛下还未批阅完的奏折 轻装减刑地离开皇宫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何会有贼人 潜入王府 你们究竟是在干什么 听闻凤一潭暂时无恙 北宁帝这才将一世的惊怒 发泄出来 站在前院的台阶上 怒火中烧地瞪着 跪满一地的隐位 这些可都是北宁国 修为不弱的高手 却在一瞬间 全部被打晕 这个消息 让他怎能不怒 怎能不惊 敬皇室恕罪 实在是那人身手太强 奴才等人 根本来不及反抗 就被对方偷袭 这才 废物 全都是一帮废物 若是三王爷 因为你们的凶 出现任何差错 确定要让你们为此付出代价 北宁帝气得脸色铁青 如今三王府能被人悄无声息地潜入 他日 这皇宫是不是也会遇到同样的事情 而他这个皇帝 岂不是连死也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皇兄 凤一潭虚弱的声音 从回廊的拐角出传来 在两名势必一左一右的搀扶下 他拖着疲软乏力的身体 缓缓走来 身上披着深色的青球 看上去 面色比起前几日好了不少 你怎么下床了 太医不是说过 让你尽情调养吗 皇帝猝眉问道 担忧地看了凤一潭一眼 皇兄 臣弟有事与你相伤 凤一潭咳嗽几声 而后 带着北宁帝进入书房 所有的侍卫通通被撵走 整个书房 只剩下他们兄弟二人 静静相处 北宁帝撩开长袍衣摆 在软榻上落座 肘边搁着刚游侍女奉上的茶点 他却根本没有心思享用 整颗心通通扑在了凤一潭的身上 这三王府的守卫太过松懈 怠慢 朕明日便抽调高手前来 绝不会让此等事情再次发生 他斩钉截铁地说道 牟子里溢满了冲天的怒火 劳烦黄兄惦记了 凤一潭强撑着精神 勉强扯了扯嘴角 只可惜 此时的他早已经没有往日的英姿 那笑如同厉鬼 格外可怕 到底是何人 如此胆大妄为 北宁帝沉声问道 能够偷偷地潜入三王府 并且打晕众多高手 此人的修为必定深不可测 万一要想对皇室不利 必须得严加防范才行 凤一潭布满水痘的面容 瞬间猙獰一片 他咬牙切齿地说道 除了林若曦的同伙 还能有谁 又是他 北宁帝瞬间惊住 他不过是丞相府 抛弃的一枚气子 怎会有如此能耐 哼 本王怀疑 定是有人在背后给他撑腰 不然 他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吗 竟然公然对本王出手 前脚在京城内 公然虐杀士兵 被押天牢 后脚就有人偷袭本王 如今 他行刑在押 定是他的同伙忍不住了 所以才会潜入王府 凤义坛越说 越觉得是这么回事 一想到林若曦 他就忍不住想起这些天来 自己遭受到的痛苦折磨 当真是恨不得 将他千刀万剐 北宁帝面色略显凝重 手指轻轻地 在软榻的扶手上敲击 许久之后 才骤然停下 你见到那贼人了 不错 只可惜他始终蒙着面 本王也难以猜出他的身份 凤义坛虽然与那黑衣人 面对面的见过 却根本想不出对方的身份 他究竟想要什么 为钱还是为权 又或者是为了别的 他要挟本王 立即侍奉林若曦 却公告天下 赦免他无罪 凤义坛冷笑道 这不可能 林若曦犯下滔天大罪 怎能轻易赦免他 本宁帝立即回绝 若是轻易地赦免林若曦 皇室的威严何在 他这个皇帝 又该如何治理天下 他告诉本王 若是不释放林若曦 便让本王给他陪葬 惨死在这剧毒之下 凤义坛这辈子第一次体会到 被人要挟的滋味 心头的恼怒可想而知 他万万没有想到 阔别六年 在他眼里一文不值的林若曦 竟会拥有这么强大的后盾 北宁帝本就阴沉的脸色 此刻更是难看至极 他闭上双眼 面露深思 本王的命无关紧叫 但本王怕的是 若不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 贸贸然斩杀林若曦 恐怕会遭到对方的可怕报复 凤义坛提醒道 来的人修为已经突破清街 且身法极其诡异 本王从未见过 与那日偷袭本王的贼人 绝非同一人 你是说 帮助林若曦的 不是一个人 这个消息让北宁帝心头一沉 若是一人 他还有把握通缉 悬赏 捉拿 但若是一个组织 一个神秘的世家呢 很有可能 凤义坛重重地点头 他临走时 给了我一枚临时压制毒素的解药 能暂且缓解我一日的病情 但若是明日没有服下解药 便会蹊跷流血至死 凤义坛并不怀疑 对方这番警告的真假 毕竟 他们可是拥有 连众多太医 炼丹师 炼药师 也无法解除的剧毒的人啊 根本无需用这样的理由 来糊弄他 即便如此 朕要以何种理由 释放灵若曦 难不成 公然照苟天下 皇室受人威胁 逼于无奈 只能选择妥协推上吗 这样做 让他这个帝王的颜面 必将无存 文言 凤义坛音策策地笑了 他凑到被宁帝的耳畔 低声复耳了几句 此计可行 只不过 就这么放过他 朕 实在是难以咽下这口恶气 皇兄 你放心 只要本王脱离威胁 想要惩治这凌若曦 多的是法子 凤义坛的表情 阴狠如魔 只是提到他的名字 就让他恨不得 吃了他的肉 喝了他的血 当天下午 丞相府老夫人 以及当朝凌丞相 乘马车进宫 跪倒在御书房外 为凌若曦请命 久居深宫的太妃 看在与去世的大夫人 多年交情的份上 没有计较凌若曦打伤自己儿子的罪责 以得抱怨 替他求情 北宁帝左思右想之后 周氏决定 法外开恩 赦免凌若曦 但却罚他亲自向凤义坛 赔礼认错 抄写女卷百遍 以警校友 这则黄榜刚刚发出 便引得京师百姓 交头接耳的议论 有人声称 皇室宽容 大度 有人为太妃的做法 鼓掌叫好 一时间 皇室的威望 在百姓眼中 水涨船高 得尽拥戴 凌若曦 皇上以下旨 赦免你的死刑 出来吧 接到圣旨的芋头 一脸巨傲地将狼门打开 释放了 本该明日处死的犯人 赦免 凌若曦眉心一跳 这皇帝 怎么可能会轻易饶过自己 该不会 是为了给他一个甜枣 让他感恩 就奉一谈一命吧 除此之外 他想不到别的理由 能够让一个一国之君 向自己妥协 稀稀素素地 从稻草堆上站起 嫌恶地看了一眼 身上尽是污秽 与血字的囚服 在芋头复杂的目光下 抬脚走出了天牢 两侧的牢笼里 关押着无数 哀生遍野的罪犯 他们挣扎着 痛苦的阴影 用一种渴望的眼神 盯着死里逃生的女人 恨不得自己顶替掉她 离开这个鬼地方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二十九集 凌若替目不挟视 拖着沉重的身体 一步一步 缓慢地走出通道 浓郁刺鼻的血腥味 顺着空气迎面扑来 她却连脸色 也不曾变过一下 哼 这凌若替 还真是命好 有一个愿意 为她求情的爹和奶奶 又遇上太妃 不然 这次她怎么可能逃得掉 一名芋头 目送着凌若替的背影消失 嘴里唏嘘长叹道 羡慕啊 那你下辈子 记得头太头好点 说不定 也能体验一把这袋雨 另一名芋头 大咧咧地笑着 调侃了一句 去你的 两人嘻嘻哈哈玩闹半天 而另一边 凌若替刚走出天牢 头顶一束绚烂的日光 迎头洒落下来 将她整个人沐浴在其中 酷别树枝的阳光 让她浑身的细胞 仿佛全部被激活 浑身暖洋洋地 格外舒坦 大小姐 老爷让奴才来接您回家 竹一头 驾着马车停在一旁 一列劈盔带甲的禁卫军 手持刀剪 威风凛凛地站定在一旁 一双双戒备的目光 紧紧地盯着凌若曦娇 娇小的身影 没人再敢把她当作 曾经的废物 如今的她 可是拥有诡异身手 胆大包天的女人 回家 凌若曦的眼底 迅速漫过了一丝 嘲讽的威光 她可从来都不知道 什么时候 丞相府成了她的家 先去集市 我要更衣 她不想穿着这破损的球服 返回府邸 不然 恐怕那些姨娘们 又该念念叨叨 明里暗里地讽刺她了 再说了 她还得去接儿子 竹一头不敢怠慢 小心翼翼地将车帘挑起 护送她上了马车 这才扬起马鞭 朝着集市狂奔而去 马车刚驶入闹市 一个头顶呆毛的奶娃娃 便从巷子里窜了出来 娃娃叫着拦在了路中央 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死命地瞪着马车 哭得那叫一个可怜 那叫一个肝肠寸断 妖精 妖精 趴在林小白肩上的黑狼 无力地用爪子 遮住自己的双眼 在大街上上演这么一出 她胜受的威名 都快要给她丢光了 林若曦听到那可怜巴巴的 哽咽声挑开车帘 带着斑斑血迹的脸蛋 散去了冰冷 只留下足以让人心醉的温柔 小白 林小白双腿生风 一溜烟地蹦跶上马车 狠狠地扑向林若曦的怀抱 肉嘟嘟的双手紧紧地拽住她的衣巾 哭得歇斯底里 娘亲 宝宝好打心你 你知不知道 宝宝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这是林小白自打董事以来 第一次同林若曦分开如此之久 心里的担忧与害怕可想而知 不少听到声响的百姓朝着马车指指颠颠 更有人认出林若曦身上的囚服 猜测到她的身份 目光愈发炙热且诡异 哎哟 那不是丞相府的大小姐吗 她还真的是释放了 如此心寒手辣的人 皇上怎么可能会赦免她呢 那是皇上仁慈 四周不断传来窃窃嘶声 让林若曦的脸色逐渐冷淡下去 她托起林小白娇小的身体 像是护着树袋熊般 抱着她重新钻回车厢 竹一头急忙驱车离去 她可不想再让这位明冻京城的大小姐 闹出什么事来 杨倩 你已受伤了 疼不疼 我帮你扰扰 林小白窝在她的怀里 胆战心惊地瞧着她身上 一条条纵横交错的伤口 心疼得似乎揪成了一团 黑狼也在心底倒抽了一口冷气 这样的伤势 虽说全是皮外伤 但那也是会疼死人的 她居然能忍受得住 娘亲疲后 挨得住 倒是你 听说你这次惹的祸不小啊 居然单枪匹马杀去三王爷府 还把整个王府给整了鸡飞狗跳 嗯 明若吸得眉梢一翘 准备开始秋后算账 虽然她很感动 林小白为了自己出气的做法 但是她只是一个五岁大的孩子 贸贸然闯入王府 若是出了什么事情 那该怎么办 林小白吸了吸鼻子 眼角还挂着几滴晶莹的泪珠 她低垂下头 手指不停地在胸口搓动着 看上去有些不安 人家不就是想听娘亲报仇吗 娘亲还凶我 万一你要是被抓 我就还得给你收尸 对不对 林若曦可不会被她这副 可怜兮兮的模样 给糊弄过去 这儿子天不怕地不怕 现在不给她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 将来还不知道要做出什么 惊天动地的事情来 宝宝有小黑 而且小黑很厉害 还不会被他们抓住 林小白挥舞着拳头 说的那叫一个自信满满 双眼放着亮光 林若曦的嘴角一抽 终是没忍住 拳头狠狠地亲吻上她的脑门 你还敢顶嘴 几天不教训你 你就不把娘亲放在眼里了 是不是 林小白捂着吃疼的额头 却头一次没有怨言 而是老老实实地坐在她的怀中 感受着她暴力教育 黑狼无奈地趴在她的肩膀 不停摇晃着脑袋 唉 没救了 不论是少爷还是小少爷 通通都没救了 一个在母控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一个在七奴的道路上刚起步 她已经遇见了 将来这父子俩悲催 可怜 毫无人权的下场 还有没有下次了 林若曦双手环抱在胸前 眉梢冷翘 眼眸中更是毫无半分温度 冷得刺骨 即便是她的儿子 犯了错就得认 她绝不姑息 也绝对不会腻眼 那万一下次 娘亲又被人抓走了呢 难道宝宝 只能在外面等着娘亲吗 宝宝也想保护娘亲 林小白倔强地抿着嘴唇 生平第一次反抗了林若曦的教导 固执地回视她 她虽然小 但是她却想要用这双手 保护自己最在乎的人 看着仿佛一瞬间长大不少的儿子 林若曦的心软得一塌糊涂 身上释放的冷意 也不禁放柔了几分 你觉得 这世上有什么地方 能够困住我吗 林小白用力摇头 才没有 娘亲说最棒的 她究竟哪里来的自信 黑狼纠结地撇着嘴 特郁闷 林小白的笃定 到底是从何而来 也不知道是谁 自从亲娘被抓捕之后 担心的快要哭了 你只要记得 不论娘亲遇到什么事情 都会好好地活下去 只要你平安无事 娘亲绝对不会死 懂吗 林若曦一字一句 斩钉截铁地说道 即使她的实力 在高手眼中不知一提 但是自保 她还是很有把握的 秉着娘亲说的话 错的也是对的 对的更是对的 这一原则 林小白轻而易举地 就接受了 林若曦的说辞 破涕为笑 宝宝就知道 娘亲是最厉害的 很好 林若曦心满意足地笑了 这才是她引以为傲的儿子 这对母子俩 予有荣烟的骄傲微笑 让黑狼恨不得 出瞎自己的眼睛 哪有人会自家人 夸赞自家人的 马车内的气氛 温馨地让人不愿打破 逐一头缓慢地驱使着马车 进入最热闹的集市 准备为林若曦 挑选崭新的衣衫 此时三王府 王爷 那林若曦 已经在一刻钟前被释放 如今 听说已回到京师 正在街上 被勒令调查林若曦下落的侍卫 刚打听到消息 便迫不及待地告诉凤一潭 嗯 皇兄派来的高手 到了吗 凤一潭微微汗手 疲乏地靠在床头 冷声问道 他脸上的水痘 并没有消退的迹象 红红紫紫的 看上去格外骇人 已经都到了 就在府内 随时听从王爷的差遣 侍卫恭敬地回禀道 让他们将整个王府 在暗中包围起来 若发现有人接近 即刻将人抓住 记住 要生情 林若曦已经被释放 她的解药自然也即将到手 凤一潭只等着对方一现身 立马将人生情 只要查出是谁在背后替她撑腰 她便能一举将其捕获 再去报复那个女人 只要一想到林若曦 她身上的伤口就开始隐隐作痛 仿佛在无时无刻地提醒她 这个从不曾被她放在眼里的卑贱女子 赐予了她怎样的侮辱 不仅将她三王爷的威名毁于一旦 更让她饱受折磨 不报此仇 她还有颜面在这京师中 继续待下去吗 林若曦丝毫不知道 自己已经被凤一潭视作了眼中钉 肉中刺 不过纵使她知晓 恐怕也会不屑一顾 要杀凤一潭对她而言 轻而易举 暗杀 素来是她的强项 哎呦 这位客人可是要买衣裳 服装店内的掌柜 一件丞相府的马车停靠在门外 急忙搓着手迎了上来 并没有因为林若曦身上 粗笔破损的囚服 而对她低看几分 光看这身打扮 她便能看出她的身份 除了刚从天牢释放的大小姐 还能有谁 这位可是如今这京师内 最不能得罪的人之一啊 那日她在光天化日之下 斩杀侍卫的暴行 早已经传遍了整个皇城 百姓莫不是闻风丧胆 谁还敢那么没眼色地 公然挑衅于她 娘亲 这些衣服好漂亮 林小白看得双眼放光 一双眼睛几乎快要用不过来 老板叔叔 这件多少银子 她一溜烟地爬下林若曦的身体 连蹦带跳地跑到一件月牙白的紧缎前 懦懦地问 一双大眼睛含着笑 头顶上的那戳呆毛 更是一摇一拽的 看上去极致可爱 掌柜眼冒红心 一时间竟忘了林若曦的危险指数 只觉得心里软软的 小宝宝真可爱 这件衣物算你便宜点 三十两银子 看着掌柜伸出的三根手指头 林小白一阵肉疼 三十两 踮踮自己仗鼓鼓的钱囊 她撅着嘴 开始思考究竟是买还是不买 不能便宜点吗 说着 她轻轻扯了扯掌柜的衣摆 一副请求的姿态 饶使掌柜见惯了无数客人 也不禁被她的魅力所吸引 可以可以 那就给你打个八折 你看怎么样 林若曦的嘴角一抽 朝林小白高高竖起拇指 她那张欺世道明的可爱小脸 绝对能蒙骗世人 是砍价买货的绝佳用途 你再便宜点吗 林小白极力想要用最少的银子 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钱这东西 用一点少一点 能省则少 她可要为将来做好准备 从小勤俭持家才行 掌柜的一时间有些愁愁 刚想点头 却谁料 店外传了一道清脆悦耳的柔弱嗓音 哎呀 姐姐 你可出来了 林语涵在两名势必地陪伴下 风姿绰约地走上前来 一袭流苏长群 将她曼妙地身躯包裹着 尽显柔弱 好似一株易碎的兔丝花 让人忍不住想要恋爱 想要去呵护 林若曦的眼眸一沉 微微按手 算是打了个招呼 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出 她对林语涵的漠视与无理 林语涵委屈地红了眼眶 似是受了天大的委屈 但是眼底一闪而过得冰冷 却被林若曦母子看在眼里 大婶 你怎么哭了 娘亲 她欺负你了吗 林小白蹭到林语涵的跟前 双手背在身后 可爱地眨着眼睛 困惑地问 娘亲她一没骂你 二没打你 你干嘛哭啊 林语涵擦拭眼泪的动作顿时僵住 显然没有想到 林小白会说出这样一番话来 早在得知竹一头前去接 林若曦出狱的事情后 她便想着要给她一个下马威 正好打听到 她正在这添购衣物 所以特地赶来 却没想到 竟被一个小孩子指着鼻子羞辱 抬起手臂 衣袖朝下滑落 正巧遮挡住了她一瞬间 猙獰的面容 娘亲 这是不是就是您说过的 不作死 就不会死 林小白还嫌给她的打击不够 又絮絮叨叨地念叨开了 林若曦知道 她是看林语涵这副拙劣的演技不顺眼 想要给自己出气 心头又好气又好笑 索性站在原地 任由儿子自由发挥 左右她也对着林语涵看不顺眼 一个处心积虑的 想要和她作对的女人 给点教训 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你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二小姐是你的小姨 真是不懂教养 林语涵身旁的婢女满脸鄙夷 指着林小白的鼻子怒骂 林小白顿时抽气几声 一颗颗晶莹的泪珠溢满了眼眶 她委屈地躲到林若曦的身后 小手紧紧地拽住 她身上粗糙的球服 娘姐 宝宝不是故意的 宝宝真的不是故意的 纵然知道儿子是在演戏 但是林若曦却容不得 任何人说她的不是 眼眸疏地冷了下来 身影以一种诡异的速度 瞬间窜到了侍女跟前 手掌用力地握住她纤细的手腕 力道重得好似要把对方的骨头 给狠狠地捏碎 沾满凝固血色的容颜 冷若寒霜 她面无表情地开口 谁给你的权利 区区一个下人 也敢指责本小姐的儿子 咔嚓一声 手腕硬声断裂 清脆的碎响 在静谧的店铺内回荡 掌柜的不禁打了个寒颤 惊骇地盯着说动手就动手的女人 彻底惊呆了 林雨晗同样一副活见鬼的表情 哪里会想到 林若曦竟然连招呼都不打一声 便骤然出手 只有林小白捂着嘴 躲在娘亲的身后 笑得好似偷了心的猫咪 得意极了 活该 让她羞辱自己 以为她林小白小爷是好欺负的吗 就算她不行 还有娘亲给她撑腰呢 势必疼得哇哇直叫 眼泪不停地划出眼眶 双腿拼命地在原地蹬她着 但一只手被林若曦擒在掌心 动弹不得 任凭她如何挣扎 也挣脱不出她的桎梏 松手 快松手啊 在恐惧之下 侍女哪里还记得眼前这人的身份 林雨晗干巴巴地动了动嘴角 姐姐 是妹妹督促不力 不如这次 去放过她吧 哼 林若曦随手地松开手 朝身后的林小白使了个眼色 后者黑黑笑着 小手在怀里倒腾了半天 终于摸索出了一方紧帕 恭恭敬敬地递到她的手心 舔着脸 殷勤地笑着 嘿嘿 娘亲请用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三十集 林若曦接过锦帕 一根一根仔细擦拭过自己的手指 好似上面沾染了什么脏东西一般 随后 五指一松 任由鲸帕掉落在地面上 冷静的眉梢微微抬起 锋利如刀的目光 落在正捂着伤口 双目喷火 怒视自己的侍女身上 薄唇微起 这只是一个教训 下次再让我听见你侮辱我的宝贝 我要的便该是你的小命了 能将杀人的警告说得理所当然 普天之下 除了她还能有谁 侍女不甘心地想要反驳 撞上她那双寒潭般冰冷的黑眸 整个人如同被冷水迎头交下 一股寒气在心尖荡开 冷得刺骨 哪里还敢叫嚣半句 凌雨晗善善地笑了笑 急忙打圆场 误会 姐姐 这不光是一场误会 想了我这婢女 也只是一时心急口快 所以才会 你是说 她的话是对的 凌恶西挑眉反问 如何听不出凌雨晗的言外之意 这个女人 想要和自己玩文字游戏 这是她几百年前 不屑用的把戏了 凌雨晗脸上的笑容再次僵住 一时间硬也不是 不硬也不是 只觉得分外尴尬 把刚才的衣服包起来 凌若西将心思从她的身上挪开 转而看向一旁 面露精致的掌柜 沉声吩咐道 啊 好 掌柜收到她淡漠的眼刀 立即回神 手忙脚乱地将衣服从架子上取下 恭恭敬敬地递到凌若西的跟前 有空闲的房间吗 凌若西再度问道 丝毫没有理会一旁 面色难堪的凌雨晗 有 就在里头 掌柜的不敢怠慢她 亲自指了方向 直到她抱着衣衫进入内室 这整个店铺的凝重气氛 才仿佛放松了下来 卓一头死命地拍着胸口 不停地喘气 她就知道 只要跟在大小姐的身边 这意外的事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掌柜的不停打量着助走不走的凌雨晗 想要说些什么来缓和一下气氛 却又不知道该怎么说 势必哭得不能自已 刻着刺骨仇恨的眼眸 狠狠地瞪着内室的方向 好似透过那摇曳的布帘 看见了里面的仇人 这位大婶 你能不能别用这么神情宽宽的目光 看着小爷的娘亲 娘亲的喜好绝对是正常的 她不可能对你有任何兴趣 小爷也不会允许的 宁小白双手插腰 一脸傲然地盯着势必 话音不大 却正巧能让在场的众人 听得一清二楚 侍女的脸色一阵清一阵白 却又碍于她不过是个奶娃娃 拿她没有办法 呼吸愈发急促 哎呀 大婶 你是不是生病了 脸色好难看 要不要小爷帮你找个大夫 来治疗治疗 有病啊 就得治 别谢谢小爷啊 小爷一向善良大方 喜欢行善 竹一头捂着嘴 将脑袋转向一旁 双肩不停地抖动着 高 实在是高 小少爷这张嘴 根本是继承了大小姐的威力 而且 清出于蓝 而胜于蓝 小白 不可无礼 再怎么说 她也是小姨的贴身婢女 要有礼貌 凌宇涵友善地笑着 一副为凌小白着想的模样 不知情地 还以为他们俩的关系有多好呢 凌小白不屑地撇了撇嘴 小爷和你不守 干嘛卖你面子 小爷今年五岁 只见过你一次 你说是小爷的小姨 小爷就得撑着吗 小爷才不会这么傻 歪你骗小爷 那怎么办 凌宇涵顿时雨节 谁能告诉她 不过是一个五岁大的孩子 到底是谁教她这么多的歪理的 凌若曦换好衣衫 从内室走出时 看见的便是两人对峙的画面 凌小白气鼓鼓地鼓着腮帮 正狠狠地瞪着凌宇涵 仿佛和她有什么深仇大恨一样 结账 她没有理会他们两个之间的硝烟 朝儿子使了个眼色 凌小白刚战胜敌人的得意 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站在原地 幽怨地望着自个儿亲娘 一副心不甘情不愿的模样 为什么娘亲买东西 得她付钱 这根本不公平 嗯 凌若曦的眼底闪过一丝细谑的笑意 面色却沉如寒冰 凌小白磨磨蹭蹭地摸着腰间的钱囊 时不时用余光偷瞄着凌若曦 希望她能接收到自己的眼波 看懂她的请求 只可惜 凌若曦无动于衷 反倒是一旁的凌雨寒 连忙笑道 姐姐莫不是能中羞涩 妹妹这儿还有些碎银子 不如这些衣物 就当作是妹妹送给姐姐的礼物 你看如何 凌若曦与凌小白蹭地转过头 泛着狼光的眼眸直勾勾地落在她的身上 那表情活像是在看情深意重的恋人 又像是在看一座金山 在他们心底却浮现出了三个大字 冤大头 哎哟 这怎么好意思呢 凌小白咧开嘴笑得人比花椒 送上门的肥羊不载 她哪里对得起兜里的银子呀 凌若曦的眼底引过一丝笑意 既然妹妹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那我也就确之不公了 凌语寒莫名地觉得 这场景跟她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啊 难道他们听不出她的嘲讽吗 怎么还能笑得出来 凌若曦可没有理会她心里在想什么 既然有人付钱 她便头也不回地牵着儿子离开了店铺 利落地跃上马车 动作透着一股说不出的洒落 只留下重伤的势壁 与一脸茫然的凌语寒待在原地 眼睁睁地看着那辆马车绝尘而去 娘亲 你说这女人傻不傻 她是不是银子特别多啊 凌小白坐在马车内 双眼放着光 开始琢磨 若是凌语寒有不少钱 她或许还能去炸得更多 有些人的脑子天生异于常人 懂吗 凌若曦玩耳一笑 拍着她的脑袋解释道 你刚才干得不错 遇到这种送上门找虐的人 就该毫不留情地出手 是 宝宝记住了 凌小白重重地点头 将她的话视作圣旨 竹一头听着马车内传出的谈话声 在心底暗暗替凌语寒捏了一把冷汗 被这么一对魔鬼母子钉上 二小姐将来的日子 必定会水深火热 回到丞相府 早就有家钉等候在外 瞧着凌若曦下车 急忙迎上前去 大小姐 老爷在书房等您 比起刚刚回来时 这些下人多了几分敬畏与崇敬 再也不敢将她看作曾经的废物 嗯 凌若曦微微汗手 却也不急着前去 而是朝着自己的小院 迈开了步伐 大小姐 家丁奇怪地唤了一声 书房不在这个方向啊 她有说让我现在过去吗 凌若曦停下脚步 侧过头 沉声问道 家丁被她问得脑袋一蒙 下意识地摇摇头 老爷似乎只说 若是大小姐回来 便去见她 倒是没说要马上赶去 对啊 岂然没说 那让她等一会儿难道不可以吗 凌小白和凌若曦一唱一和 只把家丁说得是晕头转向 晕晕乎乎的 便放了行 等她反应过来的时候 跟前哪里还有他们俩的踪影 只能跺跺脚 前往书房请悬 回到距离前院颇远的北院 就看见满地的落叶凌乱地散落着 青池内飘荡着一股 池鱼死掉的恶心味道 凌若曦的眼眸一冷 想也知道 这段时日恐怕没人前来打扫 好臭 凌小白捏着鼻子 不停地挥动着手臂 想要驱散这股意味 闻着就习惯了 小白 想不想赚钱 凌若曦笑得狡诈如虎 双眼弯成了两道弯月 每当她露出这个表情的时候 必然是在算计什么 凌小白的心头一紧 下意识地和她拉开了距离 一脸戒备 怎么 难道你还害怕我会算计你吗 凌若曦危险地眯起眼睛 沉声问道 眼底闪烁着淡淡的不悦 凌小白急忙讨好地笑了两声 怎么会啊 娘亲算计谁 也不会算计宝宝 才不是呢 她就没少被娘亲给算计过 但是实话 她能说吗 一两银子 你待会儿把这里打扫干净 等我回来的时候 我要验收 才一两银子 娘亲 你这是在压榨同工 凌小白顿时一跳起杖高 急忙摇头 果断地拒绝了她的提议 这么大的院子 要想打扫干净 那可是庞大的工程 她一个人怎么可能完成呢 你有什么意义吗 凌若曦蹲下身 凑近凌小白的跟前 笑得惊心动魄 只可惜那笑容落在凌小白的眼里 却和魔鬼没有什么两样 这是威胁 这是赤裸裸的威胁 凌小白委屈地红了眼眶 头顶的那戳呆毛 更是毫无生气地垂落下去 那模样 绝对能让无数女人母爱大发 只可惜 这其中不包括早已经免疫了的凌若曦 她微微挑起眉梢 耐心地等待着儿子的答复 她自己的种 她还不了解吗 三两银子 凌小白讨价还价 就算是当下苦工 也得给个合理的价格吧 一两银子就想把她给卖了 她绝不答应 成交 记得要打扫得一尘不染 若是被我发现你有通工减料 今天的训练翻倍 凤岩 凌小白的小脸顿时一黑 翻倍 她乍乍乎乎地尖叫道 娘亲 那会死人的 安心吧 若是你掉了小命 买棺材的钱 娘亲自己掏腰包 绝对会让你风风光光地下葬 入土为安 凌若西拍着她的脑袋 柔声说道 哪有人这么俗说自己儿子的 凌小白不甘心地揪着嘴 凌若西 却连一丝反抗的机会 也将其剥夺 抬脚脚走向房间 只留下可怜巴巴的凌小白 捧着破碎的小心杆 在风中默默地留下两行宽泪来 回到房间 凌若西苦恼地看着满屋子的尘土 心底泛起了一丝冷意 她不过是离开数日 府里的下人就当她不存在了吗 堂堂嫡出的大小姐 竟然沦落到了这种地步 真是可笑之极 亲自打了盆凉水 将身上的血迹洗净 原本清澈见底的水 很快便浑浊一片 简单洗漱之后 凌若西盘算着 丞相也该等得失去耐心了 这才慢吞吞地挪步去书房 凌小白正卖力地挪动着手里的扫帚 用布帛绑住脸蛋 只露出一双大眼睛 开始动手打扫卫生 务必要在娘亲回来之前 将这庞大的工程结束 被留在京师暗中 保护母子二人的云婿 同情地看着院子里 吃力挪动的小小身影 若是少主在这儿 看到这一幕 只怕会心疼吧 凌若西的一路上 接收到了不少复杂的眼神 有崇拜 有审视 还有 她早已经习惯的鄙视与不屑 书房的红旗大门敞开着 远远都便能看见 背着双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的丞相 凌若西的眉梢一条 脚下的步伐依旧缓慢 直到她的身影出现在屋外 丞相这才停下脚步 刚毅的面容带着几分怒意 正凶神恶煞地瞪着她 你还知道回来 凌若西刚抬起脚准备进屋 听到这句话 果断地放下腿 转过身去 准备离开 站住 凌克清气得浑身发抖 你要去哪儿 不是你让我走吗 凌若西机巧地回答道 对于这位亲生父亲 她是一点好感也没有 如今 她得罪了皇室 也不怕再得罪一个丞相了 一个能够任由自己的女儿 被姨娘们殴打致死的父亲 一个能够放任共苦的夫人惨死 尸身不翼而非 而不去调查的男人 她打从心里看不起 身为父亲 她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 身为丈夫 她更是没有尽到丈夫的职责 凌若西怎么可能给她好脸色看 凌若西深深地吸了口气 这才勉强压下心底的杀意 现在我这个坐地的 连就是你也不行了吗 凌若西果断驻足 转过身 直接迎上她喷火的目光 当然可以 您请 你 她太过坦然 太过随意的姿势 让凌克清险些气到晕厥 脚下亮腔几步 这才勉强稳住身形 凌若西啊 你当真是翅膀硬了 没有把我这个爹 放在眼里是不是 你知不知道 这次你闯下了多大的火呀 要不是皇上仁慈 今天 就是你的死期 尖锐的咆哮 怒火中烧的质问 让凌若西的耳朵有些发麻 她眼观鼻 鼻观心 甚至连眼眸 也不曾眨过一下 我倒是不知道 你究竟何时 有了这么大的能耐 公然杀人 公然与王爷作对 你知不知道 你做的这一切 会牵连多少人啊 所以呢 凌若西默然反问 神色古井无波 丝毫看不出任何情绪 你还好意思问 你看看你这是什么态度 我真不知道 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林克青忽然间 颇为怀念六年前的废物女儿 至少那个时候 她即使吃傻 无能 却不会给自己制造麻烦 不像现在 完全不听教诲 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 想做什么做什么 凌若西一脸目染 好似压根就没有听到 林克青的斥责 所以呢 声调骤然加重 她眼底已经浮现出了 思思不耐 若是连自己在乎的人 被人欺辱 也无力反抗 只能隐忍 活着还有何用 一扬顿挫的一句话 却让林克青顿时失语 她恍惚错愕地 看着眼前全然陌生的女儿 仿佛从未认识过她一般 这个孩子 当真是自幼懦弱的女儿吗 还有事吗 凌若西这是准备离开了 她宁肯回去修炼 也不愿意在这儿 听什么教诲 这次的事 她丝毫没有任何悔意 若是连儿子被人指着鼻子骂 她还能忍受 连她自己也会看不起自己 林克青张了张嘴 似是还想要再说些什么 但当她对上凌若西那双 泛着寒光的黑眸时 整个人好似被打败了一般 彻底颓废下去 面如死灰 罢了 看来 不论我说什么 你也听不进去了 但是 你要记住 你是丞相府 第一处的大小姐 你的一言一行 代表着整个丞相府 我不想再看到你 再次让整个府邸蒙羞 更不想因为你 而让 蒙羞 若你说的是 要在黄泉下低头 任由旁人欺辱 压榨 那很抱歉 即使一切重来 我的选择同样不会改变 林若曦冷然打断了她的话语 一字一字狠声说道 话语中 透着一股不惜一切的决然 与固执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三十一集 好 好啊 你当真是好样的 林若曦 我只希望 你永远不要有后悔的一天 不然 即便是天王老子 也抱不住 林克卿彻底对她失望 这个女儿 她是管教不了了 她开始思考 让她从边陲小镇回来 这件事究竟是对 还是错 与林克卿的谈话不欢而散 林若曦头也不回地 离开了书房 当她的身影 彻底消失在屋外 丞相整个人 仿佛被抽空了 所有的力气般 颓废地倒在椅子上 阳光 从门窗外洒落进来 一地生灰 却屈不散 她身上散发的 落寞气息 她这性子 到底是像谁呀 林克卿 喃喃自语 这个女儿陌生的 让她几乎 快要不认识了 林若曦可没去理会 她心里头复杂的想法 返回院落 林小白正满头大汗地打扫卫生 见她回来被吓了一跳 怎么会这么快 她还没有打扫好呢 你继续 林若曦扫了她一眼 薄唇轻轻地吐出三个字 绝了林小白想要偷懒的想法 她撅着嘴 愤愤不平地瞪着林若曦的背影 手指不停地戳着尖头的黑狼 口中念念有词地说 娘亲太过分了 怎么可以这么对待小爷呢 黑狼朝天翻了个白眼 慵懒地粘在她的肩头 话说回来 她怎么觉得 这是这个女人 故意惩罚小少爷的自作主张呢 将房门盒上 林若曦盘膝坐在大床上 丹田内盘踞的旋律 开始缓慢地流转 虽然皇帝下旨释放了她 却并没有给她解除旋律的封锁 如今的她 能够动用的旋律少得可怜 虽然突破拦截 但是发挥出来的 只有鼎盛时期的十分之一 林若曦怎么可能允许 自己变得如此弱小 不顾筋脉的抽筒 她咬着牙挪动着旋律 一次又一次地 冲击着堵塞的筋脉 光洁的额头 布满了一滴滴痘大的冷汗 顺着她的面颊滑落下来 衣衫进食 旋律疯狂地运转传来的阵痛 饶势灵若曦意志力再坚强 也有些抵抗不住 脸上的血色消失得一干二净 背齿在唇瓣上 留下一排染血的痕迹 可她却忍着 瘦着 一次又一次挑战自己承受的极限 身体僵硬如实 仔细看 甚至有带着丝丝颤抖 起初是微笑的气流 但是很快便逐渐壮大 受损的筋脉在旋律疯狂的冲击下 被扩大 被拉拽 一股乳白色的热气 自凌若曦的体内爆发出来 在她的身体外面 形成一个巨大的钢气罩 将她娇小的身躯 笼罩在其中 罩上的光芒不停地变换 淡淡的蓝色光运 将整个房间占满 属于拦截出气的微压 徘徊在空气中 房内的桌椅被这股微压 撞击得叮铃当当的作响 轰的一声 一股巨大的气流 自丹田升起 风堵住了筋脉 瞬间暴涨 仿佛所有的稚骨 都在这一刻消失 压抑的旋力 终于冲破枷锁 再一次恢复了自由 凌若曦耐心地 调理着体内快要失控的力量 直到将它们统统控制住 她才长长地松了口气 紧闭的双目豁然睁开 眼底精芒暴闪 一滴冷汗从睫毛上滑落 落入她的眼眸中 带来细微的酸疼 她从床榻上翻身站起 浑身的骨头 犹如被一辆卡车碾过 活动几下 便能听到关节传来 咔嚓咔嚓的声音 仔细检查过体内的情况 凌若曦惊喜地笑了 哼 这算是因祸得福吗 原本以为只是恢复了 石城的实力 没想到 竟被她突破拦截中旗 一只脚迈入巅峰 看来这次还真的要多谢 这位三王爷了 凌若曦笑得森冷 若是被这位曾经的未婚夫知道 这次的苦难 竟让她步入了拦截中旗 而且隐隐有跨入巅峰的迹象 不知道她会不会气到呕血 躲藏在院子暗中的云旭 感觉到屋内突然传出的力量 顿时骇然 这凌若曦究竟是什么人 短短数日 居然突破拦截不说 且进入了拦截中旗 这已经无法用天才来形容了 根本就是妖孽 难道是老天爷在弥补她 弥补她多年来承受废物名声的磨难 才让她有这样的本事 要知道 突破清洁之后 想要继续突破 在没有灵丹妙药的辅助下 即便是世间少有的天才 想要继续精进 也得大半年的时间 可是 她却只用了不到三个月 这般可怕的修炼速度 即使是在云族 也是少有 难怪少主会对她另眼相看 云旭心头泛起了滔天骇浪 直到这时 她才真正地将凌若曦 看作了强者 而不是一个弱女子 入夜 灵小白拖着几乎贪软的身体 亮亮腔腔地走进房间 随手将扫帚扔到一旁 刚进屋 就倒在了椅子上 累得连睁眼的力气也没有 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弄完了 灵若曦早已经换下 湿漉漉的衣衫 正悠然坐在一旁饮茶 灵小白艰难地点了点头 连说话的力气也失去了 这么大的院子 她靠着一个人打扫完毕 连她自己也佩服自己 干得不错 灵若曦赞许了一句 休息半个时辰 今天的修炼还要继续 不是吧 灵小白在心头不断地哀嚎 她的这番话 犹如五雷轰顶 瞬间披在她的头顶上 不满意吗 那就再多加一杯地亮 如何 灵若曦晚耳一笑 只是嘴里吐出来的话 却叫灵小白眼前一黑 只恨不得立马昏厥过去 回答 灵若曦不悦地皱起眉头 为了不被娘亲操练到死 灵小白苦着一张脸 泪眼婆娑地点头 心里的委屈宛如一条江流 正在疯狂翻涌 这世上还有比她更可怜的人吗 好不容易才把娘亲给盼回来 但是迎接她的 却是艰难痛苦的训练 黑狼默默地伸出肉嘟嘟的爪子 拍了拍她的肩膀 无声地安慰着她 希望她一路走好 一千个俯卧撑 八百次挥刀 一个十辰的马布 这就是灵小白今晚的训练料 看着月光下 在院子里蹲着马布的儿子 灵若曦站在窗口 冷翘的容颜 浮现出了一丝柔色 这是她十月怀胎生下来的骨肉 是她唯一承认的亲人 也是她这辈子最在乎的人 她怎么可能不心疼 但是她的儿子绝不可能是庸才 即便不是顶尖的王者 也必须要有自保的能力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实力 只能被人欺辱 被人打压 她宁肯现在对小白狠 也不愿意她将来遭受到不甘 却无法反抗 漆黑无光的眼眸里 最后一丝不忍消失殆尽 只剩下一片决绝 就在灵若曦准备收回目光时 冷不防地察觉到 院子里存在着的 第四个活着的生物的气息 她面色一冷 整个人从窗户内飞升而出 身影如同鬼魅 划过夜空 精准地飞向云绪藏身的地方 原本正在观望灵小白锻炼的云绪 骤然感觉到左侧凌空袭来的巨大力量 当即飞身窜出 同时抽出了腰间的佩刀 浑身的肌肉高度紧绷 戒备地凝视着站在灰墙之上 正冷冷地盯着她的女人 被发现了 她心头咯噔一下 身上犯着的杀意如数褪去 收回刀剑 示意她并没有任何恶意 又是你 灵若曦眸光森冷 丝毫不掩饰对她的不欢迎 你和你的主子一样 很喜欢半夜偷窥吗 云绪很想知道 少主究竟做了什么 竟在她眼里落下这么一个恶劣的印象 善善地咳嗽一声 云绪这才道 我只是奉命在此保护你 与小少爷的安危 小少爷 灵若曦冷冷地扯了扯嘴角 眼底的寒意愈发加深了几分 她怎么不知道自己的儿子 何时成为了所谓的少爷 是她让你留下的 她沉声质问 显然并不领情 回去告诉她 我不需要什么保护 更不需要旁人来担心我和儿子的安危 不论是她的自尊 还是出于不想与云景臣的太多瓜葛 灵若曦都不愿意领她的这份人情 灵小姐 这话你若是见到少主 大可亲自告诉她听 恕我不能从命 云绪果断地拒绝了她的命令 少主在返回云族前 特地让她千里迢迢赶来 若是就这么回去 只怕少不了又是一顿责难 灵若曦身上的寒气 又有加重的迹象 整个人犹如一座千年难化的冰山 冷得渗人 说你不走莫怪我手下无情了 屋外多了一个人 这让灵若曦怎能安心休息 多年来的警觉 让她很不习惯四周突然出现不相干的人 允许深知 她并非是要挟自己 而是认真的 那宛如实质的杀意 几乎要将空气寸寸冰冻 但是她却挺之几倍 站定在灵若曦的跟前 咬着牙 扛住她所释放的威压与杀气 狠声道 恕我无法从命 找死 灵若曦彻底动怒 掌心凝聚了一团旋力 打算朝云旭袭去 若是以前的她 或许不是云旭的对手 但是如今 她的实力却高出云旭不止一截 重伤她轻而易举 即便灵小姐你今日将我斩杀在此 云旭也不能从命 云旭固执地站在原地不动 好似完全没有感觉到她的怒火般 对她的跃跃欲试 即将迸发的旋力视而不见 少主只是担心两位的安危 所以才会留下我在暗中保护 请灵小姐体谅少主一番心意 哼 她这叫多管闲事 灵若曦冷声道 语调里透出了一丝讥讽 一丝嘲怒 她从未请求过云景臣保护自己 为何要领她的情 这世上 从来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情 她开始怀疑 她是不是另有所图 仿佛察觉到她的想法 云旭的脸上浮现出了一丝冷怒 灵小姐 请不要曲解少主的心意 她对你并无所图 灵若曦摆明了不相信 堂堂第一世家的人 却对她千般的好 即使离去 也要留下属下来保护她 若不是有所图 那是为了什么 她该不会把心思 动到我儿子身上了吧 嗯 灵若曦随意摆摆手 散去了掌心凝聚的旋律 但是心底的戒备与杀意 却一分不减 在没有摸清云景臣的目的之前 对她的人 她绝不可能放下心来 灵小姐 少主她若是想夺走小少爷 早在你身陷天牢时 已经得手 何须等到现在 云旭愤愤不平地开口 有黑的肌肤战红一片 心底对灵若曦的不领情感到恼火 即使她不愿让自己留下来保护 也断不该曲解少主的一番心意 这女人的心根本就是铁做的 灵若曦一身寒霜 她承认她的话有几分道理 但是除却这个理由 还有别的解释 说得通吗 四十看出了她的不幸 云旭当即冷笑道 少主为了让你安然离开天牢 不惜让我带着祖里的灵药 救下三王爷 以此作为交换 这才让北宁帝下旨 释放你出来 而我 为了送药 险些遭到王府的围追堵截 刚摆脱 便被少主派到丞相府 贴身保护你的安危 到了现在 你竟然还在怀疑少主 灵小姐 你不觉得你太过分了吗 云旭跟随在云景晨身边多年 从未见过她对任何一个女子 如此上心 自然不希望她被人误解 灵若曦微微一正 没想到还有这么一出 那日她来到天牢 曾经说过 必定会保她平安 原来是指的这个 难怪皇帝变脸会变得如此之快 冷硬的心房 似是被什么东西击中 有一瞬间的颤动 但是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你要告诉我 她做这一切 是因为什么吗 灵若曦冷声问道 云旭张了张嘴 想要告诉她云景晨的心意 却又害怕戳穿这层纸之后 一切就都变了 画在舌尖绕了一圈 最后终是被她给咽下 时机到了 你就知道了 总而言之 少主对你 没有一分恶意 灵若曦不屑地勾起嘴角 深色的衣媚 在晚风中轻轻地摇曳 发出扑扑的碎响 好 我姑且信你一次 但你最好掩盖住所有的气息 莫要让我察觉到 我不喜欢身边随时有人监视 明白 许是对云景晨在暗地里的所作所为动容 灵若曦终是没有将云旭撵走 只是让她掩盖住所有的气息 不要骚扰她平静的生活 云旭心头一喜 急忙点头 是 无声无息地离开暗处 灵小白仍在院子里蹲马步 月光下 一滴滴痘大的汗珠 从她的脸蛋上滑落下来 飞溅到衣精中 她难受得几眉弄眼 即使身上衣衫尽尸 但是下盘却稳如泰山 灵若曦暗暗地点了点头 对她的进步很是欣慰 没有打扰儿子锻炼 她轻身飞入了房中 盘膝坐在床榻上 继续吸收着天地间的旋律 稳固根基 第二日 大清早 院子外就传来了凌乱的谈话声 还有稀稀疏疏的脚步声 灵小白蜷缩着身体 用被褥盖住自己的脑袋 昨夜的训练之后 她时累得四肢发软 即使听到屋外的动静 此时也没有一丝力气前去看一看 灵若曦从入定中醒来 睁开眼睛 眼里毫无半分迷离 清明如月 敏锐的耳栗 听到外面传来熟悉的人声 她的眉峰忍不住微微蹙击 拍了拍褶皱的衣衫 替灵小白掖了掖背脚 这才走出了房门 二姨娘与三姨娘 正领着不少下人 走入院子 见到灵若曦已经起身 两人笑得花枝招展 哟 这么早就醒了 还以为你会多睡会儿呢 三姨娘咯咯地笑着 与灵若曦寒暄 仿佛她仍旧是 丞相府的大小姐 而不是一个得罪了皇室 随时有可能惹上 是非的麻烦人物 妹妹 你这话就说得不对了 谁不知道若曦刚从天牢出来啊 这牢笼里的生活呀 昼夜不分的 环境又肮脏 哪睡得着啊 恐怕是习惯了里面的日子 突然间回来了 当是不习惯了 二姨娘一边笑着 一边讽刺道 她早已经和灵若曦撕破了脸 自然也不可能再在她的面前 扮演什么慈母 灵若曦双手环抱在胸前 慵懒地靠在一旁的大门上 饶有兴慰地听着这两个女人 一唱一鹤地数落着自己 也不吭声 仿佛他们讽刺的人 不是她本人一般 全然没有任何反应 她的漠然 让两位姨娘 顿时有种一拳打在棉花上的错觉 立马住了嘴 不继续吗 我正好睡得不太清醒 多听些鸡鸣 或许能早点从睡梦中醒来 灵若曦冷笑道 严谨一概的一句话 却让两个姨娘脸色骤然大变 没想到 她会当着这么多吓人的面 公然羞辱他们 你 三姨娘到底年轻 不比二姨娘忍得 手指指着灵若曦的鼻尖 怒从心起 哼 我说得不对吗 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理由 能促使两位大清早跑来 不是为了换我起床吗 灵若曦凉薄地笑出声来 对待这种送上门找虐的主 她绝不会留情 有些人 纵使你给脸 她也会不要 哼 我们是看你刚回府 本想着来问你需不需要添置些东西 没想到 你竟然狗咬吕东斌 不使好人心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三十二集 三姨娘怒急返笑 口中哼哼两句 脸色也好看不到哪里去 被一个晚辈指桑骂怀地羞辱了一番 她这面子根本下不来 二姨娘急忙在一旁附和 是啊是啊 我们毕竟是你的长辈嘛 你若是缺什么 只管题 福利少不了你的 好啊 我这里缺少几样装饰的花瓶 还缺些首饰 被褥也缺一些新的 还有 灵若曦的口风一转 好似完全忘记了方才是谁拨了他们两个人的面子 一个劲地说着自己所需要更换 天垢的家具 那模样 坦然到让两位姨娘面色纷纷扭曲起来 这辈子 他们还从未见识过如此无耻的人 她的气节呢 她的傲骨呢 你这是想要把屋里屋外的东西 统统更换一遍吗 二姨娘终是忍不住 尖声问道 倘若真的按照她的想法全部更换掉 必定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灵若曦的眼底闪过一丝不屑 这就忍了 这两人打着关心她的名义 想要来挑衅她 羞辱她 难道她还要留什么情面不成 不是你们问我需要什么吗 我只是实话实说 她故作无辜地怂怂肩 但是眼底却闪烁着戏谑的笑意 二姨娘气得浑身发抖 此事我做不了主 你还是禀报姥爷吧 既然做不了主 那你们来做什么 小黑 送客 灵若曦早已经察觉到黑狼的苏醒 冷声命令的 众人只看见一道黑影凌空飞来 还没有来得及反应 二姨娘已经被踢着衣襟 抛出了院子 整个人从半空中落下 摔得人一样马翻 哎哟 我的腰 哀嚎声从院子外传来 那痛苦至极的惨叫 让众人纷纷打了个机灵 灵若曦缓慢地从门口支起身体 居高临下地看着一脸精致的众人 冷声道 你们是自己走 还是想要我送你们一程 三姨娘连滚带爬的一个狂奔而去 她可不想成为第二个二姨娘 两位身份尊贵的夫人一走 剩下的下人自然一哄而散 灵若曦冷眼瞧着他们跌跌撞撞离去的身影 不懈地冷哼一声 哼 白痴 黑狼妖宫式的昂首挺胸从院子外进来 小小的身躯沐浴在阳光下 看上去煞是可爱 很难想象 方才她竟在眨眼间将二姨娘丢出去 干得不错 灵若曦揪住她的脖梗 揉了揉她身上的鬃毛 夸奖道 黑狼对自己宠物的待遇很是不满 她是圣兽 不是宠物 本想极力挣扎一番 但回想到这女人残暴的手段 这个念头只是在她的脑海中闪过 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躲藏在暗中的云旭无力地抬起手 遮盖住自己的面颊 她很不愿意承认 那只在灵若曦手里乖巧的仓鼠 是云族众人视作神明般的圣兽 此事传扬出去 云族第一世家的颜面还要不要呢 二姨娘被灵若曦叫醒了一番这件事 在短短半个时辰之内 传遍了整个丞相府 她多年来在府内作威作福 仗着大夫人乡乡越远 以女主人的身份自居 没少惩处下人 此次落难 不知道多少人在暗中里拍手叫绝 该死 我的脸尖尖都丢尽了 回到自己的宅院 二姨娘气得将屋内昂贵的摆设 通通挥落在地上 砸得粉碎 口中不停地怒骂着林若曦 精致地妆容下的脸蛋一片争鸣 林雨晗站在屋外 听着里面噼里啪啦的动静 没蹭上去触她的眉头 更不想自己去撞泡口 而是让下人去厨房 准备去火的绿豆汤 准备等二姨娘发泄完之后 沉进去 发泄了好大一通脾气之后 二姨娘气喘吁吁地坐在椅子上 身上香汗淋漓 娘亲 你这又是跟谁较劲呢 林雨晗手捧着热腾腾的绿豆汤 迈着莲花小布 步入房间 气坏了身体 女儿可是要心疼的 哼 除了林若曦那个贱人 还能有谁 真不知道老爷和老夫人究竟在想什么 竟替她求情 二姨娘咬着牙 狠声说道 提到林若曦 心里的火气 便蹭蹭地朝上冒着 窜着 只恨不得亲手掐死她 林雨晗悠悠地叹了口气 绕到她身后 亲手替她捶着肩膀 娘 何必为了一个不值得的人 可自己过不去呢 爹她也许有自己的想法 难道你没看出来 这林若曦回来也有一两天了 爹她根本就不闻不问的 显然是放弃她了 除却第一天回来时 这对妇女不欢而散 林克卿再未主动提及过林若曦 仿佛府内根本没有这个大小姐 我知道 只是 她到底是嫡出的血脉 一日不将她撵走 我这心里一日就不是个滋味 二姨娘常常地呼出一口气 不甘地说道 若不是占据了嫡出大小姐的位置 她怎么可能受到老夫人的疼爱 犯下这么多的罪责 还能让相爷相救 这一切 不正是因为她是正方所处的女儿吗 林雨晗脸上的笑容 微微一将 眼底飞快地闪过一丝阴雾的暗光 第一出 这两个字 打小就是她最不愿意听到的 占据了大小姐的身份 夺走了属于她的光芒 即使她再如何出色 也永远只是树出的二小姐 这样的事实 让她极度地快要抓狂 不过 你说的也有道理 这林若曦就算有老夫人的疼爱又如何 老爷已经对她失去耐心了 她现在又得罪了皇室 即便不用我出手 她的好日子也不多了 二姨娘冷静下来之后 终于想到了这一点 她根本无需针对灵若曦 即使没有她 那见人的日子 也好不到哪里去 你能想通就好 林雨晗一脸的欣慰 轻轻在椅子后 替二姨娘垂着肩膀 口中不忘劝道 如今 她已经成为王爷眼里的一根刺 等到王爷安然无恙 必然是不会放过她的 又何须我们亲自动手呢 二姨娘越小 越觉得是这个道理 老怀安慰地拍了拍她的手背 还是你有眼界 对了 最近可有去拜访你舅舅 前几日去过 那会王爷剧毒缠身 我想着舅舅神通广大 说不定能替王爷解毒 就去见了一面 林雨晗柔声说道 她的舅舅 同时也是二姨娘 同父异母的亲弟弟 轩元勇 北宁国第二世家 以狩猎魔兽闻名的 顶级豪门世家 第十九代家主 当年 若非二姨娘是宣言家族的人 也不会让林克卿将她迎娶进门 甚至不顾发妻的意愿 两家联姻之后 宣言世家成为了丞相府的后盾 丞相多年来在朝堂呼风唤雨 背后没少有宣言世家的撑腰 所以 即便是此次 林若曦犯下滔天大罪 皇帝也未曾真的牵连成相府 在这片大路上 豪门世家百年来 一直凌驾于皇权之上 看似附庸皇室 实则 手中享有特权 比起皇室子弟 还要多 身份也更加尊贵 没事啊 多和你舅舅走动走动 若是你想嫁入三王府 将来 你舅舅也是个乙仗 懂吗 二姨娘苦口婆心地劝道 是 我接下来 林雨晗柔柔地点了点头 一时间 房内一片温馨 再不负方才的硝烟 林雨晗自从回到成相府 便没有离开过宅院半步 始终留在屋子里独自修行 这次被捕 她清楚地体会到了 什么叫弱者 即使面对的是 数十士兵又如何 如果她的实力 能再强劲一点 便足以杀出重围 不至于沦为阶下囚 想要变强 强大到任何人 不能再撼动她的地位 任何人 不能再伤害到 她所在乎的一切 这个念头 前所未有的坚定 林小白趴在门外 从门缝里悄悄地 窥视着里面的动静 看着又一次 进入修炼状态的娘亲 她悠悠地叹了口气 唉 娘亲什么都好 就是太刻苦 太拼命了 说着 她还无奈地摇了摇脑袋 一副少年老成的模样 看到黑狼嘴角直抽 小黑 你觉不觉得 燕子里很无聊 要不 跟小爷出去转转 小爷来到京城这么久 还没出去 好好转上一番呢 林小白 咕噜咕噜地 转着眼珠子 眼底尽是狡黠的光芒 她一个人 若是出去了 万一被发现 回来铁定要遭殃 但若是到时候 把责任推到小黑的身上 有她垫背 说不定就能逃过一劫 她心里的算盘 打得叮当响 只可惜 身为云族的圣兽 黑狼吃过的盐 比他吃过的米饭还要多 又怎么可能会上当 当即挥出爪子 一掌拍在她的脑门上 吱吱吱地不停地叫着 小黑 你也跟着娘亲学坏了 灵小白疼得嗷嗷直叫 编析法式地 从怀里掏出了一块镜子 左顾右盼 仔细研究着 是否有损伤到 她这张帅得 人神共愤的小脸 若是留下疤痕 将来还怎么卖萌 怎么赚钱 怎么磕蒙拐骗 她可是要靠脸吃饭的 黑狼不屑地瞪了她一眼 又不是女孩子 这么在乎容貌做什么 男人的功勋与骄傲 应该是一身的伤疤 你在外面嘀嘀咕咕什么 灵若曦老早就发现 趴在屋外的儿子 平复下运转的旋律 起身打开房门 正趴在门槛上的灵小白 猝不及防整个人跌了进去 摔得四脚朝天 黑狼在她摔倒的时候 便跳到了一旁 她可不想一起摔下去 多丢圣瘦的脸啊 怎么 今天想起给娘亲行大礼了 灵若曦挑眉轻笑道 脚尖轻轻地捅了捅 灵小白的腰 笑得有些合不拢嘴 这儿子一天不耍宝 他就忍不住是不是 娘亲 灵小白挠着脑袋 舔着笑从地上爬了起来 宝宝只是见你在努力修理 不好意思打扰你嘛 你也会有不好意思的时候 灵若曦口中轻哼一声 说吧 又有什么事想要求我 若不是有所求 她哪里会变成这副德行 只子莫重母 这灵小白的眼珠子转一转 灵若曦就能猜到 她心里在想些什么 多半是这两天被自己勒令 留在院子里 觉得无趣 盘算着想要出去玩 年轻 你懂的 宝宝这两天 一直有在努力修炼 但是你说过 必须得劳意结合 宝宝顺请 出去转转 灵小白 眨巴着一双大眼睛 希望灵若曦能够放她一天假 让她出去透透风 再这么关下去 她都快要关成傻子了 你难道不知道 前两天惹出多大的事情 现在出去 就不怕被人追杀 话虽如此 但她脸上可丝毫看不出任何惧怕 不过是吓吓灵小白 但到底是她亲自教导的儿子 林小白怎么可能就这么轻易地被吓到 她昂着头 挺着胸口 斩钉截铁地说 宝宝才不怕 有鬼的 来一个 宝宝打一个 来两个 打一双 打到他们 屁股料牛 她 灵若曦抬手就是一个暴力 狠狠地敲在她的脑门上 谁让你学得这么暴力的 躲在一旁看戏的黑狼 忍不住在心里覆粉 这还真是有什么样的娘 就有什么样的儿子 做娘的如此暴力 儿子又能斯文到哪里去 你刚才 是不是在心里嘀咕什么了 灵若曦凌厉的眼刀 狠狠地刺向一旁 作弊上官的黑狼 她顿时一阵 慌忙地摇头 哼 没有就好 灵若曦啪啪地扭动着手指 止骨发出一声声 清脆的碎响 吓得黑狼浑身的鬃毛 纷纷竖起 一秒钟 从仓鼠 变成了刺猬 灵小白 顶着一戳呆毛 可怜巴巴地 扯着灵若曦的衣袖 希望能够说服她答应下来 很想出去啊 灵若曦悠悠地叹了口气 似是妥协了一般 她重重地点头 不是很想 是非常想 想当初在落日城 她哪天不是四处乱跑的 也就是回到京师 娘亲老是管束着她 不让她胡乱闲逛 灵小白骨子里 似乎就安分不下来 若是把她当作金丝雀 大概 她能死在金笼子里 好 依你 不过丑话说在前头 出去的一切开销 哥夫哥的 灵小白赶紧接嘴 她用脑袋发誓 娘亲绝对是想趁火打劫 她必须要把这种事 抹杀在摇篮中 绝不能让娘亲抓住机会 就剥削自己 不然即使她拥有一座金山 也扛不住娘亲这么消耗 灵若西哪里会不明白 她心里的那点算盘 顿时哭笑不得地摇摇头 算了 还说将来要养娘亲 看你这副财迷的德行 我啊 就不指望你了 她面露一丝惆怅 转过身 准备更衣 陪灵小白出去散散心 看着她落寞 失望的背影 凌小白的脸色瞬间暗淡下去 她是不是真的做错了 娘亲 身后忽然间想起一道响亮的呼唤 凌若西的嘴角一弯 知道这小鱼上钩了 不过转过身来的时候 神色依旧显得暗然 仿佛受到了打击一般 看得黑狼心里暗暗佩服 什么叫演技 这才是演技 娘亲 宝宝知错了 宝宝的银子就是娘亲的银子 宝宝不该这么小气 娘亲待会想要买什么 告诉宝宝 宝宝送给你 凌小白拍着自己的胸口 特豪气地说道 虽然她很爱财 但是 逼起娘亲来 银子算得了什么 算了吧 你会心疼的 凌若西先是一惊 而后再度拒绝了她的提议 不会的 这世上 没有什么比娘亲更重要了 凌小白信誓旦旦地说道 丝毫没有注意到 凌若西眼底狡诈的笑意 更不知道 她又一次被自个儿亲娘给糊弄了 直到两人一兽 不紧不慢地离开院落 凌小白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答应了 怎样残绝人寰的霸王条件 唉 毁啊 毁得肠子都快要清了 可是偏偏 话是她自己说出去的 根本不可能受毁 只能在心底默默地为自己 即将空掉的钱囊默哀 瞧着她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凌若西在心里怯笑不已 大概也只有在这种时候 她才像个五岁大的孩子 会失望 会埋怨 会调皮 拒绝了家丁准备好的马车 顺着府外幽静的实路 朝着集市走去 暖暖的阳光 从头顶上洒下 仿佛为他们母子 笼罩上了一层淡淡的金光 光运中 叶高叶矮的身影 温馨得如同一幅精美的画卷 云旭躲藏在暗中 失神地凝视着他们俩的背影 若是少主在 可不是一家三口团聚了吗 此时 云族内 坐在刁蓝玉器的店语正厅的云景臣 呼得揉了揉自己的鼻尖 方才好像有什么人在念叨他 少主 林根丸消失在阻里 此时事关重大 请少主定夺 下方一名 并发微白的属下 朗生开口 别挺战利的身影 从正在议论的人群中走出 直直地看向 坐在椅子上 似乎正在走神的红衣男子 眼底划过了一丝不悦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三十三集 云景臣慵懒得斜靠在椅子中央 对来自下方复杂不一的目光视而不见 浑身好似没有骨头弯 姿态放朗且随性 看得几位位高权重的长老连连摇头 云族多年来 何时有过此等放浪行骇的继承人 比起向来中规中矩 懂事听话的二少爷 这位少主可谓是离经叛道 在如此重要的场合 毫无疑态可言 且公然出神 他真的当得起少主的重任吗 本尊很想知道 林公丸是在本尊离开族里的时间被人盗走 诸位都是族里德高望重的前辈 林要失踪 而等不去寻找 却等着本尊回来解决 这是何道理 难道少了本尊 你们统统不会办事了吗 云景臣懒懒地打了个哈欠 话柔软至极 脸上甚至挂着一抹邪魅妖娆的浅笑 但却让原本吵吵闹闹的诸多高手 下意识地闭了嘴 眼观鼻 鼻观心 一个个乖巧的不得了 云景臣虽然年少 但在云族内 却是百年来难得一见的修炼奇才 拥有不少尽心拥戴他 忠于他的属下 且名望极高 以至于他一怒 在场众多高手 莫不是不敢吭声 大长老 你来向本尊解释解释这一切 如何 云景臣深邃如海的黑眸 转向一旁的大长老 低声说道 妖娆的面容 挂着如沐春风的笑 好似向长辈虚心请教的孩子 只可惜 那笑不达眼底 大长老虽说年过半百 却中气十足 他阴沉着一张脸 坐在下手 闻言 嘴唇微微明挤 怎么 大长老也想不出合理的解释吗 云景臣笑得愈发动人 但整个大殿 却莫名地被一股寒流所占据 不少人纷纷垂下头去 不敢直视他那张 太过妖孽的脸庞 少主这是要拿长老开刀了 这个认知浮现在众人的头顶 让他们一个个绷紧了神经 唯恐被战火殃及 谁不知道 以大长老为首的几位 德高望重的长老们 暗地里支持二少爷 云景含夺权 妄想将少主拉下马 取而代之 如今少主回来 恐怕这云族咬乱了 少主 此事不是追究过错的时候 当务之急 应当是寻回灵药 若是落入外人之手 云族白宁的清静 必将受损 世人多年来 一直在打听云族的所在 若是当真被人得知 云族毕市的承诺 必将毁于一旦 请少主以大事为重 大长老沉声说道 毕重就轻 妄想就云景臣的质问 糊弄过去 泛着精光的眼眸里 闪过一丝恶毒 不过是一个黄口小儿 竟敢公然挑衅他 这云景臣 莫不是当少主当傻了 即便是他的父亲 也不敢对他如此说话 更何况是他 哦 若是本尊没有记错 族里的守卫 长年来是由大长老一手掌管的 这出了问题 却要本尊来为你解决 世上有这种说法吗 云景臣脸上的笑容 顿时被冰冷取代 锐利的眼眸如同一把刀子 狠狠地刺向大长老 想要糊弄他 真以为他是软柿子吗 眼见二人之间的硝烟 越来越浓郁 二长老这个老好人 急忙出声 缓和气氛 少主和大哥说的各有道理啊 不过在老夫看来 目前最要紧的是查出灵药的下落 等到灵药找回 再追究过错 也不迟啊 族长想来也是这个意思啊 不错 二长老所言甚是 有人出头 自然有人负义 大长老的势力在云族遍布甚广 不少弟子是他的拥护者 如今自然要替他说话 云景臣危险地眯起眼睛 看着下方为大长老求情的众人 挨个记下他们的身份 在场二十多人里 足足有半数是大长老的人 哼 他竟不知 他这个少主竟还比不上一个年事已高的长老了 简直是笑话 宽广衣袖下的双手黯然握紧 但是他脸上却一丝不露 反而是一副笑叶如花的模样 浑身带着一股邪气 既然如此 那便由大长老处理此事 将功补过 如何 既然他们要求情 他便顺水推舟 把这件事情交给了大长老去处理 若是处理不好 细长的睫毛遮挡住了眼底一闪而过的冷光 大长老顿时愣住了 这 怎么 大长老有意义 云景臣眼波一转 定眼看着他 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 若是再不答应 恐怕还不知道这小子要捣鼓出什么事情来 大长老一口咬下 只能先行硬撑下来 是 老夫意不容辞 必将找到灵妖的下落 哼 本尊相信 以大长老的能力 区区小事 绝对是手到擒来 您说是吧 他挑起眉梢 邪笑道 大长老在下手陪着笑 只是那笑 怎么看 似乎都掺杂着几分扭曲 与争吟 事情暂时解决 云景臣挥手 勒令众人散去 看着被属下 簇拥的几位长老离去的身影 他眼底泛起了无数的暗潮 少主 就这么与大长老撕破裂 会不会太冲动了 云灵自暗处现身 忧心忡忡地问道 毕竟 这么多年 大长老的势力不容小觑 即使是组长 也要避其锋芒 云景臣眼眸一沉 转瞬又笑开了 怕什么 他再厉害 如今也是一只脚踏进棺材 真正该担心的 可不是他呀 您是侄二少爷 云灵皱眉问道 本尊的弟弟 怎么可能是庸才 能够让几位长老 以他马首是瞻 这份能耐 倒是让本尊不得不刮目相看 云景臣 颇有闲情意志地夸奖了一句 丝毫没有养虎为患的愤怒与担忧 猫始终是猫 即使有了利爪 也永远成不了猛虎 这些年 他既有能力压过云景臣 稳坐了少主宝座 如今 自然也不会惧怕于他 云灵的嘴唇轻轻地蠕动了几下 本想提醒他 莫要轻敌 但是转念一想 少主既然能这么说 必定是有克敌的法子 今天云序的消息 可传回来了 云景臣缓慢地从椅子上 支起身体 火红色的衣衫 随意地垂落下来 绣着金丝边角的衣巾 微微敞开 露出性感的锁骨 妖娆的风情 展露得淋漓尽致 三千墨发 用银罐随意顾着 整个人透着一股 放荡不羁的气息 云灵看得脸红心跳 整颗心扑通扑通 彻底乱了节奏 她忍不住抬起手 压了压胸口 努力想要平静下来 但是脸上灼热的温度 却丝毫没有减弱 不论是任何一个女子 似乎在她的面前 都很难做到心如止水 嗯 迟迟没有等到回话 云景臣略感不悦 深沉的眸子 转向一旁的云灵 飞快地引过一丝恼怒 请少主恕罪 云灵扑通一声 跪倒在地上 为自己的不争气的行为 感到羞耻 她怎么能在少主面前 如此失态呢 看本尊看得着了迷 云景臣笑得风情万种 活脱脱一支要蛊惑人心的妖 云灵不敢应声 但是心跳声 却快地仿佛就在耳畔 一下笔一下沉重 哼 她便知道 这世上只有她是特别的 眼眸微微一转 一抹华光 自眼底悄然闪过 眉宇间浮现得清暮 与迷恋 让她整个人看上去 愈发邪魅 云旭还没有消息传回吗 她再度开口 并没有计较云灵走神之过 轻描淡写地 便将方才暧昧的气氛打碎 云灵心疆一沉 自然知道 她想问的根本不是云旭 而是另一个女人 脸上的红巢刹那间 消失得一干二净 她紧敏唇半 木讷地摇头 还不曾 若是有消息 即刻汇报 明明只是离开了几日 可是她心里的思念 却一日比一日加重 令若曦 你到底给她下了什么股 竟让她如此浑浅梦淫 云景臣的诗神 云灵怎么可能感觉不到 她为谁走神 为谁牵挂 她知道的一清二楚 那个女人究竟是何德何能 能让她的主子如此寂寡 心头名为极度的野兽 正在疯狂地叫嚣着 啃尸着她的心脏 云灵紧握住拳头 不愿让人发现她的不妥 另一边 令若曦正牵着小奶包 堂而皇之走在街上 人潮涌动 繁华的城镇 此刻布满了琳琅满目的摊贩 衣着或华丽或朴素的百姓 正在街头巷尾穿梭 时不时朝他们母子俩 投来异样的眼神 如今的她 可是京师里的名人 谁不知道 她拥有一个五岁大的可爱儿子 且有一只黑色的仓鼠宠物 娘亲 那是什么 灵小白指着一处套绳的摊位 好奇地问 小少爷 必定是出自大户人家吧 这可是如今 京师里最流行的玩乐 只要一两银子 就能换取五个套绳 站在这儿 随手一扔 套到什么就能带回家了 小贩殷勤地迎上前来 向灵小白介绍道 却在看见灵若曦时 整张脸刷得一下 惨白如指 天哪 这不是赫赫有名的杀人狂魔吗 灵若曦好似没有看见 她骤然间变化的眼神 面无表情地站在 灵小白的身旁 想玩吗 灵小白黑黑一笑 当即点头 从钱囊里取出一两银子 有些肉疼地递到小贩的手心 小贩哪里会不清楚 灵若曦的身手 若是他们母子上场 她今儿个 只怕是要血本无归了 银子都给你了 你怎么还不给小爷掏身 灵小白不满地瞪大眼睛 好似受了委屈般 盯着动也不动的小贩 灵若曦倒是对她的心思心知肚明 却并不点破 冰凉的眼刀落在小贩的身上 吓得她头皮一麻 立即将套绳 往灵小白的怀里移送 这些家当 哪有她的命来的重要 只是 当她看见 站在一米开外的小奶包 一扔一个准时 她脸上的冷汗 掉得更加欢快了 眼睁睁地看着 一件件战利品被她拿走 心那叫一个疼啊 灵小白玩得尽兴 干脆利落地取出十两银子 准备大展身手 完全没有发现 小贩欲哭无泪的表情 在她眼里 这可是捡便宜的好机会 套绳凌空抛出 每一次 必将卷走地上的一件物品 不知何时 已有不少百姓在一旁围观 甚至还有人替她拍手叫好 黑狼乖巧地蜷缩在她的肩头 对于这种小儿科的游戏 实在是提不起精神 虽说灵小白没有旋利 但是她再怎么说 也是灵若曦一手教导出来的 若是连这种游戏也拿不下 绝对该回炉重造了 当灵小白席卷走所有的战利品之后 小贩早已经两眼一翻 直挺挺地晕厥过去 干得不错 灵若曦抬起手 揉了揉她的脑袋 离去前 还不忘让百姓将小贩 拖去看大夫 丝毫没有身为罪魁祸首的负罪感 抱着满满的战利品 母子俩悠哉悠哉地踏入一间酒楼 准备用午膳 当两人刚现身 原本热闹非凡的大唐 出现了短暂的安静 灵小白奇怪地眨了眨眼睛 不知道这些人 干嘛露出这么恐惧的表情 他们又不会吃人 掌柜哆哆嗦嗦地上前 将灵若曦奉为座上宾 唯恐得罪了她 成为她的手下亡灵 在大唐靠窗的角落里 挑选了一个较为隐蔽的位置 既能将窗外街头的景象 尽收眼底 又能将整个大唐纳入眼中 是绝佳地埋伏的好地方 灵小白趴在桌子上 不停地数着她的战利品 嘴里时不时发出猥琐的笑声 笑得黑狼不停地打颤 来几道你们这儿出名的菜肴 灵若曦随意地点了几样小菜 而后撩袍坐下 四周投来的复杂目光 她视若无睹 修长白皙的手指 轻轻地把玩着面前的茶杯 姿态极致悠然 大底是见到她放松的模样 众人提高的心 也不禁落了下来 一个个这才又恢复了方才的热闹 娘亲 你有没有觉得 他们总在看着咱们 灵小白眨巴着眼睛满脸骨怪 嗯 灵若曦淡淡地应了一声 为什么呢 难道是宝宝太可爱了 他们正在出发心底的眼眸 灵小白特无耻地说道 手指轻轻戳了戳自己的腮帮 那副可爱的模样 顿时引得好几个在场的妇人 眼貌红心 恨不得立即扑上前来 将她揽入自己的怀中 狠狠地揉捏几下 灵若曦嘴角一抽 她还真敢说 咦 街头 身穿华服的中年男子 忽然驻足 她紧促眉头 不停地向四周张望 刚才的气息 分明是 不知想到了什么 她眼底精芒暴闪 立即改变了脚下的方向 飞身从街头消失 原本蜷缩在 灵小白肩头的黑狼 疏地抬起头来 戒备地凝视着四周 发现了什么 灵若曦眼眸一沉 体内的旋力飞速地运转 一股巨大的气流 以她为轴心 迅速朝四周扩散 方圆百米内的动静 通通被她的感官所掌控 但是她却并没有察觉到任何异常 黑狼人性化地摇了摇头 应该是她的错觉 灵小白奇怪地看了眼 面色凝重的灵若曦 轻声唤了唤 是不是有坏蛋 说着她蹭地转过头 仔细扫视着在场的众人 没事 只是她有些在意 方才黑狼 异于寻常的举动 锋利的眉梢 微微凝起 灵若曦一边饮茶 一边流心四周的情况 体内的旋力 蠢蠢欲动 如同沸腾的火山 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 小二动作麻利地将菜肴奉上 直到灵若曦面露满意的神色 她这才敢转身离开 尝了尝这里的头牌菜肴 又饮了些许薄酒 灵若曦白皙的脸蛋 蕴染上了淡淡的飞色 如同豆蔻 分外娇艳 灵小白很想偷偷地尝尝 这酒水的味道 只可惜 每一次都被灵若曦用筷子 敲打在脑门上阻止 只能撅着嘴 愤愤不平地坐在长凳上 心里嘀咕着 娘亲太过分了 一点也不讲究人权 大堂内一派热闹 不少从外地而来的雇佣兵 正围聚在一起 三五成群地大声谈论着路上的趣事 闪开 统统闪开 忽然 酒楼外传来一阵喧哗声 一大帮身穿华服的年轻人 在一名中年男子的率领下 闯入酒楼 他们个个身负旋利 最低的也是绿阶 领头的男人 更是突破拦阶 太阳穴微微凸起 包裹住身体的紧缎 略显紧绷 一看便知 是个高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三十四集 他刚踏入酒楼的大堂 一双眼睛便如同雷达一般 飞快地扫过全场 本想冲上前来询问发生何事的掌柜 被他身旁的人一把推开 踉呛了几步之后 便跌坐在地上 摔得人仰马翻 惨叫连连 黑狼在他们出现的瞬间 立即划入了林小白的袖口 林若曦依旧靠在椅子上 手指九斩 悠然拼酒 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骚乱 并没有太过的关心 甚至连一个正眼也不曾投向那一方 大堂内安静的落针可闻 远道而来的雇佣兵 更是握紧了手中的武器 随时准备出击 知识大人 这儿似乎并没有什么魔兽 会不会是您感觉错了 环顾了整个大堂之后 一个年轻人低声说道 哼 我乃堂堂轩元家族的直视 你认为我会出错吗 中年男子傲然说道 当轩元家族四个字 传入众人的耳中时 顿时抽气声此起彼伏 任谁也不敢相信 此人竟是当今第二大世家的人 原本暗中戒备的雇佣兵 纷纷松开武器 一脸的仰慕 虽说云族乃是第一世家 但是常年必逝 而轩元一族 却就在这皇城之中 虽是第二世家 但在众人的眼中 却隐隐有独霸北宁的迹象 更是不少人眼中 渴望而不可及的存在 如今乍一看到轩元世家的人 他们自然是崇拜万分 哪里还生得起反抗的念头 凌若曦明显地感觉到 对方释放出来的旋律 正在席卷整个大唐 属于拦截高手的威压 让不少手无腹肌之力的老百姓 难以抵挡 只觉得胸口发闷 脸色更是惨白一片 再这样下去 恐怕会受内伤 这位大人 是轩元世家的直士 久仰久仰 不知大人忽然前来 究竟所为何事啊 一名雇佣兵从椅子上站起来 抱拳问 我方在感应道 有实力庞大的魔兽 出现在这里 直视陈生说道 轩元世家已抓捕魔兽 将其的旋律 化为己用文明 只要是无主的魔兽 他们都不会放过 更是对感应魔兽 有一番独特的手段 众人纷纷扭头对视一眼 都在彼此的眼底 看见了一丝不解 一丝茫然 这 大人 莫不是看错了 这里 并没有出现任何魔兽啊 雇佣兵一头雾水 话音刚落 便得到不少人的附和 明小白机灵地将袖口捏住 低垂着头 扒着碗里的米饭 明若曦更是倚靠在椅子上 自得地饮着酒盏里的烈酒 对这出闹剧不闻不问 你 你刚才可有看见 魔兽从这里逃走 只是沈氏的目光 忽然落在凌若曦的身上 她的感觉不可能出错 这里的的确确确出现过魔兽 而且气息最为浓郁的 正是这对母子俩所待的地方 故而才会有此疑问 见到她公然挑衅凌若曦 不少百姓在一旁 倒抽了一口冷气 我们干嘛要回答你 明小白将脑袋从碗里抬了起来 大声地叫嚷 嘴角还挂着几颗米饭 知识的脸色一沉 身为轩辕世家的人 她走到哪儿 不是受到众人的吹捧 谁敢公然质问她 顿时 外放的旋律出现了一瞬的混乱 一丝杀意流露出来 凌若曦眉梢烧一台 揉砸了旋律的食指 轻轻地在酒盏上一弹 酒杯滑出掌心 破空心向直视的丹田 咻的一声 直视只来得及听到一道破空之音 随后 丹田便传来一阵剧痛 她痛苦地捂住腹部 脊背微微地勾搂 整张脸因为疼痛扭曲成一团 卑鄙 你居然敢偷袭 比起对一个小孩子大方杀气 这还算是轻的 凌若曦冷然开口 眉梢冷翘 属于拦截中气的威压 自她脚下扩散开来 如同一座巨山砸在直视的尖头 让她隐隐快要喘不过气来 口中发出一声闷哼 直视战红了一张脸 恶狠狠地瞪着凌若曦 心底却暗暗为她所展现的实力心惊 皇城内何时出现了这么一位年轻的高手 看她的样子不过二十来岁 怎么会步入拦截 而且比起自己更甚一筹 大胆 跟随着直视而来的众人纷纷走上前来 拔刀出鞘 一个个横眉怒目地瞪着凌若曦 好似她只要轻举妄动 便要将她斩杀在此 掌柜急得冷汗直流 这双方哪一方都不是她能得罪的 一个是第二师家的直视 一个是丞相府的大小姐 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 得罪了谁 她都吃不了兜着走 你吃没品 一个人打不过就想围了 小爷都替你们觉得丢脸 灵小白古灵精怪地做了个鬼脸 毫不掩饰对这帮人的不屑 她再傻也看得出 他们是冲着黑狼来的 可是黑狼是她的财产 才不要交出去 灵若曦傲然站起身 无数双犯着杀意的毛子 落在她的身上 她却视若无睹 硝烟弥漫的空气中 气氛凝重地 让人几乎快要窒息 大堂内的众人纷纷屏住气 谁也不敢上前 唯恐被战获殃及 一对十一 论气势 灵若曦竟是与他们不相上下 那傲然挺立的身姿 笔直且无所畏惧 你是谁 竟敢对轩辕世间的直视不尽 一个年轻的男子 叫嚣着走到灵若曦的跟前 怒声质问 眉宇间 尽是高高在上的巨摇 看着她 好像在看着一个 自寻死路的人 灵若曦的手指微微一动 旋力化作指刀 从她的食指间 蹦射而出 扑哧 细碎的声响 旋力没入皮肉的声音 徘徊在众人的耳畔 呃 那人捂着被贯穿的手臂 吃痛地发出惨叫 鲜血滴答滴答地掉落在地上 一股浓郁的血腥味扑鼻而来 一些百姓 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给惊呆了 看着地上的血子 捂嘴干呕 笨蛋 这就叫做没有自知之明 灵小白在一旁火上浇油 虽然她不知道 轩辕世家有什么了不起的 但是 任何想要打小黑主意的人 都是她的敌人 必须得要给他们一个教训 记住 再无礼 别怪我手下无情 灵若曦随意地掏了掏耳朵 话语嚣张且张狂 但偏偏无人能奈何得了她 在场论实力 她最高 论气势 她最强 行事比人强 他们又能怎样 只能瞪着一双 同龄大的眼睛 恨不得用眼神杀死她 这位小姐 执事也知道 今儿是踢到了铁板 勉强忍住这口恶气 抱拳道 我不过是想问你 是否见到过魔术 你为何要下杀手 我说过 对着我儿子放杀气 是要付出代价的 灵若曦冷声说道 方才这人朝着灵小白 释放的杀意 她怎么可能察觉不到 儿子 众人纷纷将视线 落在一旁 翘着二郎腿 一副二大爷姿态 坐在长凳上的 小奶包身上 就算比人 一时不差 得罪了小姐 但你不该因此出手啊 执事咬着牙 狠声说道 在他看来 身为轩原世家的人 整个京师 他们便该横着走 可这不知 打哪儿冒出来的 小丫头骗子 竟敢和他们作对 必须要付出代价才行 神 我已经上了 你想如何 灵若曦沉声问道 轩原世家 哼 即便是天王老子 胆敢当着他的面 妄想对他儿子不利 也必须要做好 横尸的准备 他太过坦然的态度 让这名直视的脸色 有些不太好看 心头的怒火 蹭蹭地焚烧着 但想到 灵若曦拦截中期的实力 他又不禁有些忌惮 大人 和他说这么多做什么 我们这么多人 难道还会怕了他吗 一名绿阶巅峰的 华裔少年 得意洋洋地说道 虽然灵若曦势力强劲 但是在他看来 他们人多势众 根本没有必要惧怕他 若是在这里 丢了他们 第二世家的脸面 他们回去之后 必将受到重罚 直视的眼底 闪过一丝精芒 似乎是在考虑 围攻灵若曦 将场子找回来 娘亲 他们一定是想着 要正视其人 灵小白的嗓音 不大不小 正好能让众人 全部都听到 顿时 无数双含着 鄙夷与不可置信的眼睛 纷纷落在 轩辕世家的人身上 身为如今 赫赫有名的世家 若是当真 围殴一个女子 即便得胜 恐怕也将 威名大损 这位小公子 你是不是误会了 我们可不会 做出这种事 直视咬碎了牙 才吞下了心头的脑怒 硬生生地 挤出了一抹笑 冲林小白解释 其实这话 不过是说给 在场的人听的 真的吗 林小白将信将疑 你们刚才 想要欺负我们 现在被娘亲打伤 一定心里不情愿 对不对 所以 就想唯有小爷的娘亲 然后报仇 直视的心头一惊 显然没有料到 自己心里的算盘 会被一个五岁大的娃娃 给看穿 脸上的笑瞬间僵住 面部的肌肉 微微抖动了几下 硬也不是 不硬也不是 只能尴尬地 站在原地 一时间有些无措 小白 不可胡说八道 凌若曦脸去了 眸中的笑意 故意沉下脸来 呵斥道 凌小白委屈得撇撇嘴 却依旧一脸戒备地 瞪着眼前一大帮的人 堂堂第二世家 怎么可能做出 这么不要脸的事情 你别诬赖人家 万一传扬出去 有损轩缘世家的威名 凌若曦说得斩钉截铁 仿佛一心一意 为轩缘世家着想 直视的脸色 一阵青一阵白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 若是他再要动手 岂不是坐实了 这不要脸的名声吗 小姐果然快人快语 干巴巴地笑了两声 他也不找什么魔兽了 灰溜溜地带着手下 扬长而去 那背影怎么看 似乎都有些 像是落荒而逃 凌小白与凌若曦这一唱一鹤的 倒是真胡走了敌人 人一撤走 众人提到嗓子眼的心 这才算是彻底放了下去 神也不想好好地一顿午膳 被人给破坏掉 灵若曦与轩缘世家 在酒楼发生冲突的消息 第一时间传遍了整个皇城 连酒居深宫的北宁帝 也得到探子打听来的消息 当他听到闹事的又是灵若曦时 气得险些再次晕厥 这女人就不能待在家里 安分守己吗 他气恼的一巴掌 重重地拍在鸡案上 对凌若曦的印象 早已经滴到了尘埃里 先是与皇室作对 如今又与轩缘世家交恶 他到底在搞什么 其实这事儿 凌若曦自己也冤枉 明明是轩缘世家的人 不知为何察觉到了魔兽的气息 想要强行将其夺走 顺带地对凌小白动了杀心 他才会反击 但是舆论却暗指他公然挑衅 漠视轩缘世家的威名 朝他身上泼着脏水 也有不少人在暗地里等着看好戏 甚至恨不得轩缘世家立即与他开战 比如三王爷奉一谈 比如丞相府的二姨鸟 回到院子 凌若曦身上泛着冷冽的气息 毫不留情地将小黑 从凌小白的怀里扯了出来 揪住他短小的尾巴 将他整个悬空提起 说吧 你到底怎么得罪他们了 坐在椅子上 他眸光森冷地看着手里的小东西 沉生质问 若不是因为他 他又怎会和轩缘世家的人交恶 黑狼不停地扭动着身体 嘴里不停地吱吱地叫着 他怎么可能得罪第二世家 分明是那些人想要抓他 从他身上吸取旋利 他才是最无辜的 有没有 别给我撞死 凌若曦屈指重重地 弹在黑狼的脑袋上 前因后果通通说出来 不然 别怪我翻脸无情 凌小白不忍地 盯着被他折磨的宠物 那可是他的财产 他只希望娘亲 能稍微地小力一点 要是受伤了 他上哪儿去找 这么乖巧的小伙伴 黑狼叫得愈发大声 扰得凌若曦头疼 随手一抛 他的身体成一条 优美的抛物线 直直地被拍在墙壁上 巴唧一声 死肢微微抽搐几下 顺着冰凉的墙壁滑落下来 躺在地上成挺诗壮 凌若曦口中冷哼一声 锐利的目光穿过窗户 看向云旭的藏身之地 出了吧 你应该有不少事 需要向我解释 云旭沉着一张脸 飞身跃入房中 朝地上动也不动的黑狼 投去了一抹怜悯的眼神 而后才到 黑狼是我云族的圣手 十里惊人 体内旋力巨大 常年跟随在少主身边 甚少入室 此次应当是被轩辕世家的人察觉 想要抓捕他回去 吸取他的旋力 提升修为 他严谨一概一概的一番话 却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解释得一清二楚 文言 凌若曦面色一冷 旁门邪道 在他眼中 实力这种东西 若不是靠着自身的努力得到的 根本无用 袁旭十分赞同他的看法 只是为他陷下的处境 隐隐担忧 在得罪了皇室之后 现在又得罪了第二世家 对他而言 不亚于父辈受敌 稍有不慎 绝对会伸手异处 如今 皇室中人有很多 想要抓住他 将他斩首 一些心头之恨 他很清楚 少主又被族里的事 牵绊住手脚 若是皇室与第二世家联手 恐怕他当真会凶多吉少 最近不要离开丞相府 最好连这个院子 也别踏出去半步 我倒是要看看 他们敢不敢公然上门问罪 凌若曦沉声说道 对于轩原世家的所作所为 很是不屑 黑狼是他儿子的所有物 即便是不要了 扔了 也轮不到旁人来见 娘亲 小黑会不会有危险 灵小白担忧地问道 灵若曦趴的一掌 拍在她的脑门上 有危险的 不仅是她 她真正担心的 反而是小白的安危 似是知道她心里的担忧 允许当即的 请放心 即便拼了这条命 我也会护小少爷平安 说到底 这件事情 原本就是因为你们云族的东西所起 保护小白 也是理所当然 灵若曦毫无羞耻感地说道 听到云旭嘴角直抽 分明是小少爷与少爷做了交易 将黑狼迎去 如今 反而成了他们的故错了 你对我的结论 有不同的想法 嗯 灵若曦将她古怪的脸色 看在眼底 沉声问道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三十五集 云旭急忙摇头 她可不敢和她理论什么 这位可是少主看中的女人 即便是错的 她也要当作对的 就在二人讨论此事时 院子外 传来急匆匆的脚步声 灵若曦耳阔微微一动 朝云旭使了个眼色 后者立即窜出房间 再次隐匿在暗中 林小白一把将在地上挺湿的黑狼 塞到怀里 唯恐来人发现了她 林若曦扯了扯衣襟 这才打开门走了出去 站在台阶上 看着率领十多名侍卫 浩浩荡荡前来的丞相 小脸顿时冷若寒霜 看来 兴师问罪的人来了 林若曦 林克卿怒吼 即使隔着几米的距离 也能够清晰地听见她的咆哮声 林小白一溜烟 躲藏在林若曦身后 被这声惊天的声音 震得耳膜发麻 林若曦一身冷冽 傲然站在原地 纹丝不动 你到底要胡闹到什么时候 林克卿一马当先 走在最前面 一长出皱纹的容颜 此刻溢满了滔天的怒火 她简直不敢相信 这个女儿竟胆子大到 与第二世家叫板 还公然打伤他们的门徒 我胡闹什么 林若曦微微醋眉 忍不住反问 你还敢顶嘴 你是不是真的以为 你现在身手高强了 就能为所欲为了 那可是第二世家呀 你 林克卿气得身体不住地打颤 若是可以 她真恨不得一把掐死她 省得她继续祸害自己 好不容易皇上才下旨 将她释放 如今 她又去挑衅 京师里最不能得罪的势力 方才她得到消息时 险些晕厥过去 她是向天借了胆子吗 不问前因后果 便把所有的过错 都推到我的身上 这就是一国丞相 该有的公正吗 林若曦冷声质问 语调平平 神色漠然 仿佛她面对着的 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而不是自己的亲生父亲 这种事情还要问吗 一定是你太张狂 才会得罪人 不行 你马上和我一起去宣云府 陪李认错 说着 她直接走到林若曦跟前 想要拽着她离去 却被林若曦激紧地 避开了她的触碰 手臂突兀地滞留在空中 林克卿一见她的反应 更是气得双眼里的怒火 直直喷出 你还敢反抗 我没错 为何要认 林若曦反驳 只要错不在我 甚凭谁 也不能叫我低头 话康腔有力 带着一股固执 决然 林克卿脸色铁青 手臂颤抖地指着她 好样的 你当真是好样的呀 你是不是 要把我们统统都害死 你才可满意 还不等林若曦回嘴 早已经得到消息的二姨娘 急匆匆地赶来了北院 几身从人群中穿出 走到林克卿的身后 一袭滑贵的长裙加身 头顶的发际中 插着金灿灿的布摇 虽说是匆忙赶来 但是也看得出 她依旧在衣着打扮上 下了一番功夫 老爷 到底是何事 竟闹得不可开交啊 有什么话 就不能好好说嘛 二姨娘柔柔地拍着林克卿 气到发抖的后背 娇滴滴地说 她此时此刻的体贴 与林若曦的强势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高下利剑 林若曦眼底闪过一丝不屑 对二姨娘逢场作戏 虚伪作作的演技 感到好笑 说她是来调节的 林若曦第一个不相信 别以为她没有看出 这个女人眼底的幸灾乐祸 在她的安抚下 林克卿心头的怒火 总算是降了下去 缓和了一下铁青的脸色 她再度欺口 不论错在谁 你今天必须去宣运府到监 人家可是堂堂第二世家 你是什么 你拿什么和他们较劲 林若曦讥讽地勾起唇绊 一昧在微风中轻轻飘扬 莫发飞舞 你的意思是 今天纵然我没错 也得先一步低头 当然 这是不为了让世态 进一步恶化 林克卿误以为 林若曦把自己的话听进去了 口气也不似方才那般冷应 因为我是一个人 而对方却是第二世家 是 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若因为她而牵连到丞相府 被宣运世家盯上 那才是真正的灾难 不过 相信有二姨娘在 这种事是不会发生的 只要这个女儿肯登门赔罪 事情便能结果 当作从没有发生 那好 按照你的逻辑 你的想法 今日我实力高于对方 她既不如人 自觉受到羞辱 不也是理所当然吗 林若曦讽刺一笑 眼底却深沉无光 犹如深不见底的黑洞 丝毫察觉不到半分的人气 有的只是无穷无尽的冰冷 与漠然 林克卿刚平息下的怒火 再次勃然爆发 你还是名玩不灵 二姨娘心头怯笑 看来这林若曦这次 是真的要是宠了 还不用自己出手 就让她再难翻身 这让二姨娘怎能不高兴 原本以为林若曦还要逍遥几世 没料到 她竟自己不长眼 跑去与轩辕世家的人作对 这不是自找死路吗 你怎么不讲道理啊 明明这件事错不在娘亲 而是在他们 你怎么反而指责娘亲呢 林小白蹭地从林若曦身后 冒出一个脑袋 接着嘴 愤愤不平地朝着林克卿抱怨 你这个野种 给我闭嘴 这里没有你开口的份 林克卿显然是气急了 又或者是在愤怒后 失去了理智 说出了心里话 当野种这个刺耳的词语 从她的嘴里吐出的时候 林若曦体内的旋律 仿佛不受控制般外泄出来 轰然朝着林克卿压去 可怕的威压 席卷了整个萧条的院子 尾随而来的众多侍卫 纷纷被逼得匍匐在地 连战力都无法做到 野种 林若曦冷冽的目光如同刀子 似在脸色惨白的林克卿身上 好像在看一个仇人 一个死人 庞大的威压 掺杂着浓郁且可怕的杀意 即便是见惯了风风雨雨的成像 此时也被吓得四肢发颤 头皮发麻 哼 我的宝贝 何时轮到你来羞辱 林若曦冷笑 广袖下的双手黯然紧握 真的是动了杀心 没有任何人在羞辱了她的宝贝之后 还能平安无事 即便是这具身体的亲生父亲 同样如此 云旭被这眼前的一幕看得心惊肉跳 难道她当真准备侍父吗 这可是要天打雷劈的 二姨娘双腿一软 在这股骇然的威压之下 惊恐地瞪大双眼 一身冷冽的凌若曦 在她的眼中 已与死神没有任何差别 仿佛是从地狱深渊里走出来的罗刹 正要向他们索命 你要做什么 你想连我这个地也抽掉吗 林克卿先是一惊 失去的理智全数回笼 但直面这股恐怖的压力 她却做不到平静 心头的恐慌与惊怒 正在源源不断地攀升 这还是她的女儿吗 不 这绝对不是 她的女儿怎么可能会如此可怕 爹 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一般 凌若曦冷冷地大笑了两声 六年前 我在府外险些被家丁殴打致死的时候 你这个爹在哪儿 我娘的尸首不翼而飞 被埋葬乱葬岗的时候 你又在哪儿 把我当作废物 从不曾关心过一句 任由我被人自幼羞辱 辱骂 你这个爹 当得还真是好啊 脑海中翻腾着的 是属于前身残留下来的深刻记忆 从董事以来 被排挤 被羞辱 到最后惨死前的无助与痛苦 一幕一幕 清晰无比地徘徊在她的脑子里 连这颗素来冷硬的心脏 这一刻也不自觉地抽腾起来 凌若西脸上的冷意愈发浓郁 掌心甚至凝聚了一团旋力 只要轻轻击出 便能毫不留情地击穿凌克青的脑袋 让她下地狱去见阎罗王 但是最终 她也未曾将这一击挥出 只因为脑海中浮现的一幅画面 那应当是在前身五六岁大的时候 她的母亲还健在 在私暑被夫子辱骂吃傻 无能之后 跌跌撞撞地跑回府邸 她的父亲拍着她的脑袋 冲她笑 告诉她 她还年幼 将来定会有一番作为 那慈祥的笑容 活灵活现地出现在凌若西的脑中 心底的杀意逐渐地减弱 但是 她绝美的五官 却仿佛被冰封了似的 沾染上了一片寒霜 冷冷地盯着台阶下七零八乱的众人 最后 视线落在一脸惊怒的林克清身上 沉声道 没有下一次 林克清老脸一黑 哪里容得下自己女儿如此警告 当即就要发难 却在撞上凌若西那双无情的毛子时 一颗心忍不住颤了颤 她是真的想要杀了自己 杀了她这个父亲 带着你的人 滚 凌若西沉声命令 一秒也不想看见他们 二姨娘胆战心惊地吞咽了一口唾沫 扭过头 看向一旁一脸精致的丈夫 偷偷拽了拽她的衣袖 老爷 暂且让若西冷静冷静 有什么事 等过几天再谈也不迟啊 林克清几乎是在浑浑噩噩的状态下 被二姨娘拖着离开的 一大帮人连滚带爬逃离院子 原本吵闹的院落 在瞬间变得冷清 凌若西孤身站在台阶之上 行单影之 明媚的阳光自头顶上洒落下来 却驱不散她心底的阴霾 她深深地替前身感到不值 这就是她的父亲 多年来不闻不问 出了事从不会关心 只会将过错推到她的身上 这样的欺人 要与不要有何差别 年轻 林小白面露担忧 小手紧紧握住她冰凉的手掌 年轻别生气 宝宝帮你打坏人 低沉的笑声从她嘴里滑出 凌若西伸出手掌 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脑袋 在她那双清澈见底的大眼睛之下 仿佛所有的烦恼通通散去 冰凉的心房像是被棉花塞满 暖暖的 软软的 一场闹剧 最后以一种让人意外的方式结束 林克卿离开院子 便把自己关在书房内 谁也不见 二姨娘前后去了好几回 始终没有见到她的面 轩辕世家的人也未曾登门问罪 一切平静地让人心底发毛 好似在这平静的表象之下 有暗潮正在疯狂涌动 入夜 夜幕犹如无银的银河 坠满漫天的星辰 清冷的月光将整个院子笼罩着 知影婆作 云旭躲藏在暗中 担心地盯着不远处 灯火通明的房间 下午的时候 林若曦易于寻常的情绪 让她很难不去理会 她甚至不敢想象 若是当时 她真的一掌拍下去 丞相是否还健在 回想到她身上散发出的 宛如实质的杀意 云旭便不自禁地打了个寒战 屋子里 林小白难得乖巧地趴在桌子上 头顶上的呆毛 咽咽地耸了下来 仿佛失去了生气 林若曦盘西坐在一旁的床榻上 闭目修炼 一股淡蓝色的微光 从她的体内流淌而出 如同一层浓布 将她的身影遮盖住 迷离且朦胧 黑狼更是不敢胡乱动态 乖乖地陪着林小白当木头人 整个房间只能听到 灯芯焚烧的细碎声响 被吓到了 林若曦悠悠地睁开眼睛 习惯了儿子的吵闹 她忽然间安静下来 反倒是让她有些不太适应 将体内旋转的气流收回丹田 她翻身站起 冷烈的脸阔在烛光下 仿佛多了几分柔和 看向林小白时 双眼更是柔软的醉人 娘亲 你不要生气 不要不开心 宝宝都你笑好不好 林小白豁地抬起头来 小手轻轻地拽着她的衣袖 眼底闪烁着暖人肺腑的关切与不安 我没事 林若曦也知道 她今天的确是失态了 只是一次次的忍耐 已经让她到了极限 听到林克卿那番义正言辞的指责与驳斥 她才会克制不住 但当她冷静下来 却又觉得自己有些小题大做 纵然林克卿没把她当做女儿 甚至常年不闻不问 但这是她的选择 与她无关 她不过是不愿意让丞相府受到牵连 才会让她去赔罪认错 虽说自私 却也无可厚非 她到底有什么好生气的 真的吗 林小白眨巴着大眼睛 迟疑地问 不是她不相信自个儿的亲娘 而是她从未见过 那般失控的林若曦 一时间被吓坏了 比你的银子还真 过几日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去哪儿 林小白立马抖擞了精神 炯炯有神地望着她 林若曦玩耳一笑 去拜计你的外婆 拜计完后 她便要着手调查大夫人的死因 以及尸体的去处 然后彻底离开这个不属于她的地方 带着儿子 逍遥生活 这里的一切 与她不再相干 九里山 时隔六年 林若曦策马扬鞭 再次出现在这座荒山山脚 小奶包如同一只树袋熊 双手紧紧拽住她的衣襟 整个人几乎蜷缩在她的怀中 手脚并用 熟练地寻找到一个舒坦的姿势 屁股下颠颠簸簸的 让她整个人也跟着上下晃动 头顶的那戳呆毛迎风摇曳 飓风迎面扑来 刮得她几乎睁不开眼睛 只能艰难地瞇着双眼 才能模糊看清四周的景象 离开热闹的城镇 此处僻静 荒凉 漫山遍野的荒凉绿树随处可见 远远看去 犹如一片树海 泥泞的山路不利于马匹行走 林若曦俐利落地翻身下马 动作有一番别样的洒脱 墨发飞扬 她远眺着这座深山 凉薄的嘴唇 紧拧成一条直线 精致绝美的五官略显紧绷 气息冷冽 翻飞的依媚在风中烈烈作响 黑狼安分地趴在林小白的肩头 察觉到山里没有危险之后 她就一直是这个姿势 母子俩顺着崎岖不平的山路 缓缓朝山巅挪动 耳畔 偶有乌鸦尖锐凄凉的叫声响起 听在耳中 犹如一耳的啼哭 格外害人 娘亲 外婆就住在这儿吗 林小白歪着脑袋 满脸困惑 这鬼地方怎么看 都不像是有人居住的样子 倒像是传说中 厉鬼盛行的乱葬岗 这位外婆的癖好还真是特别 不愧是能生出娘亲的女人 林小白在心中找了一个合适的理由 并且对着素未谋面的外婆 产生了一丝敬畏 嗯 林若曦默然点头 她在这坎坷不平的山路上 她仿佛回到了六年前 孤身一人走在这条路上的感觉 那时的她初来乍到 对这里的一切都是那样的陌生 而现在 泛着温柔微光的眼神 落在林小白的身上 仿佛在看着此生最得意 最喜爱的珍宝 那般动人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三十六集 娘亲 伯伯怎么从来没有见过外婆 林小白疑惑地嘀咕道 自从她懂事以来 从未有亲人去洛日城 看望过他们母子俩 林若曦的眼眸一沉 神色冷翘 她已经被人害死了 林小白顿时撇了撇嘴 懊恼地吹下头去 她是不是又惹娘亲不开心了 别胡思乱想 与你无关 这笔血债 我会百倍讨要回来的 唇瓣微微翘起 一抹惊心动魄的绝艳笑容 在她的脸上默然乍现 只是那笑 掺杂了无数的血腥 无数的杀意 无数的冰冷 让人打从心里发毛 穿梭过泥泞的山路 布满碎石的乱石岗映入眼帘 一座座突兀的荒凉坟头 占据整个山巅 凉风呼啸 好似有鬼魂正在悲哀地哭泣 摇曳的枝鸭 在地上投射出一道道 如同野兽爪牙般 幽森的黑色剪影 林小白有些害怕 却倔强地不肯表露出来 若不是黑狼一直趴在她的身上 恐怕也很难察觉到 她身体细微地僵硬与颤抖 林若曦凭着记忆 很快便在孤坟中 找到了大夫人的墓碑 那是她亲手挖掘的墓 亲手竖起的碑 娘亲 这就是外婆吗 林小白看着眼前光秃秃的坟头 低声问 林若曦微微汗手 她默地松开 抓住她衣巾的爪子 扑通一声 整个人笔直地跪在地上 膝盖下满是细碎的石子 但是她却不在乎 外婆 宝宝第一次来见你 希望你不要见怪 宝宝和娘亲过得很好 你在平之灵 可以安息了 说吧 双手合十在胸前 嘴里还念念有词地鼓到了几句 将他们俩在落日城内 六年来的生活 严谨一概地讲述了一番 而后 朝着墓碑 鼻挺地弯下腰 行了一个正重 端正的大礼 额头与地面碰撞 发出喷喷的声响 黑狼听在耳中 只觉得一阵肉疼 看着面色森冷的凌若曦 再看看同样一脸正色的凌小白 给她一百个胆子 她现在也不敢造次 感受着这略显沉闷 诺默的气氛 黑狼缩了缩身体 把自己裹成一个圆球 乖巧地趴在凌小白的肩膀上 凌若曦静静地站在坟头 微凉的手指轻轻磨蹭着 这座日夜饱受风霜雨雪的墓碑 不知道他们母子俩 是否有在下面碰见 是否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她这个亡灵占据了这具身体 现在也到时候为他们做点什么了 六年前那一夜发生的事情 我会调查清楚 尸首我也会找到 这是我凌若曦的承诺 不论夺走尸体的人是谁 神佛无阻 薄唇清奇 嘴里吐出的话语 坚定且决绝 带着一股悍然的肃杀之气 既然接手这具身体 她便会承担起属于 凌若曦的责任 她的母亲为她请命 无果之后 选择上吊自尽 尸首却不翼而飞 不论如何 她都得把尸身找回来 葬在此处 这是她逃脱不了 却也是心甘情愿 承担下的责任 也是她阔别数年 还愿意回到京师的最大目的 回城的时候 灵小白双手背在身后 好似在思考着什么 向来活泼好动的人 竟能忍住一言不发 反而让灵若曦感到意外 她挑眉 问 你在想什么 思考人生 灵小白顺口说 话音刚落 立马想起询问她的人是谁 当即变了脸色 舔着脸蹭到灵若曦的跟前 无辜地摸了摸自己的后脑杀 笑得哈哈憨的 娘亲 顺嘴 这次真的是顺嘴 就你调皮 灵若曦伸出食指 戳了戳她的脑门 冷峻的容颜泛着温柔的光芒 娘亲 宝宝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 外婆会被安葬在这呢 灵小白挣扎了许久 才吞吞吐吐地丢出心底的疑惑 她是真的很好奇吗 娘亲的娘亲 怎么会被安葬在这么荒凉的地方呢 灵若曦的眸光一沉 嗓音低沉如魔 因为她在等 等着娘亲有朝一事 将她光明正大的下葬 葬入丞相府的陵墓之中 堂堂丞相府大夫人悬梁自尽 这是被视作丞相府的耻辱 又因尸首不翼而非 以至于大夫人到死 也没有葬在丞相府所拥有的灵墓内 而是被葬于这乱葬岗 留一座孤坟 墓是灵若曦亲自立的 她六年前曾经发下誓言 必将找回尸首 堂堂正正地将其葬在灵墓内 为大夫人证明 也为曾经的灵若曦证明 眼底浓浓的浴黑之气 让人心惊 那决然的寒芒 即便是灵小白 也不禁看得一阵心惊肉跳 每每娘亲露出这个表情 绝对是在盘算着对付人 她咧开嘴咯咯地笑了两声 不知道是哪个不长眼的家伙 被娘亲给盯上了 走吧 回家去了 接下来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灵若曦随手揪住 儿子的衣襟 把人往怀里一塞 一双狱卒 在地上轻轻一点 深如飞燕 凌空月起 很快 便犹如一道残影 消失在了这山林之中 黑狼始终 稳稳地粘在 灵小白的肩头 任由巨风呼啸 她却稳如泰山 灵若曦老早就知道 这小家伙实力惊人 绝非普通的魔兽 现在看来 果然不假 这丫的 绝对是挖坑埋人 坑蒙拐骗的最佳帮手 在丞相府外悠然落下 灵若曦看也没看 门口的两名侍卫 见鬼的表情 戳戳黑狼的脑袋 低声道 这段时间里 在外人面前 你莫要露出行踪 若是被轩原世家的人抓去 吸掉你的旋律 我可不会前去搭救的 话说得极为冷漠 仿佛丝毫不在意 黑狼的生死 但是 她却察觉到了 在这看似淡漠的语调中 暗藏着的担忧与关切 吱吱地叫了两声 表示自己明白 刚回到北院 林若曦就接到林克卿 派人传来的命令 家丁哆哆嗦嗦地站在她跟前 大小姐 老爷下令 今后大小姐若无事 不得外出 更不得私自离开府里 若是真的要出门 必须通报老爷 得到老爷首肯 才能 停 林若曦越听越不对劲 风里的眉头猛地皱紧 小脸仿佛染上了一层薄冰 她这是想要软禁我 不许她私自出府 这不是软禁又是什么 家丁只感觉到一股速杀之气迎面扑来 双腿一软 整个人扑通一下 栽倒在地上 大小姐饶命啊 奴才只是奉命传话 请大小姐饶奴才一命 谁不知道这位大小姐 早已经不是昔日的废物 她可是连自己的亲生父亲 也险些杀害的魔头 林若曦瞧着匍匐在地上 坠坠发抖的家丁 鼻腔里发出了一声轻哼 可是落在对方的耳中 却犹如那地狱里的夺命锁链 磕头的力道愈发大了起来 额头甚至被磕出了不少血丝 够了 林若曦猛地挥动衣袖 一股浩瀚的旋力 直直地拖住家丁的脑门 让她无法再继续磕下去 别弄脏了我的地方 她的命令我已经听到 你可以滚了 文言 家丁连滚带爬地从地上站起 确定林若曦没有要杀她的念头之后 慌张地逃出北院 那模样 就好似身后有厉鬼在追赶似的 娘亲 她为什么这么怕你 林小白从屋子里冒出一个脑袋 神色古怪地问 娘亲明明是天底下最美的女子 那人干嘛这么惶恐 怕总比不怕好 林若曦神色漠然 被人恐惧 被人敬畏这种事 她上辈子已经习惯了 比起本尊曾经遭到的冷遇 以及漠视 她反而对现在的待遇十分满意 林小白愤愤地撅着嘴 在她看来 娘亲应该是被人尊敬才对 你今天的训练完成了吗 林若曦挑眉问 她时刻也没有忘记过 儿子的日常锻炼 林小白瞬间沉下脸 特委屈地盯着她 为什么娘亲还记得这件事 别以为能蒙混过关 快去训练 林若曦无情地吩咐 对她那副可怜巴巴的模样 视若无睹 抬脚走进房间 缓慢地合上房门 阻绝了林小白忧怨的眼神 直到再也看不见她的身影 她这才一把扯下尖头的宠物 不停地揉着黑狼 肉嘟嘟的身体 口中抱怨 娘亲太无情了 太过分了 黑狼被她揉得晕头转向 裂开嘴 露出一口森白锐利的獠牙 别以为她身体小 就欺负她 有种去女魔头跟前发飙去 林女爷敢反抗小爷 林小白秉着 自己不好过 也不让旁人好过的原则 将心底的怨气 发泄在黑狼的身上 捉住她的四肢 将她当作毛球 不停地在掌心把玩 云旭默默地闭上眼 不忍再去看院子里的画面 那被当作玩具的仓鼠 绝对不是云族的圣宠 绝对不是 佛堂 老夫人正安静地跪在铺团上 手中握着一串檀木佛珠 在晶莹剔透的白玉观音向前 虔诚地吟诵着心惊 整个佛堂透着一股宁静 祥和的气氛 檀香鸟鸟 朦胧的白雾 弥漫在空气之中 直到日上三肝 她才睁开眼 将佛珠戴上手腕 从蒲团上 缓慢地站了起来 估摸着老夫人 礼佛的时间也该结束 她身边伺候的妈妈 轻轻地敲向房门 走进屋 准备伺候她用膳 最近大小姐还安分吗 老夫人微微和上眼瞼 任由妈妈搀扶着 在佛堂外室的大厅里坐下 轻声问 布满皱纹的脸蛋 带着老人常有的慈爱 提起凌若西时 也不如旁人那般忌惮 敬畏 似是在关心晚辈的老人 妈妈尽忠职守地禀报 前几日 大小姐得罪了轩原世家后 又与老爷发生了争执 据说事情闹得还挺大的 连二姨娘也牵扯其中 不过这两天 倒是在北院里 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 还算安省 老夫人微微汗手 扯了扯嘴角 露出一抹欣慰的浅笑 若西倒是听话了 唉 这丫头啊 大概还记得六年前的事 不然怎么会与她爹 如此生分呢 这岂止是生分 分明是要变成仇敌的节奏啊 但这话 妈妈也只能放在心里 哪里敢说出口呢 去 请大小姐来 总归是一家人 父女俩哪有隔夜仇啊 老夫人琢磨着 豁出这张老脸 给他们父女牵线搭桥 妈妈扶了扶身 慢吞吞地朝着北院走去 只是心里略显不安 这大小姐可是 连老爷的面子也不给的 会听话地来见老夫人吗 她倒是想太多了 老夫人虽说太过热情 让凌若西有些别扭 有些提防 但是丞相府最大的 暴死的召见 于情于理 她也不会漠视 娘亲 宝宝真的好爱 领小白有气无力地 走在凌若西的身旁 时不时地打着哈欠 纯红齿白的脸蛋上 挂着偌大的黑眼圈 看上去格外憔悴 她昨天可是加倍 完成了训练任务 现在浑身没有哪处不酸的 原本还想睡个懒觉 却被娘亲从被窝里抓了起来 见什么老夫人 小手揉了揉眼睛 眼角有胜利眼水的 晶莹水光微微地闪烁 领若西的眸光轻轻地闪了闪 利落地蹲下身 把眼皮正在打架的儿子 一把扛在肩头 领小白先是一惊 随后特得意地笑了 自动找了一个舒坦的姿势 和眼继续睡去 天大地大 补眠最大 妈妈的嘴角一抽 看着前方姿势怪异的母子 伤风败俗 哪有女儿家会把小孩子 扛在肩上的 这大小姐怎么就把外面的 那些不三不四的东西 带到府里来了呢 迎着阳光 慢吞吞地走入老夫人所住的宅院 几株梨花树在院子里开得正眼 片片雪白似锦的花瓣 随着微风在空中打着旋 缓慢地落下 团团紧簇的花圃 岔子烟红 紫藤架上缠绕着一圈圈 葱绿的藤蔓 院落闲适且美丽 如梦如幻 别致清雅 凌若曦刚踩上台阶 便注意到 坐在厅里垂木饮茶的老夫人 多日未见 她的精气神一如既往地抖走 红光满面 若曦 你可来了 老夫人面上一喜 急忙放下茶盏 朝她招招手 哎哟 快过来 让老神瞧瞧 这段时日 在府里一切还习惯吗 凌若曦眉心一跳 她可不认为 府里府外发生的大事 老夫人会一无所知 她突然让自己前来 必定是有事 比耐心 她从来都不缺 当年她为了拒杀一名毒枭 可以在别墅外蹲守一夜 她的耐力 可想而知 将领小白从尖头放下 她轻轻地扬起 一抹浅淡的笑容 还好 住得很满意 这话有没有一点 太理所当然了 老夫人也就是随口一问 倒是被她坦然 镇定的姿态 弄得正了正 嗯 住得习惯就好 我呀 就是担心你不习惯 她迅速脸去面上的郑重 慈眉善目地笑了 宝宝 昨晚没睡好吗 怎么看上去 没什么精神呢 她的目光 落在上下眼皮 正在打架的 领小白身上 低声问 眼底犯着淡淡的担忧 与关切 凌若曦在后面 用手指戳了戳 领小白的后背 示意她说话 小家伙头顶上的呆毛 猛地一颤 霍得抬起脑袋 极力打起精神 朝老夫人咧开嘴 笑得分外乖巧 嘿嘿 奶奶 伯伯昨天在院子里面 基本功 所以才会没有精神 奶奶不会死乖宝宝吧 她每天的训练 在丞相府 根本就不是秘密 老夫人轻易地 就接受了她的理由 玩耳一笑 当然不会啦 小白这么懂事 奶奶喜欢还来不及呢 用过午膳了吗 我吩咐厨房 做了几样小菜 将就一下 在这里啊 陪我这个老人 用一点吧 凌小白眼眸一亮 莫得回头 期盼地看着凌若曦 有白食 不吃白不吃 凌若曦同样是这样的想法 抱着凌小白 在老夫人下手的椅子上 随意地坐下 月牙白的衣妹 在半空中 划出了一道优美的弧线 墨发飞扬 动作带着 说不出的洒落与利落 毫无女儿家该有的矜持 与那眉宇间的冷冽 英气交相呼应 别有一番风情 老夫人看在眼中 心里满意的不得了 这才是丞相府 敌出大小姐该有的风范 与气度吗 皇上 日前赦免你的重罪 老神想着 找个时间 带着你进宫谢恩 你看看 什么时候有空 一起去 老夫人柔声说道 与其说是命令 更像是在征询 凌若曦的意见 她的态度 不像是个掌管 后院的老人 温柔地让凌若曦 不禁起了一身的 鸡皮疙瘩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恭继续收听 Instant